为了证明拿不出彩礼的男人也会逆袭 我用一首原创歌曲演员 直接在当红歌星演唱会上把所有粉丝比唱破口 一代歌神的我本应走上人间巅峰 却在23岁时查出未挨晚期 导致我直接穿越平行世界 附身到一位因为拿不出彩礼而自杀的田狗身上 回忆着因为拿不出彩礼而被劈提自杀的心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还真是个可怜又可恨的田狗啊 不过既然我现在接管了这具身体 作为报酬这口气我会替你出的 我深呼吸一口气 脉步走进狭小的卧室 本想找一下原生的存款去填一下肚子 可翻了半天却只找到两张演唱会的门票 看着绿色号里仅剩的三百多 我自嘲地笑了笑 出去透透气吧 正好看看这个世界的音乐风格有什么不同 说罢便坐着出租车来到了演唱会现场 魔都大舞台外面早已被围得水泄不空 正当我随着志愿者队伍前进时 旁边一个打扮精致的女生正焦急地打着电话 到底行不行啊 马上就进场了 票还没买 女生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 看着她满身的名牌装扮 我便走过去 美女还需要门票吗 刚挂掉电话的女生疑惑地朝我打扮了你 不等她开口 我连忙举起手中两张门票 别误会我本来是要和对象一起看的 但昨天我成功脱单了 所以如果需要的话 我可以卖一张给你 女生听到这话瞬间激动起来 连忙表示多少钱 给我三百就好了 文言女生当即愣住了 要知道外面的黄牛票 已经把从三位数炒到了四位数 随即也不莫及 掏出手机直接扫了五百块过去 我看到收款金额也没说什么 我知道这女生不是缺钱的主 当即便挥手表示一会计 没过多久我也排队进入了会场 里面很大能容纳一万多人 因为我来得比较晚 所以进来的时候里面的座位基本都坐满了 帅哥谢谢啊 要没有你的票我估计就进不来了 熟悉的声音让我回过神来 我看着女生笑道 三百二买的票 你花五百买下 我该谢你才是 随后双方互相自我介绍了一番 我也得知了这个女生名叫薛佳佳 简单聊了几句后 演唱会终于开始了 聚光灯从各个位置聚焦到台上 短暂的安静后 随着当红明星宋佳伦 坐着升降梯出现在台上的时候 全场粉丝变相 我早以习以为常 在我巅峰那几年同样也享受过这种待遇 我安静地听着 嘴里却在喃喃自语 都是很常见的和弦了 和那些流行歌差不多 看来两个世界的圈子区别不大 只是这边有些歌 那边没有而已 这就好办了 到了后半场 宋佳伦连续唱了两场情歌之后 嗓子也有些不舒服了 他喝了口框泉水 用预先准备好的方案拿着话筒说道 接下来这个环节 我会请台下的一位粉丝 上台来演唱我的一首歌 要是能完整地唱完一首歌的话 我会把我的第一张珍藏版专辑 这张珍藏版专辑全国景发行的100张 话落瞬间全场沸腾 在场的这么多人 有几个不想上台和宋佳伦唱歌 在刺耳的尖叫声中 宋佳伦说起了游戏规则 我会让灯光老师随机打一束光 在观众席上 我背过伸束时下 灯光照到谁 我们就请谁上台 随即便背过身朝灯光时 打了个手势 刷的一声 一束白色的射灯 直接照在了观众席中央位置 那边的观众全部喊了起来 随着宋佳伦缓慢的倒计时 那束灯光不停在观众席上照来照去 鲜叫声也是一阵阵响起 就在宋佳伦喊到一的时候 灯光稳稳当当地停在了后排一个位置上 所有人几乎都扭头 看向了那个方向 刺眼的光让我有些睁不开眼睛 我旁边的薛佳佳 更是张大着嘴巴 一脸惊恶地看着 被灯光照到的我 整个人震惊地都说不出一句话 工作人员拿着话筒走了过来 将话筒递到了我的面前 看到这一幕 我才确信是自己被抽中 我有些尴尬地接过话筒站了起来 之所以尴尬是因为 自己不仅不认识宋佳伦 对他的歌更是一无所知 随着台上宋佳伦的催促 我莫名想起手机里的那些聊天记录 看了看那绚丽的舞台 我眼神中的犹豫渐渐消失 随后握紧麦克风 坚定不移地走了上去 就当宋佳伦询问打算唱哪首歌时 我看着镜头深吸了一口气 抱歉我能唱自己写的歌吗 听到这句话宋佳伦一脸惊讶 咋还选了个同行上来 我连忙解释起来 只是会写歌而已 不算什么歌手 好啊 没想到我们今天还抽到了一位原创歌手 那舞台交给你 如果唱得好的话 那张珍藏版专辑就送给你了 加油话落 宋亚伦便走到一边休息去 他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对我其实是不抱有期望的 毕竟这年头音乐学院的学生一抓一大把 就在万众瞩目下 我静止走到钢琴老师的旁边 你好 能借用一下钢琴吗 钢琴老师有些猛逼 但还是起身让出了位置 在我将麦克风挂在钢琴架的时候 便在钢琴旁边坐下来 观众席上的薛佳佳吃惊地看着台上 他根本没想到我竟然也会写歌 而且还会弹钢琴 最关键的是站在那么大的舞台上 被这么多观众围观 竟然没有一点点紧张 反而显得十分坦然 不知为何 观众看到这一幕都渐渐安静下来 最后彻底寂静 全场落针可闻 我手指悬空在琴键上方 脑海中简单思索一阵后 放下了手指琴键被按下 发出一道深沉的前奏声 十根手指熟练地在琴键上不断敲响 会成一支悦耳的声音 此时后台的宋佳伦听到钢琴声 直接一口水喷了出来 专业的这绝对是专业的 我缓缓靠近话筒 演奏钢琴的同时 声音也终于通过话筒 在偌大的会场内响起 台下有些骚乱 一群乐队老师也都一脸猛逼地看向我 可此时此刻的我 已经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 回想着这幅身体那个可笑的自己 歌声十分富有感情地 传遍会场的每一个角落 观众席上的薛佳佳捂住嘴巴 看着坐在钢琴旁那个帅气青年 他不敢相信自己随便认识的路人 竟能唱出如此动听的歌声 到了副歌高潮部分 现场有过失恋的观众们 竟然有不少人都想起了自己曾经的另一样 感性的人甚至已经失了眼眶 我也彻底沉浸在了这个舞台 自从确诊癌症后 我就永远告别了属于自己的站长 如今以这样的方式重回舞台 心里带着各种情绪同时迸发而出不干涸绝望 到最后的解脱 全部通过声音的方式发泄了出去 十年舔狗无人知 一首演员直接让我火遍全网 让千亿观众眼含泪水贵求更新 曾经喊着为爱充公的少年 如今却再也不相信爱情 那无数个夜晚 你还记得是哪首歌陪你一起痛哭的 我在宋佳伦的舞台上唱完后 习惯性的起身感谢了下观众 现场的观众一个个黯然神伤的看着我的背影 砸场子的这家伙 一定是来砸场子的 看着台下自家歌迷的反应 宋佳伦心里出现一种 自家白菜被猪骨的感觉 当即走上台去 兄弟这就过分了 你的唱功在我看来 已经超过许多知名歌手了呀 真没有 我昨天刚和女朋友分手 这首歌也是分手后写的 宋佳伦无言以对 他没想到我会说得这么直白 那现在站在舞台上 有什么想对我前女友说的吗 我愣了一下拿过话筒 我没什么要对他说的 喜欢他是我瞎了眼 台下坏人的小 按正常剧本 不是应该说一些 祝你幸福之类的吗 此话一出给宋佳伦准不会了 尴尬的笑了两声 哈哈你前女友知道了 一定会后悟 最后一个问题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我看着台下的观众 淡淡的说了两个字 演员 话落我便从后台退场 隔天一早 我便去公司辞去了工作 正在思考着 接下来要怎么走时 薛佳佳的一通电话 给了舞惊喜 大神里上热搜了 真的要火了 听到这里 我瞬间想起自己的歌曲 还没正式上架到平台 当即询问道 你知道哪里有好点的录音棚吗 等着我把定位发过去后 半小时后车就开了过来 一上车便听到薛佳佳的声音 大神看下面那些评论了吗 他们都说你唱得很好 昨天在现场的时候太吵了 我还没觉得唱得怎么样 但我上午又听了几年 发现你唱的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哎太赞了 快别喊我大神了 我上午刚离职 现在是无业游民 薛佳佳很乐观地说道 无业游民怎么了 听你的歌喉去参加一档音乐选秀节目 绝对能出道的 出道之后就不愁挣不到钱了 很快我们来到一栋大楼下 这地方录歌很贵吧 不贵一点都不贵 文言我一脸尴尬 薛佳佳关门走下车来摆了摆手 录一首歌能要几个钱 大不了我帮我付了 走走走编墨迹 随即我便如同一个小跟班一样跟了上去 进到录音棚后 我戴上耳机朝外面比了个OK的手势 外面的工作人员也给薛佳佳递了个耳机 随即便让我开始 紧接着我在里面将演员又给唱了一首 唱完后外面的工作人员脸色都变了 他作为音乐老师 这些年给许多人录过 包括明星也不在少数 可每次跟他们录完以后 后期都需要修好久 但是听我唱完一首歌后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 竟然挑不出哪里需要修音的你 一番操作过后 成片很快变出来 男人激动地说道 我帮人录过无数个 你这首歌在我心里能排第一 我到过谢后便紧跟着将早就准备好了 第二首歌也录了下来 三十分钟后 薛佳佳一由未尽地和我走了出来 随即我便打开小猫音乐 把这首歌传到了自己的账号上 歌手那一栏上我在心里犹豫了好久 在心里默念了好几句 老薛我对不起我呀 便将自己的名字填了上去 好了上传成功了 薛佳佳健壮问道 你上传之后就打算不管不顾了吗 作为热搜的主角 可以发个视频宣传一下 不就有人来听歌了吗 可我抖号从来没发过作品 一个粉丝都没有 紧接着我一脸怀疑地看着他 难不成你还是一个视频博主 看不起谁呢 我做穿搭博主可是有60多万粉丝 要知道我现在的广告一条就得好几万 不过本小姐这次就免费帮你转发吧 扭我竖起一个大拇指 那好人帮到底 直接帮我拍了吧 两人商量了一阵 薛佳佳很快就当起了称职的摄像老师 给我录起了视频 不到半小时后 薛佳佳将录好的视频一顿剪辑 不得不说薛佳佳还是很专业的 视频被这么一弄就显得高端起来了 随着视频的上传 起初因为我的账号没有粉丝 发出去也没什么反应 不过等薛佳佳转发我的视频 并且爱透我后 很快我的点赞数量成倍时增加 少阳你肯定要火呀 视频这么快就过了五万点赞 薛佳佳谢谢你啊 改天有空我请你吃饭 知道你现在没钱 我先回去了 有事我们地球号联系哦 待送完薛佳佳后 我回到家打开的电脑 准备将今天录制的第二首歌也整出来 一夜过去我的地球号已经99家了 全是之前的大学同学 高中同学 甚至是初中同学发来的消息 我敷衍地回了一些有印象的同学 至于没有印象的我就干脆没回 回完消息我点开抖音一看 差点要被自己的粉丝人数给下了 一觉醒来粉丝数量竟然达到了37万 要知道发了50多个穿搭视频的薛佳佳 现在也才60万粉丝 我强忍着激动 翻看着演员这首歌底下的评论 清一色的好评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这几天就会有经纪公司联系自己签约了 身为过来人我很清楚 以现在的自己 根本没资格和经纪公司谈条件 我还需要更火才行 多少人甘愿低头做舔狗 思绪过后 我掏出手机 将昨晚弄好的第二首歌 转发给了薛佳佳 想让他点评一下 过了好一会 等来的却是经纪公司的邀请 我早猜到会有经纪公司找我 但没想到这么快 我很快回消息婉拒了 因为我想到了一个提高自身流量的办法 就在这时 听了两年半音乐的薛佳佳 发来一个表情包 大神请收下我的膝盖 我看着他的反应 意料之中 薛佳佳能帮我个忙吗 我想拍一个清唱的视频 现在我的粉丝已经接近40万了 这样可以更好地提高知名度 文言薛佳佳立马答应 当即就订好的碰头餐厅 我到了之后没过多久 薛佳佳也到了 等很久了吧 我路上有一点堵车 没有啊 我也是刚到 薛佳佳举起胳膊打了个响指 把服务员喊了过来 很利索地点了几个菜后 就和我聊起了正事 咱们就现在开始拍吧 这个音乐餐厅大厅刚好也一台钢琴 我起身走到那架钢琴前面按了两下 钢琴却发出一道刺耳的声音 怪不得没人在这里弹琴 原来这钢琴坏了 就在我准备回到自己位置上的时候 一个中年男人跑到我跟前 不好意思那钢琴早就坏了 上次我请调音室来修 结果他说已经没有修的必要 小兄弟我弹钢琴是要 我挠了挠头 指着薛佳佳找了个借口 我朋友想听我唱首歌 我寻思用钢琴伴奏呢 老板瞅了一眼薛佳佳 悄悄给我比了一个大拇指 还不等我解释 老板一巴掌拍在我肩膀上 我还有一把吉他我会弹吗 文言我心中一喜 表示完全没问题 话落 我便拿着吉他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随着薛佳佳调试好镜头 我也将吉他的音调整好了 伴随着我那磁性的声音响起 不知道为何 原本还有人说话的餐厅便很快安静下来 我每次只要一唱歌 就会全身心地投入 手指熟练地拨弄 琴弦转轴拨弦接 感情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无力感心碎感这一刻全部体现了出来 在进入副歌的那一刻起 这首歌的情绪也拉到了高潮 随着一个合适的曲折 我没有唱完全部直接收尾了 薛佳佳看着镜头里的我 愣住半天才反应过来 连忙按下暂停保存了下来 而这个时候 周围的其他客人竟然也 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 我向客人道谢以后便看向薛佳佳 哪知他猛地一抬头 我正好俯下深看视频 两双眼睛的距离拉近到了十厘米 我甚至能感受到薛佳佳呼出的热气 我连忙起身挺直腰板 那个该发视频了 就在我拍摄完刚刚好后 便直接上传了上去 随后我回到座位上 和薛佳佳刷着视频底下的评论 一边聊着未来的打算 突然一条私信引起了我的注意 对方还是某额官方账号 大致内容就是在下个月的15号 某额视频要录制一档 名为阳光之子的选秀风影 本来已经确定了参加的人员 但有一个选手临时放弃 节目组在网上看到我的视频后 就想邀请我顶替那人的位置 参加节目的律制 看到这个消息 我连忙问起关于节目的流程 现在我在网上如同 并视炸弹一般爆满 对于节目组来说就是自带流量 对方很快就把大致的赛程发了过来 我确定没问题后直接答应了下来 然后将联系方式发了过去 回完消息后 我紧接着便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薛佳佳 文言薛佳佳一脸惊讶 随后端起眼前装满椰汁的杯子 加油助我一次性就出道 我也举起杯子和他碰了一下道谢 屏幕前的你是否也是一个平凡人 在这个繁华且忙碌的时代 我用一首平凡之路 唱醒了无数活在幻想中的人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主角 却在前进的道路上撞得头破血流 有些人也曾辉煌 但在名利双收后却选择了回归品 因为他知道只有甘于平凡 才能找到最真实的自己 随着时间的流逝 很快便到了要去鹏城的前一天 一大早薛佳佳就给我打来了语音电话 说想给我送行 并且还准备了一份礼物 当我来到他的住处后 看着客厅里奢华的装修 心里还是不免感叹一声 早知道他是一个富婆 没想到这么富 我看着窗外的景色好奇起来 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 晚上会怕吗 我已经习惯了 你先等我一下 我去给你拿礼物 说完便从一帽间 拿出一个长方形快递 我看着他双手抱着有些吃力 不免有些好奇起来 这么重 什么东西啊 拆开不就知道了吗 我把快递放在桌子上后 用开箱刀将胶带割开 打开后引入眼人的是一个吉他盒子 我看着上面印有泰勒的英文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把吉他至少也得七八千 顶得上我在广告公司 打工两个月半 不行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受 文言薛佳佳早就想好了借口 这礼物也不是白送给你的 我也有条件的好不好 你要是在璀碳之子成功出道 以后肯定能接触到很多的明星 到时候帮我要他们的签名 最好能让我跟他们合照 我这也算是一种投资了 听完我摇头笑了笑 将吉他从盒子里拿了出来 开始给吉他调音 看着我坐在沙发上 一脸认真地调着琴弦松紧 薛佳佳这会儿才终于明白 为什么电视里总说 认真时候的男人才是最帅的 等所有音都调好之后 我抬起脑袋笑道 那这把吉他算我借的 要是我出道 这吉他我就当礼物收下 要是我没出道 这吉他我录完节目之后就还你 文言薛佳佳白白手 随便吧 第二天 节目组的大巴车 准时地将我们送到了目的地 我背着薛佳佳送自己的吉他 便跟着队伍下车 一群人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录制后台 此刻几十个人挤满了整个房间 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着天 让我仿佛置身于菜市场中 随后我找了个角落位置 闭目眼神起来 原本想和我搭话的人 看到我这个样子也都放弃 不是我不合逐 只是在我看来 周围这些人就跟小孩子一样 前世我19岁就出道 23就成为了一线明星 30岁之前就将娱乐圈各个领域走不遍 突然一道呼叫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请问谁是邵阳 一个工作人员走了过来询问 我睁开眼举起手失忆了一下 将我带到了一个穿着红色西装的女人面前 你好很高兴我能来参加阳光之子的录制 我是这档节目的总导演陆丹 叫你过来是因为其他选手在节目筹备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把完整的节目流长 和注意事项跟他们说了 因为你的情况比较特殊 所以有很多问题没来得及跟你说明 我不禁暗想该不会有黑幕吧 9个名额已经内定了 我们之所以会邀请我来参加节目 是因为我们看到你是一名原创歌手 而我们缺的正好是原创赛道的选手 所以待会节目录制的时候 会有一个挑选赛道的环节 你必须挑选原创赛道 也就是我们的阳光独秀赛道 我本来就是冲着这个赛道来的 吴丹文言一笑 因为是原创赛道 后续所有唱的歌都必须是原创 所以我想知道这边准备了几首原创歌曲 我想了想淡淡地回了两次 无限 吴丹愣了一下 笑容却更加浓郁了 好那我先去后场 待会跟随工作人员的指引就行 文言我便转身离去 没过多久 舞台的大灯同时亮起 阳光之子的录制正式开始 PK战开始前会有一个抽签环节 每个赛道都会有四名选手抽到挑战者身份 这四个挑战者可以挑战自己赛道的任意一人 挑战者和被挑战者分别表演节目后 由三位导师共同投票 但最终的决定权仍然会在自己这条赛道的导师手 镜头拉回到后台 工作人员已经摆好了三个盲箱 一群人上前一次抽签 我随便从里面拿了一个球 发现上面并没有字后 就和其他选手一样把球晾在了镜头前 好请抽到挑战者身份的选手上前 主持人吩咐道 话落独秀赛道的人率先开始挑选自己的对手 前面三个人都很快做出了选择 最后话筒被递到了李汉宇的手上 只见他脸色一变 朝我这边看了过来 我要挑战少阳 导师张明华很是意外 我俩都是他比较看重的选手 他本以为李汉宇会选择一个软柿子面 没想到上来就直接挑了个硬骨头 在阳光之子的节目上 我用一首平凡之路唱进 社会人的内心独白 成功晋级下一期 然而此刻的我看着李汉宇身上的标签 却笑了起来 东黄娱乐的人 那个挖了我前女友的公司 这次看来不用手下留情了 表演正式开始 上场的顺序是根据刚才挑选人的顺序一样 也就是说我是倒数第三个上场 就算没有录到后半夜 估计也要到十一点左右 很快时间便来到了晚上 轮到李汉宇上场了 在公司的安排下 他拿出了本应该在决赛上唱的歌曲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归香 和我预料的一样 这是一首唱家乡的歌 不吹不黑的话 歌词写得确实不错 一首歌四分钟 从开始到最后几乎没有什么失误的地方 而这首歌带来的反响也十分不错 唯音一落下 全场就响起了热烈的转声 三位导师也是听得非常满意 就是唱功还有代替高 有好几个地方的转音还是有一点点相思 随后李汉宇便走了下来 从我旁边擦肩而过 看到李汉宇那张吻操胜券的脸 我嘴角微微扬起 露出几分难以察觉的笑容 这首歌是不错 但也仅仅是不错 要知道我的脑袋里 可是装着另一个世界的精品歌曲 单纯笔作品就算了台下 那三位导师一起加上都是渣渣 我来参加阳光之子 不是为了跟谁比 而且为了告诉全世界 我邵阳是来降维打击的 李汉宇看到我扬起的嘴角 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起来 他在笑他竟然在笑 刚才还吻操胜券的李汉宇 心里再次变得不安 麦克风架好 吉他抱在怀里 我平静地看着台下的观众 伸出食指放在嘴边 做了一个虚声的动作 观众渐渐安静下来 大屏幕上出现四个大字 平凡之路白底黑字 没有任何的背景 随着我的手指熟练的波动 吉他琴弦前奏声随之响起 这首歌是那种自带情绪渲染 如果静下心听的话 会感觉这首歌的曲子很符合歌迷 给人一种很深沉很朴实的沧桑感 曲就是歌的灵魂 甚至彼此还要重要 旋律经验歌词入心 这是我对这首歌的评价 我很喜欢弹这首歌 觉得这首歌能带给我的灵魂 带来一种归属感 我无数遍单曲循环 无数遍翻唱我 歌词里的每一个字 都记得滚瓜烂熟 我就只是站在那 手指弹着吉他 眼神清澈地看着台下 在而凡里响起自己的声音后 我一瞬间就想到 自己在那个世界的许多时光 过往如云烟消散 台下的观众们 一下子就被歌声吸引 忍不住伸手伴随着旋律 在空中挥舞起来 导播是 吴丹正拿着对讲机疯狂地喊 一号镜头给我对脸过 给他特写 三号镜头 把观众吸跑一遍 补一次观众的表情 完整的一首歌唱完 我深情地弹完最后一个和谐 长吐出一口气后 鞠躬致谢 这首歌完美 蛊惑了现场 每一个观众的耳朵 整个现场 隐隐有种 迷阴绕梁的感觉 平凡之路 平凡人走的路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是怎么写出 这种深沉血腹 有感情的歌 现场沉寂了几秒钟后 立马发出 山呼喊啸般的 掌声和欢呼声 很难想象这声音 是区区几百个观众 喊出来 邵阳啊 这首歌我是真的服了 张明华拿着话筒 激动地说道 对不起李汉语 虽然你那首歌唱得 也非常不错 但这一场 我会让邵阳晋级 就在导师宣布完结果后 我们却得知 下一场的考核 是命题考核 在独秀赛场上 导师会给出一个关键词 让我们进行命名创 其他赛道也是各有千秋 这个规则在之前 并没有公布出来 所以在主持人介绍完之后 参赛选手的表情 也变得沉重下来 当轮到独秀赛道的导师 张明华时 他拿起话筒 微微吐出来两次 国风 文言 其他队员脸色 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显然他们之前 并没有预料这种事 而站在一旁的 我听到后嘴角 却露出一幕邪笑 终于可以对周大神下手了呀 不知道你们能猜到 是哪首歌呢 在节目组 给每个选手出了一大难题后 这一期也宣布录制结束 剩下的晋级选手 纷纷送回了酒店 而我却拿出手机 傻笑着给薛佳佳报喜 薛大小姐 我晋级了 夜里十一点半 薛佳佳愣是没睡 我才刚把信息发过去 对方立马就回了 真的假的 你唱的什么歌呀 我卖了个关子 下周节目播出 到时候就知道了 好像是下下周啊 某额视频 明天晚上就会更新 阳光之子的前两期节目 都会放出来 不过第一期是免费 第二期要看会员才能看 所以不出意外 下周就能看到 第三期的节目 我看到薛佳佳 回过来的消息并不意外 前两期都是淘汰一些小角色 我也没动真格 到了第三期 被前女友公司的人挑战 我才拿出上一世的神曲诈场 随后我告诉薛佳佳 第四期会很有意思 是命题考核 文言薛佳佳一脸疑惑 命题考核不是有时间限制的 能行吗 看不起谁呢 我分分钟给你整一首歌出来 说完我也刚好到了酒店 便挂断了电话 而另一边的李汉宇 正在房间里魂不守舍 本以为用出压箱底的大招 可以将邵阳压出去 可结果却是自己被玩爆 不管是任何竞技节目 大家关注的永远会是赢的那一方 突然一道铃声传来 李汉宇拿起手机一看 正是那个东皇娱乐 抢了我前女友的郑松 汉宇邵阳被淘汰了吗 看到郑松发来的消息 这一刻他终于蹦不住 刚想发信息过去 把郑松一顿臭骂 但冷静下来后 还是强压住木骨 回了句没成功 另一边的郑松文言 也有点坐不住 你怎么可能会输给他 到底是什么情况 李汉宇懒得再说下去 郑经理 我去公司排练写歌 而我却慢悠悠地起床 准备去吃早餐 刚吃完 我便接到了公司助理陈倩的电话 邵阳你还没醒啊 别的选手都来训练室排练 你怎么不过来排练 排什么练 我又不是要唱跳rap样样精通 女助理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可是跟你一个赛道的选手 现在都在练习是写歌 昨天晚上不是跟你说了 这周休息的时间也会有镜头 文言我直接表示 自己不喜欢在镜头面前装模作样 在酒店一样也能写歌 并且打算再睡个回龙卷 话若我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对面的女助理被我这个操作惊呆了 一旁的吴丹笑着问了句 那小子说啥了 让你反应那么大 他说他在酒店一样能写歌 还不喜欢在镜头前面装模作样 别的选手一个个地抢个镜头 就他一个人搞特殊 我征服了他的真是个奇葩 听完吴丹却更感兴趣了 这样与众不同的性格 或许在观众面前会更讨喜 这几年选秀节目太多了 观众估计已经审美疲劳了 他这样格格不入 或许反倒能成为节目的亮点 说完便专门派了一个摄影师去拍我 半小时候我的房门外 摄像大哥扛着一个摄像机过来 一旁的陈倩直接敲起了门 谁知敲了半天却没有任何反应 随后又拨打了我的电话 却依旧无人接听 就在女助理急得没办法 找来酒店人员送来备用钥匙打开门后 愤怒地冲了进去 刚想说我几句 却看到我光着膀子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我刚睡着 听到动静后迷离呼呼睹睁开双眼 朦胧中就看到一个大汉正站在床前 一脸欢笑地看着我 我眼睛一睁瞬间惊醒过来 卧槽谁啊 说完连忙拉起被子捂住上半身 犹如一个受气的小媳妇 摄像老师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扛着摄像机笑眯眯地看着我 陈倩这时才抬头说道 舞蹈吩咐过了 接下来几天 除了睡觉上厕所之外 这位摄像老师都会跟拍 文言我一脸猛逼 至于吗 看到他们丝毫撤退的打算也没有 直接用被子蒙住脑袋 我们爱拍就拍吧 走的时候帮我把门关好 陈倩看搞定我以后 就安排摄像大哥留下来 自己扭头就走 就在摄像大哥以为 我会起来编写歌曲后 我的做法却让他直接崩溃 我蒙住头后便没了动静 摄像大哥举了两个小时的摄像机 就拍了我睡觉的场景 实在受不了了 连忙打电话给了吴丹 舞蹈我实在受不了了 这家伙蒙着头一睡 就是两三个小时 我真的扛不住了 是蒋万森满口答应 只要不是让他一直 举着摄像机拍我睡觉 他什么条件都愿意打扰 我醒来的时候 看着房间的摄像头 已经见怪不怪了 贴了一眼就不再搭理 随后洗漱完 直接坐在沙发上刷起了兜属 到了晚上 我看着一旁 重新举起摄像机的蒋万森 咧嘴笑道 外国人都说国风歌曲垃圾 农国的娱乐圈 更是连一个国风代表作都没有 我直接用两分半的时间 就将一首《蓝星神曲》编写出来 老蒋走 小姐姐下酿 待她平复好情绪后 看到我背着吉他 又提着电脑包 便明白了过来 妖恋可以 但是走的时候 记得把灯关了 把门带上 说完便气呼呼地走了 我带着老蒋走了进去 一进房间 我便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乐器 见状我心中一喜 直接把乐器室的 所有乐器玩了个遍 明明这乐器室只有两人 但愣是被我整出了乐队的感觉 玩了四五十分钟后 差不多进行 我便准备开始写歌 我坐在了钢琴面前 思考了几秒 然后直接弹了起来 老蒋虽然是个五音不全的家伙 但也分择出曲子的好听和不好听 看到我一口气弹完整首曲子后 心里只有一句话 你真他娘的是个人才 曲子弹了三遍之后 我便打开电脑开始写词 蒋万森上前想拍一下电脑屏幕 结果直接被我挡住了 老蒋现在别拍了 给宝子们留点悬念 就在我将歌曲编写完后 看见一旁跟了我一天的老蒋 老蒋别拍了我请我喝酒去 文言蒋万森还有点难为情 这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呢 反正你的任务就是跟着我 咱们要喝多了 我醉了你也就省事了 说罢便拉着老蒋去了夜市 蒋万森还是第一次在工作的时候 能像休假一样放松 我带着老蒋在附近的大排档 点了几样爆炒的下酒菜 再来上一桌子烧烤和一箱皮 对于忙了一天的男人来说 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老蒋干你们这一行也不容易嘛 我撸着肉串挑起了话题 老蒋喝了口冰震啤酒 打了个惬意的嗝 现在这社会干哪一行容易啊 我这个年纪能有份工作就不错了 今天晚上这是我可别说出去 要不然我指定的IP 我不像你这么年轻 万一丢了饭碗 再想找个新工作可就难了 文言我拍着胸骨保证起来 我怎么可能说出去 我又不是不知道 我在节目里又没什么朋友 蒋万森想了想也是 在酒店那么久 根本就没有人找过少阳 别的选手都是三五成群的 就只有他特立独行 吃饭练歌都是一个人 紧接着我便提起了 今天房间摄像头的事情 老蒋帮我跟后妻说一声 别特么把我隐私捡进去 你们舞蹈纯纯是脑子有靠 竟然在我房间里安装摄像机 弄得我每天跟坐牢一样 文言蒋万森心虚地喝了口酒 硬是没敢把这主意 是他出的说出去 随着几杯下毒 我俩便吹了起来 一旁的老板看了都直摇头 看了眼桌子旁边那一箱啤酒 可之前人比简直太辣了 特么的一箱都没喝完就全醉 快到十二点的时候 路边上一辆三轮车 慢吞吞地过去 我的目光一下子就被吸引过去 我记得很清楚 当初为了补贴家用 妈妈早年就是骑着三蹦子 在大街上叫卖 父亲也只是一个在普通的工人 想到父母还在家里 为了我结婚买房子而辛苦挣钱 我想尽快出道的心更加急切了 看到那个大婶艰难地踩着踏板上坡 我当即便起身走了过去 就像小时候帮母亲一样 在后面推了起来 大婶感觉有人在帮忙 推车后也是连连道歇 夜深人静下大排档里的人都在喝酒 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遍 只是没人知道 被蒋万森专门放在了一个椅子上的摄像机 并没有关机 镜头一半被挡住 另一半却正好对走路边 我返回后看着已经最趴下的老脚 本想整个代价 可这里离酒店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距离 一直没人愿意接单 最后没办法 我试探性地拨通了导演助理陈倩的电话 那个大姐 你现在方便过来帮我个盲目 陈倩听到这话直炸毛了 你猜大姐你全家都是大姐 这实在不能怪我 陈倩虽然也是刚毕业两个人 但为了不让别人觉得自己是专业 所以穿着要比同龄人同属很多 我自然就以为陈倩比我年纪大 我把手机从耳边挪开 一直等陈倩问候我 我才把这边的情况说给她听 陈倩沉默片刻便让我原地等着 二十分钟后 陈倩怒气冲冲地从车上下来 看了眼发呆的我 然后又看到此时钻到桌子底下的警官子 脸色变得铁青 关键自己一个人喝也就算了 还把摄像老师都灌醉了 此刻陈倩都有点怀疑人生了 最后瞪了我一眼 让我帮忙将蒋万森扶上了车 次日吴丹听到了这个事情 也是满脸严肃 他们喝酒没有 闹什么没有啊 我去的时候 老蒋趴在桌子下睡了 那个邵阳坐在那里跟个傻子一样发呆 文言吴丹便放松下来 随即便问了下我们的状态 不知道 估计还在酒店里睡觉吧 不过老蒋的摄像机还在我车上 摄像机在你车上 那刚好去拿过来 我看看邵阳这两天都干了啥 很快摄像机拿了过来 打开后第一天相安无事 第二天白天也正常 一直到晚上看到我进了乐器事后 吴丹连忙将倍速调到正常 看着我一个人玩拽着所有的乐器 吴丹忍不住笑 这就是他想要的视频 随后便吩咐陈倩 让后期剪下来放到节目最后的花絮 然而我后面的表现却更让他吃惊 因为我在短短不到两空半的时间 就把歌给整出来了 更关键的是 那悦尔的曲调还让他觉得 这首国锋歌曲 压根不可能那么短时间创造出来 随剑便吩咐陈倩让后期剪下来 放到节目最后的花絮 然而我后面的表现却更让他吃惊 因为我在短短不到两个小时 就把歌给整出来了 更关键的是 那悦尔的曲调还让他觉得 这首国锋歌曲压根不可能 那么短时间创造出来 吴丹没有说话 眼睛死死看着电脑屏幕 一直到我写完词后 他才继续加倍速看下去 很快画面就到了大排档 这蒋万森养成了习惯 一下车就顺手把摄像机带上 似乎没有意识到摄像机并没有关机 吴丹本来想关掉视频 可看到时间条还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他也就继续看了起来 就在听完我俩吹牛的高光时刻后 画面里突然出现了我背影 明明已经喝醉 走路都颤颤巍巍的我走到了路边上 帮一个刚收摊准备回家的大婶推车 虽然画面很暗 但还是能看到我在走过来的时候 脸上是带着笑容的 看到这一幕 吴丹眼神中露出了别样的神色 一直到了周五节目录制的晚上 吴丹好像也没有要追究的意思 把摄像机还给了老蒋 便没再提过 这一期节目除了三位导师 每人都有十张投票权之外 节目组还邀请了两个知名创作人 这两个创作人 每个人也拥有十票的投票权 也就是说 这一场的排名将不再由自己赛道的导师决定 而是由导师 创作人 观众 三个不同的受众群体一起决定 到了七点整 节目正式开始录制 两位神秘的创作人也出现了 宋从文和陈梦 这两人都是著名的制作人和作曲 各自都有着几个名气不小的作品 介绍完两位创作人后 表演就正式开始了 前面几个人的表演 我看得漫不经心 实在是没什么亮眼的地方 至于和我一个赛道的人 他们写的歌听上去到有几分国风味 可是旋律和现在网络上 很多古风歌手唱的歌相差不大 基本上都是一个屌 终于在漫长的等待之后 下面有请卢秀赛道 最后一位选手邵阳上台 听到屏幕里传来的声音 我踏步走上了舞台 宋从文和陈梦 都听过我的那首《平凡之路》 看到我上台后 眼神中明显有一些期待 随着我在钢琴旁坐下 调整好麦克风后 一道婉转动听的旋律 从我指尖跳出来 下一刻我那充满慈性的声音响起 纸上走壁只此刻一半 有色轩然是旅途 云未被自藏 和你奄然的一笑 如看宝台房 你的每一缕飘散 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宛如天类般的声音在现场响起 刚才还有些造众的观众席立刻安静 我仅仅只是唱了八九晚 就让写了无数歌词的凤国文 全身起鸡皮疙瘩 老实习的张明华愣 看着舞台上的鼻子 嘴里忍不住骂出来 祸曹 此时台下的观众已经全部废腾 杀疯了杀疯了 一向以高要求著称夏飞 此刻也忍不住 节目组从哪里找来的神奇 这种词就连我也写出了 清澈的声音还在回荡 琴声 笛声鼓筋 各种传统乐器的声音交汇在一起 显得异常和谐 一首歌唱完 我拿着话筒起身走到台前 鞠躬致行 飞机目光扫射台下 这种淡然的自行 让这个舞台如同我的个人演唱会 表演结束之后 抢着点评的三位导师和两个创作人 此时此刻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过了整整五秒钟 全场才想起人一般的感情 后台被战区独秀赛道的七个人 在听完我的这首清花词后 一个个面如死灰 在导演无单的催促 张明华终于开口点评了 晚分是一百分的话 这首歌在我心里能打101分 刚才我和夏老师也说过 给我一年时间 我也写不出这样的歌 邵阳如果有机会 希望我们能合作一首歌 张明华在歌手里面也算是老前辈 主动邀请一个新人选手合作 这无疑是莫大的肯定 台下观众听完也是惊呼声一片 随后张明华问道 邵阳这首歌你是怎么写出来的 我拿起话筒更要找个借口 下一刻 大屏幕突然开始播放起了 老江跟拍我的视频 听到台下差一个声音 我好奇转身 什么鬼 怎么这时候放这个视频 在这个薄峰歌曲 我凭借一首清花词 直接登上薄峰带给播放声 就连资深作词人也被我争取 希望能有机会合作一曲 视频里我一个人在乐器室 疯狂地玩着里面的各种乐器 每一种乐器都新手拈来 空旷的乐器室 好像有一个乐队在彩排一样 最后我就坐在钢琴前 毫不拖泥带水的 将清花词的曲子弹动了 节目组的后期还配上字幕 他这周就只来了一次乐器室 其他时间他都在床上睡觉 玩手机 吃饭 最后还有一张 我推三轮车的照片 只是画面太矮 加上照片切得太快 也没几个人看清 等大屏幕上的视频播完之后 宋丛闻忍不住问了句 这首歌真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 文言我在心里默念了三遍 周董对不起 随后便大方承认下来 我现在不管那么多 我要红 我要出道 在各位导师无一例外的满分点评后 屏幕上也是立刻浮现出 我本场的最终得分 197票 看到这个分数 后台的选手一个个全猛逼了 要知道满分才200票 我只差三票就是满分的成绩 这特么的还怎么比 我看到自己的票数后 并没有显得很激动 鞠躬之后就不下台了 我正准备走时 一个略显风鱼的女人 卖着高跟鞋走过来 递给了我一张名片 说道 我是杨采薇的经纪人 这是我们工作室的名片 如果最后没什么想要去的公司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工作室 最近当红的王依依和孙女 都是我们工作室跑出来的 我礼貌地接过名片便转身离开了 我并不意外 杨采薇会让经纪人给自己联系方式 这两期节目播出来后 肯定还会有更多的经纪公司 以及工作室找到我 不过我现在并不着急 我再等 等自己火到一定的场 等有一定的流量后 再挑选一家公司签约 这期一下子淘汰掉了六个人 回去的大巴车上空旷了许多 我坐在靠后的位置上 掏出了手机给薛佳佳发了一条消息 我这边录制结束了 小小的剧透一下 第四期播出来我可能会有 文言 薛佳佳露出一副你说啥就是啥的表情 我刚看了我的微博粉丝 现在是56万 第四期节目播出之后 我信不信能涨到一百万 我不信我们就赌一把 要是我微博粉丝一百万 我请我去魔都最贵的餐厅吃饭 我要是没到一百万 随你处置 文言 薛佳佳直接吐出两个字 接了 周六傍晚 在家里宅了好几天的薛佳佳 终于打算出门了 她要去参加一个属于闺蜜之间的聚会 作为一个年纪轻轻 就能住上汤城一品的附加千金 她身边闺蜜的身份 自然也不会差到哪去 没成想他们竟想要创办经纪公司 还物色了一个心愿 但还没有跟他谈合约 今天让宇寒组这个局 就是想让大伙看看 如果都觉得OK的话 就想办法通通关系 和他联系一下 哪个新人啊 吕梅故意卖了个关子问道 你们最近有看某额视频的那档阳光之子吗 几个大小姐我看我我看我 都摇了摇头 薛佳佳欲言又止 但看到一群人都摇头 他也就把话咽了下去 赵盛南看了一眼时间 说道 正好第三期节目快开始了 大家一起看看吧 好啊 秦宇涵起身找到遥控器 打开了电视 赵盛南用手机打开某个视频 把阳光之子的第三期点开后 就投放到了电视上 六个女生一边叙旧一边看着节目 每次一个新的选手上台 秦宇涵 程婷婷便都会问一句 没解释你看中的新人吗 吕梅每次都是微微一笑 摇头道不是 继续看吧 我看中的和其他选手不一样 进度条不断前进 薛佳佳莫名紧张了起来 终于在进度条快结束的时候 李汉宇和我终于登场了 一首归香唱的六个女生 都有着陶醉 尽管他们从歌词里面 听出那种思念家乡的情感 但还是被李汉宇的歌声给感染了 没解这个肯定是吧 看到现在为止就她唱得最好 长相也还可以 可吕梅仍然还是摇头 归香唱完 李汉宇走下舞台 我站在了舞台当中 一切就绪后 我的歌声在偌大的客厅里回荡起来 一首四分钟的平凡之路唱完 不仅台上的观众全部安静下来了 沙发上的六个女生也都沉默 就在薛佳佳的脸上都快要露出笑容 吕梅突然说道 我和盛男看中的就是她 邵阳 她没有签公司 是以个人的身份去参加的节目 现在节目才进行到了第三期 如果我们给个筹码合适的话 我想她应该会答应 薛佳佳顿时傻眼了 看到吕梅一副已经做出决定的样子 薛佳佳还是小心翼翼地说道 梅姐 邵阳她是我朋友 我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薛佳佳 薛佳佳自己都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她低着头小声解释道 我和她之前在演唱会认识 她卖给我多的门条 不过他人还可以 我们一直有在聊 吕梅起身坐到薛佳佳旁边 伸手搂住了她的肩膀 脸上带着淡淡的坏笑道 他人还可以 又是你朋友 那该不会是男朋友吧 什么呀 佳佳站起身 真的就只是朋友而已 你们别胡说 秦玉涵 吕梅 沈书华五个人发现薛佳佳有些脸红 都很有默契地看破不说 佳佳平时可不这样 能让你脸红的人 这还是第一顿 吕梅拉着薛佳佳的手笑道 既然都是朋友 那找个时间约她出来聊聊呗 她录节目呢 哪有时间 阳光之子应该是在新城录吧 你带我去新城找她 机票酒店前我户 薛佳佳想了想说的 这不好吧 赵盛南出主意 要不我现在打电话试试她的口风 看看她有没有这个想法 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 再约她见面 我觉得可以 秦玉涵笑道 佳佳快点吧 怎么舍不得呀 秦玉涵一招机将法 直接让薛佳佳破防了 她义正言辞道 什么舍不得呀 别乱说 打就打谁怕谁呀 薛佳佳拿出手机 点开微信对话框 秦玉涵凑过小脑袋一看 发现两人最后的对话 是晚上的时候 脸上的坏笑更浓了 我打电话的时候 你们别说话呀 薛佳佳瞪着周围一群小姐妹 乃兄乃兄的警告道 知道了知道了快打了 薛佳佳直接拨通了 我的语音电话 这会儿躺在酒店床上的 我正好看完节目 看到薛佳佳准时打来电话 我一接通电问道 薛大小姐 我这首歌唱的怎么样 一般般 夸奖一下会死啊 被五双眼睛死死盯着 薛佳佳有些不太自然 都不知道说些什么了 在吕梅眼神暗示下 薛佳佳问道 那个你有想好签哪家公司吗 还没有我顺着话说道 昨天录完节目 杨采薇的经纪人 把他们工作室的名片给我 应该是想签我 今天白天 还有两家小型经纪公司加了我 不过我都没有答应 士们提的条件 我也不是很满意 我笑道 不是跟你说了 这会儿签公司 我不能跟他们谈条件 等再陆几起我的名气起来 我就有筹码和他们谈条件了 这件事的慎重 薛佳佳正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 吕梅一把从薛佳佳手里 抢来了手机 放在自己耳朵边上说道 你好啊少阳 我是佳佳的闺蜜 我听到话筒里 传来别的女人的声音 差点把喝进嘴里的 一口苏打水给喷出来 咳了好几声后 我才连回了两声你好 是这样我刚回国 刚创办了一家经纪公司 最近正好在物色新人签约 正好选中了你 没想到佳佳跟我认识 我和佳佳是闺蜜 你和佳佳又是朋友 咱们要不要找个时间聊一聊 我并没有头脑一热就答应 毕竟新公司的话 可能很多业务会不专业 也没有那么多资源 我正要回话 吕梅一眼就看穿了我的顾虑 我心里一紧 虽然是隔着手机对话 但我却能感觉到 电话对头是个精明的女强人 见我没有说话 吕梅直接摊牌到 我已经收购了一家经纪公司 他们之前也是工作室 在这个工作室的幕后老板 被封杀之后 我就接手了 另外我爸是巨木院县的 第二大股东 资源方面不用担心 秦玉涵 成婷定等人听到 吕梅直接拖出了家底 心里也知道 吕梅确实是很想签约少阳 巨木院县可是国内 能排进前三的大公司 我闻言迟疑了三秒钟后 那改天找个时间聊聊吧 下个礼拜星期天 我带上薛佳佳 一起去鹏城找你 薛佳佳立马回道 为什么我也要去呢 吕梅递给秦玉涵一个眼色 后者立马把薛佳佳的嘴 给捂了起来 想到薛佳佳周末就要来捧场 我心里竟然有些高兴 虽然阳光之子播出后 有不少之前的微信好友 发来消息 但我没上节目的时候 微信上除了父母之外 一年都没几个人找 所以对于这些 自己上了节目 才发消息给自己的朋友 我是一概不搭理 我凭借一首青花词 成功俘获富婆的方形 更是让富婆闺蜜 单独为我创办工作室 亲自跟赴新城邀请我加入 而我也是不负众望 独占头条 几天时间很快过去 转眼就又到了 周五录节目的时候 这一期我终于 不是到最后上台了 在第三组的时候 我就被抽中 我的对手是 真英赛道的一个 叫李楚的选手 看到自己的对手是邵阳 李楚脸上的表情 真的是比哭还要难看 我和他走上舞台之后 老师直接问道 你们两个谁先来 如果谁都不想先唱的话 那就猜拳决定 我正要说话 李楚急忙说道 我先唱吧 我见状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李楚之所以要求先唱 也是怕我唱完之后 他就没有勇气再去唱 因为上一场 我的表现实在太过亮眼 谁也没有想到 李楚要唱的歌 竟然就是 夏飞星专辑里面的一首歌 夏飞一听前奏 就高兴得不得了 毕竟这是他刚发布的专辑 参赛选手唱的话 也算是变相 给自己宣传了一下 一首歌唱下来四平八稳 除了转音的地方 没弄好意外 其他跳不出什么大毛病 在真音赛道走到现在 其实唱功都不会差到哪 请李楚先到一旁等候 邵阳开始你的演唱 我走上台坐在了钢琴前 三个导师 和一群看过前几期节目的乐评员 都把视线放在了我身上 眼神中明显有些期待 杨采薇双手抱在胸口 韩晴默默地看着台上 心里却在暗暗道 他怎么还不联系我的工作室 灯光暗了下来 我开始弹唱 前奏一响 大屏幕上浮现出了三个大字 我们俩 我仅靠右第一张照片 不太敢亲密的 属于我们俩 脸庞太天真了 苹果一样的天的羞洒 太过感触 一股痛了 世界变了 爱是我改变了 加载书本家相册 混落的照片 让我变什么 好像再一次把这种舞台 当成了自己的个人演唱 一片安静中回荡几个歌声 声音很稳 没有一丝波动 最关键的是 每一句歌词里都充满感情 就好像每一句歌词 都有故事原来 这很难得 当一旁的李楚听完文歌 就知道自己的声音 没得比 这家伙根本就自带吧 那谁来都得说 全场观众沉浸其中 当镜头扫播的时候 每个人的眼 都是陶醉的表情 果然不会让人失望 导播间里的陈倩忍不住 他怎么没手术都这么好 吴丹笑道 不出意外等阳光之子结束 他就会一步步成为 国内最有的日子 陈倩知道吴丹的眼光是 除了 基本他看中的人都不会走 陈倩自嘲说道 那我现在去和他搞好关系 还来得及吗 吴丹抬头给了陈倩一个白眼 继续把控整个节目的发展吧 第五期节目结束 整个阳光之子的进程 也已经过大把 不过录完第六期节目 应该有两个星期的休息时间 毕竟最后一期节目 是以直播的方式播出 那至少也会等到 第六期节目播完后 才会进行直播 魔读商业中心写字楼里 吴梅和赵盛南两人 参观着刚装修好的办公室 赵盛南一边说道 之前的工作室 只有宣传部和事务部 事务部下面就是经纪人和助理 现在我们接手了 肯定不会再像之前一样 只弄这两个部门 吴梅问道 开始招人了吗 已经开始了 公司初步有六个部门 公关部 广告部 艺人管理部门 事务部 财务部和法务 如果这次顺利签下邵阳的话 那咱们的公司 就得尽快开始运动 最多两个月 应该就能正常启动 吴梅点点头道 我明天一早 就要和佳佳去捧场 公司这边就由我盯着 两人把装修好的办公室 转了一圈 看了一眼十点 吴梅掏出手机 拨通了薛佳佳的电话 一接通 吴梅就用那天晚上 邵阳的语气喊了 薛大小姐起床了吗 薛佳佳一听到 吴梅阴阳怪气地 喊自己大小姐 就瞬间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让让你明天自己去新城吧 我不去了 吴梅忍得笑了 连忙认课我错了 吃饭了吗 没吃的话出来吃吧 就我和盛南 哎呦不想出门咋办 别废话我去接你 到了楼下给你打电话 吴梅雷厉风行地说完 没给薛佳佳拒绝的机会 就把电话给挂了 薛佳佳听到电话里 没了声音 立马蹬起了腿 撒娇般地抱怨道 什么嘛 一个个地就知道笑话 自从上星期聚会 薛佳佳和邵阳打了个电话 现在在他们闺蜜群里 动不动就是把 有关邵阳的一些短视频 转发道具 每次都要爱特薛佳佳说一句 佳佳你男朋友好帅呀 薛佳佳一而再而三地 在群里强调 只是朋友关系 可依旧于事无补 薛佳佳去衣帽间 换了一身能穿出去的衣服 在房间化了一会儿妆 快到七点的时候 吕梅的电话打了过来 很快就来到了一家法师餐厅 点完菜后 吕梅就主动说道 明天上午八点的机票 早上六点我来接你 这么早八点过去 两个半小时再开车去邵阳那边 正好差不多饭点的时间 薛佳佳欲言又止 吕梅见状主动问道 邵阳他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 他想签一家什么样的经纪公司 薛佳佳摇摇头道 他只是一直强调签公司要谨慎 另外 虽然他这是第一次参加综艺节目 但好像对娱乐圈很了解 有很多圈外人不懂的事他都知道 吕梅听到薛佳佳一句句的说 有关邵阳的事 脸上又露出了姨母般的笑容 赵盛南点头道 第一期节目他上台的时候 一点都不紧张 从这一点看 他确实要比其他新人成熟 这也是我们挑中他的原因 这样的人最适合我们 这种新创办的经纪公司了 薛佳佳嘟嘴说道 你们要是谈崩了别怪我呀 我可不掺和这事 吕梅笑道 佳佳我实话跟你说吧 只要你男朋友提的要求别太乱 看在你的面子上我都会接受 没解什么男朋友啊 你别乱说 薛佳佳小脸通红 急忙看向左右 有没有人听到这话 吕梅忍得笑意 见服务员端来了点心 就没有再调侃薛佳佳 第四期节目开始了 一起看吧 赵盛南从包里拿出平板 三个人坐在一排 看起了阳光之子的第四期节目 看了几分钟 吕梅直接道 其他人就别看 我们就看少阳吧 说着吕梅退出全品 在下面找到了青花瓷纯响 找到后直接点开了视频 薛佳佳不由自主地说道 这一期是独秀赛道的命题考核 题目是国风歌曲 邵阳他还跟我打赌说 这期节目播完 他微博粉丝能涨到一百万 旁边两人听了期待感十足 有薛佳佳在 其实还有信心能牵到邵阳的 尽管薛佳佳矢口否认 两人只是普通的朋友 但如果真是普通朋友的话 那薛佳佳就不会每次一提到 这是就脸红了 这年头女孩子脸红 就能说明一切 画面里 邵阳也开始演唱起了 这首国风味十足的青花词 每一句歌词都极为优雅 就像是在看一首诗一样 手指在琴剑上弹奏出 一串串悦耳的音符 这首歌显然是打动了 排排作的三个女生 三个人的目光注意力 全在画面里的邵阳身上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多美的一句歌词 恐怕这首歌唱完后 明天就会有很多人 把自己的个性签名 改成这句话 而这句话 显然也戳中了 三位美女的星巴掌 这年头帅哥遍地都是 但是想找一个 有才华的帅哥 却是大喊猫针 而邵阳就是那根针 一首歌快唱完的时候 一对年轻的情侣 恰好从三人身后抖头 听到这首歌 那个女生先停下了脚 等到邵阳唱完了最后一句 那女生连忙问道 你好这是什么节目啊 吕梅扭过脑袋笑道 某额视频的阳光之子 这首歌真好听 我回头也要听一点 女生说完 就挽着男朋友的手走了 吕梅微微一笑 收回视线对薛佳佳笑道 佳佳你男朋友 好像很受欢迎哦 薛佳佳甩给吕梅一个白眼 懒得搭理他 自顾自地掏出手机 打开了邵阳的微博主页 粉丝已经涨到了85万 这期节目还是刚刚播出 看到邵阳上台的人并不一 等这首歌的正式版本出了之后 才是真正涨粉丝的时候 薛佳佳退出微博 想到邵阳马上就会火了 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隔天薛佳佳便来到了酒店楼下 薛佳佳微信给我发了个消息 酒店里的我穿上衣服 化好鞋子就下楼了 我一出现在酒店门 车里面的吕梅一眼就看到了我 原本以为颜值在镜头前后 会有一些不一样 没想到线下看到 我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的颜值属于耐看的那一种 身高1米78 听着可能不算很高 但娱乐圈里又有几个人 在百科上的资料是真的 你还见过身高1米7出头的人 但对外声称自己1米8吗 副驾驶窗户降下来 薛佳佳朝我挥了挥手 我看电话快步走到车前 拉开车门上了车 吕梅侧过身伸出手笑道 吕梅电话里跟你聊过的 路上我订好了餐厅 你没什么忌口都没有 我摇了摇头 主动问到薛佳佳 你看我微博了吗 没看呢 我笑着说道 今天上午已经破百万粉丝了 等节目录完了 别忘了请我吃饭了 薛佳佳哼哼哧唧地回道 100万粉丝就100万粉丝 有什么了不起 好多明星粉丝都过意了 总得一步一步慢慢来 餐厅里三个人 各怀心思地吃着东西 吕梅一直在等 在等我先提起 签约经纪公司的事 可这家伙好像是故意的 从头到尾都在吃 就好像忘了 这顿饭的目的是什么 吕梅忍不住了 一直在给薛佳佳试眼色 可往常一口 一个没解叫得 特别轻易的薛佳佳 却当作没看到一样 同样一直在吃东西 见色旺有 吕梅心里愤愤不平 终究还是她先开口 邵阳 我在电话里说的是 你考虑的怎么了 吕梅等我先开口 我也同样在等吕梅先开口 这种是谁先讲出来 谁就被动了 我放下筷子笑道 我上阳光之子薛佳佳 帮了我很多忙 你又是薛佳佳的闺女 按照道理 我应该和你们公司签约 但这件事 关乎到我未来的发展 我不好轻易做决定 我这次来 本来就是和你商量的 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 我抬头看向吕梅微笑道 那你先告诉我 除了电话里说的那些 签约你们公司 对我来说还有什么优势 这家伙的眼神 怎么跟能看透人心一样 吕梅第一次被人盯着 有种莫名的紧张感 我们公司刚成立 如果选择签约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肯定会用尽 所有资源包装你一个人 我伸出一根手指说道 一个 如果能说出三个优势的话 我就可以谈分成的事情 另外 我爸手里有条院线 通过这层关系 以后你可以跨界去拍电影 或者电视剧 我都可以给你找到资源 而且是比较好的资源 第二个 吕梅绞尽脑汁疯狂 在想第三个优势 可想了半天都没想出来 他们公司还有什么优势 毕竟是新公司 在这方面跟其他公司相比 前面两条优势 其实都比较勉强 吕梅顿时觉得有些尴尬 来之前 他还以为自己能把握到 这场谈判的主动 但就在吕梅说不出话的时候 脑海中灵光一闪 他突然指着薛佳佳说道 薛佳佳也是我公司的补工 如果你签约我们公司的话 他也是你的老板 这是我们公司最大的优势 毕竟你签了别的经纪公司 以后你们就不可能 再经常见面了 薛佳佳吃到一半 听到这话 一双信眼直接瞪圆了 他呆呆看着女媒 突然有种被包办婚姻的感觉 我什么时候成立公司股东了 我也愣了愣 有头看了一眼薛佳佳 沉默半天才笑的 好吧那我们谈谈分成的事 一旁的薛佳佳左看右看 却发现两人都不搭理他 本想反驳两句 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他气愤的在桌子底下狂躲笑 奶兄奶兄的表情煞事可爱 经纪公司和艺人谈合 最主要的就是谈分成上的事 一年之内六次分成 一年之后根据在圈内的咖位重新调整 你觉得如何 半年吧 节目结束后自己就会发一张专辑 这张专辑应该足够让我躋身二险 吕梅并没有怀疑我的实力 他抬起脑袋再次迎上了我的目光 这半年内公司给你提供一切资源 包括衣食住行 那就麻烦帮我找一个近一点 我喜欢安静 吕梅笑道没问题 我端起装满椰汁的杯子 合同起草之后邮寄给我就好了 那就预先祝我们合作愉快 这时我和吕梅把目光看向薛佳佳 瞬间给薛佳佳整不会了 连忙手足无措地举起杯子 碰杯之后 喝了半杯椰汁下去 你们先吃 我去个洗手间 吕梅拿着手机离开了包间 说是上洗手间 但拿着手机出去肯定是去打电话 我看破没说破 这才对薛佳佳说道 我和你闺蜜签约 都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薛佳佳赏了我一个白眼说道 那我是不是该谢谢你 当然 美的你吧 我笑着问道 你们什么时候回去啊 梅姐让我跟着一起来的 梅姐什么时候走 我就什么时候走 还以为你们会在鹏城待两天呢 我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 薛佳佳愣了一下 稍稍转过脑袋 露出了几分笑容 这是在挽留我吗 邵阳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 以后随时联系 紧接着便来到酒店楼下 吕梅说道 那我们先回去了 我下了车关上车门 正准备回酒店房间 薛佳佳突然喊了一声 也跟着下车了 吕梅见状 笑着将车窗户升了起来 薛佳佳有些难为情地 把手机递给我 我接过一看 是某微的聊天界面 对方头像是一朵莲花 备注是母上大人 应该就是佳佳的妈妈 两人的聊天记录也很简单 薛佳佳的妈妈 隔个两三天就会问一句 佳佳什么时候带男朋友来家里 我挠挠头道 你妈她真以为咱们在一起啊 录完节目和我回趟家吧 要不然我爸妈肯定会让我去相亲的 就当是江湖救济 我考虑了一会儿便答应一下 可不能让到嘴的鸭子飞了 回去早点睡吧 晚安晚安 阳光之子播放到第四期 我唱的《平凡之路》 《青花词都》已经登上了 某额音乐的新歌榜和飙声榜 每首歌都在前世 而且《青花词》这首歌 更是直接登上了 新歌榜和国风榜双榜 短短一天时间 就有上百万的收听量 《青花词》能有这么好的成绩 除了这首歌本身就好 之外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此之前 国内几乎没有几首好听的国风歌曲 《青花词》的出示 也算是填补了一项空白 引来这么大的市场反应 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歌曲下面的评论大部分都是好 但几十条评论里面 也免不了夹达一两条之意 这首歌是一星期之内写出来的 我不信一个新人 要是能在一周之内 写出这种水平的歌 国内其他歌手都别火 旋律听得有点耳熟 这首歌没有抄袭 就肯定是提前准备好 但不得不说就算是准备好了 这首歌也蛮屌 我看了会评论就放下手机去洗澡了 遥远的小县城里 父母和妹妹正坐在家里聊天 孩子他把我跟你说件事 今天小刘来店里买水果的时候 莫名其妙地跟我说了句 咱们家小杨上电视了 我当时没当回事 可下午还有其他人来店里的时候 也跟我说了这事 咱们家小杨难不成真上电视了 邵文松把电视声音调小 挑没说道 这孩子两个月都没打电话回家了 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到底怎么样 邵玉放下笔说道 妈马上端午节了 我哥没说回不回家吗 陈兰英笑道 你以为还是读大学时候 端午就三天假 回家一来一回就得折腾一天 火车票也要不少钱 回来做什么 文言邵玉弩弩嘴 有些不高兴 随后突然起身 从自己老妈手里抢走手机 笑道你们不打我打 刚从浴室里出来 某V就有人打来了视频电话 我原本还以为是薛佳佳打来了 没想到打电话来的 竟然是自己的老妈 我急忙用毛巾搓了搓钢鞋 拿着手机坐到沙发上 接通了视频电话 出现在手机里的并不是老妈 而是自己的妹妹少女 看到自己的妹妹 我脸上也是立马浮现出了笑容 小玉你笑碗自习了 少玉高兴笑了起来 哥你在哪呀 怎么跟之前住的地方不一样 在酒店里 哥哥是出差去了吗 少玉坐到爸妈中间 把手机放到了远处 让三个人同时出现在了镜头里 爸妈最近家里还好吧 挺好的 陈兰英笑着问道 在外面怎么样 我决定攀牌了 自己辞职参加选秀 这是迟早也瞒不住 现在也有了一点引起 这个时间点说出来正合适 我辞职了 不过爸妈你们别担心 我现在再参加一档选秀节目 马上就要比到决赛了 最近已经有经纪公司找到我 跟我商量签约的事 以后我赚的钱 肯定会比在之前的广告公司要 少玉松和陈兰英还没来得及说话 少玉激动地跳了起来 哥你太厉害了 那以后是不是要成明星了 看到自己妹妹脸上 那掩饰不住的笑容 我也笑道 高三好好学习 争取考上交大 以后哥养你 陈兰英拍了一下少玉 接过手机问道 小杨啊咱们家没钱没事 走这条路行得通吗 妈我不用担心我有分策了 白天你留审也到店里 说你上了电视 我还以为是他看错了 反正在外面赚不赚到钱 都无所谓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行 你爸和我还坐得动 我切换到后置摄像头 将酒店扫了一遍后说道 妈你看我在这酒店住了 都快一个月了 是节目组安排的 不用自己花钱吃饭 也是免费的 我在外面过得很好就放心吧 陈兰英不懂这些 看到自己的儿子 确实要比之前精神一点 他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少玉再次凑到陈兰英怀里问他 哥你上了什么节目 某儿视频的阳光之子 那就先挂了吧 我要去看你上节目的样子 说完还没等我回话 少玉就挂掉了电话 他下载了一个某儿 抓紧弄了起来 陈兰英坐在旁边连忙催促 他比少玉更期待 看到自己儿子上电视 马上就好 少玉点开 阳光之子的第一期节目 然后跳过开头艺术会计 直到我上场 少玉台兴奋到是哥哥 真的是我哥 老夫妻两个也凑近了一点 脸上有些自豪地 看着手机屏幕 在老一辈的人看来 自己的儿子能出现在电视上 也算是给家里争光了 手机里的我动情地 唱完了第一首 老夫妻两人不懂什么音乐 一听完就立马问他 玉儿你哥唱得怎么样啊 评委老师怎么说 手机里下飞 徐萌萌发表完自己的点评 老夫妻两人 悬着的心这才松了下来 随后少玉很兴奋地 点开第三期第四期 第一次听了 平凡之路和青花词后 少玉激动地夸赞了哥哥 真是太厉害 以后一定能成为大明星人 看着弹幕上 全在夸少杨唱的好听 不知为何 陈兰英竟然眼眶红红的 好像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少玉松不动声色地 摸了摸自己老婆的后背 古板的脸上 也露出稍许新味 没有丝毫背景的我 不仅在大型节目 阳光之子中 平平博得头彩 还引得天后杨坦威 亲自邀请我加入 但我却直接给拒绝 只因我早已被 女神薛佳佳给预定 一周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又到了 周五录制这天 想到再有两周时间 节目就录制完了 我心里隐隐有些激动 所有选手都到齐之后 陈倩再一次来到了后台 这一期节目的流程 和上一期差不多 大家做好准备 尽量别出差错 录完这期节目 会给你们两周时间 准备决赛 到时候可以请自己的朋友 也可以请人来帮场 决赛是全网公开投票 能不能进前九出道 就要看你们自己 之前激胆的人气 和鼓决赛时的表现 没有化妆的去化妆间 少阳别看看我说的就是你 背点到明的 我无奈起身走进化妆间 7点1到 老师和乐平人到场之后 录制就直接开始 因为规则和上一期差不多 所以这一期流程过得很快 加上选手的人数 也少了很多 固执不绝间进度就大半 大屏幕上随机匹配对手 后台没有上场的选手 都有些紧张 原因只有一个 我还没有上场 根据我前几期的表现 这个时候没有哪个选手愿意碰上 大屏幕上滚动的画面 最终定了 左边是我的头像 右边则是梦幻赛道的一个 来自于13楼娱乐公司的唱跳选手 这名唱跳选手 看到自己的对手数十 心也是凉了一半 他苦着脸和我一起上台 看到对方没有说话 我直接到那我先来吧 我今天没有背吉他 拿着麦克风站在台上 伴奏声一响 我那深沉的声音 便再一次回到前 大屏幕上也同时出现了 这首歌的《蓝亭絮》 这首歌是周董的经典歌曲之一 属于百听不厌的一首歌 这首歌我曾经也听了无数遍 每隔一段时间听都会有新的体会 我现在的歌喉用来唱这首歌十分合适 几乎跟原本没有什么区别 由于我的每一首歌都会给人带来惊喜 现场的人也已经麻木了 观众陶醉其中 就连导师张明华和杨采薇都忍不不举起了手 一首歌唱完我微微鞠躬 台下仍然和之前一般沉默 然后便响起热热的掌声 张明华直接伸出双手不断弯腰 做出一种像是在膜拜我的姿势 他赞不绝口道 邵阳 你知不知道之前唱的几首歌 已经都登上新歌吧 如果我没有预料错 这首歌的录音室版本出来之后 肯定也会登上新歌榜甚至是热歌榜 我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每次都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我先给你试票吧 我想这不会有人有意 三个导师和乐平人点评结束后 我就退到了一边 轮到那名唱跳选手开始表演的时候 也不知道是他没有准备好 还是我给了他太大的压力 他竟然失误了 结果自然不必多说 我几乎是以碾压的票数赢下了这场匹配 直接晋级到了最后一期的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 原本同样被寄予厚望的李汉宇在这一轮 竟然输给了真英赛道的一名选手 加赛的时候又输了一场 结果自然是被淘汰了 我顿时感觉一身轻 正要回酒店的时候 杨采薇突然来到了后台 杨采薇作为五年前出道的女明星 在颜值方面并不输给近几年出道的女生 她的目的我很了解 无非也是想签我 但我还是如实地跟她说 就因为一个朋友去签一个刚刚创办的经纪公司 这个决定其实挺蠢 杨采薇说道 老牌经纪公司虽然不能给你很高的分赚 但至少资源和经验是有 这是那些小公司没法比 更别说是一家刚创办的经纪公司 我喝了一口咖啡后说道 虽然是刚创办的公司但 但她收购了一个之前就专门包装一人的工作室 而且我朋友的朋友 她把手里有条国内市场份额能排进前三的院线 手里并不缺资源 杨采薇愣了一下嘴角闪过一丝笑 你还说不是金主 真不是我 这点底线我还是有的 底线这玩意娱乐圈可真是个难得的东西 我抬头看了一眼杨采薇 见她有些失望 我知道她马上要进组拍一个新剧 还是一部宫廷剧 采薇姐能看中我是我的荣幸 虽然合作没谈成 但买卖不成人意 我给采薇姐量身定制一曲 作为新剧的主题曲 怎么样 你给我写歌 没错专门给你写的 杨采薇没有多想就答应了 她还是很相信我的才华 我晚上回去写 最快明天下午八点 杨采薇很是好奇地问道 一天之内就能写好一首歌 这对我来说并不难 杨采薇翘起二郎腿 魅眼卢丝地看着我 眼神中有几分欣赏的意味 我倒是很好奇 你踏入这个圈子之后 能爬到什么位置 其实娱乐圈有才华的人很多 但这个圈子并不是 是个金子就会发光的地方 只要勒紧铺腰带做人 守住自己的底线就行 这点我还是很有自信的 杨采薇眼嘴哥哥一笑道 你是在嘲讽那些 管不住下面而被封杀的男艺人吗 我耸了耸剑 像是默认了 两人喝完半杯咖啡便准备离开 期待你明天要发给我的歌 也期待你在总决赛上的表现 那肯定不会让采薇姐失望 杨采薇意味深长地笑一笑 为了挥手上车走 我在和杨采薇说写歌的时候 心里就想好了要给他拿首歌 别说一天时间 就算只给我半个小时 我也能把要给杨采薇的歌给写出来 不过为了不太张扬 我还是给自己留了一天的余礼 次日上午我去了趟录制大楼里的乐器室 离总决赛还有两周时间 规则又能请人帮唱和助唱 大部分选手现在都没有留在九年 此时的乐器室空无一人 我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把伴奏给大概弄了出来 然后又用了差不多 十分钟的时间就录好了一个人生demo 回去休息了一下午 才把demo转成MP3的格式发给杨采薇 而此时此刻 宫廷剧组刚举行完开机一试 杨采薇正和导演 制片人一起安排档期的事 作为电视剧的一线女演员 杨采薇不可能一直留在剧组随调随道 所以拍戏的时间一定要提前安排 免得和之后的一系列活动撞上 杨采薇看向余岛问道 我们这个剧大概要拍多久 顺利的话三个月 如果中途遇到特殊情况的话 可能要五六个月 余岛觉得这部剧能报吗 导演是个200斤的胖子 一看就是个满肚子有水 应该没问题 我们是改编的一本同名小说 在原有的基础上 还增加了男二和男三的情感性 你也知道 国内现在的市场这种剧情很受欢迎 杨采薇正要说话 微信突然想了一下 他拿出手机一看 发现是我发来的消息时 嘴角微微上杨道 余岛咱们这部戏的主题曲和片尾曲找到人唱了吗 还没有 这个也不急 杨采薇立马道 我最近找了个人帮我写了一首歌 很适合当电视剧的主题曲 余岛要不要听一下 余岛听完瞬间就来了兴趣 杨采薇本来就是唱歌出道了 但进入演艺圈后就很久没有唱歌 这个时候如果能给这部剧开唱的话 本身就是一个好的血统 好啊听一下 杨采薇点开我发来的一个语音 手机里立马响起了我的声音 采薇姐事先说好我给人写歌 从来不修改一个字都不改 杨采薇听完忍不住笑了声 这家伙对自己的作品还真是自信到了极致 说完杨采薇把被著名为爱的公养的文件点点开 很快伴奏声就响了起来 由于只是一个demo 所以我也并没有很正式的在场 就只是跟着伴奏在哼唱 毕竟这歌也不是我听主歌的部分 唱完预岛的表情就变得特别认真起 等到我把副歌也唱完之后 他眸子里明显多了几分亮光 一首唱完预岛连忙翻开手里的剧本 这部剧讲的就是一个现代少女穿越到了清朝 从一个小宫女一步步成长 并且几个皇子之间纠缠不清 但到最后经历一串感情打击之后 又回到现代社会的故事 而最后一部分的歌词完全贴合剧情 于导有些激动地说道 歌词没有歌词吗 杨采薇见状就发语音让我把歌词发了过来 于导一看完歌词 当即就拍摆 这首歌简直就是为我们电视剧量身定做主题曲 就这首歌了 杨采薇见于导这么大的反应 脸上也是笑开了花 那我这几天找个时间把这首歌录一下 没问题 杨采薇领着经纪人从屋子里走出来 他看了一眼我发来的歌词 脸上洋溢着如沐春风般的笑容 可惜没有把他签了 不过这家伙还真是讨喜 助理突然问道 这首歌是他免费帮你写的还是要酬劳 他倒是没有提前的事 不过这首歌我挺喜欢的 给他一笔钱买断了算了 经纪人问到底多少 杨采薇想了想 五十万够不够 他一个还没有出道的心愿 给五十万太多了吧 多吗 于导已经答应让这首歌成为这部戏的主题曲 到时候我会跟他要多少钱你知道吗 经纪人笑到那就给他五十万吧 杨采薇坐上车 拿出手机直接发语音给邵阳 这首歌我很喜欢 我要买了 发个银行账号给我吧 酒店里看到消息的我直接做了自来 我没想到杨采薇想出钱买断这首歌 想着现在确实需要钱 我也没有拒绝 把自己的银行账号发了过去 然后又补一个感谢老板的表情包 杨采薇看到表情包笑了笑 接着把银行账号转发给了经纪人 只过了一晚上 我就接到了银行卡转账的短信 我激动的数了数短信上面的金额 百千万十万五十万 天降横财 我没想到杨采薇会这么大话 我忍着激动先上个人所得税 申报了个税后立马打电话给薛佳佳 分享的这个好消息怎么样 厉害吧 不就五十万吗 瞧 把你给高兴了 你现在肯定是一脸小人得知的表情啊 薛佳佳盘腿坐在沙发上 听到我有些兴奋的讲了麦歌的事 他哼哼两声嘲讽道 五十万对你来说可能不算什么 但我之前就算是工作五年 估计都存不到这么多钱 能不激动吗 那你有了这么多钱打算干什么呀 薛佳佳想知道 我有了这笔钱 会不会像其他报复的王老五一样大吃大喝 毕竟有句老话说的好 男人有钱就变怀 录制完节目 我就回趟老家 把这笔钱给我妈 我爸妈已经上了年纪 有了这笔钱 他们就不会担心我 另外 我妹妹也快读大学 有了这钱 我爸妈也不用每天气早贪黑了 刚挣到第一笔大钱 就想着给家里父母 别的先不提 人品还是过关的 这个回答让薛佳佳很满意 薛佳佳吃了口冰激凌 话题一转 又问道 梅姐最近让人再给你找房子 她让我问你除了要安静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 安静就行 二十平方的出租屋我都住 我还能提出什么要求 总不能让你们给我提供 带泳池的别墅 也不是不行 薛佳佳笑道 梅姐她自己有套别墅 没有住人 不过泳池就没有了 别了吧 一个人住大房子 其实挺不舒服 就普普通通的房子就行 那好 我会跟梅姐说的 转眼便来到了总决赛的时候 我这次足足在化妆间 待了一个小时猜出来 走到后台的时候 每个人的视线 都被我今天的造型给吸引 前几期节目 我连装都懒了花 怎么今天去弄了一个 这么夸张的造型 难道是要配合帮唱嘉宾 这让多选手心里产生了疑问 但我跟哪个选手都不熟 也没人去问 这时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一切准备就绪后 阳光之子总决赛的直播 终于在某个视频 拉开了帷幕 更大的舞台 更多的观众 直播一开始 镜头便把全场扫了一点 3000名观众齐声呐喊 还没开始表演 现场的气氛就达到了高潮 最后一期的总决赛规则 其实很简单 11个选手按照之前的人气排名 从低到高一次表演 按票数的多少 来决出最后的前9名 这9名选手 有公司的就可以原地出道 没有公司的节目组 也会和合作的经纪公司谈 保证前9名选手 都能签约经纪公司 这也是阳光之子 最开始亮出的噱头 好了 话不多说 接下来就让我有请 独秀赛道的蔡国燕上台 为我们带来她自己的原创歌曲 主持人下台后 蔡国燕也和她的帮唱嘉宾 一起走上了舞台 蔡燕来自孟雅经纪公司 而她的帮唱嘉宾 正是孟雅经纪公司的 当红歌手孟好 第一个表演就出来一个明星 这也让现场气氛 瞬间躁动起来 后台的我难得 没有在别的选手 录制的时候睡觉 今天我准备的这首歌 就有点难度 不只是因为这首歌 不管给谁唱估计都有难 选手一个接着一个上场 每次唱完 台下的观众都毫不吝啬 自己的掌声和尖叫声 两年半后 终于要轮到我上台了 此时此刻 有不少观众 正是因为听到我的歌 才来看这场直播的 尽管上一场 张子豪的表演无可挑剔 但听到主持人说完 那句有请邵阳上台后 直播间弹幕 也是疯狂地滚动了起来 事先我就已经 和工作人员说好了 自己上台的时候 就直接把灯光关掉 所以我上台的时候 全场就只有 舞台中央那一束光 我接过话筒 戴上了一顶帽子 漫步走到了那束聚光灯下 全场莫名安静下来 自家观看你直播的 四个女生 也全部坐着了身体 全神贯注地看着电视屏幕 接下来这一首歌 将直接决定 你在阳光之子的最终名次 在遥远的小县城里 我爸我妈我妹一家三口 也正坐在电视机前 无比紧张地看着电视里的我 可就在下一秒 这紧张又刺激的时刻 我掏出手机说道 想啥呢 这么刺激的歌 不得下一集来 我为了夺得 阳光之子的决赛冠军 用一首原创歌曲 浮夸炸翻全场 更是拿下13亿观众的命 直撑热榜第一 短短几天时间 就横扫个大音乐榜单 在那独属于我个人的舞台上 我被放大了无数倍 就算坐在最后一排的观众 也能清楚看到 我此时的装扮 黑西装 鸭舌帽 半边脸涂成了黑色 这夸张的造型 和我之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时间全场观众 异口同声地 喊起我的名字 这些都是我之前 积攒下来的人气 我把手指放在嘴巴上 做出了前几期的招牌动作 见此全场观众 立马安静下来 随着伴奏音响起 一道电吉他和电贝斯 一起发声声 这前奏一时间 让所有人起了鸡皮蹲 随后我手拿麦克风 缓缓开口 我开口的那一刻 直播间里弹幕数量 疯狂飙升起来 过槽是粤语歌 它怎么什么风格的歌都会啊 我的天这是拿出杀手锏啊 浮夸这首歌 在我听过所有歌里 要论难唱程度 绝对可以排进前五名 能把这首歌唱到 原创水准的人寥寥无几 一旦唱不好 那就是丢人现场 别说自己接受不了 就算是观众也不会接受 但只要唱好 我相信在这首歌面前 其他歌都不值一提 这也是我把这首歌 留到决赛的原因 在弹幕疯狂滚动的时候 我的歌声还在继续 上半段唱完那哼声 就无情伤不喊 到一段时间 起了视频后台的数据 峰值地址和刷新剧 而已经表演完的那一曲 听到前场响起的那哼声 原本还一个个脸上挂着 这会儿去都猛逼了 仅仅是一首歌 就能让海文变得这么热 抛开明星身份 我累得这群歌手里面 又有几个能做到这样的 我嘴角微微勾起 这是镜头正好对歌 此刻我脸上的表情一边闻 另一边却带着响 好像就已经沉坠在了这首歌上 在第二遍副歌结束之后 我的声调突然又降了几 我知道接下来 才是这首歌最难唱的部分 为了最后的高潮部分 我必须在这个时候 拿着话筒身体弯了下来 让自己的气能够最大程度地发出 歇斯底里的声音在全场里面 镜头拉近我脖子上的清晶清晰可见 这声音几乎冰于破音 但又没有破音 就像是一个掉落悬崖的人 抓住了一根树枝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喊出来的声音 我的声音响彻全场 台前的火花在这一刻全部亮起 气氛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潮 弹幕上此时此刻只有四个人 全体起立 这首歌我唱得淋漓尽致 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这种舞台上 唱这种挑战嗓子的歌 话筒掉落在一旁 我粗壮的喘气声通过话筒传递牌 狼狈的样子被清晰地投放在大屏幕上 可台下的尖叫呐喊声依旧没有停歇 远在魔都的别墅里 四个女孩也被我刺激得不得了 秦宇航回过神来 直接一把抱住了薛佳佳的胳膊 佳佳我的男朋友好帅啊 薛佳佳我们到底有没有在一起 没有在一起的话我都想追她了 薛佳佳甩开身旁两个闺蜜 狂喝了两口果之后 脸上掩饰不住的开心说道 去去去给本小姐滚一边去 舞台上我起身聚功 定格五秒钟后 潇洒离开了舞台 十一名选手再次被请到了舞台上 而我脸上的庄爷已经被卸掉 随着主持人公布票选 我以302万的票数碾压 第二名100多万票成功夺冠 这意味着至少有100万人 同时把票投给了 遥远的小县城 看到最后结果的少女 直接蹦了起来 爸妈我们看到了吗 哥哥他是第一名 陈兰英早就哭成了泪人 再看到自己儿子 成为第一名的那一刻 就好像自己之前 几十年受的所有的苦 全部都值得 少文松搂着陈兰英的肩膀 这一刻他无比最好 因为电视上面 那个最为耀眼的人是他的 票数公布之后 就是发表感言的环节 话筒递到我手里时 我并没有像前面的选手一样 又是感谢公司 又是感谢帮唱嘉宾 罗里巴缩一大堆 我只是站在思维平静 且自信地说了一句 点点关注马上更新 我用一首诈场神曲浮夸 直接拿下阳光之子冠军 唱的全场观众都语之费的 在短短几个小时 各大媒体公司 纷纷打爆我的电话 而我却不管不问 直接退场 当我从录制现场出来的时候 外面仍然有好几百个粉丝 在蹲手中 看到我出来了 这群粉丝也是立马朝我跑 短短十几秒 就被密密麻麻的人围了起来 虽然早有预料 但看到周围这么多疯狂的粉丝 我还是有些手足无措 大家静一静 听我说 刚唱完浮夸 我嗓子已经沙哑了 喊了好几遍 才让粉丝渐渐安静下来 我今天真的有些累了 待会还要赶费机 签名的话 能不能先算 我们大家拍个合照行吗 听到我的嗓子确实有些沙哑 这群粉丝也是立马答应的 随后我站在中间 和他们拍了几张合照 就提起行李 坐上了吕梅准备好车 路上我的某V已经被轰炸 熟的不熟的人 全都在直播之后 发来了庆祝消息 就连杨采薇 张明华两个导师 也都发来恭喜出道的信息 我挑了几个必要的回了信息 正好骑薛佳佳 怎么没给自己发信息时 突然就被拉进了一个群里 人不多 加上我一共七个 但特么剩下五人 全是薛佳佳闺蜜 而这个群的名字 就叫大明星的小名妹们 我刚同意没两秒 手机瞬间就跳出几十条信息来 这如同盘丝洞般的场景 哪里是我能抵挡住的 连忙表示自己要先回趟家 所有事情安排好后 就能回摩兜了 好在这时候旅没发话 邵阳公司打算明天一早发布 和你签约的消息 你那边有问题吗 之前不是说公司名字没定好吗 现在定好了 嗯 我们原本想的名字都重复 现在定好了 就叫一阳传门有限公司 我看到这个公司名字满脸震惊 没解 我没开玩笑吧 公司真叫这个名字 想了好几个名字都被人注册过 后来盛南说公司 现在就签了一个 还不如就叫阳光经纪公司 结果这个名字 也被注册后面试了一下一阳 发现没有重复 就用了这个名字 一阳一缕阳光 挺有寓意的 就定了下来 见旅没都这么说 我便回了串审队号 这时车子也到了机场 赶忙在群里到了别 一旁的薛佳佳 从头至五都没插上话 看到我要上飞机了 连忙退出群聊 给我发了条四信 一路顺风 很快飞机就到了 离我家最近的机场 在父母欣慰又担心的情绪下 我在家住了两天 这两天 我将父母所有一律打消 然后安顿好妹妹 便又踏上了魔都之心 刚到魔都的 我就被薛佳佳的话给吓到了 卧槽 你要给我当助理 文言 薛佳佳满脸认真 我说真的 反正我在家也没事干 跟着你说不定后面 能见到很多大明星 别开玩笑了 你可是堂堂千金大小姐 给我一个娱乐圈 刚刚出道的 十八线的小艺人当助理 这不是疯了吗 见我不答应 薛佳佳也没有再和我商量 我跟你说什么 明天我跟梅姐说一声就好了 反正公司是她的 隔天一大早 我和吕梅安排 给我的助理一起进了公司 一推开门 就看到办公室里 薛佳佳站在吕梅旁边 薛佳佳 你怎么也在 薛佳佳没好气得到 怎么你能来我不能来啊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现在才九点多一点 平常这个时候 应该还在梦里边 见被当众接了短 薛佳佳迈步 就要朝邵阳跑去 少阳 我要跟我拼了 薛佳佳刚走两步 就被女媒给抓了回来 大早上的 别闹了 刚刚佳佳跟我说 她要做你的助理 你觉得怎么样 我刚要说话 却发现薛佳佳目不转睛地 看着自己 眼神中满是警告的意味 随即把原本要说的话 给咽了回去 我耸了耸肩道 她是老板 我的意见有用吗 当然没用 薛佳佳双手插腰 一脸傲娇起来 算了 咱们去会议室吧 说说之后的安排吧 当即便进了会议室内 客套完几句后 就开始进入正题了 按目前的热度来说 我打算先发几张专辑 参加几个综艺节目再说 之后还想去演艺圈看看 在我来这个世界之前 也是拍过几个电视剧的 男一男二都有过 而且还特意找表演老师 专门学习过大半年 刚刚讨论一半 我的助理杨岚就出去接了个电话 在我们聊完以后 匆匆地跑了回来 少阳我们来公告了 听到这话 会议室里所有人 纷纷看向杨岚 龙国有嘻哈半决赛 需要请11个评委 他们听完少阳 在阳光之子唱的那几首歌 就想请少阳过去 除此之外 他们还需要少阳 在中场的时候唱一首歌 文言 我们迅速抓住重点 通告费多少 如果少阳唱好歌的话 只给80万 唱新歌的话 通告费就给150万 几个人又都把目光看向了我 显然是在期待 我有没有准备新歌 没想到这么快就来活了 有150万的活 当然干150万的活 刚出道在节目 多露脸对我也有好处 吕梅随即招呼起来 蓝姐 那行程就由我来安排 佳佳 你不是要给少阳当助理吗 那这次就跟着一起去吧 我从没想过在平行世界 还能听到这么拉的歌 还是从一个唱歌 还要加电音的小空空口中唱歌 一时间我竟想不出 要拿一首什么歌来对付 难道要我在现场 写出一首数大招锋吗 龙国有嘻哈 是奇异果视频自制的 一档说唱类的节目 我之前刷某音的时候 也刷到过这档节目的视频 因为是国内第一档说唱节目 从第一期开始 每一期节目的视频播放量 都达到了几千万以上 影响力可见非同反响 半决赛将在周六晚上录制 播出则是在下周五晚上 而我还不知道的是 此时在京城的大酒店内 龙国有嘻哈的剧组人员 正给我挖了一个大坑等着我跳 次日中午 我到录制现场和导演了解完流程后 就回了酒店 刚出门 杨岚就忍不住生气起来 我有些没反应过 随即问兰姐 出什么事了 你一个新人去当评委 本来就是很有风险的事 竟然还让压重 万一前面十个评委投成了评票 那这样不管怎么投票 都会得罪人 他们这么安排肯定是故意 这几个说唱选手粉丝都不少 不管淘汰掉了谁 他们的粉丝肯定会乱带节奏 毕竟现在这种文化 也在演变成饭圈文化 到时候我口杯酒 杨岚没有把话说完 叹了口气 有些无奈 新人入圈受欺负这种事 他已经见过很多 但没想到第一个通告就遇到 原本杨岚还觉得 我凭借着阳光之子的人气 带上一档最近正红的节目 就能扩大知名度 但现在来看 上完节目不被骂就很不错 文言我眯了眯眼睛 节目组最好给我老实点 不然劳资直接到丛林里面抢肉吃 到了节目录制时 我意外发现竟然还有位熟人 随后我走到其旁边坐下打几招 陈梦老师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陈梦 阳光之子命题考核那一期的 两位导师之一 陈梦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我 阳光之子后面几期我也都看了 你的歌很好听 最近一段时间这么频繁的参加节目 应该是缺钱了 我们客套了几句 没意会 工作人员就提醒我们准备入场 随着嘉宾一个个上台 到最后后场门 那竟然只剩下了陈梦和我自己 与鹏在舞台上介绍完陈梦 他便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了上去 但他走之前特意转头看了我一眼 满脸的诧异 最后让我们有请阳光之子天才创作型 新人歌手绍阳亚洲出场 不仅让之前的嘉宾有些意外 观众也很意外 因为大部分情况下 对眼神看向了我 让后台通过大屏幕看到 现场情况的杨兰都为之捏了一把汗 流行音乐和说唱本来就不是一个圈子 在这里我本来就得不到多少人的认可 更何况是让我压轴 我当然注意到了台下的智能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自身 我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一路走到了评委席上落座 落座后 陈梦不可知心地看着他们怎么会让我最后上场 陈梦又不省 他当然知道坐在最后这个位置的评委 是得罪人的存在 就算让其他人选 别人都不会选择压轴出场 文言我一脸苦笑 他们安排的 我能有什么办法 钱难赚奥利给难吃 自古以来钱都没有这么好挣的 无所谓了 看到我一脸无奈 陈梦飞机表示 等下他会尽量不造成停票的局面 我听闻 连忙谢果 紧接着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一直到最后一场 所有的投票都正常票选 由于狗哥和邹汉生都是夺冠的热门选手 台下的观众都知道他们肯定是会进入决赛 所以前两场PK基本上都没什么悬念 倒是接下来的第三场赛 让观众很是期待 一个是同样来自CSG厂牌的续华 外号华子 也是狗哥的中式小跟班 而另一个同样来自天山会的江兵 实力跟杨华差不多 喜欢琢磨一些比较潮流的说唱技巧 这一场谁要是输了 那就证明谁的厂牌实力比较弱 两人也早早就做足了准备 下台后的狗哥和邹汉生 也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大屏幕 作为各自厂牌里的老大哥 他们也绝对不想看到 自己厂牌的选手输给对方 紧接着江兵上了场 我看着手里的歌词 本来还有些期待 结果这江兵一开口顿时就失望 电音这小子特么加了外管 这是皮卡丘吗 这还要加电音 是对自己的声音多没自信啊 我瞬间无语了 歌曲结束 江兵走向舞台 徐华换上了一件大衣走向舞台 随着聚光灯打在他身上 下一刻直接他跳起脚 甩出一张王炸 我的下巴差点震惊掉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世界上 居然有人能写出这么拉垮的歌 此时徐华还在对着麦克风激情地唱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一首歌结束 观众还在大声地鼓掌 弄得我以为是不是自己的品位出了问题 模型的rap终于结束 主持人走上舞台 将徐华和江兵叫到自己身边 前面五个评委先发表了两句自己的点评后 就很快把票投了出去 刚开始一切正常 等到第九个评委点 赢完投票之后 局势就慢慢变得不正常 票数比变成了五次 最后两票至关重要 陈梦朝瞄了一眼 心里叹了口气 算了 他一个心愿 以后还要在圈内会儿 这个坏人还是我来做吧 就在陈梦准备投票的时候 他的耳机里突然传来 副导演李达的声音 陈梦老师 请你把票投给江兵 陈梦表情一愣 顿时傻住了 副导演李达的声音 十一个评委都听见了 自然也包括我 陈梦看了我一眼 我朝他点了点头 他终于开口道 我这一票投给江兵 瞬间 比分来到五 五平 最后一票我投给谁 谁就进入决赛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看向了我 我心里冷笑一声 直接脱口而出 我投给江兵 主持人吕鹏健壮 故意追问着我 你为什么要投给江兵 请给我们一个理由 感觉到了节目组导演 在故意针对自己 我忍无可忍 直接说出了实话 其实这两位选手的表演 我都觉得一本 无论是歌词还是编曲 在我这都急不了了 我之所以投给江兵 是因为他好歹 还算那么一首歌 这番话说完 全场都沸腾了 陈梦瞪大眼睛 吃惊地看着我 刚才不是让你 能少说话就少说话吗 你现在这是在干嘛 得罪一方还不够 还要得罪两边的人 此时下面观众所在的地方 更是一片嘈杂 更过分的是 在你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大屏幕上出现了后台的画面 狗哥直接将象征着 晋级决赛的项链 摔在了地上 他懂个屁地说唱 另一边的邹汉生 也冷声嘲讽 娱乐圈的人 还是老老实实 回娱乐圈发展了 说唱圈也是有门槛的 别来沾边 不然湿得很快 目前这个局面 正是导演想要看到 明天把这个片段一剪出来 当成这期节目的预告片 这期节目的播放量 肯定不会差 随后吕鹏终究 还是宣布了这场 PK游天山会的江兵过程 两个选手 都有些愤怒地离开了舞台 吕鹏拿着话筒接着宣布 接下来我们有请邵阳 带来一首他的原创歌曲 文言我起身走向舞台 将早就准备好的U盘 递给了工作人员 在我拿出招牌动作后 现场还是安静了下来 但每个人脸色 都是无所谓的表情 毕竟这里是说唱舞台 像我这样刚出道的流行歌手 在这里压根就不受欢迎 随着我一个手势后 伴奏音响起 同时大屏幕上也出现了画面 上面只有六个大字 你也是试个rapper 这伴奏不像是流行歌呀 台下的观众 一个个忍不住看下 就在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在我身上时 我终于开口了 这特末竟然是一首说唱 卧槽 这歌词 这节奏 这语速 这服务 简直绝了 这此时导播式的导演 喷到我脖 滴口水差点喷在喷着台 好家伙 这特末扮猪吃老五 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 要是节目组让我拿看 中场就唱这首歌来诈唱 第一是让这个圈子里知道 老子有资格当你们的评论 二是让这个圈子里的饭圈 老子有资格评论 三是让节目组知道 老子虽然刚出道 但我不是那么好欺负他 副歌一起 那些之前并不看好 邵阳的观众 莫名就被这现场气氛给感染了 一个个忍不住 举起了手挥动起来 手腕色的红色荧光手环 会成一片红色花海 直接让场子热了起来 评委席上的陈梦 愣了老半天 才回过神来 想起邵阳刚才说的话 看到他现在在台上的表演 陈梦意识到 自己还是低估邵阳了 这种才华 这个长相 他以后一定能在娱乐圈 混出一番天地 导播间里 吕鹏拿着对讲机 后知后觉地喊道 快给他镜头 拉镜镜 拉镜镜 灯光组 灯光组 把现场灯光给我弄成红色 妈的 这家伙是谁找来的 他会说唱 怎么不早说 李达无奈道 他刚出道 之前又没唱过说唱 谁知道他会这个 脚印差一步登天 一口气一鼓进一把火 烧进了黑暗密布的深渊 让此刻记住我 刻在了铁上的豪言 那就请诸位 都来给我做个证 看我野火燎原 虽然这首歌的节奏很快 但邵阳的吐字却很清晰 比狗哥和邹汉生 都强上不少 他穿着薛佳佳 给他买的黑色皮衣 脑袋上戴着一个黑色鸭舌帽 临上场前 杨兰还把一串银项链 戴在了邵阳的脖子上 如果不告诉舞台上的人是谁 没有人会怀疑 邵阳不是一个说唱歌手 这种台风 这种唱功 对刚才那一场的徐华和江斌来说 绝对算是碾压 此时此刻的后台 狗哥 邹文生六个人 全都傻眼 看着大屏幕 一个个如遭雷击 这哪是来当评委的 这分明就是来砸场子的 可这首歌唱到这里 仅仅只是个开始 随着 看我野火燎原 一句唱完后 令人汗毛竖起 全身起脊皮疙瘩的唆呐声骤然响起 唆呐 乐器之王 老话说得好 百般乐器 唆呐为王 不是声弦 就是拜堂 这种独有的声音 可以吸引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 邵阳拿着麦克风大声喊道 天下风云出我辈 一入江湖岁月催 黄图霸业谈笑中 不胜人生一场醉 四句独白 加上唆呐声 说唱与唆呐的配合 直接把现场的气氛 又拉高了一个新的层次 疯了 真疯了 薛佳佳一双信念 睁着大大的看着屏幕里的邵阳 他虽然没有在舞台下面 但即使是在后台休息区 他都能听到舞台上的邵阳的声音 这一刻 他俨然成了邵阳的小迷妹 忍不住地拉起一旁杨岚的手 高高举了起来 随着节奏摆动 杨岚同样是一脸激动 上一秒还是地狱 下一秒就成了天堂 邵阳 绝对会火 对于一个经纪人来说 没什么是比自己手里的一人火 更让人高兴 又一遍副歌唱完 邵阳迈步 走到舞台最前方 他伸手扫过所有观众 压低压声帽 大声道 You ready? 尖叫声应声响起 这首歌最高潮的部分开始了 邵阳半弓着身子 一只脚踩在舞台前的音响上 快速唱了起来 我要带着我的旗帜 我的奖 带上我的兄弟们 在山顶上面摆造型 我要比你看到过的听到过的 那些所有花里胡哨 加在一起还要顶 我要把这天地之间 全部染成红色 我要化作一朵 六千里的火烧云 从武当造到南少林 从武当造到南少林 一遍结束 气氛就已经达到了 这节目从未有过的高潮 就在所有人觉得该结束的时候 邵阳竟然又连续 将这部分再唱了一遍 二十秒 一百四十个字 每一句即使不看大屏幕上的歌词 也能听得清楚 这场子被邵阳炸穿了 当最后一句 就像麒麟唱完之后 邵阳拿着话筒 大声喊了句 谢谢后 直接把话筒扔在台上 大步走下舞台 底下这些原本看不上邵阳的观众 在邵阳扔掉话筒走下舞台的那一刻 却是疯狂地朝邵阳围了过去 万花丛中 邵阳艰难地挤出一条路 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坐了下来 大屏幕上 再次出现了六个选手的镜头 而这个时候 不管是哪个场排的选手 此刻的表情竟出奇的一致 全部全都 邵阳把气喘匀之后 拧开一瓶矿泉水 视若无睹地喝了一大口 导演兼主持人吕鹏 急匆匆赶回到舞台上 稳定局面 谁也没想到 邵阳会把场子炸成这样 那三个需要加赛的选手 心情都低落到了极致 这么热的场子 特么的 谁能接得住 可这些事 已经和邵阳没关系了 他安安静静地坐了半个小时 等三个选手平平淡淡地表演完后 直接就离开了录制现场 邵阳对这个节目组的好感度 已经降位了零 现在就算是给钱 他都不愿意再来这节目了 第五十六有那么一点点帅哦 我们走 邵阳在后台找到杨兰和薛佳佳后 就大步朝外面走去 杨兰和薛佳佳对视一眼 很快也跟了上去 离开录制现场 没了空调冷气的庇护 七月份的燥热天气 即使是晚上 也根本就穿不住皮夹克 邵阳一边走 一边脱掉夹克 递给了身后的薛佳佳 他里面穿着一件黑色的背心 平时看上去瘦巴巴的 脱了外面的衣服 邵阳的身材 反而十分有料 薛佳佳还真老老实实地 接过邵阳递来的衣服 还顺手将一瓶矿泉水 递给了邵阳 嘴里忍不住笑道 邵阳 可以吗 刚才在台上 你有那么一点点帅哦 你确定只是一点点 给你点阳光 你就灿烂薛佳佳努母嘴 结果邵阳喝完一半的矿泉水 扭头问道 蓝姐 现在应该没事了吧 杨兰笑着摇头道 没事了 说不定这个节目播出后 邵阳还能吸一波粉 刚才那场表演 把场上场下的人都震住了 我想播出来的时候 看这期节目的观众 也会喜欢这首歌的 薛佳佳这时才想起 邵阳在今天下午说的那句话 他上前两步 跟邵阳并排走在一起 问道 你是不是今天下午的时候 就想到了 晚上会是这样的局面 所以才准备了两首歌 其中一首还是说唱 嗯 幸好你的表演乍起来了 看到第三场 你给他们投票的时候 我和蓝姐都吓傻了 邵阳笑了笑 扭头准备说话 却看到薛佳佳白皙嫩滑的手臂上 多了几个十分显眼的红点点 邵阳直接抓起薛佳佳的手腕 问道 这怎么回事 薛佳佳把手从邵阳手里抽了出来 他撇过脑袋道 什么怎么回事 蚊子咬的呗 看到薛佳佳手上被蚊虫钉咬的地方 都被他掐成了十字 米字 出了路至大楼后 邵阳看到街对面有一家药店 就直接过了马路 在药店里面 买了一小瓶清凉油 刚从里面出来 杨兰叫的网约车就来了 三人上车 杨兰坐在副驾驶 邵阳和薛佳佳坐在后排 车子往酒店去的路上 手给我 邵阳几乎是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薛佳佳还真乖乖地 伸出雪白的手臂 递到了邵阳面前 邵阳拧开清凉油小盖子 小心翼翼地涂抹在被蚊虫钉咬的位置 嘴里还一边说道 在我们家 清凉油几乎是必备品 不管是蚊虫钉咬 还是头晕犯困 涂上一点 很快就能有效果 薛佳佳确实感觉 邵阳的感觉减弱了不少 等邵阳涂完手上后 薛佳佳扭过身材 一只大白腿 又伸到了邵阳面前 干嘛 邵阳阳委屈巴巴 脚上也有 邵阳看了一眼薛佳佳的腿 心里默念了几句阿弥陀佛后 一只手拖住了薛佳佳的脚肚子 一只手又给他上起了药 前面的杨兰 眼关鼻 鼻关心 心里暗暗道 下次还是让公司安排车吧 录制现场 观众 嘉宾 选手 都陆续散场 吕鹏完成了自己的主持工作后 就急忙把节目组的几个副导演和制片 交到了会议室里开会 人期后 吕鹏直接问道 你们怎么看 这七节目播出去 邵阳这首歌恐怕会火 他不是从璀璨之子出道的吗 怎么会说唱啊 节目一录完 他就走了 是不是怪我们把他们 安排在最得罪人的位置 会议室里 一群人众说纷纭 吕鹏抬起手 打断了众人的议论 直接问道 你们说 咱们决赛要不要继续请邵阳 来当开场表演的嘉宾 吕道 万一他要是再唱出一首像今天这样的歌 那狗哥和邹汉生 就下不来台了 这确实是个问题 副导演李达道 这还不简单 我们让他最后一期节目 不要唱rap不就行了 吕鹏眼前一亮 是啊 决赛请邵阳 来当开场表演的嘉宾 本来就是在赌办决赛播出后 邵阳会火 反正只是为了蹭热度 嘉宾毕竟是嘉宾 再怎么样 也不能在决赛舞台上 抢了选手的风头 如果邵阳来唱流行歌曲 既可以蹭到他这首 麒麟的热度 也不会影响到决赛选手 吕鹏很快吩咐自己的助理道 小刘 你现在就和邵阳的经纪人打电话 让他决赛继续来当嘉宾 好 刚下车 杨兰的手机就叮叮当当响了起来 杨兰从包包里拿出手机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扭头对邵阳说道 是华夏有嘻哈节目组打来的 邵阳想了片刻 似乎是猜出了 节目组这个时候打电话的意图 他直接道 如果他们是想让我决赛继续当嘉宾 那你先不要同意 就说我接下来有安排 先看他们怎么说 总之 先不要轻易答应下来 杨兰点点头 接通了电话 喂 你好 哦 是这样啊 可是我们邵阳下周六有安排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再看看 明天再给你答复吧什么 决赛只能唱流行歌曲是吧 行我知道了 那就先这样 简单说了几句后 杨兰就把电话给挂了 邵阳道 他们是觉得 半决赛播出后 我这首歌会火 总决赛请我过去 单纯是想蹭热度 专门指定 我唱流行歌曲 就是不想让我的表演 压过总决赛那四名选手 节目组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啊 那你怎么打算呢 通告费提到两百万 他们答应就答应 不答应就不去 杨兰欲言又止 一个新人刚上节目 就把通告费涨到两百万 这其实是不太合规矩的 他想说 邵阳毕竟是新人 有这样的机会 还是不应该放弃 这个时候 应该多露脸才是 可薛佳佳横插一句道 兰姐 他要是今天没表演好 那节目组也不会继续找他 你就听他的吧 对 公司第三大股东都发话了 杨兰还能说什么 他示然一笑 行吧 那就听你们的 次日上午 杨兰直接打电话 说了加通告费的事 导演吕鹏听到这个消息后 顿时火冒三丈 一个新人 刚出道就涨通告费 真把自己当跟聪了 你告诉他经纪人 他不来就算了 我们请别人 听到回局的电话 杨兰也并没有很意外 这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当天下午 三个人就坐飞机回了魔都 原本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了 可刚回到邵阳的小阳楼里 杨兰就发现 华夏有嘻哈的导演吕鹏 发了一条微博 他脸色一变 立马将手机递给了邵阳 现在这圈子里的新人 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 刚出道就漫天要驾 把老子给恶心坏了 邵阳面无表情地 把手机还给杨兰 对他说道 兰姐 接下来一个星期 我要在家录哥 没事的话 别让人打扰我 哦 邵阳直接上楼去了 杨兰仿佛在他那冷漠的眼神中 看到了一丝杀意 第五十七抱住我的腰 邵阳在华夏有嘻哈上的表现 杨兰回来当天 就和吕梅说了 吕梅听完后 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就只是说 既然邵阳要写歌的话 那这几天 就不要让人去打扰他了 原本杨兰是打算回到魔都后 先让人给邵阳拍几张海报照的 毕竟在华夏 有嘻哈 虽然演出得不愉快 但至少也算是踏出了第一步 以后肯定还会上更多的节目 不能每次上节目 出场的时候 大屏幕上 都还放之前 邵阳在璀璨之子时候的照片 回来的第二天早上 杨兰给薛佳佳打去了一个电话 大抵就是让薛佳佳这几天 都去小杨搂手着 帮忙点个外卖什么的 别让人打扰邵阳写歌 薛佳佳倒也没有拒绝 这本来就是助理该干的事 能用这个借口 跟邵阳待在一起 总比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 无所事事要好 于是这天 薛佳佳早早起床 在路上买了两份早餐后 直接开车 来到了邵阳的小阳楼门口 邵阳看到薛佳佳这么早就过来了 还真有些意外 要知道 在薛佳佳决定给自己当助理之前 每天至少都要睡到九 十点才起床 不 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就每样都买了一点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 薛佳佳装出不情愿的样子解释道 蓝姐 让我过来的 说是让我帮忙点个外卖什么的 别让人打扰你 总之 就是过来给你当保姆的 少阳接过薛佳佳手里的早餐 哈哈笑道 你这弄得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薛佳佳跟在少阳身后进了屋 哼哼唧唧道 我可没看出 你有哪里不好意思 哈哈 你吃了吗 废话 当然没吃 那就一起吃吧 少阳去厨房拿了几个盘子 把包子 烧满 锅贴都装在了盘子里 又拿了两个杯子 热了两杯牛奶 递给了一杯给薛佳佳 两人对面坐着 薛佳佳边吃边问道 你写歌是想发专辑 专辑 少阳摇了摇头道 本来如果没去参加华夏有嘻哈的话 是有这个打算的 现在专辑的事先等等吧 先弄几手说唱单曲 薛佳佳听到这就明白了 少阳写歌不是为了发专辑 而是因为昨天晚上 有嘻哈导演吕鹏发的那条微博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只要下周五节目一播出 观众自然就能猜到 吕鹏说的新人就是少阳 薛佳佳没有多问 安安静静吃了起来 对于习惯性十点钟 吃早午餐的薛佳佳来说 八点钟吃早餐的感觉 显得新鲜感十足 明明早上起来的时候还很困 这会儿坐在餐桌上 却精神抖擞 滴滴 桌上薛佳佳的手机 响起了微信提示音 薛佳佳点开看了一眼 发现是自己老妈发来的微信 就直接给点开了 佳佳 起床了吗 今天我去你小姨家玩 你去不去 听到薛母的声音 邵阳抬头看向薛佳佳 薛佳佳也抬头看向少阳 尴尬地对视了几秒后 薛佳佳说道 配合一下 我和我妈拍个照片 怎么配合 薛佳佳扭过身子 打开手机 比了一个剪刀手 快 笑一个 少阳凑上前 在镜头前微微一笑 薛佳佳按下快门 拍下照片 给自己老妈发过去之后 又回了一条语音道 妈 我就不去了 我和少阳一起吃早餐呢 回完消息 两人继续吃东西 别墅内 同样在吃早餐的薛母 看到自己的女儿回了消息 大感意外地说道 佳佳 今天竟然回我消息了 她往常这个点都还没起来呢 薛奇也问道 佳佳给你发什么了 说话间 薛母已经点开了微信 看到薛佳佳发来的照片时 她脸上立马 露出了喜悦笑容 你看 佳佳和少阳一起吃早餐的薛母 把手机递给了自己老公 薛奇看了一眼照片后 点开了下面的一条语音 妈 我就不去了 我和少阳一起吃早餐呢 听完语音后的薛母 忙抢过手机 高兴地回云道 好好好 你们吃你们吃 妈不打扰你们了 放下手机 薛母兴致勃勃道 你看咱们佳佳佳 谈恋爱的时候人都不一样了 她之前哪有这么早起来过 是是是 你说的都对 快吃吧 薛母甩给薛奇一个白眼 美滋滋地把薛佳佳发来的照片保存了 她已经忍不住要去找自己的妹妹炫耀了 空调有规律地吹着冷风 沙发上 薛佳佳抱着抱枕 无聊地刷着抖音 旁边 少阳坐在地上 面前摆着笔记本 旁边还摆着纸笔 想一会儿 写一会儿 有时嘴里还会哼出一段节奏 除了中间上了一趟厕所 给薛佳佳榨了一杯苹果汁之外 她下午全程都保持着这个状态 薛佳佳真心觉得 少阳是个神人 要是让他这样做一下午 他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会疯掉 晚上六点半 要放在冬天 这个时候已经天黑了 但现在外面还有太阳 不过也快要落山了 少阳把回忆起来的歌词 保存到word文档里 终于把笔记本给合上了 弄完了 薛佳佳立马放下手机问道 歌词和beat做好了 那现在呢 现在要干什么 少阳看了一眼时间 走到厨房里 把冰箱门拉开 看到里面空空如也 他朝外面喊道 我们去趟超市吧 去超市做什么 买菜呀 你要做饭吗 少阳笑道 不然呢 难道真和你一起吃外卖啊 薛佳佳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杨兰明明是让他来照顾少阳的 除了早上给少阳买了顿早餐之外 他还真没有帮忙做什么 少阳让他一起去超市 分明就是要留他一起吃晚饭 为了不惯上白吃白喝的名头 薛佳佳直接起身道 好 那我开车带你去 我来付钱 少阳没和薛佳佳争 他道 别开车了 这会儿正是下班高峰期 走路都用不了二十分钟 说不定开车还要更久 我骑电动车载你过去 电动车 嗯 搬过来没多久 我就买了一辆 毕竟这边没有超市 我也没钱买车 少阳找来一个白色地头盔 递给了薛佳佳 自己戴上了一个黑色的头盔 薛佳佳学着少阳的样子戴上头盔 但他的脑袋太小了 显得松松垮垮的 少阳上前 伸手将头盔下面的束带 调紧了一些 两人走到院子里 少阳坐上车 上来吧 薛佳佳抓着少阳的胳膊 在后座上侧身坐好 小手拽着少阳两边依脚 少阳启动车子 拧着把手开出了院子 下坡的时候 薛佳佳一脑袋撞在了少阳的后背上 少阳无奈道 抓我衣服 有什么用 你就不能抓别的地方吗 谁叫你开这么快的 大小姐 这是国标电动车 最快也就25码 薛佳佳嘟囔道 那我抓哪里 抱住我的腰 哦 薛佳佳小手还住了少阳的腹部 薄薄一层衣服 薛佳佳能清楚地感觉到 少阳绷紧了身子 腹部像钢铁一样 帮硬 第58号的 老板 何须地下风吹着身上 格外舒服 电动车在超市外面停了下来 少阳摘下头盔 见薛佳佳还坐在车上 他伸手敲在薛佳佳脑袋上的头盔上说道 愣着干嘛 下车呀 闭着眼睛的薛佳佳 白了一眼少阳 从电动车上跳了下来 见薛佳佳笨手笨脚 半天都没把头盔取下来 少阳伸手摸到他的下巴上 把锁扣轻轻一按 就把头盔从他脑袋上摘了下来 少阳正要带着薛佳 家进超市 等等 又怎么了 薛佳佳从胯间包里 拿出一个黑色口罩 递给了少阳 诺 戴上 少阳愣了一下 笑道 可以吗 你这个助理当得挺专业的啊 那是 我做了很多功课的好不好薛佳佳一双小手背在身后洋洋得意 少阳戴上口罩 和薛佳佳一起进了超市 大热天的超市里人有很多前来避暑的老人 少阳正要直奔卖菜的地方 结果被薛佳佳拉住了衣服 家里零食吃完了 你先陪我去买点零食 你不怕吃胖啊 薛佳佳娇哼一声 扬起精致的小脸蛋道 本小姐怎么吃都不会胖 我跟你说 雨晗 舒华他们 可羡慕我了 说完 薛佳佳就拽着少阳去了零食区 少阳一下子成为他的登屁虫 推着一辆购物车 一直跟在他旁边 没过十分钟 购物车就装了大半大袋小袋的零食 少阳见薛佳佳 好像还没有要结束的驾驶 他立马上前阻拦道 我说薛大小姐 咱们可是骑电动车过来的 你买这么多 待会儿可得你自己体会去 你自己想清楚了 是有薛佳佳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 他简单思索了几秒钟 又从购物车里面 把几包占位置的薯片 放回了货架上 那就先买这么多好了 少阳推着购物车和薛佳佳 走到买菜区域 花了差不多十五分钟 撑了各种蔬菜和生鲜肉类后 两个人才终于推车 走到收银台前付了账 收银小姐姐看到最后是薛佳佳扫码付了钱 别有意味地看了少阳一眼 少阳也发现了他眼神的异样 不过他也已经见怪不怪了 一大包东西放在电动车前面 另外两包零食则由薛佳佳提着 薛佳佳双手拿着东西 今天又穿的是裙子只能侧坐 为了不从车上摔下来 他只能将脑袋埋在少阳的后背上 就这样 两人原路回了家 少阳把大部分菜放进冰箱 提着一盒赤尖 一小把青菜 一根玉米 还有半斤排骨进了厨房 开始准备施展厨艺 薛佳佳拆了包薯片 坐在沙发上看起了电视 但看了一会儿 薛佳佳又把电视给关了 他走到厨房门口 良心不安地问道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你觉得自己能帮我做点啥 我可以洗菜 少阳无奈道 你早五分钟说 我就把这些菜留给你洗了 现在我都洗完了 那我 我还能能想了半天 薛佳佳也没想到 自己能少阳做什么 薛佳佳和他妈妈一样都是厨房杀手 对炒菜 做饭这方面一窍不通 少阳拿着锅铲 指着挂在墙上的围裙说道 我手上有油 你帮我把围裙穿上吧 然后你就可以出去看电视了 给我半个小时时间 就能吃上晚饭了 哦 薛佳佳上前 取下围裙 走到少阳面前 套在少阳的脖子上 感觉自己离少阳的距离太近了 薛佳佳低着头走到少阳身后 记了个蝴蝶结后 就急忙跑了出去 排骨焯水和玉米 一起放进汤锅里煮上 锅里下油 鸡翅下锅 熬汤的同时 少阳也开始做起了可乐鸡翅 油烟机呜呜响着 和电视机里的广告声 交相呼应 家里烟火气十足 很有温度 半个小时后 少阳把煮好的玉米排骨汤端上餐桌 朝沙发那边喊道 薛佳佳 吃饭了 来了 少阳洗了个手 把围裙脱了下来 从消毒柜里 拿出两副碗筷 递给了薛佳佳一副 薛佳佳接过碗筷 看了一眼 桌上的一荤一素一汤 虽然已经见识过少阳的厨艺 但此刻还是忍不住夸赞道 可以吗 看着很有食欲哦 自己盛饭 好乐 盛了大半碗饭 薛佳佳轻柔地夹起一块赤尖 上面沾着可乐熬干后的焦红汁水 还有切碎的葱花 薛佳佳小心翼翼地送进嘴里 被吃咬了几下 鲜香味顿时在嘴里弥漫开来 他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 夸赞道 好吃哎 对于厨师来说 最高兴地莫过于 自己做了一桌子菜后 有人夸赞自己做的菜好吃了 少阳笑道 好吃就多吃点 反正你也吃不胖 嗯薛佳佳往嘴里送着饭 很知足的样子 吃完大半碗 他很给面子的 又成了一勺饭 吃完之后 满意地擦了擦嘴 少阳起身收拾餐桌 他道 我洗完碗 待会儿送你回去吧 不用 我自己开车回去 就十几分钟而已 也行 少阳道 那你到家之后 给我发个消息 另外 你明天还来吗 来 当然来了 薛佳佳刚说完 就意识到 自己好像过于热情了 他笑道 我现在是你的助理 本来就该跟着你 当你的小跟班 艺人的助理 一般也只会在工作的时候 跟着艺人 不过少阳并没有戳破 他故意佩合地说道 那你明天也早点来 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 知道了 真啰嗦 在小阳楼里待到八点半 薛佳佳才开车离开 路上开了不到二十分钟 就到了小区 包包扔在沙发上 薛佳佳直奔浴室 先放满了一浴缸的水 水放满后 薛佳佳脱了衣服 惬意地躺进了浴缸里 呼 真舒服 薛佳佳拿起手机 给少阳发了一条语音 少阳 我到家了 少阳很快回了语音 你今天买的零食 怎么没拿回家啊 反正接下来几天 我都要去你那 就放你那边好了 行吧 你早点洗洗睡 我做个伴奏 好的 老板 老板 什么鬼 少阳回来的晚安后 放下手机 继续录歌 一周时间很快过去 转眼就到了周五晚上 小阳楼的沙发上 少阳和薛佳佳排坐着 电视屏幕上 播放着 华下有嘻哈 半决赛视频 此时此刻 至少有几十万人 在同时看着七节目 弹幕不停飘过 少阳双手抱在怀里 面色淡然地看了起来 第59对不起 我为我前面说话大声道歉 一阳经济 由于目前只签约了 少阳这么一个艺人 所以 员工手里的事 并不多请下载 APP爱乐APP最新内容 女媒也不提倡 国内盛行的996 她觉得 只要把工作做完了 即使你提前下班 都没有问题 所以 周五下午五点 还没到下班的时间 看到公司的员工 一个个都没什么事干 吕梅就打发他们 提前下班了 员工们 一个个高兴地合不拢嘴 今天是周五 夏天五点钟下班 晚上还可以出去玩一下 对于社区来说 简直就是莫大的福利 吕梅和赵盛南却留了下来 一直等到 华下有嘻哈 上线后 赵盛南才起身道 吕梅 有嘻哈半决赛可以看了 聚会议室 用投影一看 嗯 两人一起 走进会议室 笔记本连接投影以后 很快幕布上 就出现了有嘻哈半决赛的画面 吕梅直接到 直接快进到 邵阳上场的时候吧 赵盛南照做了 进度条拉动了十多分钟后 节目里的邵阳 终于在压轴上场了 他上台之后 画面直接给到了观众席 一双双眼睛 毫不掩饰着质疑 跟刚才陈梦他们上场的时候 反应完全不同 虽然杨岚已经给吕梅打过预防针了 但看到这种情况 吕梅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节目组织算盘打得真不错 邵阳从璀璨之子出道 现在热度还没降下来 有嘻哈 把他请去当评委 那么 邵阳之前积攒的粉丝 自然会去看这期节目 无形当中 就给节目增加了播放量 但把邵阳安排在最后出场 一旦评票 邵阳不论投给谁 都会被淘汰一边选手的粉丝网报 说唱圈的粉丝骂起人来 盛南 你把弹幕打开 好召盛南滑动鼠标 开启弹幕 果然 邵阳上台的时候 几乎80%的弹幕都在议论他 这人谁啊 竟然最后出场 邵阳 我知道他 刚才隔壁选秀类节目出道的新人 What's K 隔壁节目刚出道 就跑到有嘻哈当评委 他算哪根聪啊 你们别说了 人家还是有实力的 几首原创歌都在新歌榜上呢 勾巴实力 这里是华夏有嘻哈 又不是华夏好声音 说唱舞台 你请一个新人当评委就算了 还把他放在压轴出场 节目组当的人吧 别管评委了 还是看表演吧 评委介绍完之后 就正式进入到了表演环节 吕梅对这个没兴趣 直接让赵胜南 快进到了邵阳点评的环节 第一轮PK滑水点评 第二轮PK也是滑水点评 进度条拉过半 第三轮杨华和江冰表演结束后 才是这期节目最让吕梅期待的环节 投票不断拉平 从3比3 4比4 再到最后的5比5 看到这里 吕梅忍不住说道 杨兰跟我说过 录节目的时候 陈梦原本是想把票数投成4比6的 可节目组却通过耳机 让陈梦把票数投成了5比5 这就是黑幕 节目组这是明摆着 要把邵阳推到架子上口 赵胜南没有说话 但眼神中也有些焦急 他很想知道 邵阳会如何点评 毕竟杨兰没有告诉他们细节 画面里 陈梦投完票后 邵阳直接脱口而出 我投给江冰 台下一片哗然 导演兼主持人继续刁难道 邵阳 你为什么会投给江冰 请给我们一个理由 紧接着 邵阳终于说出了这期节目 最让人震惊的一番话 其实这两位选手的表演 我都觉得一般 无论是歌词 还是编曲在我这都挤不了歌 一番话说完 全场直接沸腾了 弹幕以极快的速度滚动起来 请问你算个什么东西 点评别人之前 请撒泡尿照照自己好吗 他好像真把自己当成大明星了 瞧他拽的那样 狗哥都比不上他 这家伙还真敢说啊 我真服了 节目组这是请了一个什么鸟人过来 他懂说唱吗 妈的 看完节目我就去微博喷导演去 不会选人就别选 全是负面评论 如果杨兰之前没给吕梅说后续的事 看到这儿 吕梅恐怕就该气死过去了 画面里 后台的狗哥也堂而皇之地怒喷道 他懂个屁地说唱 邹汉生也同时冷嘲热讽道 娱乐圈的人 还是老老实实回娱乐圈发展吧 说唱也是有门槛的 不是是个人 就能过来当评委 这两个夺冠热门一说话 弹幕滚动得更快了 节目继续进行 接下来就进入中场表演环节了 当在看节目的观众 听到中场表演的嘉宾是邵阳的时候 一个个全部在公屏上发起了问号 邵阳起身走上舞台 在他拿着话筒站定的时候 台下仍然一片骚动 直到邵阳做起了晋升的动作 下面才渐渐安静下来 弹幕上 妈的 真能装X 我看不下去了 我要快进 节目组穷成什么样了 半决赛 就当是看乐子吧 密密麻麻的弹幕下 终于出现了 邵阳接下来要演唱的这首歌的名字 麒麟 深红色的背景 将舞台都染成了红色 抓耳的伴奏声没想多久 邵阳拿起话筒 终于开唱了 而在邵阳开嗓的几秒钟后 弹幕的滚动速度 再一次飙升 说唱 妈爷 这家伙是专业的 卧槽 这歌词 这佛欧 兄弟们 这可不是外行啊 故意的 这肯定是故意的 节目组肯定是故意制造舆论 让这家伙半猪吃老虎的 我操 我现在道歉还来得及吗 邵阳的声音没有添加任何音效 歌词里面也没有为了押韵 强行加上英文 上下句歌词足够连贯 只要稍微有点品味的人 就能听出来 这首歌的水平 绝对是碾压 甚至可以说是降维打击之前的六首歌 贵了 我贵了 对不起 我为我前面说话大声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有意思的是 在邵阳唱到一半的时候 刚才还在口诛笔伐的观众 此刻竟然整整齐齐地发起了 对不起 密密麻麻地刷屏了 吕梅长松了一口气 双手抱在怀里 笑道 看来我们的眼光没有错 赵胜男很赞同地点了点头 唢呐声一出 邵阳直接念起了毒白 天下风云出我辈 一入江湖岁月催 黄土霸业谈笑中 不胜人生一场醉 镜头给到后台的六个选手 他们此刻的表情出奇的一致 一个个呆若目击 然而 这还没有结束 当邵阳走到台前 踩在音响上 展示最后那部分快嘴的时候 弹幕突然不见了 赵胜男还以为是哪里出了问题 结果Abi直接弹出提示 糟糕 弹幕崩溃 请立即反馈 好在这首歌结束的时候 弹幕又恢复了正常 密密麻麻的弹幕 将整个画面都给遮住了 谢谢 邵阳一声大喊 抬起右手 话筒垂直落地 之后大步走下舞台 神仙舞台 乍翻了 单单这一首歌 在这节目里面就能排第一了 兄弟们 什么情况 我刚刚快进了 鹿转粉了 请问 Live版本上传企鹅音乐了吗 我要去加歌单了 小杨楼里 邵阳看到这 直接关掉了电视 薛佳佳看到邵阳 拿起手机打开了微博 他凑上前问道 你要干嘛呀 发条微博 你要发什么 人家暗讽我 我不能装作看不到吧 邵阳一边说着 一边打字 新人就好欺负吗 我要是不唱这首歌 这七节目 就要被你们给玩死了 add有嘻哈导演吕鹏 你要直接add他 不行吗 是不是该和蓝姐说一下 不用 第六十五好歹也是个男人 半决赛结束之后 那些鹿转粉 黑转粉的观众 便立马去企鹅音乐 找麒麟的live版本 结果找半天也没找到 便又转到导演 吕鹏的微博里催更 结果上周六 吕鹏发的那条微博 就被许多观众给看到了 观众又不是傻子 这个时间点 发这么一条微博 任谁都能想到 吕鹏这条微博里的新人 说的就是邵阳 一些闲得没事的网友 又跑到了邵阳的微博里 一去就看到了 邵阳刚发的微博 看到邵阳直接硬钢吕鹏 并且还爱特了他 观众吃瓜不嫌瓜大的 纷纷在下面评论 点赞量也越来越多 京城 有嘻哈的录制大楼里 吕鹏正和一群副导演 制片人开会 商讨明天总决赛的事宜 助理急匆匆地走到会议室 吕鹏道 怎么了 你看下微博 微博 看到自己助理的表情不太对 吕鹏皱着眉头打开了微博 发现后台评论私信九九家 他立马点开了几条评论 看了起来 很快就顺藤摸瓜 找到了邵阳晚上刚刚发的那条微博 吕鹏看到这条微博 脸直接绿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 邵阳一个新人 竟然敢和他蹬鼻子上脸 脑子荡积了几分钟后 吕鹏连忙发了一条微博回应 艾比邵阳 别忘了是谁给你的平台 让你唱了 麒麟 这首歌 饮水思源这点道理都不懂 我倒要看看你能在这个圈子待多久 发完微博后 吕鹏还是不解气 他直接让副导演李达主持会议 自己则走出会议室 在一个名叫说唱大家听的十几个人的微信里 发了一条消息 各位 我在微博上被少阳给讨伐了 麻烦大家帮我评论一下 这个群里的人 都是有嘻哈节目里比较火的一些选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粉丝团体 吕鹏虽然没有直说 但群里的人看到这条消息 都明白 吕鹏是要他们站队 麒麟的爆红本来就让这群说唱选手不服气 再加上吕鹏是有嘻哈的导演 这群说唱选手看到吕鹏发的消息后 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于是很快 吕鹏刚发的那条微博下面 有狗哥 邹汉生带头的一群说唱选手 就都在下面评论了 狗哥 吕鹏都为人 圈里人都知道 吃人饭还骂人娘 天底下没这个道理 邹汉生 想上位也没必要踩着别人吧 支持吕鹏 徐华 吕鹏消消气 这家伙只是想火而已 蒋冰支持吕鹏 有了他们 这群人的加入 吕鹏这条微博的点赞量 迅速拉升 吕鹏看到自己这条微博的点赞量超过了邵阳 这才满意地把手机揣回了兜里 小杨楼里 邵阳看到了吕鹏爱特自己的微博 薛佳佳瞅了一眼邵阳手里的手机屏幕 说道 他回应了 嗯 你打算怎么办 不着急 邵阳不急不慢道 这个礼拜歌都写得差不多了 下周五之前应该都能录出来 我现在比不过他们的人气 那就和他们比作品 薛佳佳伸手点开吕鹏那条微博 看到下面都是一些Rub选手的评论 他不安道 可是他们人很多 邵阳自信笑道 人气我暂时比不过 但比作品 就算把他们全部加在一起 我也不会输 那你加油 嗯 邵阳扭头 大胆意外地问道 你这次怎么不说我吹牛了 薛佳佳挪挪嘴 摆了摆小手 直接在沙发上躺了下来道 毕竟我是你的助理嘛 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呀 薛佳佳今天穿的 是一双学院风的茶色小皮鞋 黑色小腿袜 和粉白格子短裙 搭配上半身的米白色衬衣 很有清纯女高中生的一种气质 他显然 是对邵阳没了防备 本来就都在沙发上坐着 穿着短裙的他 这么一躺下 弄得邵阳看哪里都不对 你注意一点 我好歹也是个男人邵阳起身 将毯子扔在了薛佳佳身上 随后起身去冰箱拿了瓶冰水 一口喝了大半 薛佳佳脸蛋通红 心里小声骂道 这个混蛋 我明明有穿打底裤的好不好 说的 我跟故意的一样 在综艺节目横行的流量时代 奇异视频自制的 华夏有嘻哈 播出之后没多久 B站就同样盯上了这块蛋糕 此时此刻 B站 说唱新世纪 节目组一群人正在会议室观看 华夏有嘻哈 半决赛视频 视频看完后 导演公也直接问道 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期节目的看点感觉 就是 麒麟 这首歌 邵阳一个新人 竟然能够在流行圈和说唱圈来回切换 不出意外 他后面肯定会大火 他之前在璀璨之子的歌我也听过 我也是学音乐的 在我心里 他简直就是个天才 公道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公也点头承认道 咱们下周一就要录第一期了 虽然流程已经安排好了 但我还是想让请他过来 当咱们的开场嘉宾 这会不会太仓促了 是啊 今天已经周六了 公道 这期节目 邵阳这首歌的热度这么高 有嘻哈那边总决赛 应该会继续请他吧 公也正要说话 身后的助理拿着手机上前 悄悄在公也耳边说了两句话 公也打开微博一看 笑道 有嘻哈的导演吕鹏和邵阳 在微博上骂起来了 邵阳肯定不会 具有嘻哈的总决赛 骂起来了 嗯 双方公事还不小 这个时候 我们请邵阳的话 简直就是自带热度 公道 你决定吧 我们听你的 是啊 公道 我们都听你的 公也立马吩咐助理道 去联系邵阳的经纪人 问他愿不愿意来参加 我们下周一的节目录制 好 快九点的时候 刚洗完澡 从浴室里出来的邵阳 接到了经纪人杨兰打来的电话 喂 兰姐这么晚打电话什么事啊 邵阳笑道 你该不会是要骂我擅自 做主在微博上 爱特吕鹏的事吧 杨兰笑道 不是这是 是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B站自制综艺 说唱新世纪 这周一开始录制 想请你 去当开场嘉宾 通告费 他们愿意给两百万 但是需要你唱新歌 邵阳眼色一变 直接回道 没问题 我可以唱新歌 杨兰也是笑道 我知道你最近一周 都在家里写歌 所以我已经答应他们了 而且录制地点就在魔都 我们都不需要赶飞机 是吗 这可太好了 哦 对了 还有件事我得给你说 这档节目 也是在周五播出 所以 说唱新世纪的第一期节目 正好和华夏有嘻哈的总决赛 在同一个时间点上线 邵阳文言 先是一愣 而后嘴角微微上扬道 这可真是太好了 第六十一 碧里碧里 单杯 平台自制综艺最大的好处 就是 播出时间可以想怎么定 就怎么定 说唱新世纪 选在周五和华夏 有嘻哈同一时间段播出 未免没有要和有嘻哈 争一争流量的意思 而这 恰恰是邵阳想要的 他正愁 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发歌呢 如果说唱新世纪不找他 他就只能自己上传这几首歌 这样一来 流量恐怕要大打折扣 周一下午三点 杨兰开车 带着邵阳和薛佳佳 往录制现场去了 到了公司楼下后 杨兰就拨通了导演 工业助理的电话 没等多久 就有工作人员下来 迎接了 跟着工作人员坐上电梯 三个人很快就来到了 录制节目的这一层楼 这会儿 进出的人特别的多 工作人员把三个人 领到休息室里 留了一份文件给邵阳后 就离开了 邵阳看了眼文件 上面就是这一期 节目的全部流程 这节目很有意思 赛制和平常的选秀类 综艺完全不同 别的节目都是晚上录制 而这档节目 则是从下午开始录制 而且 第一期节目 还分成了两个地方录制 节目组专门在 魔都的郊区 搭建了一个说唱基地 由主理人黄子兴 负责那边的录制 这里仅仅只是 留了一个主持人和开场嘉宾 也就是说 这边仅仅只需要 录一个开场就够了 录完就可以回家 压根不需要邵阳 再多做什么 节目组临时邀请邵阳 过来当开场嘉宾 分明就只是想 蹭一波邵阳这几天的热度 但只要节目组 不像华夏有嘻哈一样 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 不搞黑幕这一套 邵阳巴不得这样的通告 每天都有 两百万的通告费 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很高 但对于圈里的艺人来说 却并不算高 两百万扣完税 就只剩一百来万了 剩下的这一百万 还得和公司分 如果是按照六四分成的话 扣出一些杂七杂八的 到手差不多能拿五十多万 但这些钱还得付助理工资 有些艺人还会请保镖 司机 化妆师 营养师等等 也算得上是一个人 要养活一大帮人 不过邵阳已经很知足了 至少到现在为止 自己这条路 走得还是比较顺利 七点二十七 邵阳被带到了后台 灯光老师和摄像老师 调整了设备和机位后 工作人员就直接让邵阳上台了 邵阳站在卖价前 灯光洒在他身上 没等多久 伴奏声末地响起 邵阳开嗓唱了起来 说唱歌曲 普遍时常都在三分钟左右 今天邵阳唱的这首歌 也同样如此 导播兼礼 副导演听到邵阳这首歌之后 满脸都是惊喜 邵阳唱到一半 他就和在另一个录制地点的 总导演公爷打了个电话 喂 老公 你这次请邵阳真没请错 他今天这首歌 不比 麒麟 差 是吗 你那边结束 导个样片过来给我看看 得嘞 我这边用不了多久 一首歌唱完 虽然现场没有观众 只有一堆摄像机 但邵阳还是鞠躬表示感谢 尾音落幕 主持人李玉秋走上舞台 站在邵阳旁边说道 大家好 我是李玉秋 欢迎来到B站 这里是由B站制作的 第一档大型音乐综艺节目 说唱新世纪的舞台 今天我以碧里碧里特邀见证官的身份 受B站邀请来到这里 与所有热爱B站文化的朋友 一起见证新世代 节目即将开始 让我一起接待接下来的精彩吧 最后一句口号 节目流程的文件上 写明了 需要邵阳和李玉秋一起念出来 所以 提字气 然后和李玉秋对视一眼 同时举起手里的话筒 闭里闭里 干杯 导演看到这里 直接就喊咖了 全程没有超过十分钟 录制就结束了 坐在回去的车上 就连薛佳佳也忍不住感慨道 当明星 钱也太好赚了吧 我们就去了半个小时 杨兰笑道 这算什么 我见过很多一线演员 他们拍一部电视剧 一半戏份用替身 轮到自己演戏的时候 就喊12345 一部戏拍完 片酬至少八位数 则则 抢钱啊 这些年有不少人挤得头破血流 都想进娱乐圈 听完杨兰的这句话 邵阳竟然又想起了自己的前女友 他那个 唐心少女 应该也快录制完了吧 操 我怎么会想起他 晦气 邵阳 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节目播出后 我刚才那首歌能不能火 坐在副驾驶的薛佳佳转过脑袋 对邵阳说道 我觉得跟上次那首歌差不多 肯定没问题的 杨兰看破了邵阳内心的想法 他笑道 邵阳 华夏有嘻哈 已经播出八期了 说唱新世纪的第一期地播放量 不太可能超过有嘻哈的 我知道 邵阳笑着反问道 但你们说 如果华夏有嘻哈总决赛结束之后 企鹅音乐里面的说唱榜单前五名 都是我的歌的话 那会怎样 前五名都是你的歌 杨兰挑眉道 加上上次的 麒麟 你不是才唱了两首歌吗 蓝姐 你该不会以为我一个星期 就写了一首歌吧 杨兰立马问道 你写了四首 我打算周五的时候一起发 既然他们要在微博上抱团队伍 我也不介意用这五首歌 打烂他们的脸 杨兰愣了一下 笑容顿时在脸上浮现出来 对于一个经纪人来说 自己手下的艺人有才华 绝对能让自己省一半心 要真是个花瓶 经纪人还得通过各种方式去包装它 但只要 他自己有才华 经纪人根本不需要多做什么 娱乐圈再烂 有才华的人也能出头 薛佳佳才反应过来道 他们玩说唱那么久 要是被你一个人压了下去 那他们哪里还有脸逼逼啊 完整内容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特么的 好不容易才穿越 我能被你们几个狗东西给欺负了 第六十二 我们家绍阳 麒麟 这首歌在企鹅音乐登上新歌榜后 短短一周的时间 绍阳的微博粉丝 就涨到了三百九十多万 破四百万只在这两天时间 一阳经纪公司 第一天全体人员开会的时候 吕梅还说 半年之内 把绍阳的粉丝人数翻一倍 现在来看 他定的这个目标 还真是太小了 录完 说唱新世纪的开场 绍阳就在家里躺试了几天 每天薛佳佳早上来晚上走 除了早上那一顿 他会从外面带过来之外 午饭晚饭 全是在小阳楼蹭的 不过两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中间虽然被杨兰抓包了两次 但知道薛佳佳身份的杨兰 也没有说什么 在薛佳佳这样的资本家面前 绍阳一个刚出道的新人 忍气吞声 也是应该的 周四 绍阳跟着杨兰 一起去了趟公司 拍了大半天的写真照 这些照片 一部分公司要用 一部分邵阳自己也要用 毕竟发歌的时候 也可以添加封面 有了这些照片 自己的抖音和微博头像 也能换一换了 回去的路上 邵阳临时起义 去了一趟移动公司 给自己换了一张手机卡 之前的手机卡 邵阳也还是留着了 这张新卡 就当是工作专用的卡 周五晚上 邵阳 薛佳佳两个人坐在沙发上 等待着两个节目的上线 BiliBili 作为国内最大的APP网站 流量一直比企鹅 土豆 奇异这三家视频 APP高 说唱新世纪 虽然没怎么推广 但这段时间 说唱本来就火 加上网站流量高 还是有不少网友关注到了 从薛佳佳掏出手机 在群里聊天开始 邵阳手机的微信提示音 就没有停下来过 大明星的小迷妹们 薛佳佳 兄弟姐妹们 现在马上登陆B站 给邵阳打扣 请雨晗 at薛佳佳 邵阳 又上哪个节目了 薛佳佳 B站的说唱新世纪 沈淑华 可以啊 华夏有嘻哈 才刚结束不久 就又参加了说唱新世纪 佳佳 你男朋友现在人气挺高的吗 承平听 at薛佳佳 你现在在哪呢 群里的消息一条接着一条 邵阳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虽然他们在聊着 跟自己有关的话题 但邵阳也不敢加入进去 他是见识过这群豪门大小节的厉害的 邵阳装作没看到 发现B站上面 说唱新世纪的第一期节目 已经播出后 就直接点开 投放了到了电视上 节目一开始 并不是邵阳的表演 MV大秀画面很炫酷 音效也很带感 对于这四个导师的歌 邵阳不想做什么评价 本来说唱就是新起来的一种文化 圈内也没几个人懂 糊弄糊弄观众行 糊弄邵邵阳就别想了 等四场MV大秀结束之后 画面终于切换到了舞台上 经过剪辑 画面切过来的时候 邵阳已经站在了舞台当中 而正在收看这档节目的观众 看到舞台上的人是邵阳的时候 一个个都留下了评论 不得不说 跟其他平台的弹幕相比 B站弹幕要友善得多 是唱麒麟的那个人 麒麟 永远的神 在有嘻哈听了那么多首歌 也就麒麟这首歌 让我印象最深刻 B站还是有钱啊 麒麟刚火 就把邵阳给请来了 自制综艺 还得看B站 提到邵阳的弹幕并不多 这也很正常 对于一个刚出到不到两个月的新人来说 作品能让人知道 就很不错了 在弹幕滚动的时候 邵阳的开场表演也开始了 开头就是一段很有节奏感的伴奏 里头的古典声最响 给人一种很震撼的感觉 灯光不停切换 舞台前面的制烟器 也不断冲起烟雾 画面感还是很不错的 在古典的推进中 邵阳一手握着麦架 一手握着话筒 张嘴那一刻 辨识感很强的声音 墨地响起 回想七时风雪中归去 遥遥数月四无七 血染樱花烟云里 恰似无声的伏笔 万众一心风烟起 若族魂要归故里 思念明月落水底 而女英雄未知己 短短四句一唱完 画面就全部被弹幕 给盖住了 B站观众的热情 也让邵阳十分意外 他想过 观众会喜欢这种 特别有国风味道的说唱 但没有想到 观众竟然会这么捧场 天啊 我发现了宝藏 兄弟们 赶紧戴上耳机 超爽的 火前流明 牛牛牛 卧槽 耳机裂开了 这是什么神仙歌手啊 浑身鸡皮疙瘩 这开场直接就炸了呀 万众一心风烟起 若族魂要归故里 这句牛逼啊 燃起来了 有内卫了 弹幕虽然挡住了画面 但却没有挡住 邵阳的声音 节目后期 应该是把声音 简单地处理了一下 要不然不可能这么干净 一点杂音都没有 搭肩在夕阳里 马蹄声踏谁也 壮士随君不为瓦全 从未想过有归期 战火当中洗礼 截然一身的勇气 眼看枯叶结霜茫茫 荒原野种症遍地 一遍主歌后 又接回了开头的副歌 一首歌从头到尾的唱完 伴奏声一点点的消失后 弹幕滚动的速度 却没有减缓下来 几乎从头到尾 都看不到一个差评 这比有嘻哈播出的时候好多了 虽然邵阳在有嘻哈唱完 麒麟之后播出 绝大多数的弹幕 也都是好评 但其中 还是有CSC和天商会 两个厂牌的粉丝喷 可这次不同 从邵阳出现在画面里 再到唱完这首歌 弹幕全部都是好评 上马龙下 马虎披荆又斩截 头顶天彩黄土 挥动我大旗 这一句 真的可以当成作文结尾了 神仙舞台 神仙歌手 这首歌 我要单曲循环了 歌词也写得太好了吧 格局一下子就打了 你永远可以相信B站的眼光 我感觉我的手机一直在震动 来自iPhone15 Pro Max 2TB 尊贵版黑色 邵阳唱完之后 主持人李玉秋 就走上了舞台 给B站打了几句广告 两人一起 说了一句经典的哔哩哔哩 单背后 画面就转到了另一个录制场地 薛佳佳激动地拉着邵阳的手笑道 邵阳 你这首歌又火了 我知道 你说话就说话 别掐我呀 滴滴滴 同样看完了邵阳开场演唱的秦宇涵 沈淑华 程婷婷也疯狂地在群里发起了消息 秦宇涵 大明星 我低男神 沈淑华 Edge薛佳佳快让大明星出来说话 程婷婷 薛佳佳 麻烦跟你男朋友说一下 我最近单身 可聊 一聊就能聊得动 薛佳佳知道 他们几个是在开玩笑 美滋滋地拿着手机发语音道 都给我闪一边去 我们家 邵阳没功夫搭理你们 秦宇涵 我们家 沈淑华 我们家 程婷婷 我们家 薛佳佳好像意识到说错话了 见邵阳要拿起手机 他忙道 你不是说今天还要发歌吗 快去呀 邵阳点头N了一声 起身走了 准备下楼梯的时候 邵阳回头看了一眼 抱着膝盖坐在沙发上 嘴角浮现出了几分笑意 第六十三 你吃错 除了这首在说唱新世代唱的 烈火战马之外 邵阳在这两周时间里 已经相继录好了 目不转睛 奴隶 空城记 和以赴之名 这四首新歌 加上在录音室里重新录制的 麒麟和烈火战马 一共算是有六首歌 这六首歌风格各不一样 这不能怪邵阳 他听说唱音乐 听得不多 这已经是他脑海中能回忆起来的 六首比较经典的说唱曲目 每首歌都是那个世界几个有名 说唱歌手的代表作 也已经在那个世界经历了市场考验 不会有任何问题 邵阳坐在电脑前 将这六首歌上传到了企鹅音乐 等审核通过后 邵阳直接拿出手机 将这六首歌的链接 分别挂在了微博中 每一条的微博底下 都配了一张图片 图片上四个大字 别来沾边 做完这一切 邵阳回到了客厅 薛佳佳 啊 邵阳把手机递给了薛佳佳 来帮我拍视频 拍什么视频 像之前一样 拍条短视频宣传了一下新歌 好嘞 薛佳佳心智勃勃地放下手机 起身接过了邵阳递来的手机 然后指着沙发上说道 你就坐在沙发上吧 嗯 参加璀璨之子前 薛佳佳就已经帮邵阳拍了好几个视频 这会儿已经很有默契了 在邵阳和薛佳佳忙着拍视频的时候 刚收到邵阳发来消息的吕媒 也走到办公区里 举着手机吩咐道 邵阳的新歌已经发了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 尽快让邵阳的这几首新歌活起来 这还是一阳经纪公司里的员工 第一次加班 每个人都很积极地干起了活 横店附近的酒店里 大明星杨采薇结束了今天的拍摄后 就带着经纪人和助理回到了酒店 泡了得舒舒服服的热水澡 杨采薇刚从浴室里出来 助理就提着外卖过来了 采薇姐 你要的小龙虾 我给你叫来了 蒜香的 麻辣的 油闷的都有 杨采薇瞅了一眼助理手里的大包小包 一边用毛巾擦了擦头发 一边吩咐道 放在桌子上吧 哦 你去帮我把王姐叫过来 然后你去休息吧 好 助理放下东西后 很快就出去了 穿着一身浴袍的杨采薇 拿了个iPad 过来摆在桌上 戴上一次性的手套 坐在酒店里的沙发上 一边看综艺 一边吃起了小龙虾 经纪人王曼 很快就从隔壁过来了 看到一桌子小龙虾 他很快在旁边坐下 戴上手套和杨采薇一起吃了起来 王姐 这个月应该没别的通告了吧 嗯 本来还有个商业活动 通告费他们只愿意给六百万 太少了 我就没接 杨采薇听到这话 松了口气道 最近拍戏太累了 没有必要的通告 就全推了吧 王曼没有答应 也没有拒绝地回道 嗯 我会帮你把关的 下半年通告肯定会比上半年少 杨采薇答应一声 随口问道 最近工作室怎么样 挺好的 王依依也在拍戏 孙明发展得也不错 不过 杨采薇缩了一口虾尾的汁水问道 不过怎么了 璀璨之子的那个邵阳 你还记得吗 他 杨采薇脸上一笑 当然记得 这家伙现在怎么样了 拍戏这段时间 我都没有去关注他 王曼道 他最近挺火的 挺火的 嗯 这个月接连参加了奇异视频 华夏有嘻哈 和B站的 说唱新世纪 两首歌都火了 我刚才看了一眼 粉丝已经破四百万了 而且就在当前 他一连发了六首歌 估计是想趁这波热度 猛涨一波流量 杨采薇对邵阳印象还挺深的 听到这话 他很快道 你把他视频找出来 我看看 王曼脱下手套 用iPad找到邵阳的视频 播放了出来 杨采薇兴致勃勃地看了起来 唱歌方面 他虽然不在行 但不代表他听不出好坏 听完一首麒麟 杨采薇不禁感叹道 这家伙的台风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纳 简直不像的新人 还有一首王曼 又把烈火站马播放了出来 看到弹幕上 密密麻麻多事 再来一遍 杨采薇笑道 我好久没有见过 这么有才的新人了 当初应该再争取他一下的 他签的公司叫一阳经纪 虽然是一家新公司 但里面的骨干员工 都是从各个公司挖过去的 这家公司老板的背景 应该很不一般 要不然其他经纪公司 不会放纵他这么挖人 邵阳好像跟我提过一句 他幕后的老板 确实很有实力 杨采薇端起牛奶 喝了一口后 说道 他这么有才 公司又有背景 肯定会活起来 你说我这个时候 帮他宣传一下新歌 他会不会永远记得 我这个人情 你要帮他宣传新歌 嗯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毕竟我在璀璨之子 当过导师 王漫道 问题是 没什么问题 就是以你现在的人气 帮他宣传新歌 也太便宜他了 杨采薇笑道 看人不能看眼前 现在他还是个新人 但一年后呢 三年后呢 五年后呢 说不定 我以后人气 也会不如他呢 说着 杨采薇脱下手套 拿起自己的手机 很熟练地编辑起了微博 帮人宣传新歌这种事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做了 所以 微博该怎么发他很清楚 没解 没解 公关部门宣传组的一个部长 看到杨采薇编辑的微博后 急匆匆地来到了 吕梅的办公室门口 进 吕梅回应之后 他快步走了进去 拿着手机有些激动地说道 没解 杨采薇帮邵阳宣传新歌 杨采薇 是 杨采薇可是圈里现在的当红花蛋 自己手里 都养了好几个年轻艺人 绝对算得上是超一线女明星 吕梅借过手机看完后 很疑惑地问道 他怎么会帮邵阳宣传新歌 邵阳之前参加璀璨之子 他是节目里的导师 他和邵阳 是不是私底下一直有联系 吕梅文言 很快道 你先去忙 我问一下邵阳 嗯 吕梅掏出手机 拨通了邵阳的电话 挂掉电话 邵阳也是 连忙打开微博看了一眼 发现杨采薇真的帮自己宣传了新歌后 他思索片刻 很快回到微信 给杨采薇编辑了一条感谢的消息 消息发送成功后 邵阳一身轻松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却没想到 薛佳佳走到他身后 一把揪住了他的耳朵 语气十分霸道地问道 老实交代 你是什么时候和杨采薇勾搭上的 你干嘛 疼啊 快老实交代 我交代什么 我刚才不是在电话里说了吗 我就只是帮他写了一首歌而已 我不信 人家那么大一个明星 凭什么帮你免费宣传新歌 邵阳拿起手机 递给薛佳佳道 诺 你自己看聊天记录 薛佳佳这才松开手 看起了聊天记录 发现聊天记录 总共也就那么几条后 薛佳佳问道 你不是删除了一部分 我可没那闲工夫不是 薛佳佳 杨采薇帮我宣传新歌 你这么激动干嘛 吃醋啊 我 薛佳佳的音量 骤然加大了一倍 我才没有 第六十四来日方长 杨采薇的微博粉丝 可早就破了五千万 时隔大半个月 他这条微博一发出去 立马就有数以万计的粉丝 看到了 一传十十传百 加上邵阳最近的热度 本来就高 和公司一系列的推广 短短一个小时时间 邵阳新发出去的 六首歌的播放量 便以一个十分恐怖的速度 快速飙升 企鹅音乐公司 内容运营部办公区内 江文昌看着电脑屏幕里的数据 脸上的表情 从困乏 到精神抖擞 再到吃惊 再到震惊 吴经理 你能过来一下吗 小江 怎么了 这六首歌的播放量 在两个小时内 就都破了三百万 以赴之名 这首歌 还被一百多万人加入了歌单 听到江文昌这句话 吴经理快步上前看了一眼 刷新 我看一下 江文昌连忙刷新数据 看着屏幕上飙红的数据 吴经理冷了一下 当即就吩咐到 让美公主现在就做推广图 待会儿把Banner图换下来 这样的增长速度 比一线歌手发新专辑的时候还快 明天这几首歌 肯定都要冲上新歌榜前十名 说不定能给我们引一大波流量 小江 你继续盯着 我去版权部一趟 看看能不能拿下这几首歌的独家驻战版权 好的 吴经理 半个小时后 企鹅音乐的主页滚动图 换成了邵阳的横幅照片 每个进入企鹅音乐的人 第一眼就能看到这张宣传图 两个字 排面 本来这个时候 邵阳都打算睡觉了 薛家加一个截图发过来 瞬间让邵阳没了睡意 流量真是太恐怖了 今天一系列连锁反应 已经让邵阳这个名字 一夜之间被上千万人所知晓 邵阳一想到此时此刻 有几十甚至上百万的人在听自己的歌 他就再也睡不着了 而这个时候 同样睡不着的 还有华夏有嘻哈的导演吕鹏 和之前为吕鹏站队的那些说唱歌手 本来今天晚上 华夏有嘻哈 总决赛也算是圆满画上了句号 吕鹏看着弹幕正高兴的时候 突然发现有不少弹幕 在说隔壁说唱新世纪的事 他立马转过去一看 才知道 B站的说唱新世纪 找了邵阳当开场嘉宾 一首烈火战马 让无数观众为之追捧 看邵阳唱完烈火战马之后 吕鹏当时心情就已经不好了 作为有嘻哈的导演 他当然知道 这首歌的含金量有多高 即使狗哥和邹汉生 在总决赛拿出了压箱底的歌 也打不过这首热火战马 可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邵阳之后的几条微博 才是让吕鹏真正难受的原因 连发六首歌 抛开麒麟和猎马战马 其他四首歌 也全部都是顶尖水准 估计哪一首歌 放在有嘻哈的舞台上 都能拿冠军 邵阳选在星期五晚上 一次性发这六首歌 而且每一条微博下面都配文 别来沾边 四个字 分明就是在暗示吕鹏 在邵阳这六首歌 被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之后 吕鹏最新的那条微博下面的评论 也多了起来 评论都很有意思 吕斗 咱这次是真的输了 虽然有嘻哈总决赛很好看 但邵阳的歌天下第一 邵阳那六首歌 能吊打有嘻哈全部选手的 任何一首作品 有嘻哈第二季没少阳不看 你听目不转睛了吗 你听奴隶了吗 你听空城记了吗 你听以赴志明了吗 你还能睡得着吗 总决赛 你请两个不懂说唱的明星 过去干嘛 草了 华夏有嘻哈 不请少阳当导师 真是最大的败笔 狗哥和邹汉生 拿了有嘻哈第一季的并列冠军 但他们却高兴不起来 本来以为凭借着有嘻哈节目的热度 自己拿了冠军之后 当天晚上 网上应该都是 和自己有关的新闻才对 可结果却是 网上都被少阳的歌给刷屏了 他们第一时间就去听了那六首歌 听完之后 他们表情立马就沉了下来 没得比 真没得比 他们心里很清楚 他们的歌比不上这六首歌里面的任何一首 这一点 他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所以他们都选择了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乔 在少阳这六首歌爆火的同时 作为经纪人的杨岚的手机 直接就被人给打爆了 打电话的人都是看到少阳爆红之后 想提前邀请少阳 参加一些商业活动和综艺录制 毕竟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 今天打电话 通告费可能是一两百万 明天打电话 通告费就很有可能涨到三四百万 杨岚毕竟是有经验的经纪人 她并没有全部答应下来 而是先问清了 具体是要做什么之后 再慢慢考虑 吕梅和赵盛南 在公司待到十一点多 才开车回去 两人的脸上 都掩饰不住自己的高兴 两人创业之前 可没想到 这一切会发展得这么顺利 在此之前 他们甚至已经做好了失败的打算 牵下少阳 恐怕是我们这辈子 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 嗯 我也没想到他会红得这么快 赵盛南道 我们得谢谢薛佳佳 要不是他 我们应该牵不下少阳 我觉得 少阳当初跟我们签约 有大半面子 都是看在薛佳佳的份上 嗯 吕梅笑道 是得感谢他 不过他现在也是公司的股东 少阳走红 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你觉得薛佳佳这种单纯的女孩子 会为了金钱和利益而高兴吗 赵盛南道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他对少阳有意思 可能这一点 薛佳佳他 自己都还没发现 少阳应该能看得出来 薛佳佳喜欢他 肯定能 那为什么 赵盛南轻声道 第一次见少阳的时候 他就给我一种很成熟的感觉 话刚开口 吕梅就打断道 我也有这种感觉 成熟的人考虑事情 会比较全面 少阳可能是觉得 现在的自己 还配不上薛佳佳吧 吕梅想了想 确实是这样 如果少阳没有进入这个圈子 那么薛佳佳就是顶级的白富美 而少阳 不过是最普通的一个社畜 少阳要是喜欢薛佳佳 用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来形容都不为过 但现在 吕梅笑着说道 不着急的 来日方长嘛 第65唐星少女录完了 次日 企鹅音乐各个榜单刷新 新歌榜前六名全部 被少阳一个人包揽 排在新歌榜 飙升榜双榜第一的是那首 以赴之名 流行和说唱的结合 受众不再单一的说唱听众 许多路人都成了这首歌的粉丝 评论底下 也全是好评 这一次 火的不再只是少阳的作品 因为一系列事件的连环发酵 少阳本人也火了 天刚微微亮 少阳才刚刚起床 经纪人杨岚 就开车 来到了小阳楼外面 洗手间里刷牙的少阳 听到门铃声 把门打开 看到少阳刚刚起来 杨岚笑道 恭喜啊 这下你算是真正入圈了 蓝姐 这么早啊 昨天晚上接了一晚上电话 几乎没合眼 不过 已经习惯了 你看洗漱吧 我手里 现在有十多个通告 有些时间上有冲突 只能推掉 你看看 你想接哪个 少阳点点头 回到洗手间继续洗漱 五分钟后 沙发上 大到一些热播的综艺节目 小到酒吧的演唱活动 你自己先看了一下 杨岚把自己整理好的一张A4纸 递到少阳面前 嘴里一边说道 我还是更偏向综艺节目多一点 像这种小型的商业活动 虽然给钱不少 但你现在接的话 就有点拉低档次了 因为去参加这些酒吧活动的 基本上都是一些网红 但这些钱确实更容易挣 少阳看了一眼上面的内容 不假思索道 就挑一些比较活热的综艺节目 最好是上节目能唱歌的那种 杨岚笑道 你放心 这些通告都是需要你唱歌的 要不然 他们不会连夜打电话过来邀约 那拦截你做主吧 说实话这些综艺我也都没看过 分不出哪个好哪个不好 杨岚汉手 好 那我来安排 杨岚掏出自己的手机 开始联系这些节目组 确定录制时间 地点 以及通告费 就在杨岚沟通节目组的时候 薛佳佳也过来了 拎来了一大袋的早餐 在两人一起吃东西的时候 杨岚放下手机突然道 对了少阳 昨天企鹅音乐的人 也打电话给我 找我商量买版权的事 你跟公司签的合同 不包括你个人作品版权的事 所以待会儿我把电话给你 你自己跟企鹅音乐的人联系 好 这方面 少阳还是懂的 音乐平台买版权 大抵有两种交易方式 一种是直接买断 音乐平台出一笔钱 买断你这首歌的版权 他们怎么用 这首歌之后赚的钱 就都给你没有关系了 另一种是代理运营 也是一种分成模式 你把歌给他们 他们负责运作 之后获得的收益 按照合同比例分成 对于名气小的歌手来说 买断更华得来 因为买断的钱一般会多一点 毕竟谁也不知道 一首歌能火多久 万一过几个月就没人听了 那也就没有收益了 我只给你代理运营的权利 版权还在自己手里 邵阳肯定会选第二种 这六首歌 特别是以赴之名 在那个世界就火了好几年 放长远来看 肯定是第二种更赚钱 你们两个快点吃 待会我们就去这首 今天晚上就有活 嗯 作为嘉宾去参加蓝梅台的 音乐之声 这节目要在电视台播的 所以别失误 放心 人红是多 邵阳在此之前 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这圈子里最忙的不是那些顶流 而是像邵阳这样的新人 和那些二三线明星 为了赚钱 为了人气 每天都要赶通告 而一线明星在圈子里 只要混个两三年 基本都会自己做投资 或者开工作室 就拿杨采薇来说 再过个一两年 只要他不贪多的话 完全就可以 从娱乐圈半饮退下来 他的工作室 和之前积攒的财富 足够让他一辈子衣食无忧 不过进了这个圈子 就不太有人想退了 在这个圈子里赚钱 实在是太容易了 而且 人的野心总会越来越大的 有了十万就想一百万 有了一百万就想一千万 之后几天 邵阳每天辗转 在不同的城市里赶通告 在不同节目的舞台上 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自己的歌 虽然这些节目 没有这么快播出 但这些节目组 在邵阳录完节目之后 都找邵阳要了联系方式 甚至有两个微博粉丝 过千万的主持人 也找邵阳要了微信 作为主持人 他们看人的眼光 一般来说是很准的 而他们主动找邵阳 要联系方式 明显是看好邵阳以后的发展 这一点 已经快十一点了 别说薛佳佳 就连邵阳都感觉很是疲惫 车上 邵阳打来的哈欠问道 蓝姐 要去机场吗 今天晚上不用 明天可以休息一天 后天回魔都 你之前路德 说唱新世纪 又邀请你回去做嘉宾 这次你除了唱歌之外 还要和节目的主理人一起 给选手点评 邵阳伸了个懒腰 懒洋洋道 太好了 终于可以休息一天了 杨岚做经纪人这么久 已经习惯了这样充实的生活 他能找到任何空闲时间休息 甚至是邵阳在台上录制的时候 他也能抽空秘议会 不像薛佳佳一样 不给他一张床 他根本睡不着 你们俩个先睡会儿吧 去酒店要二十多分钟 到了 我在叫醒你们 好 邵阳缓缓闭上眼睛 还没几分钟 薛佳佳就歪着脑袋 靠在邵阳的肩膀上睡着了 与此同时 土豆视频自制综艺 唐心少女 也终于在今天晚上录制结束了 和璀璨之子一样 这档节目 是以个人的形式出道 而唐心少女 则是以女团的形式出道 宋丽虽然在 唐心少女的表现不算亮眼 但也算是以总票数第九名的成绩 惊险出道了 从录制现场出来的时候 宋丽脸上 竟是掩饰不住的喜悦 梦想终于成真了 从今天开始 自己就可以和过去说再见了 宋丽觉得大好的前程 在等着自己 他不用再像之前一样 买个化妆品 还要等双十一打折的时候 也不用花小心思找邵阳要钱 坐上公司派来的车 封闭录制了两个月节目的宋丽 第一时间打开了标记着 九九家未读消息的微信 里面大部分 都是之前的朋友同学 发来的祝贺消息 可看着看着 宋丽的表情 渐渐不太对劲了 第六十六 邵阳那种人 怎么可能会成为明星 怎么都在问我 和邵阳最近怎么样 他们之前不是根本不关心 邵阳这个钢铁直男吗 带着疑惑 宋丽在通讯录里面 找到了当年大学里 吉他协会的会长许飞 这家伙是大学里 唯一一个跟邵阳有话题的人 两个人当初一起练吉他的时候 邵阳和许飞在一起的时候 甚至比和宋丽在一起的时间 还要多久 许飞 在吗 消息才刚发出 许飞就回了 宋美女有什么事吩咐啊 你最近跟邵阳 有没有什么联系 完整内容 邵阳 手机那头躺在床上的许飞 周梅道 你是他女朋友 你问我 宋丽想了想 还是回道 几个月前 我和他分手了 分手了 怪不得 上大学那会儿 许飞就看出了 邵阳和宋丽 不是一路人 一个是老实巴交的直男 一个却是能把人玩得团团转的大美女 性格真的一点都不合 他把我删了 我现在联系不到他 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宋丽想着这么多人 找自己打听邵阳 该不会是邵阳和自己分手后 自暴自弃要轻胜吧 虽然宋丽现在已经觉得自己 和邵阳 是两个世界的人 但毕竟在一起那么久 他是不愿看到这种事发生的 宋丽可不觉得 上次遇到的薛佳佳 会真的看得上邵阳 邵阳是什么样的人 他觉得自己最清楚了 一个老实巴交的人 从来不会浪漫 要不是他有点才华 哪个女生会看得上他 差不多一分钟后 许飞回到 他现在可是大明星了 昨天我一个同学告诉我 学校都已经在校园里 张贴邵阳的海报照片 准备用来招新生了 大明星 怎么可能 邵阳那种人 怎么可能会成为大明星 宋丽变了脸色 直接问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许飞见宋丽对邵阳的事一无所知 就知道两人分手 多半是宋丽的原因 邵阳这个人 他是清楚的 虽然平时话不多 但做人没什么问题 如果是他提的分手 绝对不可能会把宋丽给删掉 他参加了 璀璨之子 出道后 就签约一家经纪公司 前几天发布了几首新歌 现在都还在新歌榜上挂着 他去看杜娘搜一下就知道了 杜娘上已经有他的资料了 许飞发来的这条消息 直接让宋丽看梦了 邵阳也出道了 他怎么可能出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宋丽和邵阳在一起那么久 对邵阳是很了解的 在他的世界观里 邵阳不可能会进娱乐圈 但许飞不至于骗人 宋丽很快找到浏览器 在搜索框里 打上了邵阳两个字 点击搜索 网页就刷新了 第一条就是杜娘百科 不知为何 看到网页弹出来的时候 宋丽心里猛的一惊 他点开百科 邵阳的资料全部出现了 资料里面的照片 都是公司 请了专门的摄像师拍的 而且经过了精修 每一张的颜值都很抗打 下面有详细的出道经历 和邵阳的作品 以及这些作品取得的成绩 宋丽猛了 大脑一片空白 他不敢相信 这一切是真的 但这上面的信息 也不会是虚构的 不死心的他 很快又回到了微博 搜出了邵阳的微博主页 头像是邵阳的照片 不会有错 个性签名也没换 还是大学里很俗的 那局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下面就是邵阳 目前的微博粉丝人数 4657W 宋丽左手拿着手机 右手捂着嘴巴 画着黑色眼线的毛子 十分震惊地 看着那个数字 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一觉睡到大天明 不用敢通告的感觉 真是太爽了 邵阳悠哉悠哉地洗漱完 让客房服务 送了一份精致的早点上来 虽然分量不多 但卖相很好 咚咚咚 邵阳刚准备坐下吃东西 门外 就响起了敲门声 上前把门打开 薛佳佳站在门外 白色的修身T恤 浅灰色的白褶小短裙 一米六八的身材 挺挺欲立 他睡眼稀松地 伸了个懒腰 塞进裙子里的T恤 被扯了出来 露出一节 鲜瘦白皙的小蛮腰 邵阳正要说话 薛佳佳一把推开邵阳 一屁股在沙发上坐下 拿起筷子就吃了起来 那是我刚点的 薛佳佳懒得搭理邵阳 这几天东奔西走的 可把他折腾坏了 现在连话都不想说了 邵阳见状 老老实实地 打电话让酒店服务员 又送上来一份沙发上 两个人并排坐着 受不了就回去吧 别把身体熬坏了 要不然 我不好跟你爸妈交代 我才不走 你这又是何苦 大小姐体验民间极酷啊 公司就你一个艺人 你要是他了 公司也要黄 作为公司的第三大股东 我得看着你 免得你管不住自己 薛佳佳拿起一张卫生纸 擦了擦嘴后 翘起二郎腿 喝起了牛奶 嘴里阵阵有词道 邵阳的视线 从薛佳佳 那翘起来的圆润双腿 再转移到他嘴边的牛奶奶字 待了好几秒后 才咳嗽两声 挪开视线道 我又不是未成年人 有什么管不住自己的 邵阳话刚说完 薛佳佳不知 从哪里 拿出一张卡片 递到了他的手里 邵阳低头一看 人妈了 卡片上面是一张 穿着学生制服的女生照片 旁边四个大字 上门服务 昨天晚上 回到酒店后 薛佳佳和杨岚 就在邵阳的房间里 吃了宵夜 可薛佳佳吃了两口 实在困得厉害 就直接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邵阳只能和薛佳佳 换了个房间住 也就是说 如果不是换了房间住 那么收到 这张小卡片的 就是邵阳了 邵阳尴尬地道 这么高档的酒店 怎么也会有这种东西 薛佳佳伸出一根手指 凑近到邵阳面前说道 蓝姐说了 你越是出名以后 遇到的诱惑就越多 所以我得看紧你 你要是敢嘿嘿 我就咔嚓了你 你想多了邵阳 把卡片重新塞到薛佳佳手里 起身说道 这方面 我还是挺洁身自好的 薛佳佳把小卡片撕碎 扔进了垃圾桶 睡了十多个小时 一起出去转转 不行 我得再回去睡一觉 猪啊 你 还没睡够 你猜猪 薛佳佳抬起玉腿 一脚踢在邵阳的屁股上 看到邵阳差点摔个亮呛 他大笑着跑了出去 第67 你就没有一点错吗 邵阳一个人 在酒店附近走了一圈 结果这附近除了高楼大厦 就是马路 车子倒是停在酒店停车场里 但邵阳 也不想一个人 开车去太远的地方 于是又折返回了酒店 刷了会短视频 百无聊赖的邵阳 刚准备打开笔记本 再写几首歌的歌词下来 免得以后忘记 可这时候 一个没有备注的电话 突然打了过来 邵阳没有多想 直接接通了 喂 仅仅只说了一个字 邵阳就听出了对方是谁 邵阳喷的一声 将笔记本合上 冷冰冰说道 宋利 我们还有必要联系吗 毫无温度的声音 在手机里响起 让宋利直接呆住了 他还是无法接受 邵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对他的态度 就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 他更无法接受 邵阳比自己出道的还早 并且 现在已经有将近 五百万的微博粉丝 如果早知道 邵阳会发展成这样 宋利无论如何 都不会和邵阳分手 他虽然不懂浪漫 但至少 对自己是一心一意 在分手之前 也从未变心过 沉默良久 宋利道 邵阳 你之前不是这样的 那是怎样 继续像个舔狗一样 对你摆一摆顺 省省吧 从我们分手的那天晚上 我就想通了 你跟我根本不是一路人 以后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这会让我觉得恶心 嘟嘟嘟 电话直接直接挂断了 同样在酒店里的宋利 呆滞地看了一眼手机屏幕 他坐在化妆镜前 愣了足足两分钟后 突然像是发了疯一样 大喊大叫地 将面前的化妆品 全给推到了地上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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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能这样 和我说话 他到底是怎么了 他以前明明很爱我的 酒店的房间门突然开了 郑松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小心翼翼地关上门 看了一眼地上散落的化妆品时 就猜到是宋利 已经知道了少阳的事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听到身后的开关声 宋利红着眼睛质问道 郑松装傻道 告诉你什么 为什么不告诉我少阳的事 那个郑松快步上前 将宋利揽入怀中 一只手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安慰道 我不是怕你录节目的时候 被影响吗 好了好了 别哭了 你现在也已经出道了 有我在 有东黄娱乐给你撑腰 你以后肯定会比他红的 他签的是一家小公司 现在无非是运气 好走红了一波 过不了多久就会过气 我见过很多这种例子 宋利低声哽咽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他也只能强行 用郑松的话来安慰自己 只是他心里 还是非常的不甘心 凭什么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不去参加节目 非要等到头提出分手 你才去 难道我们分手 抛开事实本身来说 你就没有一点错吗 刚挂点电话 睡了一整天的薛佳佳 又来到了少阳的房间 他这会儿已经睡饱了 看着比上午精神多了 见少阳闷闷不乐地 坐在沙发上 他上前问道 在想什么呢 没事 薛佳佳哼哼唧 不耐烦地问道 不开心三个字 都写在你脸上了 还说没事快说 到底怎么了 真没事 就我前女友 刚才又给我打电话了 你前女友 薛佳佳顿了一下 在少阳旁边坐了下来 问道 他打电话给你做什么 没说什么 我听到是他的声音 说了两句话就挂了 你忘不掉他 少阳气笑道 怎么可能 他的性格我清楚 一不开心就会做妖 我刚才说话有点重 我是怕他 又整出什么妖蛾子 现在这个结果眼上 可不能出什么事 薛佳佳拍拍少阳的肩膀 一副长辈安慰晚辈的口气说道 安拉安拉 是他对不起你在先 你又没有做错什么 他能整出什么妖蛾子 也是少阳这会儿 才注意到薛佳佳手里拿着浴巾 他不解问道 你拿着浴巾做什么 现在才四点 酒店顶层有个室内游泳池 薛佳佳本来打算叫上杨兰一起去游泳吧 结果杨兰这会儿还在床上 他也不会游泳 薛佳佳这才来找少阳了 见少阳心情不太好 薛佳佳眸光闪动 伸手一把握住少阳的手腕 将少阳从沙发上拉了起来道 我带你去个能让你放松的地方 去哪呀 要换鞋吗 少阳脚上还是一双人字托 薛佳佳拉着少阳就往外走 不用不用 就在酒店里面 两人从房间出来 坐上电梯 一路来到顶层 星级酒店的入住率本来就不高 加上现在还是傍晚 走廊和电梯里都没遇见人 电梯门一打开 走过一条贴着白瓷砖的走廊 一个偌大的室内游泳池 出现在了两人眼前 望着碧蓝的池水 少阳问道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很是平静 薛佳佳兴奋地走到游泳池旁边没有 没有回答少阳 而是左顾右盼 确定四下无人后 双手抓住衣脚往上一提 将T恤就给脱了下来 随后在腰侧一拉 小短裙也顺着大腿滑落 里面穿着一套白色的泳衣 薛佳佳的三围虽然不算夸张 但对于少阳这种二十多年 没有开过婚的老厨男来说 冲击力却是极大的 喂喂喂 你在干嘛 一言不合吞衣服干嘛 灯光打在薛佳佳身上 让他整个人白得发光 挑不出任何毛病的身材 高挑 白皙 凹凸有致 薛佳佳伸出小腿 用涂着淡粉色指甲油的脚尖 触碰了一下池子里的水 接着扭头美滋滋道 挺凉快的 你会游吗 会是会 但现在不太方便 哪里那么多名堂算了算了 我不管你了薛佳佳转过身去 雪白细腻的后背 展现在少阳眼前 两侧的S型弧线 让人挪不开视线 扑通 水温凉爽的泳池当中游泳 绝对是一件幸福的事 少阳在泳池边的躺椅上坐了下来 努力让自己保持淡定 薛佳佳一个人在池子里游了几个来回 动作清零婀娜 让少阳心缘一马地想起了高中学过第一篇散文 曲曲折折的河塘上面 迷惘的是 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 像婷婷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 灵性地点缀着些白花 有鸟挪地开着的 有羞涩地打着朵的 正如一粒粒的明珠 又如碧天里的星星 又如刚出狱的美人 美人 啊 少阳快我 我脚抽筋了泳池里一大串泡泡冒起 刚才还好好的薛佳佳 突然往池底沉了下去 少阳听到声音 几乎是瞬间回过神来 他连衣服都没脱 三步并做两步 一头扎进泳池里 将快要沉到池底的薛佳佳 给带到了岸边 薛佳佳 薛佳佳 少阳伸手拍了拍薛佳佳的脸颊 眉头拧成了穿行 从薛佳佳开始大喊大叫的时候 开始算起 到自己 把他从水里面抱出来 估计最多也就过了几十秒时间 按道理来说 不可能会晕过去 少阳正想着 刚才还闭着眼睛的薛佳佳 突然睁开眼睛 看到少阳一脸焦急的样子 他放肆地大笑道 哈哈 逗你完的 谁让你不下来啊 少阳无语了 他甩给薛佳佳一个白眼 转身就准备上岸 喂 你干嘛呀 忙了这么多天 游泳放松一下 真把我当作太监啊 嗯 薛佳佳和少阳相处的时间久了 对他基本上没什么防备 他带少阳上来游泳 只是想让少阳放松一下 他压根就没想过这一点 原来他刚才说的不方便是这个意思啊 这家伙 我都不介意 他干嘛把自己说的这么委屈 真是无语死了 第68MV女主面试 8月初 全国各个城市 就像是火炉一样 好在节目录制都是在晚上 除非是那种户外的真人秀 才需要在白天的时候录制 少阳 杨岚 薛佳佳三人组 每天奔波在各个节目组 一个多月下来 少阳感觉自己都受了好几斤 夜里 十点多 从杭氏回魔都的路上 少阳有气无力地问道 蓝姐 后面还有行程吗 差不多了 这个多月 录了七八个音乐类综艺 现有已经播出的综艺 基本上都录完了 之后 我尽量给你接那种常驻嘉宾的通告 但是这次回去 公司要给你录MV 估计全部录完 也要三四天时间 少阳扭头看了一眼 倒在自己肩上睡着了的薛佳佳 想了片刻 少阳道 之后一个月 暂时先别接通告了 我要写张专辑出来 出专辑吗 杨岚汉手道 没问题 你录的这些节目 会在后面陆续播出 流量应该不会掉下去 不过最好不要太久 现在的娱乐圈 你半年 不在镜头前露面 就没人会记得你了 这我明白 黑色的商务车 在寄聊的高速公路上 平稳地开着 把薛佳佳送回汤城一品 等少阳回到小阳楼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十分了 匆匆洗了个澡 少阳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而这个时候 在遥远的小县城里 放了暑假的少阳 也刚刚做完一张高考的模拟试卷 准备睡觉 关了灯 月光透过窗户 撒在床头柜上 床头柜上面 摆着一个不到十寸的镜框 相框里是少阳独大一放暑假回家 抱着少阳在怀里谈及他的照片 那一年 少阳19岁 少阳才11岁 一日下午 少阳被杨安接到公司 准备和摄像组去户外拍之前 几首歌的MV 薛佳佳因为实在太累 今天就没跟过来 一到公司 少阳就看到门口的休息区里 十多个年轻女生 手里拿着表格在排队 而这些年轻的女生 看到少阳过来 也一个个激动地看着她 现在的少阳 和几个月之前相比 可以说已经大变样了 出道之后 少阳身上穿的衣服和造型 全部都有专门的人来搭配设计 加上杨岚强制少阳 使用起了一些护肤的化妆品 让少阳整个人的颜值提升了不少 少阳本来底子就不错 现在她的颜值 就算是放在帅哥云集的娱乐圈 也是很抗打的 没解 我们来了 吕梅正在办公室里看文件 杨岚敲门和少阳走进来的时候 她以为是公司里的员工 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听到声音 她才放下手里的文件 起身笑道 这段时间辛苦了呀 少阳好奇问道 门口那么多人 都是来应聘的吗 嗯 他们都是来应聘你MV里面的女主角的 哈 少阳惊讶道 还有女主角 吕梅回道 那几首说唱都没有 但你之前在璀璨之子唱的那几首歌 比如 《十年》 《青花词》里面 都需要一个MV女主 不过请明星太贵了 我就让人直接在网上发了招聘 那些女孩子 都是戏剧学院 毕业的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吕梅拿起手机 给MV拍摄的导演发了个消息 没过多久 一个穿着工装裤 带着方框眼镜的中年男人 就走了进来 这位是冯萍 之后几天 MV拍摄 就全部由他负责 你好 你好 邵阳主动和他握手打了个招呼 冯萍一看就是个急性子 不懂得弯弯绕 很快就直接问道 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再等等吧 MV的女主角还没选出来 要不冯导 你和邵阳一起去会议室看看 顺便帮忙面试一下 邵阳和冯萍对视一眼 闲得没事的两人 便往会议去了 在里面负责面试的是 行政部的经理杨柯 和MV的脚本编辑赵小华 两人看到邵阳和冯萍进来了 连忙让出了位置 下一个 杨柯朝外面喊了一声 门口的前台妹妹 就把过来面试的戏剧学院的学生 领进了会议室 外面走进来一个看着很青春的小女生 白色T恤 扎进了牛仔长裤里面 泛黄的头发微卷 个子大概一米六二左右 一看脸上那稍稍有些紧张的表情 邵阳就能猜到 他肯定是第一次参加面试 杨柯笑道 别紧张 我们面试不用很多时间 拍摄MV 本来就没有太严格的要求 又不像是拍电影 电视剧 只要能上镜 长相合格就行 对演技没什么要求 这些来自戏剧学院的女生 外貌条件基本都合格 让她们面试 也主要就是走个过场罢了 张馨仪 目前还是大三的学生 嗯 杨柯道 我们这个拍摄 可能会持续两到三天 如果面试成功的话 你确定你能来拍吗 能 大一大二 或许没有时间 但大三的课是不多的 而且 戏剧学院的学生 如果是出去拍摄 需要请假的话 也不难 你方便 站起身转个圈吗 我们要看一下 你整个的外表 张馨仪将手里的小手包 放在椅子上 起身后退几步 慢慢转了个圈 杨柯看完 小声问道 冯导 你觉得怎么样 冯萍点头道 她长得很好看 但就是太年轻了 十年的话 可能拍不出那种成熟的感觉 冯萍倒是有什么说什么 不过听到这话 张馨仪明显就有些小失落了 被导演否定 那这场面试肯定是砸了 杨柯听完 正想让张馨仪先回去等结果的时候 邵阳看着张馨仪的简历 突然问道 特长这一篮 你写的是唱歌跳舞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下 就简单唱的四五句就行 好被邵阳这么一说 张馨仪又有些紧张了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我能唱青花词吗 能啊 张馨仪深呼吸一口气 开始唱了起来 他的声音很干净 半首歌唱下来 也没有走音的地方 就是气息有些不稳 这明显就是不知道该什么时候换气 只要经过专门的培训 应该就能改正 杨柯和冯萍都不明白 邵阳为什么要让张馨仪唱歌 拍MV连台词都不需要 更不用唱歌 不过谁让邵阳 是一阳经济唯一的艺人呢 他们也没有打断 邵阳笑道 可以的 你唱得很好 谢谢 杨柯这会儿才到 那你先回去等我们的消息吧 最晚今天晚上六点前 就会出结果 好张馨仪拿着小手包离开了 他走后不久 下一个面试的年轻女生又进来了 一直到第七个的女生走进会议室 冯萍眼前一亮 也不知是和邵阳说话 还是自己在自言自语 这个不错啊 只要化下妆 感觉应该就能出来 坐在面前的 也是戏剧学院的学生 名字叫周颖 虽然也才21岁 但他看上去 要比之前的几个人都成熟一点 特别是不孝的时候 那种艳势脸 有种很高级的感觉 听到冯萍的话 杨柯只是简单问了两句后 就让他回去等消息了 小孟 还有人吗 杨姐 没有了 都面试完了 好 我知道了 杨柯问道 冯导 你这边 也觉得最后一个女生不错吗 嗯 少阳 你觉得呢 这是听你们的少阳起身笑道 你们先聊 我去找梅姐聊一件大事 第69技术入股 一阳经济 不可能只靠自己一个人 接通告挣钱 这样 公司压力大 自己压力也大 现在既然已经有了起色 不如就先让公司 培养一批新人 就比如刚才的那个张欣怡 人长得漂亮 又是戏剧学院的学生 会唱歌也会跳舞 只要给她一个舞台 出道完全没有问题 自己再写几首歌给她 应该也能活起来 不过这些是不能白做 当初给杨采薇写一首爱的供养 都有50万的酬劳 前段时间 她还帮自己宣传了新歌 这件事 如果吕梅答应 那就得当成是技术入股 吕梅要是不同意 那就等自己攒到钱之后 就自己再想办法弄工作室 可是吕梅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能把公司运营的紧紧有条 她的能力自然没话说 而自己却对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 要是自己当老板 就算能忙得过来 估计也要累得够呛 邵阳可是打算在35岁前就退休的人 已经经历过一次死亡的邵阳 要比之前更珍惜时间和生命了 对钱反倒是没那么看重 敲了两下门 邵阳直接走进了办公室 吕梅抬头看了一眼邵阳 问道 人选好了 应该是选好了吧 他们在那里商量 见邵阳在自己对面坐了下来 吕梅放下手里的笔 问道 你这是 有事 嗯 邵阳道 我想和梅姐聊一聊公司发展的事 公司发展 听到这话 吕梅饶有兴致地问道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们就不要绕弯子了 梅姐有没有签新人的打算 当然有吕梅认真说道 我最近也在想这件事 现在想签几个新人是简单 但要想让他们像你一样 以这么快速度活起来却很难 一旦签了新人 就得在他们身上 花费不少资源 他们要是红不起来 那对我们这种刚刚起步的经纪公司来说 也是一笔损失 邵阳道 我刚才面试的时候 发现一个小女孩 条件还不错 哦 吕梅眼前一亮 肖问道 你是想让我签那个女生 邵阳直接道 公司负责签她 我负责给她写个捧红她 但这得算我技术入股 因为我有信心 我写的歌能让她红 邵阳可听过不少女歌手的经典曲目 反正这些女歌手唱的歌 也不符合自己的声线 还不如写给别人唱 吕梅愣了一下 她没有答应 也没有拒绝 而是反问道 如果我拒绝呢 那就拉倒 邵阳笑道 等我以后有钱了 会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到时候 我想签谁就签谁 你想要多少股份 跟薛佳佳一样 10%这应该不过分 薛佳佳只是出了几百万而已 但我现在一首歌的买断价格 也好有好几百万 薛佳佳笑道 是不过分 不如我们玩大一点 梅姐这话什么意思 之前你所有的通告费 我就不给你结了 另外 你和公司的合同 在续约五年 前两年6比4分成 两年后你没胡的话 分成改成7比3 你答应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20%股份 这邵阳正想着 吕梅又道 除此之外 你说的那个女生 只要你能让她在一年之内 粉丝达到500万 我再给你10%的股份 这样一来 整个公司 你就有30%的股份 是除我之外的第二大股东 你看怎么样 薛佳佳的目的其实很清楚 第一个条件 是想让邵阳和一阳经济捆绑在一起 毕竟一阳经济 现在是靠邵阳一个人撑着 先前签的合同 只是半年地 要是邵阳和公司解约 那对公司来说 绝对是致命的打击 第二个条件 也是想看看 邵阳的眼光到底怎么样 如果她的眼光真这么好 又能帮公司捧红一个毫无背景的新人 那么10%的股份 绝对划得来 邵阳沉默了 吕梅开出的条件诱惑太大了 要不是邵阳见过世面 肯定满口就答应了 她冷静了一下 说道 合同得附加上 我有权利 选择接哪条通告 不接哪条通告 我不能被当牛屎 哈哈 这个你放心 就算你同意 家家也不会同意 吕梅笑道 邵阳 我开公司 其实不是为了赚钱 从我出生那一天起 我这辈子就已经一事无忧了 这也是我这么爽快给你股份的原因 我只是想证明自己 你能帮我吗 那就这样定了 你起草合同 让兰姐给我签 好 吕梅高兴道 你说的那个女生 我待会儿就让人联系 既然我们有约定再签 那她就归你管了 给她请个专业的声乐老师 和舞蹈老师 这个公司能做到吧 没问题 邵阳起身道 等我新专辑写完 我就开一场演唱会 到时候 我会让她去给我当嘉宾 我有信心捧红她 祝你好运 邵阳离开办公室 和MV的拍摄导演冯萍一起走了 张兴怡刚回到宿舍 三个室友立马围了上来 一脸期待问道 兴怡 怎么样了 你能和邵阳一起录MV吗 三个室友在耳边叽叽喳喳 张兴怡把包放在桌子上 叹了口气说道 那个导演说我看着太年轻了 不太适合出演MV的女主角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邵阳不知道 为什么在里面唱了一首歌 邵阳今天也在 嗯 那你有没有找她要签名啊 张兴怡愣了一下 委屈巴巴的说道 我给忘了 啊 你怎么能忘了呀 戏剧学院离一阳经纪公司还挺远的 来回要两个小时 张兴怡走的时候 还不到一点钟 现在都已经五点多了 张兴怡有些失落 又有些疲累的说道 算了 我可能没这个命吧 三个室友见状 便轮番安慰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一通电话突然打了过来 张兴怡发现是一阳经纪负责面试的工作人员打来的 还以为是自己被选中了 我室友也捂着嘴巴一脸期待 喂 是张兴怡吗 是我 你好 我是今天面试你的杨科 打电话是想通知你 你的形象 由于不太符合我们这次需要的MV女主角 听到前半段话 张兴怡刚激动起来的心又凉了下来 可杨科说完前半段话 话题一转 突然道 但是我们认为 你的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 由于想签约你 成为我们公司的练习生 请问 你有兴趣 哈 张兴怡人都傻了 旁边三个室友 也都是一脸惊讶 报考戏剧学院的学生 哪个没有当明星的梦 张兴怡激动的吱吱吱吱道 那个我 我真的可以吗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明天上午十点 可以再过来一趟 好 电话挂断 四个人面面相去 过了好久 其中一个额脸蛋女生 才兴奋的大喊道 啊 兴怡要去当练习生了 第七十年 能不能等我睡着了再走 薛佳佳回来之后就感冒了 原因是 睡姿不雅 晚上喜欢踢被子 穿着背心短裤 在空调底下吹了一晚上 第二天起来 就感冒流鼻涕了 好在不算太严重 薛佳佳也就没去医院 盘腿坐在沙发上 两个鼻孔里都塞着卫生纸 薛佳佳憔悴地坐在沙发上 拨通了邵阳的电话 这会儿 邵阳才刚收工 看到是薛佳佳打来的 他对冯冰说道 冯导 那咱们明天继续 今天就到这吧 好 邵阳这才接通电话 薛佳佳 什么情况 不是要当我的跟屁虫吗 怎么今天一天都没看到你 我感冒了 头晕眼花 我感觉自己 就跟药死了一样 鼻子塞着东西 这会儿薛佳佳说话的声音 都跟之前不同的 胡说什么呢 邵阳眉头拧成穿自行 问道 你现在在哪 家里退出转码页面 请下载APP爱乐最新节 等着我 邵阳很快跑到车上 一个人开着车往汤城一品去了 中途下车去了汤药店 差不多七点钟 才来到了薛佳佳的楼下 邵阳站在电梯前 开下电梯 薛佳佳听完语音 穿上拖鞋 走到入户门口 看了一眼监控 看到邵阳站在门口 就把电梯门打开 让邵阳上来了 往日里活蹦乱跳的薛佳佳 此刻坐在沙发上 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垃圾桶里堆满了卫生纸 大热天的 屋子里空调却开了28度 邵阳走上前 伸手在薛佳佳的额头上摸了一把 没发烧吧 没 除了头晕流鼻涕之外 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天天露胳膊露腿的 你不感冒谁感冒 邵阳像的老大人一样 一边教训着 一边端着茶几上的杯子 去接热水 给薛佳佳冲了一杯三酒感冒铃 递到了薛佳佳面前 诺 感冒药 一口气喝完 就去床上盖着被子睡觉 出一身汗就没事了 薛佳佳怯生生伸出手 试探性喝了一口后 撒娇般说道 怎么这么苦啊 废话 要当然苦啊 快喝了邵阳命令到 薛佳佳眼泪汪汪地看着邵阳 看到邵阳无动于衷 他还是捏着鼻子 把一杯药都给喝了下去 去睡觉吧 哦 薛佳佳乖乖点头 刚站起来 就因为坐久了腿发麻 整个人就又倒在了沙发上 看到薛佳佳若不经风的样子 邵阳轻叹了一声 上前扶住了他的胳膊 走到薛佳佳的卧室 邵阳才松开薛佳佳 让他在床上躺了下来 把空调调成自然风 将窗户推开 邵阳看到薛佳佳躺在床上 一双脚坠露在外面 又上前把被子拉好 盖住了薛佳佳的身体 你睡吧 明天早上起来 应该就没事了 说完 邵阳迈不要走 薛佳佳伸手拉住了邵阳的手 可怜巴巴地说道 你 能不能等我睡着了再走 看到薛佳佳楚楚可怜的样子 邵阳点点头 在旁边坐了下来 薛佳佳这才闭上眼睛开始睡觉 拍了一下午的MV 邵阳这会儿也有些累了 但是看着薛佳佳 乖乖躺在床上 床头灯的灯光 打在他那放仿佛吹弹可破的脸蛋上 脸上又莫名浮现出笑容 可就在这个时候 薛佳佳的手机突然叮叮咚咚响了起来 邵阳怕吵醒薛佳佳 连忙调小了声音 见是薛佳佳的妈妈打开来的视频电话 邵阳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通了 薛佳佳的妈妈柳洪玉 这会儿刚和薛奇吃完晚饭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打电话是想看看自己的女儿 现在在干嘛 结果视频一接通 看到邵阳出现在画面里的时候 柳洪玉都呆住了 邵阳尴尬笑道 阿姨 小邵啊 你 你和佳佳在一起呢 嗯 佳佳呢 他感冒了 这会儿已经睡着了 邵阳把镜头翻转 拍了一下床上的薛佳佳 夫妻两个看到自己女儿 安安静静躺在床上 对视一眼后 柳洪玉又问道 佳佳他不严重吗 嗯 只是感冒了 我刚让他喝了药 估计睡一觉就没什么大事了 欧柳洪玉笑道 那就辛苦你这两天照顾一下佳佳哈 阿姨放心 我会照顾好他的 那就先这样 不打扰你了 挂断电话 邵阳松了一口气 心里暗道 完了完了 这下阿姨彻底把我当女婿了 看到自己老婆挂断了电话 薛奇阴阳怪气道 以前生病了 都是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现在好了 有了男朋友 老爸老妈都不要了 柳洪玉一巴掌拍在薛奇的胳膊上 骂道 照你这话说的 难不成让佳佳一辈子单身啊 我 我就是 就是什么 我看你就是吃醋了 没错 我就是吃醋了 在公司向来是不怒自威的薛奇 此刻就像那小孩一样 耍无赖道 我是他老爸 我吃醋不很正常吗 柳洪玉懒得理他 满心欢喜地说道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有邵阳照顾佳佳 我以后也能放心了 薛奇弩奴嘴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没说出话来 邵阳中究还是在薛佳佳的房间里 趴在化妆桌上睡了一晚上 本来他是打算走的 但又怕薛佳佳半夜起来要水喝 就多守了一会儿 结果守着守着 没想到就这样睡着了 这种小感冒来得快去得也快 喝完药 盖着被子睡了一晚上 第二天薛佳佳醒过来的时候 明显感觉脑袋不像昨天一样疼了 他擦了擦额头上的细汗 扭头正要起床的时候 看到邵阳还趴在旁边 他陡然间愣住了 他 他昨天一晚上都在这里吗 薛佳佳脑海中闪现出昨天晚上的画面 看到邵阳趴在化妆桌上睡着了 心里突然很是心疼他 这家伙 内心一阵感动的薛佳佳抹了抹眼角 起身走到邵阳身后 拍了拍他的肩膀 邵阳迷迷糊呼呼醒来 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怎么了 你昨晚没回去啊 邵阳这才意识到 是薛佳佳醒了 他伸了个懒腰 有些疲乏地说道 本来要走的 结果你妈打电话过来让我照顾好你 我就多留了一会儿 没想到就这样睡着了你没事吧 薛佳佳轻轻摇头 好多了 那你再泡杯三酒巩固一下吧 以后别整天坐在空调底下了 嗯 薛佳佳低着头 大拇指掰着大拇指说道 那个 你困不困 能不困吗 这么热的天我半夜才睡着 薛佳佳指着自己的床说道 要不你躺床上睡会儿 邵阳看了眼时间 发现才七点多一点 迷迷糊糊的 太久没有多想 直接趴在床上 含糊不清地说了句 我九点还要去拍MV 你八点半记得叫我起来 哦 第七十一少阳哥 上午十点 办公室里 吕梅坐在椅子上 饶有兴趣地看着对面的这个小姑娘 尽管吕梅也才二十九岁 但身上那种气场 仍然让张欣怡不太敢抬头看她 更别说对视了 我实话跟你说吧 吕梅笑道 其实公司还没打算这么早签约练习生 我之所以选择找你过来谈签约的事 是因为少阳告诉我 你条件不错 可以培养一下试试 少阳 是他选中了我吗 张欣怡回想着昨天下午的画面 好像明白了 为什么昨天少阳会让他唱一首歌 你面前那份合同 你可以仔细看看 也可以拿回去看 如果你在上面签了名字 那合同就正式生效 之后每个周末你来公司训练 公司会安排专门的舞蹈老师 和声乐老师对你进行培训 除此之外 半年之内 你将会有一次登台的机会 张欣怡惊抬头道 登台的机会 是 是要去参加选秀吗 选秀是之后的事 吕梅笑道 公司原本并没有艺人储备部门 因为签了你 才组建了这个部门 公司在你身上投入这么多 并不是因为我相信你 而是我相信少阳 张欣怡更听不明白了 是少阳说他可以捧红你 所以我才会签你 为此 我和少阳之间 还有一个对赌协议 所以 你以后要是真能出道成为艺人的话 最该感谢的就是 少阳合同你拿回去看吧 我给你三天的考虑时间 哦 吕梅脸上一笑 目送着张欣怡 糊里糊涂地离开了会议室 坐在地铁上 张欣怡心不在焉地翻着合同 脑海中回忆着吕梅刚才说的话 少阳选中了我 还和吕总签订了一个对赌协议 一扬经济才会签我吗 可是 少阳他怎么会看中我 难道是 钱归则 张欣怡脸颊泛红 但很快他又冷静下来 心里抓狂道 张欣怡呀张欣怡 你想什么呢 人家都是大明星了 身边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你算什么呀 张欣怡胡思乱想回到宿舍 三个室友立马围了过来 心仪 怎么样了 张欣怡将合同递给他们 说道 这是合同 只要我签了 就是一扬经济的练习生了 之后每个周末 都要去公司进行培训 心仪小宝贝 狗富贵无相望啊 大明星 快提前给我们签个名吧 心仪 你怎么还不开心啊 难不成合同条款有问题 我听说 有的公司专门签练习生 为的就是赚解约的钱 心仪你可别被坑了 张欣怡摇了摇头道 哎 合同没问题 就是就是 就是什么啊 一扬经济签我 好像不是因为公司看中了我 而是邵阳他 想签我 邵阳 三个女室友 立马坐在旁边准备吃瓜 张欣怡道 好像为了我 邵阳和一扬经济的总经理 还签了一个对赌协议 我怕要是表现不好 会不会 欣怡你要是对自己有信心啊 这种机会很难得的 是啊 欣怡 这种机会错过了 可就没有了 我要是你 我肯定签 我们这群艺术生 不都是梦想着 能以后能成为大明星吗 在三个室友的连番鼓励和安慰下 张欣怡心情也轻松了许多 他想了一晚上 第二天一早 就拿着合同去公司了 邵阳开着公司的车 来到小区门口 等了差不多五分钟左右 薛佳佳从里面出来了 他今天穿了一件米黄色的过西长裙 里面一件白色T恤做内大 头发微卷 精致的脸上画着淡妆 阳光下面的他 白的发光 就像是森林里的精灵一样 薛佳佳拉开车门 坐进了副驾驶 邵阳递给他一杯 自己在家熬的小米粥 问道 你能行吗 感冒才刚好 不多休息几天 薛佳佳系上安全带 嬌声道 不是你让我别整天坐在空调下的吗 也是 粥是热的 趁热喝吧 哦 邵阳开车来到公司楼下 这两天已经拍了不少素材 今天拍的都是外景 而且 之前选中的MV女主角周颖 也需要参与进来 时间紧 任务重 先去公司找冯岛集合 今天和我配合的 那个小姑娘好像也会过来 小姑娘 哪个小姑娘 薛佳佳一下就抓住了关键词 两个脉步往电梯走去 邵阳道 MV的女主角啊 公司在一群戏剧学院的女生里面挑了一个 今天我得和她一起拍 泽泽 你很高兴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 女大学生给你当女主角呢 你心里肯定高兴的 都要笑出来了吧 邵阳从兜里掏出血脉 塞了一片放进薛佳家嘴里 不客气道 别整天阴阳怪气我 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薛佳佳举着小拳头冲了上去 一通组合拳 打在邵阳的后背上 就像是在挠痒痒痒 电梯门从地下 附一层停车场来到一楼 电梯门打开 由于已经过了上班的高峰期 这会儿零零散散几个人 从外面走进了电梯 邵阳一眼就看到了 站在电梯门口的张兴怡 张兴怡这会儿也看到了邵阳 她直接就愣住了 电梯门缓缓从两侧关上 邵阳伸手上前 笑道 发什么呆 你不要上去吗 张兴怡大眼睛一瞪 连忙走进电梯 电梯门再次关上 慢慢上升 张兴怡感觉自己的心 砰砰直跳 手心都有些出汗了 她就是今天 要跟你拍MV的女主角 邵阳摇了摇头 不是 是另外一个 这是公司准备要签约的新人 新人 练习生吗 嗯 邵阳扭头看到张兴怡低着头 一副腼腆的样子 主动问道 你手里拿着是盒头吗 是 我看看 张兴怡双手递给邵阳 邵阳翻到最后一页 看到上面已经签上了名字 她笑道 你看仔细了吗 合同这种东西 可不能随便签 看仔细了 谢谢你 邵阳 个张兴怡脑袋一热 脱口出 谢我做什么 吕总跟我说 是你选了我 公司才打算签我的 美姐 连这个都跟你说了吗 邵阳 把合同还给张兴怡 脸上笑道 别谢我 好好学吧 这条路其实不好走的 嗯 张兴怡正重点头 电梯门打开 三个人一起从电梯里走出来 冯导和周寅已经到了 邵阳就和他们去会议室 看今天拍摄的大致流程去了 而张兴怡则拿着合同去找吕梅了 简单聊了半个小时 一群人便离开公司 准备去拍外景了 拍摄组的人坐了一辆大巴车 邵阳 薛佳佳带着周寅 坐了另一辆车 一上车 薛佳佳就用刚才张兴怡的语气 娇滴滴地问道 邵阳哥 我是坐前面呢 还是坐后面呢 邵阳甩给他一个白眼 懒得搭理他 邵阳哥 开慢点可以吗 邵阳哥 邵阳忍无可忍 伸手捂住了薛佳佳的嘴巴 吴语道 你发什么神经 没完没了啊 呜呜呜呜 嘴巴被邵阳的手堵着 薛佳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座上的周寅 忍着笑意 他没想到 私底下的邵阳 会是这样的性格 不过 副驾驶的女生是谁啊 女朋友 不应该吧 明星谈恋爱 不都是偷偷摸摸 见不得光的吗 周寅想不通 也不敢问 第72打翻了醋坛子 MV拍摄没什么好说的 无非是在镜头面前 把几首歌假唱一遍 然后拍几个 简单的剧情片段罢了 邵阳在那个世界 拍过电视剧 也客串过电影 对流程都很熟悉 再加上之前 已经磨合了两天 今天任务虽然多 但拍摄还挺顺利的 只是薛佳佳在旁边 动不动就喊一声邵阳哥 后面还添油加醋地 改成了邵阳哥哥 实在让邵阳有些尴尬 这丫头 有必要这么吃醋吗 一下午就跟 打翻了醋坛子一样 好 卡 这条可以过了 太阳落山 最后一抹夕阳 也快消失的时候 冯导终于喊了卡 邵阳上前问道 冯导 我们明天能结束吗 应该没问题 那今天就这样 大家辛苦了 邵阳挥手再见后 脱了外套 朝坐在湖边的薛佳佳 走了过去 邵阳哥哥 咱们晚上吃什么啊 薛佳佳 没完没了啊 薛佳佳哼了一声 笑道 你不是喜欢听吗 我什么时候喜欢听了 邵阳掏出手机 看了一眼时间 有些疲倦地说道 算了 不早了 去吃东西吧 薛佳佳起身 双手背在身后 跟上了邵阳 去哪吃 不想做饭了 在家附近 随便找个饭店吧 好的呢 邵阳哥哥 薛佳佳娇嘀嘀嘀的 又叫了一声 这次 邵阳突然嘴角一笑 然后扬起手机 把刚刚录下来的 声音播放了出来 邵阳低着头笑道 你信不信 我把这条录音 发给你吗 你敢 快把手机给我 薛佳佳当时就急了 抱着邵阳 就要抢他 举在空中的手机 邵阳本来就比他高不少 再垫着脚一举 任凭薛佳佳怎么抢 都没办法 把手机抢过来 薛佳佳气不过 抓起邵阳的另一只手 直接啃了下去 邵阳立马把手抽开 看着手臂上的牙印 邵阳赏给薛佳佳 一个白眼骂道 二十几岁的人 朝邵阳吐了吐小雀蛇 直接把刚才的录音给删了 删完了吗 删完了 把手机给我 不给 不给拉倒 待会儿吃饭你付钱 薛佳佳像打了胜仗一样 趾高气扬道 我付就我付 两人 开车来到离风夜路不远的商场里面 在里面逛了一圈后 最后选了一家牛排店走了进来 刚跳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来 薛佳佳的手机 就叮叮咚咚响了起来 谁打来的呀 我妈 邵阳道 那我要不要坐过去 让你妈高兴高兴 薛佳佳挪动屁股 让出了一个位置给邵阳 两人排排坐好 薛佳佳这才接通了视频电话 那边的镜头前 同样是薛琪和柳红玉坐在一起 妈 什么事啊 我和邵阳一起吃饭呢 柳红玉先和邵阳打了个招呼 然后就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晚上八点 你带邵阳来我们家 干嘛呀 你陈伯伯今天过生日 在龙华酒店顶层攒了一个局 雨晗 舒华 婷婷他们的爸妈都会过去 都是你认识的叔叔伯伯 而且 我已经放出话了 说你现在有了男朋友 你和邵阳要是不来 你妈我今天晚上就要被笑话死 啊 薛佳佳有点没反应过来 我在家等你 你快点过来 别逼我和你断绝母女关系 柳红玉说完 没给薛佳佳拒绝的机会 就把视频电话给挂了 薛佳佳人都梦了 完蛋了 这下要露线了 邵阳 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邵阳道 你妈都这么说了 你能不去吗 可是 看到薛佳佳一脸纠结的样子 邵阳故意问道 薛佳佳 你该不会是觉得 我当你男朋友会让你丢人吧 没有 薛佳佳嘟起嘴巴 小声且快速地说道 我可没有这么想 邵阳耸耸耸肩道 那就去呗 反正我都已经见过你爸妈了 像你们家那个圈子 除了秦雨晗 程婷婷他们之外 应该没人会知道 我是个艺人吧 这可不一定 现在网上有很多你的短视频 我爸妈倒是不怎么刷抖音 但我那些叔叔 伯伯婶婶阿姨什么的 说不定刷到过你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我爸妈又不会看不起这个职业 薛佳佳边说着边 打开了手机 邵阳问道 你要干嘛 薛佳佳道 秦雨晗 程婷婷 他们晚上说不定也会被抓过去 我得提前和他们通口气 说完 薛佳佳按下语音 嚷嚷道 兄弟姐妹们 江湖救急 江湖救急啊 大明星的小迷妹们 薛佳佳一喊话 把一群千金小姐全炸出来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 少阳边 吃着牛排边听着 差不多七点半的时候 薛佳佳起身道 走吧 跟我一起上战场 有必要这么大架势吗 薛佳佳道 你不知道 秦雨晗 沈书华他们现在全是单身 我那群阿姨们 有事没事 就聊我们这些小辈的婚姻大事 我要是 带你过去见他们 他们肯定会唠叨问道不停的 那怎么办 只能让我妈挡着了 走吧 两人离开商场 开车一路来到别墅门口 听到院子里的声音 已经等了很久的薛奇和柳红玉 也走了出来 怎么来这么晚啊 少阳赶忙找个借口道 阿姨 路上有些堵车 少阳这么一解释 柳红玉立马没开眼笑 他摆了摆手道 没事没事 来得及 来得及 薛奇把车要是递给少阳 指着院子里 一个很低调的奥迪A6说道 小少 你开车吧 好 少阳换了辆车 在这薛佳佳 他们一家三口 往魔都五星级龙华大酒店去了 路上 薛佳佳也是提前打预防针道 妈 今天我和少阳忙了一天了 待会儿邱怡 王一他们 要是问个不停 你可得帮我们挡着 放心吧 一想到 待会儿可以在自己的老姐妹面前炫耀 自己未来的孤夜 柳红玉就高兴得不得了 这会儿哪还听得近薛佳佳的话 二十分钟后 车子停在了酒店门口 薛奇道 就停这把 把钥匙给门童 他们会停到车位上去的 好 少阳解开 安全带下车 看着气派的五星级酒店大楼 心里莫名有些紧张 薛佳佳走上前 自然而然地挽住了少阳的胳膊 两个人跟在薛奇和柳红玉身后 走进了酒店大堂 第七十三听我妈说 你们两个同居了 老薛 四个人刚走进酒店大堂 一道洪亮的声音 就从电梯门口的方向传了过来 那边站着三个人 看着也像是一家三口 其中一个人 少阳认得 就是之前和薛佳佳一起去机场接自己的沈书华 也是 大明星的小迷妹们 群友之一 薛奇笑着带着一家人走了过来 两个一家之主握了手后 就互相客套了几句 电梯门打开 两家人一起走进去 等电梯门关上的时候 沈书华旁边的妇人终于忍不住问道 佳佳 这就是你那位男朋友吗 两人都手挽着手站在一起了 这显然是明知顾问 但薛佳佳却乖巧地回道 嗯 他叫少阳少阳 这是王阿姨 阿姨好 少阳微微一笑 问了声好 今天拍MV少阳 也来不及换衣服 糊里糊涂 来参加这个顶级的商业聚会 穿着这身衣服 倒也不显得为何 沈书华的老妈王美佳 和柳红玉一样 早就是等着抱孙子的人 两家人的情况几乎一样 家里都只有一个独生女 而且家里 也早就财务自由了 可惜沈书华不争气 每次王美佳一说起这事 他总会找一些借口 常用借口基本如下 我正在找呢 找男朋友 哪要那么简单啊 薛佳佳 程婷婷 他们也都单身呢 就你天天催 如果实在被催得烦了 沈书华就会使出最后那一招 三十六计走为上纪 惹不起 我还躲不起吗 王美佳也五十多岁了 但外表看着一点都不像 她应该经常去美容院这种地方 脸上的皮肤 就像是三十来岁的女人 不过她笑的时候 眼角的余尾纹 却会出卖她真实的年龄 真是一表人才啊 王美佳哥哥笑了两声 又问道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六了 泽泽 二十六 二十七这个年龄 结婚最合适了 你们两个好好处啊 等结婚的时候 阿姨给你们包一个大红包 王美佳显然是在暗示着什么 旁边沈书华都无语死了 老妈 她又不是你姑爷 你那么高兴做什么 还有 薛佳佳 你不是说好 只是演戏吗 怎么我看着你们两个 一点都不像是演的 早知道 我杰族先登好了 邵阳当然只能迎合着说了一句 谢谢阿姨 电梯门很快打开 铺着地毯的走廊里 零零散散 站着一些端着红酒杯的中年人 一看就是商业精英 这种聚会 明面上是给东家庆生 实际上 很多人来参加这种局 都只是为了谈生意 薛奇和沈书华的爸爸一出现 很多人就朝两人走了过来 显然他们两个 在这个圈子里的地位是很高的 不过邵阳并不吃惊 字符跳动 已经是国内足以排进前三的公司了 薛佳佳的爸爸 作为轮职董事 拥有这么高的地位 也是理所当然 那你们先聊 我带孩子们去里面看看 嗯 柳红玉和王美佳 领着各自的女儿 一起走进了聚会大厅 里面的人要比外面多一些 音响里回荡着 轻柔钢琴曲的声音 如果不出意外 待会儿 这群人还会在这里面跳舞 红玉 美佳 你们怎么这么晚 右手边 一群贵妇瞧见柳红玉后 连忙招手把两人叫了过去 这下好了 熟人全来了 秦宇涵 程婷婷 沈书华 除了吕梅和赵盛南 估计是因为公司里的事抽不开身之外 群里面的人都在这 他们看到薛佳佳挽着少阳走过来 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一样 脸上都带着坏笑 一切静在不言中 薛佳佳瞪着一双信念 向他们实眼色 就像是在警告 你们别给我收穿帮了 哟 红玉 这就是你在群里面说的 佳佳的男朋友 把一个穿着旗袍的贵妇人 看着少阳问道 嗯 柳红玉伸手 把少阳拉到了自己身边 指着一个个贵妇介绍 少阳不停点头问好 很快 就像薛佳佳预想的一样 这群阿姨团 立马发动了轮番攻势 你多大了呀 和佳佳是怎么认识的 现在在哪家公司工作啊 你和佳佳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要小孩啊 一个接一个的问题 让少阳头都大了 看到少阳无奈回答着他们的问题 薛佳佳走到自己老妈旁边 咳嗽了两声 柳红玉反应过来 这才摆了摆手道 好了好了 你们没完没了啊 她是我姑爷 又不是你们姑爷 你们问那么多做什么 说完 柳红玉朝少阳和薛佳佳道 你们年轻人 自己去旁边聊吧 我知道 你们早就想走了 柳红玉一开口 薛佳佳一把拉住少阳的手 往一边走了 沈淑华 陈婷婷 秦玉涵三个人 也急忙跟了上去 一群人来到取餐台旁边 看到周围没什么人后 秦玉涵走上前 用手臂轻轻撞一下薛佳佳笑道 薛佳佳 可以吗 我觉得 你们一点都不像是演的 陈婷婷和沈淑华 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薛佳佳看到自己老妈那边 一个个笑得眉开眼笑 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忽 总算是把这一关给糊弄过去了 你们小点声吧 邵阳伸手 从餐台上拿了块小蛋糕 又随手拿了一块 递到薛佳佳面前问道 你吃不吃 薛佳佳白了他一眼 你见过哪个美少女 晚上吃蛋糕的 你之前不是说 你吃什么都不胖吗 拿走 自己吃 邵阳可不惯着他 刚才来的匆忙 牛排吃了一半就走了 中午吃了盒饭分量也不多 邵阳直接把蛋糕扔进了嘴里 佳佳 你和邵阳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听我妈说 你们两个都同居了 什么同居 我什么时候和他同居了 你在说什么 沈淑华不可置否道 反正我妈是这么说的 你妈肯定是乱编的 我也觉得是 邵阳插了一嘴道 会不会是 前天你感冒了 我在你家待了一晚上 正好你妈打来视频 被你妈给误会了 啊 秦雨晗三人眼巴巴问道 你在佳佳家里待了一晚上 是啊 怎么了 秦雨晗 承听听三个人 同时疑了一声 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薛佳佳 薛佳佳抬脚就踢了邵阳一下 嘴里娇称道 你怎么什么事都跟他们说 有毛病啊 邵阳挠挠头道 非常无辜地说道 可是我们什么也没干啊 这有什么问题吗 你真是 笨死了 薛佳佳乃知道 刚才他踢邵阳这一脚的时候 阿姨团们刚好朝他们看了一眼 见薛佳佳嘟着嘴巴 不乐意地踢了一下邵阳 在他们眼里看起来 这分明就是小情侣间的弹琴说爱 这可把他们羡慕坏了 凭什么好故意都是别人家的 第七十四情敌出现了 说话间 大堂里的音乐突然停了下来 门外 一个看上去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在一群人的拥护下走了进来 原本三三两两在一起谈生意的商业精英 都朝那个中年男人围了过去 看到邵阳不知所以 薛佳佳给邵阳介绍道 他叫陈日生 是日生集团的董事长 你应该听说过他吧 日生地产的老板 邵阳连忙追问道 薛佳佳点了点头道 今天晚上 这局就是他传的 待会儿他 要是不走过来 你就不用管他 日生地产是国内足以排进前三的地产公司 地产虽然是日生集团的主营业务 但集团下面 其实还有不少子公司 包括日生物业 日生金融 日生娱乐等等 影响力可见一般 陈日生迎合着这些一半是自己请来的 另一半是听到消息混进来的客人 脸上挂着官方的笑容 一看就是个喜怒不易于表的人 商场如战场 这些人看着一个个客客气气的 但真要涉及到了自身利益 那什么奸诈阴险的手段都能使出来 不管邵阳现在有多少粉丝 但在这种地方 他就是最底层的存在 要不是身边跟着薛佳佳 恐怕都不会有人正眼看他 陈日生不停接收着其他人递过来的名片 一边往大堂的台上走去 身为东道主 在开始前 他照例得说几句欢迎之类的客套话 而跟在陈日生旁边的 除了他的女秘书之外 还有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青年 看着应该跟薛佳佳他们差不多大 二十四五岁的样子 他一走进来 目光就在大堂里扫了一圈 视线很快就被取餐台旁边的薛佳佳 秦宇涵一群人给吸引住了 在陈日生快走上台的时候 他大步朝薛佳佳这边走了过来 脸上如沐春风的笑道 佳佳 宇涵 舒华 婷婷 好久不见啊 几个女生看到青年走了过去 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 他叫陈夜 是陈日生的侄子 也是薛佳佳 他们几个读高中时的校友 不过 陈夜比吕梅小一届 比他们则大一届 薛佳佳他们上高一的时候 陈夜已经上高二了 不过他刚上高三没多久 就去美国读了博科利音乐学院 陈夜 没想到你也回国了 还是秦宇涵先接了句话 陈夜点头一笑 现在回国是趋势 我身边很多留学生毕业之后 都回国了 宇涵 这位是 陈夜看着了一眼 邵阳问道 秦宇涵正要说话 薛佳佳递给他一个眼神 两人很有默契地 在一秒钟之内 用眼神沟通过后 秦宇涵直接道 他是家家的男朋友 邵阳 男朋友三个字 从秦宇涵嘴里说出来的时候 陈夜的表情明显僵硬了一下 但很快就恢复了自然 他脸上恢复了笑容 主动朝邵阳伸手道 你好 陈夜 邵阳伸手上前 和他握在了一起 两双手握在一起的时候 陈夜却陡然用力 死死地握住了邵阳的手 邵阳皱紧眉头 意识到了 面前的这个陈夜 对自己有敌意 而且 敌意还不小 情敌吗 邵阳察觉到了 陈夜眼神中的一丝怒意 心里暗暗道 心里这么想 但邵阳可没惯着他 右手同样用力 两个人握了差不多有一分钟 手臂上轻轻抱起 薛家家健 两人架势不对 直接上前道 陈夜 你有毛病吗 握个手握这么久 陈夜这才兴兴一笑 把手缩了回来 整个手掌都被捏红了 除了邵阳之外 秦宇涵他们都知道 这陈夜在高中的时候 就对薛家家有意思 可薛家家却很少搭理他 当初知道 陈夜为了制造 和自己在一起的机会 想加入学生会 薛家家直接就跟吕梅说了 要是让陈夜加入学生会 自己就退出 那之后 陈夜跟在吕梅旁边 说了半个学期的好话 都没能加进学生会 这件事 也就随着陈夜出国留学 而不了了之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陈夜主动问道 当初 还在念高中的时候 我追家家 可是追了一年都没有追到 我很想知道 你是怎么把薛家家追到手的 他一句话就在少阳面前 把自己的立场摆清楚了 一点没有绕弯子 他就是想告诉少阳 我也喜欢薛家家 而且我和薛家家 在高中的时候 就已经认识了 少阳看他说话的时候 趾高气扬的那种样子 心里笑了笑 然后故意牵起了薛家家的手 笑着回道 我这个人不懂什么浪漫 也没怎么追过佳佳 我和佳佳就自然而然在一起了 别人不知道 陈夜是什么样的人 但薛家家可是一清二楚 这家伙有嘴滑舌 十句话有九句话都是骗人的 这话也是吕梅的原话 当初在高中的时候 这家伙可不止和一两个女同学有关系 薛家家很是配合的 就让少阳这么牵着 还故意拿了一块蛋糕 递到了少阳嘴边 很是温柔地问道 你晚上没吃饱吧 再吃块蛋糕吧 少阳张嘴吃了下去 看到这一幕 陈夜心里一把火蹭的 就烧了起来 就在一旁的秦宇涵 陈婷婷都没明显感受到 陈夜有些生气了 不过薛家家不喜欢陈夜 他们也同样不喜欢 有嘴滑舌的男人 能哄骗得了那些不安适适的女生 可哄骗不了 这群见惯了大场面的千金大小剑 台上 陈日生还在说着客套话 薛奇和柳红玉这个时候 也朝薛家家这边走了过来 看到薛家家的父母来了 陈夜连忙挤出笑容 乖乖喊了一声 薛叔叔好 柳阿姨好 柳红玉点了点头 绕开他走到少阳旁边 满脸关心地问道 小少啊 你晚上是不是没吃什么东西 刚才阿姨看你吃了好几块蛋糕 少阳有些难为情的笑道 是没吃什么东西 来之前 你怎么不说啊 柳红玉伸手 就抓住了少阳的手 王曲餐台那头走了过去 嘴里一边说道 晚上可不能饿着肚子 没吃饱就多吃一点 别不好意思 有阿姨在这 没人会笑话你 少阳连连英事 这待遇 别说是别人了 就连薛家家都羡慕得不行 老妈 你不能有了女婿 就忘了女儿啊 陈夜愣愣看着柳红玉和少阳的背影 整个人都显得有些猛逼 这家伙 已经被薛家家的爸妈认同了吗 该死的混蛋 第75 我也是学音乐的 陈日生在台上说了几分钟 大家最后一起鼓了个掌后 他就从台上下来了 大堂里再次响起了钢琴曲的轻柔声音 里面的这些商业精英们 也再次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 聊起了经济 市场环境 股票等一些关乎于赚钱的话题 陈日生从女秘书手里 接过一杯红酒 在大堂里扫了一眼 看到薛奇后 麦不就走了过去 这大堂里面 够资格和他聊天的 也没有几个人 老薛 咱们可好久没有见过面了 上次见面 好像还是在去年年初的慈善晚会吧 你是大忙人啊 哪有时间和我见面 哈哈 陈日生伸手拍了下薛奇的肩膀 笑道 地产行业已经是西洋产业了 你们公司才是未来 哪里 两个大人物互相谦虚着 陈日生把陈夜滴留到自己身边 问道 这是你薛叔 你叫人了没有 当然叫了 陈日生笑道 这小子在国外待了两年 总算不是当初吊儿郎当的样子 对了 佳佳 你最近怎么样 薛佳佳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笑道 薛伯伯 你日理万机 我的事就不劳你费心了 你这丫头 正聊着 在柳红玉的头位下 吃饱喝足的邵阳 又和柳红玉一起走了过来 薛奇也同样介绍道 他叫邵阳 不出意外的话 就是我以后的姑爷了 姑爷 陈日生抬头看了一眼邵阳 邵阳这个时候 也叫了一声陈伯伯 陈日生眉头微醋 他四十岁那年得了尿毒症 是他哥哥 也就是陈夜的父亲 移植了一个肾给他 才让他捡回了一条命 所以 尽管陈夜只是陈日生的侄子 但陈日生对他 基本上就跟对待自己的儿子是一样的 陈日生早就知道 薛奇有个宝贝女儿 和陈夜年龄相仿 现在陈夜回国了 他正想撮合一下两个人 没想到薛佳佳 却被别人杰足先登了 看着面前的邵阳 陈日生稍稍愣了一下 他笑问道 老薛 这是谁家的孩子 薛奇笑道 普通家庭 没什么背景 他这话刚说完 柳红玉就在他身后掐了一下 薛奇连忙补了一句道 不过 我和家家他妈 对这方面不看重 小少的为人还是不错的 柳红玉这么做 显然是不想让邵阳 有什么心理负担 邵阳心里头多了几分暖意 而站在陈日生身旁的陈夜 听到这话 心里却是一声冷笑 普通家庭 没什么背景 这不就是找了个上门女婿吗 他现在在你公司上班 陈日生问了一句 薛奇摇头道 他和老吕的女儿 一起开了家创业公司 前两天 我还和老吕通了的电话 是有这回事 听说公司目前发展得还不错 是吗 陈日生听到这里 就知道 陈夜和薛佳佳 已经不可能了 他顺势拍了一下陈夜的脑袋 教训道 让你去MBI 管理学 你不学 偏要去什么伯克利 你要是学了管理 我也就给你个小公司 让你去试试手了 陈夜正要反驳 邵阳笑道 其实学音乐也没什么不好的 我大学也是音乐专业 冷不定插一句话 让旁边的人都沉默了 陈夜却心里一喜 忙问道 邵阳 你也是学音乐的 嗯 那你大学是哪所学校 邵阳如实回道 魔读音乐学院 魔读音乐学院 陈夜先是一愣 而后忍着笑意 明知顾问道 这是985大学 还是211大学啊 看到陈夜脸上那 小人得志的表情 邵阳的脸上也冷了下来 都不是 陈日生这个时候 也较为自豪地笑道 我家这小子 在音乐方面 还是有点天赋的 去年10月的国际钢琴比赛 这小子是候补人之一 说到这里 陈夜觉得自己 再不表现一下的话 就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 他忙指着大堂角落里 那架钢琴说道 叔叔 今天是你生日 又来了这么多贵客 要不我去弹一首曲子 给各位叔叔阿姨注注信 好啊 陈日生今天带陈夜过来 本来就是想让这个圈子里的人 认识一下他的 陈日生拍了拍手 大声道 请大家安静一下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侄子陈夜 刚从伯克利留学回来 今天 想借着这个机会 给大家弹一首曲子注注信 大家赏耳听一下 陈日生毕竟是东道主 他一发话 大堂里果然安静了下来 发现所有人的目光 都在自己身上 陈夜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高兴 他迈步 往钢琴那边走去之前 特意看了一眼薛佳佳和邵阳 走到钢琴面前 陈夜端正坐了下来 身姿鼻挺 双肩不动 食指快速在琴键上 滑动了一下琴键 确定这架钢琴的声音 没有问题后 他深呼吸一口气 终于弹奏了起来 伯克利学院 是每个学音乐的人 都知道的一所大学 从这所大学里毕业 现在出道成为歌手的明星 数不胜数 陈夜在伯克利学了 这么多年音乐 而且主修的钢琴 钢琴水平自然不低 他弹奏的是一首 节奏很快的曲子 邵阳并没有听过 但是这首曲子 在这个世界 应该也是一首知名曲目 不得不说 陈夜确实在钢琴方面 下过一番功夫 他手指轻快地 在琴键上跳动 十分娴熟 陈夜弹完这首曲子后 起身向大堂里的人 鞠躬致献 好 大堂里面立马 响起了掌声和叫好声 陈夜把这 当成了自己的钢琴演奏会 很是绅士地 不停向四面鞠躬 就在这个时候 邵阳还没什么反应 薛佳佳率先坐不住了 他嚷嚷道 爸妈 邵阳他也会弹钢琴 让他也去弹一首吧 这 要是在家里 薛奇和柳红玉 当然没什么意见 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而且 陈夜才刚刚弹了一首 挑不出毛病的曲子 要是邵阳有什么失误 或者弹得不好 那不就 柳红玉问道 邵阳 你想弹吗 邵阳看了一眼凶巴巴 看着自己的薛佳佳 好像自己 要是不答应 他就要 和自己拼命一样 他只能朝柳红玉点头笑道 阿姨 我可以的 薛佳佳急忙夸赞道 妈 我跟你说 邵阳他可厉害了 除了钢琴之外 吉他 架子鼓什么的 他全都会 薛奇看到邵阳这个时候 还能笑得出来 就点头道 那你去吧 别紧张 好 邵阳迈步上前 和陈夜擦肩而过时 他分明看到 陈夜朝他露出了 满是讥讽之色的笑脸 大堂里的其他人 看到有人接了陈夜的位置 也都好奇地看向了邵阳 看着眼前熟悉的情见 邵阳稍稍有些紧张的心情 一下子沉浸了下来 让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在台上说几句话 他或许会紧张 但让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弹自己最擅长的钢琴 他绝对不会紧张 甚至有些兴奋 在钢琴前坐下来的邵阳 就像是剑客得到了一把好剑 江湖大侠得到了一本绝世秘籍一样 浑身上下都透露着自信 他看了一眼薛佳佳的方向 脑海中已经想好了 要弹什么曲子 简单回忆了 片刻在那个世界 弹奏了无数遍的曲目 邵阳抬起双手 钢琴声如潺潺流水 徐徐清风般飘荡而出 退出转码页面 请下载APP爱乐最新节 第76至薛佳佳 如果说 所那是国内的乐器之王 那么 钢琴就是国外的乐器之王 它的声音 绝不是电脑里面的你声 可以媲美的 音质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 这也就是为什么 一架好的钢琴 可以卖到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天价 这架钢琴 能摆在五星级酒店 顶层的宴会大楼内 价值自然不菲 声音也没有任何问题 当邵阳的双手 在琴间上跳跃的时候 整个大堂内一片寂静 除了琴声之外 什么声音都听不到 这首曲子叫做 《至爱丽丝》 是那个世界 一个叫贝多芬的 天才钢琴家谱写的 只要是对音乐 稍微有所了解的人 肯定都知道这首曲子 不夸张地说 这首曲子 足以排进十大钢琴曲之列 但在这个世界 却没有任何人 听过这首曲子 所以当与众不同的琴声 在大堂里飘荡的时候 每个人都陶醉其中 这徐徐渐静 轻缓悦耳的声音 洗涤着每个人的耳朵 让人的情绪 莫名平静下来 千人千面 不同的人听到这钢琴曲 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有的人闭上眼睛 仿佛来到了沙滩上 眼前是碧蓝的海水 海水一波波起伏 有的人闭上眼睛 仿佛置身于竹林中 周围是翠绿的竹子 微风吹拂着竹叶 有的人闭上眼 仿佛有才耳师 拿着各种工具 在清理着自己的耳朵 痒痒的 酥酥的 在众人陶醉其中时 邵阳也渐入佳境 他身体随着琴声晃动 修长的手指 飞快游走在琴剑上 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 薛佳佳和秦宇涵一群人 花痴似的 看着那个沉醉 在自己琴声当中的邵阳 薛奇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似乎对邵阳的认可 又多了几分 旁边的柳红玉 激动地握着薛奇的手 要不是周围一片安静 他恨不得大声炫耀道 看到了吗 那是我姑爷 站在陈日生旁边的陈夜 愕然看着邵阳 一双眼睛瞪成了同龄一般 嘴巴也能塞进一颗乒乓球 他做梦也想不到 一个从国内垃圾音乐学院 毕业的香巴佬 竟然能弹出 这么优美的钢琴曲 这是什么曲子 我怎么没有听过 这种级别的钢琴曲 我怎么可能没有听过 陈夜仿佛遭受到了一万点的暴击 他难以置信 这样的琴声 竟然是邵阳弹出来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三分钟后 邵阳完美收尾 琴声缓缓落下 他起身面向众人微微汗手 几秒钟后 掌声雷动 大堂里焦头接耳 似乎都在赞扬这首曲子 邵阳迈步回到了薛佳佳身边 薛佳佳双手抱住了邵阳的胳膊 很急切地问道 邵阳 这是什么曲子 真好听 我自己写的 名字还没想好 不如就叫 致薛佳佳 致薛佳佳 自然就是送给薛佳佳的意思 听到邵阳的这句话 薛佳佳不好意思地 脸颊都红了 就在两人情意绵绵的时候 刚反应过来的陈夜突然道 不可能 这曲子 怎么可能是你自己写的 邵阳倒不是在意陈夜的质疑 他笑着问道 你是伯克利毕业的 应该听过无数钢琴曲 这首钢琴曲你之前听过吗 没 没有 陈夜很肯定地说道 但这绝不可能是你写出来的 哼 邵阳笑了一声 没有再和他多辩论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手里拿着红酒杯 穿着一身紫色长裙的女人 朝邵阳这边走了过去 他先朝薛奇 陈日生一群人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然后直接走到邵阳面前夸赞道 你弹得真不错 谢谢 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 我怎么没有听过 秦宇涵似乎认识这个女人 他上前笑道 上官姐姐 你没听过很正常 这是邵阳他 自己写的 自己写的 被秦宇涵叫做上官姐姐的女人 愣了一下 然后露出妩媚的笑容道 怪不得 我说我平时听的曲子 也不少 这么好听的曲子 我之前怎么可能没有听过 你真厉害 哪里 邵阳矛头装冷 秦宇涵见邵阳这样子 忙上前解释道 上官姐姐 可是云长品牌的 创始人兼首席设计师 她的品位可是很高的 邵阳 你能被上官姐姐夸 你就偷着乐吧 听到这话 邵阳更尴尬了 她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云长品牌是最近几年 在国内刚兴起的国潮品牌 主要以设计服装和首饰为主 每次新品发布 都是几十万人在线风抢 极受有钱人的追捧 上官玉 作为年仅34岁的创始人 在魔都的名媛圈 可谓是人人皆知 她微微一笑 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 递给了邵阳道 这曲子 如果你后面要发到网上去 记得给我个链接 我设计的时候 喜欢听这种纯音乐 退出转码页面 请下在APP爱乐最新节 好 没问题 邵阳双手接过名片 回了一句 上官玉微微一笑 作为回应后 就迈步走了 看着邵阳手里的名片 和被众人围在中间的邵阳 沉夜脸都黑了 尽管邵阳没有说什么 但她仍感觉自己 被当众羞辱了一番 耻辱感油然而生 明明很生气 很愤怒 但她却找不到任哈谢的点 邵阳就这样一下子成了香馍馍 很快就再次被阿姨团给围了起来 在薛佳佳的印象中 心里暗道 让这家伙当男朋友 好像也不错 一个小时后 薛奇找了个借口 提前带着一家人离开了酒店 回去的路上 柳红玉还沉浸在喜悦当中 她不止一次对邵阳说 以后没事 多回家做做 邵阳当然是连连答应 开车先把薛佳佳的爸妈送回别墅 时间已经不早了 邵阳和薛佳佳 也就直接换回了公司的车 赶着回家 从院子出来之后 薛佳佳拿着手机 滔滔不绝地 在群里和秦月涵他们聊了起来 今天晚上她很高兴 可群里的几个闺蜜 却都在抱怨 佳佳都怪你 回去的路上 我妈一直在催我找男朋友 啊 我都快被烦死了 一样一样 我妈也催了 哈哈 看来大家都是同病相怜 都怪佳佳 都怪佳佳佳一 都怪佳佳佳二 薛佳佳一路上看着手机 哈哈笑得不停 第77 老女人出来说话 次日一早 薛佳佳像之前一样 早早开车 带着在路边买的早餐 来到了小杨楼里 一进门 邵阳便从他手里 接过早餐说道 我们快点吃 今天早点 去把MV给拍完 后面就可以安心 在家写专辑了 好 薛佳佳心情很不错 张嘴就答应了 两人八点一刻出门 去了现场后 邵阳很快便进入到了 拍摄状态 一天时间悄然过去 傍晚快结束的时候 邵阳把手机 递给薛佳佳道 佳佳 你帮我去买点星巴克 给大家分一下 虽然拍摄MV的费用 公司会付 后面传开的话 也会让口碑和人员 好起来的 薛佳佳扬起自己手机道 我有钱 也行 那你帮我买 后面我给你报销 切 薛佳佳扬起小脑袋 不谢道 你能有几个钱啊 邵阳笑道 还挺多的 之前的通告费发下来了 邵阳摇了摇头 之前的通告费都没了 我现在的存款 都是我那些哥的代理费 没了 薛佳佳着急问道 怎么会没了 是那些节目组没给 还是公司没发 邵阳解释道 我和梅姐已经谈过了 之前的通告费 我一分不拿 合同也从半年修改成五年 现在公司 我也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哈 你爸也应该知道这事 要不然昨天晚上 也不会跟别人说那样的话 薛佳佳有点没反应过来 他想一阵 在邵阳的胳膊上 凝了一下后 嚷嚷道 好啊你 这是你竟然不告诉我 我现在不是跟你说了吗 邵阳把手机揣进兜里 揉了揉手笑道 我这么做 可多半是为了你 为了我 邵阳耸了耸肩膀 假装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爸妈嘴里说 对这方面不看重 但天底下哪个做父母的 不希望自己的女儿 嫁得条件好一点的男人 我现在好歹也算是公司股东了 虽然一阳经济和字符跳动没得比 但至少也有个名头了 薛佳佳没太听懂 远处 常务组的人准备好后 冯平喊道 邵阳 我们可以继续了 来了 邵阳答应一声 伸手拍了拍薛佳佳的脑袋道 快去买吧 这个景拍完了 就结束了 说完 邵阳朝冯平那边跑了过去 薛佳佳心不在焉地开车 去了附近的星巴克 等工作人员做咖啡的时候 他脑海中一直在回想着 邵阳刚才那句话 我这么做 可多半是为了你 薛佳佳想着想着 就莫名其妙地笑了 这家伙 还说不会哄女生开心 天底下没人 比你还会说这些花言巧语的话了 半个小时候 薛佳佳开着车又回来了 刚好这边也在拍最后一个镜头 这个镜头是要用在 《十年》这首歌的MV里的 大概情节就是 邵阳和周颖在河边面对面站着 邵阳要用手捧着周颖的脸颊 然后周颖抬手抹眼泪 最后两人转身 往两个相反的方向走 走几步之后 周颖回头看邵阳一眼 再走几步后 邵阳也回头看周颖一眼 整体就是要表达出 那种互相错过的感觉 邵阳和周颖一起拍了两三天MV 已经比较有默契了 听导演大概说了一遍 两人很快就演绎了起来 看到邵阳和周颖在河边缠绵的画面 薛佳佳在车上哼哼唧唧 虽然心里知道这是在演戏 但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开心 薛佳佳 他这是在拍MV 你干嘛连这都要吃醋 以后他要是去拍吻戏 那你岂不是要疯了 展 展 展 他要是敢拍吻戏 我就让他变成太监 薛佳佳 你疯了吗 你跟邵阳的男女朋友关系 不过是演给爸妈看的 你现在只是他的助理而已 助理怎么了 我还是公司的股东呢 他现在也是啊 真是要疯了 邵阳你个笨蛋 把我都弄成精神分裂了 好在邵阳和周颖演了一遍 就把这个片段给过了 导演风拼喊了声咖 朝周围喊道 好 我们的拍摄到此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配合 啪啪啪 一群人拍手鼓掌 邵阳也在这个时候 朝车上的薛佳佳摆了摆手 薛佳佳反应过来 连忙提着买来的咖啡走了过来 邵阳一杯杯接过 递给身边的工作人员 不停说道 辛苦了 辛苦了 邵阳的微博粉丝持续上涨 回去的路上 吴氏一身轻的邵阳主动问道 晚上吃点什么 薛佳佳刷着朋友圈 吴欣回道 随便 外面吃 不要 吃腻了 面条 容易胖 那就米饭 不想吃 那你想吃什么 随便 邵阳都无语了 等红灯的时候 他脑海中灵光一闪到 对了 我前几天清理地下杂物间的时候 发现里面有个崭性烧烤架 旁边还有无烟炭 要不 晚上咱们自己弄点烧烤吃 没吃过烧烤了这下 薛佳佳终于有了兴趣 此刻的大明星的小迷妹们群里 秦宇涵 姐妹们 都在干嘛呢 承婷听 想男人 沈淑华 想男人加一 秦宇涵 好久没约了 晚上聚一聚 承婷听 我都行啊 沈淑华 at薛佳佳老女人 出来说话 薛佳佳丝毫没在意 被沈淑华叫做老女人 她大拇指飞快地在打字道 我忙着呢 没空搭理你们 大别墅里 在沙发上躺试的秦宇涵听到薛佳佳说话了 直接坐起身发语音道 你忙什么 你是不是和邵阳在一起 是啊 薛佳佳也用语音回道 有什么问题吗 笔试 表情包 笔试加一 表情包 笔试加二 表情包 我们现在要去超市 邵阳说 晚上要在家里自己弄烧烤吃 这种天 晚上吃烧烤喝啤酒 最舒服了 薛佳佳忍不住在群里炫耀起来了 秦宇涵听完这段语音 直接一拍自己的大长腿 在群里发语音道 舒华 婷婷 我马上动身去邵阳住的地方 不能让薛佳佳一个人吃毒食 你们去得知个声 我去接你们 沈舒华立马回道 我报名 快来接我 程婷婷 快快快 本小姐已经急不可耐了 薛佳佳连忙道 喂喂喂 你们干嘛 我可没有邀请你们啊 群里没人回应 薛佳佳叫哼了一声 跺脚道 真是无语死了 邵阳笑道 他们要来就来吧 待会儿在超市都买点就是了 是是是 就你是好人 第七十八叔叔 你好厉害啊 太阳落山 夕阳染红了天边 院门开着 一阵阵晚风吹进来 倒也不是很热 从超市买了一大堆烧烤食材回来 邵阳就开始动工了 肉一块块切好 用竹签串上 韭菜 金针菇 茄子 几乎是邵阳每次吃烧烤必点的三种素菜 他甚至觉得比肉串还要好吃 但他手里有一堆活 于是洗菜的重任就交给了薛佳佳 厨房里 一个在洗 一个在切 等秦玉涵 沈书华 程婷婷 三个大小姐 大驾光临的时候 两人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这三个大小姐 倒也没空着手来 沈书华和程婷婷 一人抱着一体百味啤酒 秦玉涵手里 拿着一瓶像是自己弄的鲜榨果汁 看到邵阳和薛佳佳在厨房里互相配合 秦玉涵走上前 嘖嘖笑道 我现在算是知道 什么叫做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了 能让我们薛大小姐 待在厨房里做事 邵阳 邵阳把手洗干净 放在围裙上擦干后 笑道 我去把烧烤架搬到院子里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小心别被竹签扎到手哈 去吧去吧 邵阳一走 秦玉涵上前一巴掌 轻轻拍在薛佳佳的屁股上 小声笑道 薛佳佳 老实交代 你和邵阳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 薛佳佳正要说话 秦玉涵忙道 你可别说你和邵阳 还只是朋友关系哈 这话说出来 你自己信吗 薛佳佳话到嘴边 又给咽了回去 他故意插开话题道 你那么八卦干嘛 过来撸串 还堵不上你的嘴啊 快来帮忙 切 你还不好意思了 地下杂物间里 邵阳把那个好像还没有用过烧烤架 搬到了外面的院子里 用几块固体酒精 把垒在里面的无烟炭引着了 邵阳回到厨房 拿了一个大盘子 将烧烤蘸料倒在里面拿出来 院子里本来就有个一套石桌石屹 应该是之前的主人留下的 沈淑华和程婷婷 很有眼力见的 把上面擦干净了 炭火烧着的时候 薛佳佳和秦玉涵 也把串好的食材 都从厨房里端了出来 看来今天可以大饱口福了 我得拍张照片发个朋友圈 薛佳佳忙道 你可别把邵阳拍进去了 他可是一人 放心吧 邵阳当起了烧烤师傅 开始烤串 不知不觉 天就黑下来了 四个女生坐在旁边的桌子上 有说有笑 邵阳不慌不忙地将刷油 翻面 刷料 很快就把一盘烤好的肉串端到了桌上 笑道 韩秦默默道 大明星亲自给我们烤串 这也太幸福了吧 薛佳佳一点不客气 我可没喊你们来 是你们这群狐狸精自己要来的 秦玉涵挺了挺自己的胸脯 义正言辞道 薛佳佳 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你得学会分享 薛佳佳瞥了一眼秦玉涵 盯着他的胸口 说道 你今天是不是垫东西了 明明没这么大的 被薛佳佳揭了短 秦玉涵双甲微红道 要你管 和薛佳佳拿起一根肉串 哼哼骂道 心机表 邵阳甘尬地走开 继续去当烤烤师傅了 不服气的秦玉涵 也开始抖出一些 有关薛佳佳的糗事 四个女生 一句我一句 把闺蜜之间的那点秘密 全抖落出来了 听到他们说的那些女生之间私密的话 邵阳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这些话题是我不付钱就能听的吗 你们也太不把我当外人了吧 邵阳无奈一笑 感情这些大小姐 私底下跟普通人也没什么区别 邵阳装聋作哑 出现了一个扎着羊脚边的小姑娘 她看上去六七岁的样子 此时正睁着一双扑铃扑铃的大眼睛 目不转睛地看着邵阳手里香喷喷的肉串 邵阳无意抬头看到了她 也愣了一下 枫叶路这边都是连排小羊楼 能买得起这都位置小羊楼的人 家境都不错 平时都是在早上上班 或者晚上下班的时候 这条路上才会有人经过 其他时候是看不到什么人的 这小姑娘 穿着一身很奇怪的裙子 如果邵阳没有猜错的话 这应该就是 走丢的小孩子 而是附近哪户人家的小孩 邵阳见他站在门口咽口水 突然想起 小时候自己在厨房做饭的时候 小月跟在旁边嘴馋的样子 邵阳拿了两串里脊肉 刷了一点点蘸料 走到门口蹲下身问道 小朋友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啊 你爸爸妈妈呢 小姑娘指着隔壁的房子 乃声乃气道 那是我家 邵阳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一眼 心下了然 原来就是隔壁邻居 看到小姑娘嘴角都要流出口水了 他把手里的肉串递给他道 诺 给你 不早了 快回家去吧 谢谢叔叔小姑娘板板正正的 弯腰九十度 朝邵阳表示感谢 然后一双小手 同时接过了邵阳手里的两根肉串 心满意足地迈着小布子走了 这小姑娘一双大眼睛格外灵动 长相也超级可爱 是那种一看就想在她粉嫩脸上 亲一口的那种可爱 说话奶生奶气的 还特别有礼貌 怪讨喜的 邵阳笑了笑 起身回到院子 你在跟谁说话 隔壁邻居家的一个小孩 许是闻着香味过来了 小姑娘长得怪可爱的 沈淑华问道 难道我们家家家就不可爱吗 薛家家都已经麻木了 他嘴里嚼着东西 一边说道 本小姐已经二十四岁了 你觉得我跟可爱这两个字 沾在上边吗 哈哈哈哈 院子里笑成一团 一会功夫 邵阳又烤好两盘 正准备坐下来的休息一下的时候 刚才那个小姑娘又过来了 这次被邵阳发现后 他还走进了院子里 他看了一眼邵阳 又看了一眼盘子肉串 砸扒一下小嘴巴后 低下头嘟囔道 叔叔 我还想吃 薛家家 秦雨晗他们 看到门口的可爱小姑娘后 连忙招手道 来 过来 姐姐这里有 你想吃多少 就吃多少 小姑娘果真过去了 邵阳也上前搬了个椅子坐了下来 小姑娘吃了两口 满嘴流油 看到几个大姐姐都在看着自己 他这会儿才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他倒是也没有脸红 他养着小脑袋 伸出小手 拉了拉邵阳的手 想的小大人一样说道 叔叔 你好厉害啊 有这么多老婆 啊 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第七十九小姑娘真可爱 家家你们要抓紧哦 四个女生听到小姑娘这句话 全都捧腹大笑起来 薛家家和秦雨晗最是夸张 笑得眼泪水都快飙出来了 小姑娘不明所以 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看着邵阳 呆呆的样子 像是在问邵阳 你老婆们在笑什么呀 呃 邵阳抽了张纸巾 把小姑娘嘴上的油纸给擦干净 嘴里一边解释道 他们都是叔叔的朋友 不是什么老婆 再说了一个人 只能有一个老婆 这样子 小姑娘扬起脑袋 消化着刚刚吸收的知识 没过多久 就继续吃了起来 吃相虽然不雅 但这样悦显的小姑娘可爱 邵阳开了罐啤酒 悠哉悠哉喝了起来 薛家家他们 则继续逗起了这个不安适适的小姑娘 七八分钟后 桃子 桃子外面想起一道女声 邵阳意识到 外面的女人可能是在找小姑娘 她连忙问道 外面是你妈妈吗 小姑娘点了点头 这会儿 天已经黑下来了 虽然有路灯 但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看上去三十岁左右的女人 在自家门口张望了一眼 没看到自己女儿的身影后 有些焦急地朝隔壁寻了过来 毕竟这个时候 只有邵阳这间小院子 还开着门 还有香味从院子里面弥漫出来 女人身高应该在一米五五左右 穿着一身碎花小羊裙 看着倒是挺年轻的 但这小姑娘都有六七岁了 这女人的年纪 至少也接近三十岁了 小姑娘看到自己的妈妈找了过来 连忙将手里的肉串藏到了身后 但她嘴边的油渍 还是出卖了她 吃的时候还不觉得辣 这会儿 却已经辣得倒吸起了凉气 实在抱歉女人一走到门口 看到自己的女儿后 就朝邵阳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 跟刚才的小姑娘 道谢的时候一模一样 不是 邻居之间 有必要性这么大的礼貌 弄得邵阳都不好意思坐着了 她起身笑道 没 没关系 小孩子闻着香味就过来了 她说自己就住在隔壁 我就 谢谢 女人又是一个鞠躬 把邵阳都整猛了 但薛佳佳好像看出了端倪 她问道 你不是华夏人吧 女人连忙道 我是岛国人 我叫千叶惠子 在华夏已经生活九年了 初次见面 请多多关照 说完 千叶惠子又指着小姑娘道 她是我女儿陶美情 快七岁了 邵阳这才缓过神来 原来是岛国人 我说怎么客气 千叶惠子看到自己女儿吃得满嘴流油 也感觉有些难为情 虽然她在华夏生活了九年 但吃东西的口味 却没什么变化 她从来不吃 也不会做烧烤这种 在她看来很野蛮的食物 这恐怕也是桃子 为什么这么嘴馋的缘故 桃子 跟妈妈回家千叶惠子走上前 牵起桃子的手准备回去 桃子手里 却还攥着没吃完的肉串 邵阳笑道 让她拿回去吃吧 我们自己烤的 很干净的 谢谢 真的十分抱歉 打扰到你们了 没关系 邵阳揉了揉桃子的小脑袋 笑道 我们是邻居 不用这么客气的 谢谢 千叶惠子牵着桃子离开了 出门之前 桃子特意回头看了一眼邵阳 眼神中有些依依不舍 那水汪汪的大眼睛 用千叶惠子家乡话来说 就是非常的卡哇伊 秦宇涵笑道 小姑娘真可爱 佳佳你们要抓紧哦 抓紧什么 抓紧生一个同样可爱的小baby啊 秦宇涵 薛佳佳一拍桌子 本来是想威慑一下秦宇涵 结果没考虑到桌子是石头做的 这一巴掌拍下来 手掌心都拍红了 邵阳不敢轻易加入他们之前的对话 默默喝着啤酒 夜渐渐深了 风也好像大了一些 邵阳觉得 这么吃喝下去 有些无聊 于是起身去楼下 把薛佳佳送自己的吉他 拿到了院子里 沈书华看到邵阳手里的吉他 连忙放下手里的啤酒 很是期待地问道 大明星 你这是要给我们唱歌了吗 嗯 邵阳笑道 有首歌准备的差不多 今天正好唱一下给你们听听 待会儿给我反馈啊 哇 看来我们今天真是来直了 邵阳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简单回想了一下整首歌的歌词后 他双手拨动琴弦 弹唱起来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 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 迈出车站的前一刻 竟有些犹豫 起疯了 这首歌最开始 是由一个一名叫买辣椒 也用劝的网络歌手唱的 后来经过吴清风翻唱之后 这首歌就火了 还一举拿了亚洲新歌榜年度榜的金曲奖 在那几年 可谓是传唱一时 校园里的广播 也经常会播放这首歌 很多网友在几年后 在听这首歌时 都会发出诸多感慨 这首歌在这种安静的晚上唱 最合适不过了 四个女生 很快就被少阳的歌声给吸引 一个个陶醉其中 悠扬的曲子 听上去闲散 却又富有雌性的声音 简直就有一股抓耳的魔力 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 也沉溺于其中梦话 不得真假 不做挣扎 不惧笑话 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塌 也曾指尖弹出圣下 心之所动 且就随缘去吧 隔壁吃完肉串的桃子 正被千叶惠子带着 在院子里洗手 听到围墙那边传来的声音 母女两个都愣了一下 桃子搓了搓手上的肥皂泡泡 指着围墙喊道 是叔叔的声音 千叶惠子伸出手指放在嘴边 示意桃子安静 桃子点了点头 果真不说话了 直到邵阳唱完最后一句 吉他声也结束的时候 千叶惠子才眨了眨眼睛道 隔壁的叔叔 难道是一个歌手吗 他唱得真好听 妈妈 要不桃子去问那个叔叔 不可以 千叶惠子连忙阻止道 已经很晚了 不能再去打扰人家 桃子打开水龙头 把手洗干净后 就蹦蹦跳跳回到了客厅 沙发上 戴着眼镜的男人 拿着Apple Pencil 不停在iPad上面画画 客厅周围的墙壁上 贴满了各种各样的 动漫人物海报照片 简直是二次元的装修风格 啪啪啪 少阳唱完后 四个女生连忙鼓起而掌 各个一脸花痴相 太好听了 少阳 你真是太厉害了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少阳放下吉他笑道 就叫 起疯了 听上去很有故事吗 薛佳佳问道 是打算 放在新专辑里的歌吗 嗯 少阳点头道 主打歌之一吧 你们觉得怎么样 退出转码页面 请下在App爱乐最新节 简直不要太好听 可惜 刚才没录下来 要不然我回去之后 肯定还会听 好羡慕佳佳 加一 加一 几个人说说笑笑 时间很快就到九点多快十点了 沈淑华和成婷婷都喝了酒 这会儿明显有了些醉意 秦宇涵因为开车来的缘故 就一直在喝自己带来的果汁 所以回去 也是秦宇涵担任司机 路上慢一点啊 少阳站在院子门口 朝车上的三人挥了挥手 大明星 谢谢你今晚的招待啊 不用客气 那我们走了 回见 拜 车子远去 少阳把院门关上 把烧烤炉搬到了一边 看到薛佳佳坐在那发呆 少阳就让他去客厅里面坐 自己则收拾起了残局 等少阳刷完盘子 泡了一杯浓茶 准备给薛佳佳醒酒的时候 薛佳佳已经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这下该怎么办 少阳端着茶杯 有些为难 自己也喝了酒 不能开车 薛佳佳就更别说了 要不打电话给薛佳佳的妈妈 不行不行 不能告诉他妈妈 他妈妈知道 也不一定会接他 他可是着急抱孙子的人 哎 早知道应该让秦宇涵一起把薛佳佳送回去的 少阳想了一会儿 自言自语地叹气道 算了 睡一晚上沙发吧 少阳放下茶杯 上前把薛佳佳抱了起来 好在薛佳佳不中 少阳比较轻松地 就把他抱到了自己的房间 脱掉他脚上的鞋子 盖上毯子 把空调设置到27度后 少阳就关灯从房间里出来了 一夜无事 第八时 我有新的人选 一束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 照射在床上 薛佳佳侧卧在床中间 脑袋下面枕着一个枕头 另一个枕头 被他抱在了怀里 至于身上的被子 早就在半夜 被他踢到了地上 一夜宿醉 九点多 他才迷迷糊糊醒了过来 脑袋还有些晕 有种头重脚轻的不适感 枕头套和被单上 还残留着洗液的淡淡清香 薛佳佳意识到了 这不是在自己床上 他发呆了几秒钟 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张望四周 场景有些熟悉 这不是少阳的房间吗 薛佳佳瞬间清醒了过来 他低头看自己身上 衣服还在 身上也没有什么疼的地方 看来昨天晚上 并没有发生什么 电视剧里常见的狗血剧情 薛佳佳起身穿鞋 轻轻推开门 看到外面没人后 起身去了楼下 餐桌上 搁着一杯牛奶 一根热狗 一小块牛排 和一个荷包蛋 旁边还用便利贴 留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 我在下面录歌 你放微波炉里 热一下就能吃了 薛佳佳甜甜一笑 将盘子里的早餐 放进了微波炉里 他端着一杯牛奶 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沙发上有一床 已经叠好的被子 看来邵阳昨天晚上 就是在这沙发睡的 薛佳佳劳了弩嘴 轻声骂道 真是个笨蛋 地下室 录音室里 邵阳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就把起封了 这首歌给录好了 他并没有上传到网盘 或者是云盘 而是直接用U盘 把文件拷贝了下来 毕竟这年头 网络也不安全 因为电脑信息泄漏 被黑儿声名狼藉的事情 但要是录好的歌 要是被人提前曝光出去 那也是一种损失 这方面谨慎一点 总没错的 录完 起疯了 邵阳看了一下时间 发现才十点一刻 他正犹豫 要不要再继续录下一首歌的时候 脑海里莫名想起 前几天晚上 在那个商业聚会上 遇到的那个上官裕 想着上官裕 还特意留了一张名片给自己 邵阳很快把笔记本合上 坐到了钢琴前 差不多四十分钟后 邵阳找来了那张名片 拿起手机 拨通了名片上面的电话 魔督 云长公司设计室里 上官裕正在挑选着 接下来秋季要上新的服装样品 秘书捧着一堆样品站着 上官裕不停地从他手里 拿过一件件工厂做好的样品 袖子这边的钮扣 我不是说 要用贝壳材质的吗 为什么没改过来 他们说 贝壳要做成您设计的那种样式 报费率会超过百分之五十 这样的话 成本会增加很多 这个我不管 他们要是做不了 就去找别的工厂合作 好 我们工厂里的车工 是不是又招新人了 是的 产能跟不上去 罗总便招了一批新人 现在都已经上岗了 上官裕摇头道 这不行 走线太糙了 工厂要招新员工 我没意见 但这种标准肯定不行 你看这里线头都没有处理干净 我待会儿 去和罗总说 哦对了 上官裕将手里的衣服 放回秘书的手里 问道 品牌代言人的是怎么样了 秘书明显早有准备 他道 沈瑞本人是 挺想和我们合作的 但他身后的乐安经纪公司 上官裕正要说话 桌子上的手机 叮叮当当响了起来 看到陌生来电 上官裕犹豫了一下 但最后还是接通了 哪位 上官裕直接就问道 一般人接电话 如果是陌生电话的话 第一句话应该都是 你好 之类 听到电话那头 传来冷冰冰的两个字 邵阳一时间静愣住了 他回过神来 忙道 我是邵阳 不知道上官姐还记不记得我 邵阳 上官裕愣了一下 他很快就想起了 前几天晚上在聚会上的画面 我记得你 那首曲子录好了 邵阳笑道 录好了 企鹅音乐就可以听 你直接搜我的名字就能看到 好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拜拜 电话挂断 上官裕笑了笑 正准备接着刚才的话题 聊公司的事实 女秘书却在这个时候 小心翼翼地问道 玉总 你刚才是在和 邵阳打电话 上官裕听到这话 表情直接变了 邵阳是他在上次的商业聚会认识的 自己的秘书 怎么会知道他 上官裕恩了一声 问道 你认识 女秘书忙回道 邵阳可是最近两个月最火的新人了 只要是关注娱乐圈的 谁不认识他 他是明星 对啊 他最近还挺红的呢 女秘书心里很奇怪 玉总不是认识他吗 难不成不知道他是明星 是吗 上官裕点点头 吩咐道 你先去帮我刚才说的那些事 马上就到开学际了 云长的秋季新品 一定不能出问题 女秘书抱着一堆样品离开 上官裕握着手机 想了一会儿 紧接着 他在自己的电脑前坐了下来 打开浏览器 在搜索框中输入邵阳两个字 按下回车 姓名 邵阳 职业 歌手 音乐制作人 简介 邵阳 华夏内地流行男歌手 新晋音乐制作人 璀璨之子 第一季全国总冠军 代表作 萧愁 浮夸 十年 青花词 麒麟 上官裕滚动鼠标 看着网页上的信息 眼神中明显有几分惊讶 他翻到最后一页 又很快打开了企鹅音乐 进入了邵阳的主页 下面是邵阳 目前已经发布的全部单曲 至于前几天晚上 弹的 至薛佳佳 也被他改成了 夏末之风 上传了 上官裕点开第一首 萧愁 听了起来 他本来是想边听边做设计 但听了几句之后 却发现自己的注意力 全部被转移到了邵阳的歌声中 一首 两首 三首 一直听到最后一首 上官裕看着音乐播放界面 掏出手机 拨通了邵阳的电话 喂 上官姐 邵阳 有时间聊聊吗 工作方面的事 哈 没等邵阳回复 上官裕就到 今天下午三点 长江路的蓝岸咖啡店 我等你 说完 上官裕就把电话挂了 薛佳佳看到邵阳放下手机 疑惑问道 谁啊 上官裕 上官姐 他找你做什么 不知道 说是要和我聊聊工作方面的事 下午三点 约我在咖啡店见面 设计室里 上官裕拨通了自己女秘书的电话 小玲 你跟蓝总说一声 品牌代言人的 事先停一停 我这边有新的人选 下午我亲自和他谈 第八十一 闭嘴 开你的车 两点五十五 蓝岸咖啡店里 穿着深蓝色过西裙的上官裕 坐在角落的位置 独自喝着咖啡 他手里端着一个iPad 随着他纤细手指 在屏幕上轻轻滑动 上面邵阳的海报照片 也一张张翻过 上官裕越看越觉得 相比起娱乐圈里面那些小鲜肉 邵阳更适合做云长的品牌代言人 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 现在娱乐圈大多数小鲜肉 都长得太像了 换句话来说就是没有特点 这些小鲜肉 放在普通人群中可能特别显眼 但对于看惯了帅哥的人来说 就不禁看了 更何况是做云长品牌做代言人 要是找个小鲜肉的话 就显得太大众化了 第二个理由是 邵阳作为娱乐圈的新人 目前在圈内几乎没有什么差评 品牌形象代言人 抛开外表来说 人品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种合约一般签订下来 都会长达几年时间 要是作为品牌形象代言人 突然哪天被封杀了 那对于品牌来说 也是一种打击 第三个的理由更简单 那就是 邵阳作为新人签约费 肯定不会太贵 至少不会比沈瑞贵 邵阳和薛佳佳 准时来到了咖啡店里 这个时候 咖啡店里的人并不多 邵阳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角落里的上官玉 两人迈步走了过去 上官姐 上官玉听到声音 关掉iPad 抬头看了两人一眼 他微微一笑 指着自己对面的位置笑道 不用 我不太习惯喝咖啡 听到邵阳耿直地回答 上官玉脸上的笑容 又浓了几分 他道 你的歌我上午都听了 唱得很不错 谢谢 我这个人不喜欢绕弯子 所以我就直说吧 把你约出来 我其实是想让你 做我公司品牌的形象代言人 邵阳看了薛佳佳一眼 两人眼中都有些惊讶 上官姐 我 叫我玉姐吧 上官姐听着有些绕口 邵阳点头道 玉姐 我刚出道没多久 你确定你要签我吗 云长我一个人就可以说了算 我如果没有考虑好的话 就不会把你给约出来 我相信我的直觉 如果玉姐你考虑好的话 那我也没什么问题 能给云长这种国潮品牌 当形象代言人 也是我的荣幸 上官玉鸣了口咖啡 笑道 你一个人答应可没用 后续我还得让人去 和你背后的经纪公司谈 邵阳正要接话 薛佳佳抢先笑道 玉姐 邵阳签的公司是一阳经纪 一阳经纪的老板 就是吕梅 吕梅 上官玉放下咖啡 挑眉道 吕梅的女儿吕梅 嗯 听到两人你一句我一句 邵阳这才知道 这些大小姐 原来都互相认识 也难怪 魔都在地图上看 也就巴掌大点的地方 更何况 这个圈子就这么大 他们想不认识都难 云长这个品牌 邵阳那天从酒店回去之后 就在网上搜过了 虽然是近几年才兴起的国潮品牌 但在国内 却是相当的受欢迎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能经营起这么一家公司 自然是有点背景的 上官玉文言立马笑道 那这事就简单了 过几天我把他叫出来 聊聊就是了 不过 我道 有个私人的问题想问你们 邵阳既然是圈里人 薛佳佳 你这么跟着他 就不怕被狗仔给偷拍吗 薛佳佳忙解释道 玉姐 我对外的身份 是这家伙的助理 这样子 上官玉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说道 那你可得看好他 我不可想过一段时间 云长的形象代言人就换人 薛佳佳在上官玉 这样的女强人面前 倒是没有大小姐的架势 他熊啾啾气昂昂地说道 放心吧 玉姐 我保证把他看得死死的 他说这话的气势 就像是已经把少阳拿捏住了 三个人在咖啡店里 做了半个多小时 就把代言的事情聊得差不多了 回公司的路上 上官玉再次拨通了 女秘书的电话 喂 小玲 你跟蓝萍说一声 我们不牵沈锐了 玉总 可是我们都已经跟 东黄娱乐谈得七七八八了 只差最后的签约费用问题了 我这边已经谈好了 啊 这么重要的是 老板出去不到一个小时 就给谈好了 小玲试探性问道 玉总 那我们牵谁啊 少阳 上官玉干净利落地吩咐道 你去让法务部起草一份合同 签约费用就按照我们之前的标准 这件事 大概三天之内就能办妥 让新媒体部 准备接下来的相关事宜 哦 我这就办 签约费用什么的 少阳连问都没问 反正这些旅媒 会去和上官玉谈 不过少阳觉得 价格应该不会很高 但对于现在这个阶段来说 有品牌找自己代言 就很不错了 毕竟做代言人 除了拍一些广告和海报照之外 其他也不需要做什么 薛佳佳坐在副驾驶 也有些高兴地说道 没想到玉姐竟然会看上你 你运气真好 跟运气有什么关系 玉姐 找我做代言人 不是因为我长得帅 符合他们品牌的气质吗 别臭美了 薛佳佳道 还气质呢 在没出道之前 你不就是个文艺宅男吗 少阳脱口出 那你为什么 让我演你男朋友 我 话到嘴边 薛佳佳怎么也说不出口 他双手抱胸 哼声道 闭嘴 开你的车 小阳楼里 千叶惠子正在厨房里 做他最擅长的紫菜卷寿司 小桃子坐在客厅里的地上 玩了一会儿玩具 似乎是觉得有些无聊 便站起身 走到爸爸跟前 问道 爸爸 带桃子 出去玩好不好 职业漫画家的桃一鸣 掐了掐自己女儿的粉嫩脸蛋 笑道 桃子乖 爸爸正在赶稿子呢 你去找妈妈 看妈妈在做什么 被老爸拒绝后 桃子立马就有些不高兴 他哼了一声 骂了句坏爸爸后 挪着小屁股 从沙发上跳了下来 往厨房里走了过去 妈妈 你在做什么呀 千叶惠子将包好的紫菜卷寿司 用刀切成块 然后整齐地装进一个便当盒里 妈妈在做寿司啊 小桃子老气横秋地叹了口气 无奈道 又是寿司 我一点都不喜欢吃寿司 这些寿司 你待会儿给隔壁的叔叔送过去好不好 你昨天吃了叔叔的东西 今天我们也把寿司分享给他们 在华夏这叫做李尚往来哦 李尚往来小桃子当然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但他想起昨天晚上的烧烤味道 就忍不住吞口水了 他伸出小手 扯了扯千叶惠子的裙子 小脑袋养得高高的 催促道 妈妈 那你做好了吗 我现在就去拿给叔叔 马上就好了 千叶惠子将便当盒装满好 小心翼翼地放在了一次性的塑料袋里 他递给小桃子说道 记得要叫人哦 知道了 小桃子接过袋子 黑呦黑呦地跑了出去 第八十二叔叔 我跟你天下第一号 叔叔不在家吗 小桃子拎着便当摁了两下墙上的门铃 见里面没人开门 就嘟着小嘴巴 闷闷不乐地在门口等了起来 好在没多久 少阳就开着车回来了 看到小桃子站在门口 眼巴巴地看着车子 薛佳佳摁下车窗 问道 小桃子 你在这做什么呀 小桃子发现车上 就是昨天那四个大姐姐其中的一个人 两颗小虎牙又露了出来 妈妈做了寿司 让我拿给叔叔吃 少阳递给薛佳佳一个人眼神 薛佳佳下车 把小姑娘牵到了一边 用钥匙把门打开后 就带着小姑娘走了进去 少阳在后面把车停好 刚一进去 薛佳佳就把便当盒递到了少阳面前 说道 诺 小桃子妈妈做的 给你吃的 说完 没等少阳回答 薛佳佳就把便当塞到了少阳手里 然后插着腰 愤愤不平说道 小桃子说了 这便当是他妈妈给你做的 第一口必须由你先吃 少阳哭笑不得 看着便当盒子里 摆得特别好看的寿司 他还是伸手拿起一块放进了嘴里 味道还不错 本来回来的路上 少阳还特地和薛佳佳一起去了趟超市 准备晚上做意大利面吃 现在有这一盒寿司 倒是省得做晚饭了 小桃子 谢谢你啊 少阳拍了拍他的小脑袋道 待会儿回家之后 也记得帮叔叔谢谢你妈妈 好 小桃子很认真地点点头 他指着少阳手里的超市购物袋里问道 叔叔 你买了什么东西啊 少阳把便当递给薛佳佳 薛佳佳蹲下身问道 我现在可以吃了吗 可以了 哼 小气鬼薛佳佳接过少阳递来的便当盒 也尝了一块 美滋滋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少阳把购物袋放在地上 打开让小桃子看 里面都是做饭的食材 不过倒是有两包解馋的小零食 少阳拿了出来递给小桃子 诺 你吃吧 谁料想小桃子对这种带装零食 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将脑袋撇到一边 带着几分娇憨和认真说道 妈妈说了 吃多了零食对身体不好 桃子也不喜欢吃这些零食 少阳被说得有些猛了 奇了怪了 哪有小孩子不喜欢吃零食的 看到小桃子煞有其事的样子 薛佳佳也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那叔叔家里就没别的吃的了 这样 小桃子眨巴眨巴眼睛 拐弯抹角地问道 可是现在已经很晚了 叔叔你不要吃晚饭吗 少阳指着薛佳佳 手里的便当和笑道 你妈妈让你送来的这些寿司 就是叔叔的晚饭啊 小桃子听到这句话 一下子就有些失望了 他本来还想着 今天晚上能像昨天一样 在这里蹭一顿的 毕竟寿司什么的 他早就吃腻了 千叶惠子 虽然在华夏生活这么多年了 但可不会像少阳一样 做这么多美味的华夏菜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开心和不开心 看到小桃子这副表情 少阳终于明白了 这小姑娘是昨天吃馋嘴了 今天过来 恐怕也是想蹭吃的 要不叔叔给你做个意大利面吃 好 小桃子高兴地差点蹦起来 等着 少阳捏了捏小桃子的脸蛋 把其他的食材放进冰箱 走到厨房 开始给小姑娘做面吃 意大利面的做法比较简单 在少阳熟练的一番操作下 只用了15分钟左右 一碗香喷喷的意大利面就做好了 少阳把面端到桌上 小桃子跟在少阳屁股后头眼巴巴地看着 他很想坐上椅子 可家里的椅子都是高脚椅 他根本坐不上去 少阳伸手探到他的嘎吱窝下 很轻松地就把他给举起了起来 放在了椅子上 好香啊 叔叔你真厉害 少阳哭笑不得 他拿来叉子递给小桃子 嘱咐道 都是你的 慢点吃哈 小心烫 好 小桃子插了一小团面 嘟着小嘴吹了半天后 小心翼翼地放进嘴巴里 嚼了几口 嘴里的面条还没吞下去 他就急不可耐地夸赞道 叔叔 你做的面比我妈妈做的好吃一百倍 小姑娘明显对一百倍这个数字 没什么概念 不过听到小姑娘的夸奖 少阳还是挺高兴的 让小姑娘一个人在餐桌上吃面条 少阳和薛佳佳坐在沙发上 一块我一块地吃着寿司 中途 吕梅打了个电话过来 说了云长的是 少阳没想到 上官狱的速度会这么快 简单聊了两句后 就把电话挂了 小姑娘在餐桌边狼吞虎咽 大概十多分钟后 叔叔 我吃好了 少阳扭过脑袋一看 好家伙 小桃子吃的满脸都是油 此刻正张开双手 等着少阳把他从椅子上抱下来 少阳本来想给他擦下脸 但想到他 昨天晚上把肉串藏到身后 他就放弃了这个打算 万一小桃子 回去撒谎说自己没吃东西 他妈妈要是强行让他吃的话 说不定还会吃生小肚子 少阳把他抱下来 把便当和洗干净 交给小桃子 嘱咐道 天快黑了 小桃子你先回家吧 别让妈妈担心 好 小桃子提着便当盒 走了两步 突然又停下脚步扭头问道 叔叔 我以后有时间 可以来你家玩吗 小桃子那一双扑铃扑铃的大眼睛 直直地看着少阳 少阳怎么忍心拒绝 他笑道 当然可以啊 叔叔你 真是太好了 小桃子郑重其事地说道 我以后也跟你天下第一号 说完 小桃子屁颠屁颠地跑了出去 少阳愣了一下 笑了出声 这小丫头也太有意思了 喜欢吗 喜欢你也声一个 少阳喝了一声 随口道 你给我声啊 薛佳佳本能想反嘴 但少阳这话 好像不太对劲 他把话咽了回去 脸颊肉眼可见地红了起来 妈妈 我回来了 千叶惠子听到小桃子的声音 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怎么去了这么久 我 小桃子吞吞吐吐 刚想找个借口 千叶惠子转身看到 他满嘴是油的样子 就知道 他又在隔壁蹭饭了 千叶惠子有些心累 今天送去的寿司 本来就是还昨天的人情的 可寿司倒是送过去了 自己的女儿 却又在隔壁家饱餐了一顿 看来这人情是还不完了 千叶惠子叹了口气 抽了两张纸巾 上前问道 你又在隔壁叔叔家吃饭了 我没有 小桃子很大声地说道 千叶惠子都无语了 他把小桃子嘴边擦干净 然后把还带着 意大利面香味的纸巾 递到小桃子眼前 说道 你自己闻闻 这上面是什么味道 被拆穿了谎言之后 可是叔叔做的意大利面 实在太香了 你跟叔叔说 谢谢了没有 我 小桃子道 我明天去说 你明天还要去 嗯 我以后可以经常去叔叔家玩的 叔叔已经答应我了 叔叔对小桃子最好了 千叶惠子扭头 对沙发上的陶一鸣说道 亲爱的 你听到了没有 你女儿已经移情别恋了 陶一鸣笑道 让小桃子多认识一些人也挺好的 我们也没有时间整天陪他玩 你又惯着他 第83 是谁抢走了我的合同 云长形象代言人的室友公司在推进 杨兰每天都会告诉邵阳进度 根本不需要邵阳自己操心 之后好几天 邵阳都把自己关在录音室里写歌录歌 第一张专辑 要选的歌 肯定不能太随便 邵阳出定是九首歌 这九首歌 要包括各种风格的音乐 就算做不到让百分之百的人喜欢 也至少要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喜欢 所以 邵阳选歌时 特别的谨慎 就在邵阳忙着录歌的时候 五天后 一阳经济和云长品牌 也已经完成了代言人的合约签订 在合同签好的当天上午 杨兰就开车来到小杨楼里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邵阳 根据杨兰的说法 目前圈内一线明星代言费用 一般在800W6 1500W之间 合约时间为两年 但一般情况下 只要明星本人不出现太大问题 在合约期后 一般都会续约 邵阳本来以为 这次签约费最多200万封顶 没想到最后的签约费 竟然有500万之多 听到这个数字 邵阳还真有点受宠若惊 她是过来人 她很清楚 上官欲给的价格 明显有些高了 这价格是不是有点高啊 杨兰点头道 是有点高 但合同上也有附加条件 在合约期之内 只要是出席公开活动 你必须穿云长的服装品牌和首饰 另外 你不是说新专辑出来后 要开演唱会吗 到时候 云长也会提供赞助 这倒无所谓 杨兰顺着话题追问了一句 你专辑写得怎么样 弄好一半了 杨兰道 后天我们要去一趟云长公司 拍一组海报照 另外还要拍一个广告 一天时间应该能弄好 到时候我来接你 好 杨兰起身笑道 最近真的有不少通道找我 专辑的是 邵阳知道杨兰要说什么 也知道她不好意思催自己 她打断道 我会尽快弄好的 嗯 那我先回去了 有什么事电话联系 回见 东黄娱乐 沈瑞带着经纪人 匆匆来到公司楼下 一下车 他就快步朝公司里面走了进去 东黄娱乐董事长赵忠诚的秘书 看到沈瑞从电梯出来后 大步就要朝董事长的办公室去 连忙上前拦了下来 沈瑞 你是要找赵董吗 是 秘书忙道 那你先在这边坐一下 我去通知赵董 我自己去找他 那个秘书还是把沈瑞拦了下来 他道 赵董他 现在可能不太方便 所以 沈瑞正要说话 旁边的经纪人上前 把他拦了下来 他这才作罢 女秘书走到办公室门口 轻轻敲了敲门 什么事 一个男人的声音办公室里传了出来 听语气似乎是有些不高兴 女秘书忙道 赵董 沈瑞来了 他要见您 让他等着 好 女秘书听到里面传来的微弱喘息声 眼神有些厌恶的迈步走了 他离开后不久 一个身材曼妙的女人 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白色衬衫塞进了红色紧身的包臀裙里 修长的眉腿 穿着一双有着蕾丝边的吊带丝袜 再搭配一双黑色高跟鞋 这身穿着 走在大街上回头绿绝对能拉满 不过女人的长相 就有些普通了 脸上 不管多浓的妆 也盖不住 她那张被岁月打磨过的脸 她拿着卫生纸擦了擦嘴角 戴着方框眼镜的她 看了一眼女秘书 嘴角勾上一丝笑容 就像是在炫耀一样 女秘书脸色明显不太好看 这女人是赵董上个月招聘的生活助理 至于生活助理是干什么的 那就只能靠大家想象了 赵忠诚坐在椅子上 脸色平静地问道 什么事 赵董 我和云长的形象代言人合约 怎么还没有签下来 今天早上 我给云长的蓝总打电话 他为什么说 已经终止了合作 赵忠诚不急不慢地问到 他旁边的经纪人 这件事是谁负责 公关部门广告联络部的周总 赵忠诚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 没过五分钟 广告联络部的总监周胜 就赶了过去 赵忠诚直截了当地问道 云长那边什么情况 周胜看了一眼沈锐 有些心虚地说道 本来都谈到最后了 可云长那边突然变卦 说我们公司报价太高 他们有了别的人选 别的人选 沈锐都猛了 和云长的合作 他可是争取了很久的 以云长品牌的发展速度 未来两年 一定会成为国潮品牌中的佼佼者 自己要是能成为云长的代言人 能挣钱不说 云长这个牌子要是火了 自然说不定也能跟着火起来 虽然这件事 一直是由公司的人 在和云长那边谈 但沈锐可一直在关注这件事 心心念念的合作突然没了 此刻沈锐的心都凉了半截 赵忠诚问道 我们的报价是多少 八百万 周胜补了一句道 以沈锐现在的人气 要八百万并不过分 毕竟沈锐接下来 就在全国举办巡回演唱会 人气说不定还会再涨一个台阶 是哪家经济公司 半路抢了我们的合约 一阳经济 赵忠诚挑眉道 一阳经济是哪里的公司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是今年新开的一家经济公司 公司才签了一个艺人 赵董你不知道很正常 沈锐大声问道 是谁 那是谁抢走了我的合同 邵阳 赵忠诚道 我好像在哪听说过这个名字 赵董 他就是在璀璨之子的冠军 我们公司的张子豪 就和他一起出道的 我想来了 当初我还让人去联系过他 沈锐听完后 扭头气势冲冲地离开了办公室 经济人见状 也很快跟了上去 赵董 一阳经济一个新公司 敢和我们抢河头 我们要不要敲打敲打 赵忠诚点了点头 说道 让罗潮通知下去 以后凡是有一阳经济旗下艺人的节目 我们东黄娱乐的艺人一律不接 好 我这就去安排 第八十四云长 混蛋 邵阳他一个刚出道的新人 凭什么和我争云长的代言人 我明明跟周胜说了 可以接受低一点的价格 周胜他为什么还要报价800W 车上 沈锐愤愤不平地发泄着心里的愤怒 他现在这种状态 就像是一个小孩最心爱的玩具 被人抢走了一样 难受 愤怒 不甘心 这些情绪又进一步转化为恨意 经济人安慰道 赵董的性格我知道 这件事 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看着吧 一阳经济一定会被公司打压的 那又有什么用 沈锐近乎咆哮般的大声道 云长都已经终止 和我合作了 只要邵阳火不起来 那云长一定会后悔的经济人不停安抚道 到那个时候 云长说不定就会重新考虑 让你来当代言人 沈锐听到这话 深呼吸了一口气后 终于冷静了下来 他沉声问道 演唱会的事情安排得怎么样 魔渡这边体育场之后 两个月都没什么人租用 至于其他城市的场地 我也已经在联系上 现在是八月份 演唱会最好是在十月前开始 毕竟暑假的话 流量会大一点 沈锐点了点头道 我新专辑最后一首歌 马上就弄好了 八月三十号是我生日 我新专辑也会在这一天发 那演唱会呢 如果下个月办的话 我们得先预售门票 所以得确定时间 九月五号 好经纪人记下日期 说道 我来安排 需要我联系公司其他艺人 做你演唱会的嘉宾吗 嗯 我记得公司有个叫宋利的新人 他跳舞挺不错的 让他给我伴舞吧 没问题 经纪人笑道 他是新人 能给你做演唱会嘉宾 他该感到高兴才是 沈锐不屑一笑 云长公司在魔都的经济开发区 这里之前算是郊区 虽然这两年 这边出现了好几个工业园 但路上的车流量还是不多 跟市区根本没得比 杨岚开着商务车 载着邵阳和薛佳佳 直奔云长公司总部 路上 薛佳佳给邵阳大致 讲了一下上官玉的履历 邵阳这才知道 上官玉的来头 原来也不小 不过他的背景不好细说 说简单点 就是 他爷爷临终的时候 体内都有好几颗蛋片 没有取出来 上官玉高中毕业 考上了华夏地质大学 学了三年珠宝设计 这所大学虽然没有清北出名 但却是最早开设珠宝设计 这个专业的大学 大学还没有毕业 上官玉就拿到了 英国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的offer 在国外念了一年 他就主动退学 轻而易举地 进入到了一家 世界顶尖的奢侈品牌公司实习 四年前从国外回来 成立云长品牌 短短两年时间 凭借着惊人的艺术天赋 和对质量的严格把控 就成为了国内最具有潜力的国潮品牌 也是第一家 价格跟那些国外的奢侈品差不多 却仍然受到一堆人追捧的品牌 要知道 在云长之前 也出现过不少国潮品牌 可这些品牌 却都只是 凭借着价格的优势 才收获了国内的一部分市场 之后有了名声 就会选择和国外奢侈品牌做联名 只有云长 是在成立之初 就表明 绝不会和其他品牌 进行联名的国潮品牌 听完这些 邵阳对上官玉的印象又有了改观 车子停在云长品牌的总部楼下 这座大楼放在魔度室中心 可能不算什么 但放在产业园里 却是鹤立鸡群般的存在 大楼虽然只有三层 但建筑设计风格却十分的独特 一二楼全是玻璃外墙 从外面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场景 只有三楼是封闭的 但公司里的人并不多 而且并没有设置像 普通公司一样的工位 大家就像是在家里办公一样 一个个要么躺在沙发上 端着笔记本脑袋 要么坐在一起 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 杨岸停车之后 给上关玉的秘书张晓玲发了个微信 没过几分钟 张晓玲就从楼上下来了 邵阳先生 里面已经准备好了 请你跟我来 谢谢 邵阳跟着走了进去 一楼的工作人员看到邵阳进来了 一个个好奇地拿出了手机拍摄 一群人走到二楼 张晓玲推开一扇门 一个偌大的室内摄影师 就出现在了几人的面前 里面很大 应该有一两百个平方 一边是各种专业的摄像器材 另一边全是一排排衣架 上面都是云长品牌的衣服 衣架后面还有一整排柜子 里面放着各种珠宝首饰完整内容 小爱 你先给邵阳先生化个妆 我去叫玉姐下来 好 邵阳开始任人摆布 先化妆 再做造型 换上云长品牌的衣服 戴上云长品牌的首饰 很快 邵阳就焕然一新 在张一玲看来 邵阳就是妥妥的衣服架子 上关玉围着邵阳看了一圈 满意地点点头道 不错 上关玉一发话 拍摄也就拉开了帷幕 打光的打光 拍摄的拍摄 本来这群人还担心 邵阳不会摆什么造型 还特意在网上找了一些照片 准备让邵阳模仿 没想到邵阳站在镜头前特别自然 闪光灯一闪 他就会换个动作 张小玲站在上关玉身边看了一会儿 心里这会儿也忍不住赞道 还是玉姐的眼光好啊 很好 再来一张 不错 这张可以 能不能给我一个侧脸 好 很好 换套衣服吧 邵阳去换衣服 几分钟后 继续拍摄 如此循环 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 上关玉和邵阳一起走到电脑屏幕前 看着摄像老师 翻着上午拍下的照片 玉总 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 后期简单修一下 就都可以用了 那我们先去忙了 照片处理好后 我发到玉总你的邮箱里 嗯 上关玉抬手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 他吩咐道 我们也去吃饭吧 公司有食堂 味道不比餐厅的差 好 一群人刚走出摄影棚 来自东黄娱乐的打压 不得不说 云长公司的食堂饭菜味道确实不赖 邵阳作为云长第一个正式的合作伙伴 自然享受到了最高规格的待遇 和上关玉一起坐在食堂仅有的包间内共享午餐 要知道 平时只有上关玉一个人能在这里面吃饭 下午就拍一个简单的广告短片 应该用不了多少时间 明天上午九点 云长官博会正式发布签约代言人的公告 你记得转发一下 好 以后 每到换季的时候 我会让小玲 把云长的新品给你送过去 邵阳一边吃着饭 一边点头 兰姐已经跟我说了合约的内容 这些我都知道 玉姐你就放心吧 上关玉平时本来话也不多 听到这话 他玩耳一笑 没有再说下去 没多久 杨兰打完电话也进来了 他握着手机 表情十分疑惑又凝重 看到杨兰脸色不太对劲 邵阳问了一句 兰姐 出什么事了吗 杨兰反问道 邵阳 最近一段时间 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得罪人 邵阳道 我这段时间都在家里 怎么可能会得罪人 那恐怕就是因为 见杨兰眉头紧锁 邵阳追问 到底发生什么了 刚刚有个节目组给我打电话 本来我和他们说好的 是你专辑的事结束后 就可以去他们节目当一期嘉宾 可是刚才他们打电话 却跟我说 嘉宾人选另有安排了 还暗示我这不是他们的本意 我想 我们应该是被同堂排挤了 邵阳有些没明白过来 自己这段时间 除了陆哥就是陆哥 都没怎么出过门 怎么可能会突然这样 杨兰毕竟在这一行干了几年了 这种事 他已经有经验了 他道 我想应该跟这次的代言人的事有关系 郁姐 你们之前的人选是谁 沈瑞 哪家公司的 东黄娱乐 东黄娱乐 邵阳忍不住重复了一句 看到邵阳吃惊的样子 杨兰忍不住追问道 你知道这家公司 邵阳自嘲一笑 冷声道 我前女友就是去了这家公司之后甩了我 如果真是因为这件事的话 那我和东黄娱乐之间 还真是有点缘分 薛佳佳明显能感觉到 邵阳有些生气 甚至可以说是愤怒 杨兰听到这话 也忙道 这件事 我会去查清楚 邵阳你就不用管 安心写你的新歌就好 兰姐 这种事 你恐怕也摆不平吧 嗯 杨兰说不出来话了 如果真是东黄娱乐 刻意要打压一阳经济的话 那现在一阳经济 还真没办法和东黄娱乐抗争 毕竟东黄娱乐是老牌经济公司 公司旗下的艺人 多得数不过来 而一阳经济这边 只有邵阳一个人 那些节目组 不可能会为了邵阳一个人 而得罪东黄娱乐 这样一来 就会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邵阳之后 将会接不到通告 没有节目上 一两个月或许还好 但如果时间一长 就不会有多少粉丝 还记得邵阳 这就相当于是被半封杀了 上官玉插话道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先吃饭吧 邵阳拿起筷子 笑道 兰姐 你也吃吧 不用担心 等我新专辑出来 这事也就不是事了 杨岚不太踏实地坐了下来 邵阳不急不慢地吃着饭 嘴里一边说道 这东黄娱乐 一而再再而三地恶心我 既然这样 那我倒要看看他们 有没有那个实力打压我 邵阳 你新专辑真的能火吗 如果新专辑出来能大卖的话 就算是东黄娱乐刻意打压 那些综艺节目 也绝不会为了东黄娱乐 而放弃邵阳自身携带的流量 不过前提是 必须得大卖 人气必须足够地高 这很难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都先吃吧 待会儿还得干活呢 下午的视频广告 只花了不到40分钟的时间就拍好了 这边结束工作之后 杨岚就带着邵阳 薛佳佳回了小阳楼 一回到家 邵阳就钻进了录音室 薛佳佳和杨岚坐在沙发上 开始翻阅有关沈瑞的新闻 薛佳佳打开微博 找到沈瑞的主页 一进去就看到了 今天早上最新发布的一条微博 蓝姐 你快看 怎么了 沈瑞这个月月底 也要出新专辑 这是他今天早上发的微博 杨岚连忙接过手机看了一眼 表情凝重道 该不会和邵阳的新专辑撞上了吧 薛佳佳问道 蓝姐 你不相信邵阳吗 我当然相信他 但是杨岚把手机还给薛佳佳 起身道 我去趟公司 等邵阳出来 你把这事告诉他 看看他什么打算 好 杨岚拿上车要是匆匆离去 邵阳一直到傍晚六点 才从楼下上来 看到薛佳佳盘腿坐在沙发上 表情凝重地看着手机 邵阳慢慢走到他身后 瞅了一眼薛佳佳的手机屏幕 是网页的界面 网页上的内容 全都跟东黄娱乐有关 包括公司的规模 公司旗下的艺人等等 看什么呢 看得这么认真 啊 陡然一道声音在耳边响起 薛佳佳下的手机 都差点摔在地上 邵阳 你有毛病啊 我又怎么了 你怎么走路 一点声音都没有 吓死我了 邵阳笑道 晚上煮饺子吃吧 不想做饭 都行 看到邵阳进了厨房 薛佳佳也赶忙 穿上鞋跟了过去 说道 对了 有件事 蓝姐让我跟你说 什么事 东黄娱乐的那个沈瑞 这个月三十号 要发新专辑 今天几号 二十三 邵阳笑道 那我的专辑也这天发 你真要和东黄娱乐 硬碰硬啊 我刚才搜了一下 他们公司签了好多艺人呢 你对我没有信心吗 有啊 当然有了 那不就得了 邵阳满不在意地说道 我对自己的哥 可是很有信心的 这个沈瑞不会是我的对手 邵阳一边说 一边将燃气打开 锅里倒进两大碗水 准备等水开下饺子 薛佳佳嘟囔道 反正你要是考虑清楚了 不管怎样 我都支持你 你先去坐着吧 待会儿吃完 我唱首新专辑里的歌给你听 什么歌啊 告白气球 第八十六新专辑 扶摇 当天晚上 邵阳也同样发表了一条微博 微博内容很简单 就只有一句话 八月三十日 我将发布个人首张专辑 扶摇 大家敬请期待 下面附了一张海报照片 是云长那边的反图 照片拍得很不错 很有气质 邵阳也就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而这段时间 之前录制综艺也一直有在播 所以 邵阳的热度并没有降下去 微博一发出 很快就有网友在下面评论 刚出道没多久就发新专辑 没见过这么高产的创作歌手 为你打call 表情 哇咔咔 这次直接就要出专辑了吗 期待 我刁 刚看到沈瑞发的微博 他新专辑也是八月三十号 撞上了 能不能先放两首歌出来听听 我的歌单现在全是你的歌 新专辑名字竟然叫扶摇 扶摇直上九万里吗 借楼问一下 鹏城购物广场附近 有没有无功天敌 这么快就发新专辑了 我擦脸 还真是寡妇生孩子 真有一点牢底啊 评论区都是些什么牛马 我佛了 两天后 邵阳把新专辑的九首歌 都已经准备好了 公司已经在安排实体唱片的事 而邵阳也和企鹅音乐沟通好了 八月三十号凌晨零点零一分 他们会帮忙进行风推宣传 魔都 一家四星级酒店内 沈瑞的经纪人打完电话后 从外面走进来 对沙发上的沈瑞说道 我已经跟公司沟通好了 你这首主打歌发出去后 公司旗下的艺人都会帮你转发 那我现在发了 嗯 沈瑞登入自己的音乐后台 将新专辑 《华丽乐》中的主打歌 《秋叶与你》 上传到了平台上 进度条赌满后 沈瑞很快又让经纪人 联系了平台那边的对接人 只要是跟音乐平台 签过合同的明星歌手 发新歌后 平台都会帮忙宣传 只是宣传的力度有大有小 见经纪人打完了电话 沈瑞忙追问道 怎么样 他们已经在处理了 你先发条微博吧 我跟公司其他经纪人都说一声 然后聚几个 有经济实力的粉丝后员团 发个消息 热度应该很快就会起来 好 沈瑞掏出手机 开始编辑微博内容 五分钟后 微博发布 之后一个小时内 东黄娱乐的艺人 纷纷帮忙宣传 看到新歌的播放量不断上涨 压抑好几天的沈瑞 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 少阳一个新人 拿什么跟我比 还敢和我选在同一天 发布新专辑 我要看看 你是怎么死的 经纪人很想说 现在高兴是不是太早了 但看到沈瑞的样子 他还是忍住了 小阳楼里请下载 APP爱乐APP最新内容 薛佳佳把沈瑞 刚刚发布的新歌点开 放在了桌子一侧 等这首歌播完后 薛佳佳立马道 这是沈瑞刚刚发布的 新专辑预热歌曲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呢 少阳头也没抬 薛佳佳咬着筷子 笑道 我觉得一般般 但我又不懂 我这不是在问你吗 少阳抬手拍了一下 小桃子的脑袋 看着正在狼吞虎咽 吃着碗里米饭的小桃子 他笑着问道 小桃子 你说这个好听吗 好听好听 小桃子很敷衍地回了两句 他哪里懂这些啊 仍然在闷着头吃饭 塞帮子骨得圆圆的 就像是塞了两个鸡蛋一样 他今天是特意挑在 饭店的时候过来的 一进门就看到 少阳端着一盘菜上桌 今天少阳做的三道菜 都是家常菜 一盘麻婆豆腐 一盘土豆牛腩 还有一碗最普通 不过的西红柿鸡蛋汤 看到小桃子来了 眼巴巴地看着自己 少阳特地又切了根火腿肠 放在汤里面 小桃子还是第一次 尝到这么美味的东西 炖好的土豆 怎么能入口即化 牛腩怎么能又有嚼劲又好吃 豆腐都怎么能这么香 还有西红柿鸡蛋汤 明明妈妈也会做这道汤 为什么味道就没这么好 巴唧巴唧 小桃子脸好像都要埋进饭碗里了 哪有时间搭理少阳 少阳哭笑不得 要不是见过他妈妈 我都怀疑这丫头 是不是在家里被虐待了 薛佳佳笑道 这丫头以后怕是要赖上你了 少阳拉着小桃子的耳朵 把他的脑袋从碗里拽了出来 吃那么快干什么 饿死鬼头胎啊 叔叔做的菜真好吃 你要是我爸爸就好了 这样桃子就能天天吃到你做的菜了 小桃子就这么仰着头看着少阳 说话间 眨巴眨巴大眼睛 青春呆萌的样子 让少阳瞬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他抽了两张纸 给小桃子擦了擦嘴 递给他一个眼色后 小桃子就继续胡吃海塞起来 少阳吃完饭 坐回了沙发上 他打开笔记本电脑 登陆创作者后台 将起封了 这首歌上传成功后 又打开微信 给企鹅音乐那边的对接人发了个微信消息 做完这一切 少阳便起身去收拾餐桌了 而此时此刻 企鹅音乐运营部 会议室里 老大 少阳也发了一首新专辑里面的主打歌 我们现在该怎么退 这少阳是不是故意的 西装男人皱眉道 沈瑞要发专辑 他就要发专辑 沈瑞发专辑预热的主打歌 他也发歌 沈瑞出道都好几年了 少阳跟他争什么 老大 这个圈子里的事 我们还是别管了 这两个人跟我们都签了合同 我们现在该怎么给他们安排推荐资源 西装男人想了想 说道 给这两首歌同样的推荐 看观众买哪首歌的账 这样我们两边多不得罪 那我现在就去给这两首歌上推 嗯 运营部的工作人员 离开会议室 坐回到了电脑前 打开了内部的后台 在这个后台界面 可以设置推荐资源 这些推荐位置 将直接决定 一首歌能被多少人听到 把两首歌设置好推荐位置后 工作人员点击鼠标确定 再次刷新平台的页面 无论是PC端 还是APP端 最上方的滚动图里 就出现了沈瑞的 秋叶与你 和邵阳的 起封了 两首歌的宣传图 而从各个渠道 听到消息的粉丝们 也纷纷点开了这两首歌 刚开始 秋叶与你的播放量 快速飙升 起封了 虽然也一直在上涨 但速度却不快 可一个小时后 局势开始反转了 秋叶与你的播放量 虽然还在上涨 但是加入歌单的比例却不多 起封了 的播放量 和加入歌单的量 却仍然在一个 惊人的速度攀升 刚开始的播放量 只能说明 你这首歌收听的人数 而加入歌单的量 却能体现出 一首歌 受不受市场欢迎 把薛佳佳送回家 洗完澡后 躺在床上的邵阳 也点开了新歌下面的评论区 他比较关心听众的反馈 至于沈瑞 说实话 他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第八十七好评如潮 作词 邵阳作曲 邵阳编曲 邵阳你 好听哎 这首歌唱的不是爱情 也不是友情 唱的是 我们坐在教室里 窗外的缠鸣声 风吹树叶声 和我们逝去的青春 慕名而来 确实好听 从隔壁过来 听完这首歌 再去听 秋叶与你 感觉就听不下去了 哈哈 爱了爱了 期待新专辑 为什么听着 会有一种遗憾的感觉 心之所动 且就随风去了 往下翻了好几页 清一色都是各种好评 这在邵阳的意料之中 上一次在家里烧烤 邵阳用吉他弹唱 起风了之后 从秦宇涵 沈淑华他们的反馈当中 他就猜到 这首歌 应该也会被粉丝喜欢 大明星的小迷妹们 秦宇涵 哇哦 起风了上线了 姐妹们可以去听了 沈淑华 正在听 成婷婷 艾丽少阳 我特意开了会员 就为了听原声音质 怎么样 够捧场吧 邵阳 感谢成大小姐捧场 秦宇涵 竟然把我们的大明星 给炸出来了 薛佳佳 快十点了 你们不睡觉吗 沈淑华 Edith薛佳佳 是不是打扰到 你和大明星 一起睡觉觉了 偷笑 表情 薛佳佳 Edith薛佳 你皮痒了是吧 群里又陷入了一番乱战 邵阳及时抽身 将手机调到误扰模式 西灯睡下了 酒店里 沈瑞在新歌 发布了半个小时后 看到 秋叶与你的数据 全面碾压 起风了 就直接睡了 隔壁房间的经纪人 王美美却一直在 关注着新歌下面的评论 请下在 EPI爱乐EPI最新内容 这张专辑 沈瑞已经准备了 大半年的时间 无论是沈瑞自己 还是他经纪人 都等着这张专辑 把自己的人气抬起来 刚开始 经纪人王美美 看到各项数据 都超过了之前发布的单曲 心里也很高兴 可随着时间 一分一秒的流逝 播放量逐渐降下来的时候 王美美心里 开始有些不安了 因为这首歌底下 陆续出现一些 和起风了 有关的评论 当王美美看到那条 兄弟们 别吹了 刚从隔壁回来 这次是真比不过 大家不信的话 可以去听听看 王美美紧张地 退出评论区 播放了 起风了 动人的旋律 硬声响起 很快那富有感情的歌声 也在随之响起 这首歌听起来 有种魔力 可以让人的情绪 莫名得到放松 王美美听着听着 两久都没有回过神来 直到这首歌播完 他才后知后觉 这是竞争对手的歌 他急忙点开 下面的评论 看到下面 清一色的好评 王美美的表情 逐渐变得凝重起来 完了 这 这 这首歌已经超过 秋叶与你了 为了给沈瑞宣传新专辑 王美美磨破了嘴皮子 才让公司答应 让公司签约的 其他艺人帮忙宣传 而邵阳除了 发了条微博之外 别的什么也没做 王美美本来像沈瑞一样 以为这次胜券在握了 没想到 竟然是这样的结果 这一晚上 王美美都没有睡好觉 次日一早 当王美美来到隔壁 把这事告诉沈瑞的时候 沈瑞的第一反应 竟然是 不相信 这不可能 昨天晚上 我新歌的数据 明明领先他一大减 他的数据 怎么可能超过我 王美美脸色沉重道 你自己打开手机看吧 沈瑞掏出手机 而过了凌晨之后 企鹅音乐的飙声榜 已经刷新了 昨天晚上 邵阳发布的那首 起风了 现在就已经排进 飙声榜前十 目前是第九的位置 秋叶与你 却排名在第21位 两首歌发布的时间差不多 秋叶与你 甚至比 起风了 还要早发布几十分钟 看到两首歌的排名时 沈瑞的表情 直接就变得木讷了 他呆呆看着手机屏幕 半天都没有回过沈来 这 这不可能 太好了 办公室里 接到电话的吕梅 高兴地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东黄娱乐的是 杨岚当天下午就回公司 告诉了吕梅 吕梅这几天 一直担心邵阳的新专辑卡 在和沈瑞同一天发布 万一销量数据不如沈瑞 那到时候 可就真的很难翻身了 但昨天晚上的初次交锋 以邵阳获胜结束 这样的结果 让吕梅悬着的心 也安稳了下来 你说什么 邵阳他今天要来公司 好 我知道了 我会联系那个女生 演唱会的事 我已经让人再安排了 等邵阳到公司再聊吧 挂断电话 赵盛南急急问道 怎么了 邵阳昨天晚上发的专辑新歌 各方面数据 超过了沈瑞的新歌 这第一场仗 我们打赢了 我就知道 我们可以相信他 只要邵阳的人气能起来 我就不信 他会接不到通告 东皇娱乐这笔账我记下了 以后一起跟他算 路上 薛佳佳不解问道 今天去公司做什么 一是看看演唱会安排的怎么样 二是跟上次 我说的那个戏剧学院的张欣怡 见面聊聊 有些事得跟他说 你还惦记着那个女大学生 邵阳道 演唱会不可能我一个人 从头唱到尾 我上次就和美姐说好了 我要让张欣怡当我的演唱会嘉宾 薛佳佳正要说话 邵阳直接打断道 停停停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不要想多了 我让张欣怡去我的演唱会当嘉宾 是因为我和美姐之间 还有一个对赌协议 对赌协议 只要我捧红了张欣怡 一扬经济 我就会有30%的股份 如果做不到 我和公司的合同 还要继续延期 除此之外 每年都必须完成 公司制定的任务量 杨岚也是刚听说 邵阳和吕梅之间 还有对赌协议的事 她有些惊讶 这年头要捧红一个人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有些公司投入几千万进去 也很难捧红一个人 更何况 邵阳自己现在都还算是个新人 薛家家撇撇嘴道 自己都还没红呢 还捧红别人 你以为你是谁啊 邵阳微微一笑 没有在意 她可不相信 隐形的翅膀 这首歌会捧不红张欣怡 第88试问什么歌 能有如此待遇 欣怡 一大早你就要出门啊 嗯 张欣怡接到公司的电话后 很快就换上一身衣服 准备出门了 她胯上包包 一边穿鞋一边回道 公司有事喊我过去 我中午就不回来了 行吧 祝你顺利 张欣怡看到其他三个室友 还在床上 就亲手亲脚地关上门走了 早上八点不到的高铁上 人要比往常少很多 但想找个座位也不容易 只是站着的人不多而已 再过一个小时 到了上班的高峰期 恐怕连挤都很难挤上来 大城市的生活节奏就是这样 特别的快 好像每个人都很冷血 陌生 张欣怡坐在座位上 看着窗户外面的场景快速闪过 她心情莫名有些失落 比起大部分人来说 她是幸运的 还没有毕业 就签约了经纪公司 成为一名练习生 但签约后 虽然每个周末都会去公司进行培训 但她总感觉自己 好像是公司的边外人员一样 没有人关心她 自己真的能出道吗 她内心深处无数次浮现过这个问题 她自己也很是怀疑 看着窗户里的自己 张欣怡深吸一口气 在心里暗暗给自己喊了两声加油后 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一打开音乐APP 就看到 邵阳新专辑 扶摇 预热新歌 张欣怡立马点进去 画面直接转到了 《起风了》的播放界面 耳机里也很快响起 邵阳的歌声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 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 迈出车站的前一刻 竟有些犹豫 张欣怡闭上双眼 享受着歌声里的温柔 她脑海中同时 蹦出去许多过去的往事 当副歌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 也曾指尖弹出圣下 心之所动 且就随缘去吧 逆着光行走 任风吹雨打唱完时 她突然感觉 心里涌现出了一股力量 或者说是一种动力 让她有信心继续往前走 耳机里单曲循环 地铁不停往前 好像坐地铁的时间 过去的特别快 下了地铁后 她步行走到公司楼下 因为失恋牺牲 没有公卡 每次上楼时 她都要请前台 小姐姐帮忙刷卡 她刚走到前台 正准备开口的时候 张欣怡 一道有些熟悉的声音 在她身后响起 张欣怡连忙转头 看到邵阳带着杨岚和薛佳佳 站在身后的时候 她愣了一下 盲鞠躬道 邵阳哥 想起上次被薛佳佳 追着阴阳怪气地 喊了一天的邵阳哥 邵阳心里就一阵不自在 她笑道 就叫我阳哥吧 邵阳哥 听着怪怪的 哦 走 邵阳迈不上前道 和我们一起上楼 今天有事跟你说 张欣怡忙跟了上去 她这才意识到 并不是公司要这么早 把自己叫过来 而是邵阳叫自己过来的 想起刚才在地铁上 听着邵阳的新歌 张欣怡忍不住 抬头看了一眼邵阳 眼神中有些 发什么呆 上来啊 张欣怡瞬间脸红 低着头走上了电梯 电梯门打开 杨岚让邵阳和薛佳佳 先去会议室 她去办公室找吕梅了 走吧 张欣怡小声道 我也要去吗 邵阳哭笑不得 废话 要不然把你叫来干嘛 三个人去会议室里坐了下来 没过多久 吕梅就带着几个 相关部门的管理人员过来了 吕梅直入主题道 我就不绕弯子了 邵阳 你具体想哪一天开演唱会 5号 9月5号 沈瑞演唱会的当天 嗯 吕梅倒不意外 邵阳选在同一天 和沈瑞发歌 就说明 他是想和沈瑞正面交锋 所以吕梅直接吩咐道 小晴 你现在就去跟 魔都大舞台的负责人联系 问问9月5号 我们能不能租下场地 好 如果场地能拿下来 就跟小麦网的人联系 预售演唱会门票 嗯 杨岚 云长那边 你也要提前通知一下 这次演唱会 他们是要赞助的 我知道 邵阳 演唱会的是 公司会尽力给你安排好 有什么要求你这几天 都可以提 邵阳道 我唯一的要求 就是音响条件好一点 除此之外 没别的要求 吕梅笑道 好 就这一个要求 我就算是去抢 也会帮你抢来 目前国内最顶尖的音响设备 一群人沟通了一下细节后 关于演唱会的筹备事宜 就算是商量好了 等到他们聊得差不多了 邵阳才终于开口问道 张兴怡 我昨天晚上发布的新歌 你听了吗 听 听了 坐在角落 突然被Q的张兴怡吓了一跳 连忙回了一句 邵阳接下来说了一句 让他更惊吓的话 演唱会上 你和我一起合唱这首歌 啊 张兴怡都猛了 合唱吗 嗯 邵阳继续说道 除了合唱这首歌之外 我还会给你一个 单独唱歌的机会 你要唱什么歌 我也给你准备好了 要听一下吗 我 看到张兴怡手足无措的样子 邵阳看向吕梅道 没解 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吧 吕梅瞄懂邵阳的意思 带着公司里的人离开了会议室 杨岚也出门去联系云长那边的人了 偌大的会议室里 就只剩下邵阳 薛佳佳 张兴怡三个人 邵阳掏出手机说道 这是我根据你的声线 量身定做的一首歌 只要你不失误 我相信这首歌足够能让你出道 我接下来要给你听的 只是我 录的一个小demo 你先听听看 张兴怡深吸一口气 重重点头 邵阳点击播放 把手机放在了会议桌上 一片安静中 歌声在会议室回荡起来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就算很受伤 也不闪泪光 我知道我 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但我飞飞过绝望 简单四句一唱完 薛佳佳和张兴怡两个人的眼睛就亮了起来 明明这首歌的歌词很简单 唱的声音也不大 但却给人一种很有力量的感觉 隐形的翅膀 这首歌不必多说 在邵阳之前的那个世界 这首歌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存在 上至七十 八零后 下至九十 零零后 基本上都听过这首歌 甚至在这首歌发布的很多年后 当网上许多up主 统计当年的各个年度的金曲榜单时 在00年至09年这个跨度 隐形的翅膀 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07年春晚独唱 08年地震时 许多人的精神支柱 09年的高考作文 中的时候 学校老师都是很古板的人 从来不可能听什么流行音乐 但最后隐形的翅膀 却成了他学校的校歌 试问 什么歌能有如此待遇 要不是这首歌更合适女生唱 邵阳都不太舍得 把这首歌给张欣怡 歌声在不知不觉间结束 邵阳收回手机 问道 张欣怡 我有把握用这首歌捧红你 你敢站在上万人的观众面前 唱这首歌吗 张欣怡搜得一下站了起来 看上去有些激动的回道 我敢 待会儿我把歌词和demo发给你 你这段时间 就在公司练着两首歌 离演唱会只有九天时间 我相信 你能唱好这两首歌 邵阳说完 又补充了一句 在演唱会开始之前 不要在别人面前唱 隐形的翅膀 这首歌 包括你的朋友 闺蜜 甚至是父母 好 邵阳起身 走到张欣怡面前 拍了拍张欣怡的肩膀道 别紧张 你是我选的人 我对你有信心 所以你也要对你自己有信心 嗯 邵阳朝他一笑 离开了公司 没过多久 张欣怡就收到了 邵阳发来的两个文件 他立马就在公司的 培训室里练了起来 刚开始他 只是跟着demo哼唱 哼个四五遍 他就惊讶地发现自己 可以一个人唱了 他越唱越觉得 这首歌就是给自己定做的 想起邵阳走的时候那句话 他之前从未有一刻 像现在一样 对自己充满信心 第89时间定格 下午两点多 杨岚就收到了公司那边的消息 魔独大舞台的场地 已经定下来了 小麦王也将在今天下午五点 上架演唱会的门票 邵阳收到消息后 先发了条微博 微博内容依旧很简单 9月5号 不见不散 下面配了一张图 是薛佳佳找了一张云长的反图 在照片加上了演唱会的主题 时间和地点 发完微博后 邵阳把手机递给了薛佳佳 说道 再给我拍个视频发抖音吧 这几天抖音粉丝也长了不少 趁着现在有热度 也宣传一下 好了 薛佳佳很称职地接过手机 刚准备拍 邵阳就起身了 你去哪呀 去录音室拍吧 唱两句新歌 宣传一下新专辑 薛佳佳踩着梁拖鞋 跟着邵阳来到录音室里 这间录音室空间不小 抛开各种乐器占用的位置 仍有15平方的活动空间 工作台上摆着两台电脑 和几台薛佳佳不认识的设备 设备上全是各种小旋钮和按键 薛佳佳也不认得 工作台的左右两侧墙上 安装着两个音响 看着就价值不菲 前面站好了 我开始拍了呀 好 邵阳现在看着镜头 倒是一点也不紧张了 他没有一上来就说演唱会的事 而是唱起了 扶摇 新专辑里的另一首主打歌的副歌部分 确认过眼神 我遇上对的人 我挥剑转身 而鲜血如红唇 前朝记忆度红尘 伤人的不是刀刃 是你转世而来的魂 简短唱了一段副歌部分 邵阳双手离开键盘 对着镜头说道 这是我新专辑 扶摇的另一首主打歌 最赤壁 新专辑将在8月30日正式发布 我也会在9月5号的演唱会上 将新专辑里的歌都唱一遍 希望大家能来支持 说完 邵阳比了个OK的手势 薛佳佳同时按下暂停 保存视频 把视频开头和结尾多余的部分剪辑掉 加上字幕后 薛佳佳道 那我发了 发吧 上个抖音视频发出去 已经很久了 这条视频一发出去 很快就被关注的粉丝给看到了 紧接着 后台就出现了很多新的评论 薛佳佳把手机递给邵阳 笑道 可以吗 你现在还挺火的呢 视频刚发出去 就有一群人评论 这算什么 哼 给你点阳光 你就灿烂 邵阳接过手机揣进裤兜 走到楼上 从冰箱里 拿出一颗脑袋大小的西瓜 切成两半 和薛佳佳一人一半 坐在沙发上 邵阳一边吃着冰镇西瓜 一边看着评论 看到点赞比较多的评论 他也会打字回复 演唱会时间 9月5号 地点 魔都大舞台 购票时间 今天下午5点 小卖网可以抢票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邵阳给这个网名叫做 不会翻身的咸鱼 回复了一个束大拇指的表情 杨哥 新专辑一共有几首主打歌呀 邵阳回复 9首歌都是主打歌 包括流行 国风 摇滚 民谣各个风格 这首最赤比完整版 快发出来 快点 新专辑什么方式发行啊 也是数字专辑吗 邵阳回复 除了数字专辑之外 还会有实体唱片发售 实体唱片分为两种 一种是定制版地限量唱片 一种是普通的黑胶唱片 数字专辑30号 可以在企鹅音乐收听 实体唱片会在演唱会结束之后发行 请下载app爱乐app最新内容 想去看演唱会 可我还是学生没钱买门票 有大哥大姐 V我500买票吗 就等着待会儿抢票了 有没有蜈蚣天敌 不好意思走错片场了 我还在纠结 9月5号 是该去魔都体育场看沈瑞的演唱会 还是去魔都大舞台看你的演唱会 你俩同时发专辑开演唱会 是商量好的吗 真是醉了 怎么办 好想去看现场啊 但我人在东北 少阳正看着呢 杨兰又打电话过来了 喂 蓝姐 什么事 杨兰直接道 刚才企鹅视频的人给我打电话了 9月5号 他们想全程直播你的演唱会 他们给的报价是200万 直播结束后 完整视频就会变成付费观看 之后的收益五五分成 你觉得怎么样 行 答应他们吧 嗯 另外云长那边我已经谈好了 演唱会的时候 只要进场的观众 就都能收到云长那边准备的一份惊喜礼带 里面有你的写真照片 折扇 专属应援棒 和云长提供的精美银饰 耳钉一对 你可以先给你粉丝说一声 云长这么大方啊 杨兰笑道 这又不是白给的 演唱会当天 他们会在现场布置广告 而且这些礼物上 肯定也会有云长的logo 这也算是他们公司打广告的一种方式 行 还有事吗 我刚打听到 沈瑞这次演唱会 请了薛海和王珍珍去当嘉宾 梅姐让我问你 要不要咱们也花钱请两个明星 当你的演唱会嘉宾 不用 邵阳直接拒绝道 我带张兴怡就够了 浪费那个钱做什么 我也就是问一下你 这是你的演唱会 肯定都听你的 嗯 这几天我就专心在家练歌了 演唱会的事 就辛苦拦截给我盯着 电话那头的杨兰暖心一笑 放心吧 我会给你安排好的 挂断电话 薛佳佳立马拿着手机收到 薛海和王珍珍都是一线歌手 但他们又不是东黄娱乐的 他们怎么会去给沈瑞当演唱会嘉宾 花钱请的呗 有的观众看演唱会 都不是奔着开演唱会的歌手去的 而是奔着帮唱嘉宾去的 沈瑞请薛海和王珍珍去当嘉宾 明显就是想提升演唱会的人气 薛佳佳看邵阳一脸轻松的样子 忍不住问道 邵阳 这可是你的第一场演唱会 你就不紧张吗 薛佳佳想着 要是让自己站在上万人的大舞台上 自己恐怕连说话都会说不清楚 离演唱会只剩不到十天时间了 邵阳明明也是第一次 他怎么看上去这么轻松 邵阳微微一笑 回道 可能我天生就是 吃这碗饭的吧 我非但不紧张 反而还挺期待的 刚说完话 手机又响了 邵阳拿起手机一看 是自己老妈发来的视频电话 邵阳知道自己父母 都是那种不善言辞的人 一般情况下 他们不会主动联系自己 所以他们这时候打电话过来 要么是家里有事 要么就是自己妹妹打来的 邵阳直接接通了视频 又是谁找你啊 薛佳佳吃了口西瓜 脑袋凑到了邵阳前面看向手机 正好视频画面弹出来 画面里 邵阳坐在邵文松和陈兰英中间 刚好看到了 好像依偎在邵阳怀里的薛佳佳 时间好像在这一刻定格了 第九十几天 我去庙里问问姻缘 安静了许久 那边的邵阳 最先反应过来 甜甜喊了一声 姐姐好 薛佳佳嘴里还含着西瓜 一双性眼惊讶地 看着屏幕里的 邵阳的父母和妹妹 她吱吱呜呜地回了一句你好 然后立马补了两句 阿姨好 叔叔好 说完 薛佳佳立即抬头 从画面里挪开 将嘴里的西瓜 三下五除二吃了下去 白皙的脸颊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成了西瓜一样的红色 离开学还有几天时间 邵阳是在网上看到自己哥哥 要开演唱会的消息 才嚷嚷着 要跟哥哥开视频 陈兰英拗不过他 再加上邵阳离家又有一段时间 他心里也想儿子 于是就把手机给了邵阳 乖巧的女生 两人年龄相仿 刚才的姿势又那么暧昧 这不就是未来的儿媳妇啊 邵阳之前和宋丽谈的时候 虽然也告诉了父母 但宋丽却一直不肯 见邵阳的父母 所以这也是邵文松和陈兰英 第一次遇到这种局面 虽然很高兴 但老夫妻两个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气氛莫名有些尴尬 邵阳强装镇定地问道 爸 今天休息吗 嗯 今天厂子放一天假 月儿 你也快开学了吧 是啊 邵阳倒是很高兴 他笑道 刚补完一个月的课 一号就要去学校了 高三加油啊 知道了 哥 你九月五号 是不是要开演唱会啊 我在网上看到了 好多你的视频 就连我学校广播 都开始放你的歌了呢 哥你真厉害 邵阳从不吝啬自己的夸赞 小县城长大的他 小学初中高中 都是在家门上的 没见识过社会险恶 性子一如既往的单纯 邵阳跟家里人 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了起来 旁边的薛佳佳坐立不安 更不敢再上前露脸了 十几分钟后 那头的邵阳 凑到手机面前 用手挡着小嘴 压低声音问道 哥 姐姐呢 他 邵阳望了一眼薛佳佳 薛佳佳红着脸疯狂摆手 邵阳笑道 他去卫生间了 哥跟他现在还只是朋友 邵阳假装没听见 跟着就问道 这个姐姐长得真好看 哥 你过年带姐姐回家见爸妈吗 人小鬼大 好好读你的书 哥的是不用你管 略邵阳涂了图小雀蛇 没再说下去 爸妈 我这边先忙了 你们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等我有时间再给你们打电话 好好好 视频挂断 邵阳放下手机的那一刻 薛佳佳长松了一口气 他紧张的汗都要留下了 邵阳看他这样子 哭笑不得道 至于吗 我爸妈没这么可怕吧 他们可都是很好说话的人 你还笑话我 薛佳佳抬头就掐在了邵阳胳膊 把邵阳掐得嗷嗷直叫 疼啊 这关我什么事 是你自己要凑怪看的 怪你怪你就怪你 小拳头不停垂在邵阳的胳膊上 力道就像是在按摩一样 我见过你爸妈 你现在也见过我爸妈 咱们现在算是打平了 挂断视频后 陈兰阴就打发邵阳去看书了 客厅里 只剩下老夫妻两个人 刚才你看到了吗 那姑娘长得是真好看 眼睛大 皮肤白 一看就特别有福气 邵文松一言不发 陈兰阴见邵文松不搭枪 一巴掌拍在他大腿上 骂道 龙子 我跟你说话呢 邵文松无奈道 你别高兴得太早 两个人八字还没一撇呢 胡说什么 我觉得那姑娘 跟咱们家小杨挺般配的 邵文松道 他大学谈的那个 都谈了五年了 最后还不是分了 那能一样吗 陈兰阴笑得眼睛月牙了 他道 咱们家小杨 现在有出息了 邵文松倒是没有否认 自从邵阳在网上火了之后 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 亲戚都开始来家里走动了 对邵文松来说 自己的儿子 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他点了根烟 美滋滋地抽了出来 看到陈兰阴又拿出手机 手指在屏幕上写字 他吐了口烟问道 发什么呢 陈兰阴笑道 我问问小杨 那姑娘叫什么名字 改天我去庙里问问姻缘 迷信 滚一边去 你懂什么 27 28号两天 沈瑞演唱会 也开始在网上宣传起来了 虽然一阳经济 也有在宣传邵阳的演唱会 但公司 毕竟刚成立不久 跟东黄娱乐还是没得比 眼看着沈瑞演唱会的广告 在网上越来越多 公司那边急得团团转 可邵阳本人倒是轻松得很 每天睡到七点半起 这个时候 薛佳佳也会带着早餐来家里 吃完早点 邵阳就会去录音室练练歌 十一点开始自己做饭 下午再练两小时的歌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 可张欣怡这几天 却紧张得不行 为了练这两首歌 她特地向学校请了十天假 这些天每天一大早就会来公司 晚上七八点才回去 歌词她早就记熟了 旋律也刻在了脑海里 29号 新专辑《扶摇》发布的前一天 张欣怡早上正准备去公司 突然接到了杨岚打来的电话 喂 蓝姐 欣怡 你现在在哪 张欣怡愣了一下 很快回到 我现在在地铁站 你先别上地铁 我马上把邵阳住的地方的位置发给你 你坐地铁去她家 啊 去 去杨哥的家里吗 嗯 她家里有录音室 演唱会你们是要合唱的 邵阳让你过去 应该是要跟你提前排练一下 哦 好 电话挂掉 杨岚很快把地址发了过来 张欣怡打开地图 搜了一下位置 很快就坐上了地铁 一路上 她心里忐忑不安 这种感觉 就像是一个学生 即将要接受老师的考试测验一样 从地铁口出来 张欣怡叫了一辆滴滴 很快就来到枫叶路 站在院子门口 再对了一遍门牌号后 张欣怡深吸一口气 正要摁下门铃的时候 大门被人从里面推开 小桃子从里面走出来 她看了一眼张欣怡 大眼睛瞪小眼睛 几秒钟后 小桃子先问道 姐姐 你找谁 我 地址没错 门牌号也没错 这 这 难道杨哥已经有女儿了吗 张欣怡如遭雷击 第九十一热恋中的情侣 小桃子 你在跟谁说话呢 院子里 邵阳的声音响起 把门外发呆的张欣怡 给吓了一大跳 小桃子伸出小手指着张欣怡 扭头看向院子里说道 叔叔 有个大姐姐在门口 叔叔 等等 她叫杨哥叔叔 呼 果然是我想多了 张欣怡啊 张欣怡 你真是个笨蛋 杨哥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会有个这么大的女儿 真是蠢死了 邵阳走到门口 看到张欣怡来了 拉开院门笑道 进来吧 张欣怡后之后觉得叫了一声杨哥后 走进了院子里 邵阳拍了拍小桃子的小桃子 吩咐道 小桃子 叔叔今天有工作要忙 你先回家吧 晚上再过来玩好吗 好 小桃子乖乖应了一声 迈着小短腿 快步回了自己家 邵阳看到 小桃子回家了 就把院门关上了 看到张欣怡在打量院子里的布置 她上前道 这房子是公司给我租的 没什么好看的 进屋吧 嗯 张欣怡有些忐忑地走进了屋子里 在邵阳关上门的那一刻 她脑海里经不住胡思乱想起来 大白天的 关门做什么 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 她心中不禁暗道 糟糕 我是不是要被钱规则了 张欣怡心跳加速 明明打开门后 客厅里就有空调的冷气迎面来 但她还是感觉身上有些燥热 就在她拖鞋准备进去的时候 来了 听到外面的声音 沙发上完手机的薛佳佳 抬头看向门口说了一声 张欣怡浑身一击灵 又吓一大跳 屋子里面已经有人了 可恶 我怎么又在乱想 杨哥叫你来 只是排练的 张欣怡 你在想什么呀 真是要疯了 邵阳进屋 给张欣怡拿了一双凉拖放在地上 张欣怡走进客厅后 不知道该怎么跟薛佳佳打招呼 邵阳正准备介绍薛佳佳 可他却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薛佳佳的身份 说薛佳佳是自己的助理 扯淡 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伺候他 我是他助理还差不多 说薛佳佳是自己的朋友 那更扯淡 朋友怎么可能天天在一起 就在这个时候 薛佳佳主动起身道 你好啊 我是邵阳的助理薛佳佳 你叫我佳佳就好 邵阳连忙又补了一句道 他也是一阳经济的股东之一 也算是你的老板 张欣怡一点就通 连忙喊了一声佳佳姐 薛佳佳玩耳一笑 张欣怡目前还在读大学 还是艺术生 年龄应该也就二十岁出头 叫自己一声佳佳姐 也没什么问题 走吧 录音室在楼下 让我看看 你这几天练得怎么样 哦 邵阳带着张欣怡往楼下去了 薛佳佳也跟在后面 张阳把张欣怡带进录音室 看到薛佳佳也跟了进来 他猝眉道 你进来干什么 我 我看看不行啊 邵阳笑了笑 把他拉到了一旁的椅子上坐下 然后嘱咐道 我们唱歌的时候 你记得保持安静 只要有一点点声音 都会被收进麦克风里面 你把我当三岁小孩子呢 邵阳没有和薛佳佳打嘴仗 离演唱会 就只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他对自己有信心是不假 可他却不能保证 张欣怡会像自己一样有信心 邵阳把一份准备好的 启封了的歌词 递给了张欣怡 说道 黑色标记是我的部分 红色标记是你唱的部分 歌词你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那我们直接开始 嗯 邵阳递给张欣怡一个麦克风 打开笔记本 找到伴奏文件 点击播放 录音室里的两个音响里 很快响起了悦尔的声音 开头主歌前段是邵阳的部分 他的唱功依旧是那么稳 要不是自己就站在他旁边 张欣怡甚至都怀疑 这是不是在假唱 邵阳的唱功实力 让张欣怡更加紧张了 但几天的练习 几乎已经让他养成了本能的反应 在邵阳唱完他的部分后 张欣怡立马接着唱了下去 不专业的人可能什么都听不出来 但专业的人能听出来 张欣怡接枪之后 第一句歌词的前两个字 声音明显有些颤 这是紧张 但邵阳很理解张欣怡 她毕竟还是个小姑娘 不像自己一样 在那个世界 就已经累积了大舞台经验 再者说 这也仅仅是邵阳能听出来的瑕疵而已 可以算得上是很小的问题 她的唱功还是不错的 在唱了几句之后 很快就渐入佳境 声音也慢慢复有了感情 薛佳佳坐在一旁安静地听着 她假想着自己 现在是一名坐在演唱会 观众席上的观众 而邵阳和张欣怡 正在上万人的大舞台上 唱着这首 起风浪 优美的歌声 回荡着偌大的场馆内 观众们挥动着手里 同样颜色的姻缘棒 到时候 他们两个一定会是全场人的焦点 羡慕或多或少有一点 但极度绝对谈不上 薛佳佳知道邵阳的性格 除非是他恨的人 或者真正讨厌的人 否则 他恐怕对谁 都会像对张欣怡一样客气 男生初次见面 对女生客气 这很正常 但要是一直客气 其实就能说明 这个男生对女生没感觉 薛佳佳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但电视剧却是看了不少 这些道理他都懂 不错呀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一首歌唱完 听到邵阳的夸赞声 张欣怡有些腼腆地笑了起来 紧张的心情一下子缓和了不少 邵阳放下话筒说道 接下来让我听听 隐形的翅膀吧 好 伴奏声再次响起 邵阳站在薛佳佳旁边 听着张欣怡从头到尾 把这首歌唱完了 邵阳脸上挂着笑容 低头对薛佳佳说道 怎么样 你站在听众的立场上评论一下 薛佳佳赞不绝口道 欣怡 这首歌真是太适合你了 邵阳的演唱会上你肯定能红 张欣怡受宠若惊道 这都是杨哥的功劳 邵阳也并没有否认 张欣怡是自己选出来的 歌也是自己弄的 华下十多艺人 民间唱歌的高手多了去了 唱功和张欣怡差不多的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张欣怡要是能红 不是自己的功劳 还能是谁的功劳 薛佳佳一把掐住了邵阳的耳朵 喂 人家小妹妹夸你一句 你笑得这么硬当做什么 薛佳佳 你胡说什么呢 我还胡说 猥琐两个字都写你脸上了 放屁 看到薛佳佳和邵阳打起了嘴杖 张欣怡才意识到 邵阳和薛佳佳的关系 第九十二让子弹飞一会儿 录音室待了一整天 中间就上楼吃了顿午饭 下午五点多 邵阳才开口道 今天就到这吧 你已经进步很多了 接下来几天 你不要像之前一样 从早练到晚 保护好自己的嗓子 哦 张欣怡像乖宝宝一样点头 今天一天 邵阳不仅给他唱了新专辑里的其他几首歌 还教了他不少声乐知识 他讲得比学校里的老师都细致 现在的张欣怡 已经对邵阳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说是邵阳的小迷妹也毫不过分 薛佳佳跟着问道 新一 你现在还在在学校住吧 嗯 邵阳 我们待会儿 是不是该去超市买菜 不如顺路把新一送回学校 也行 张欣怡忙摆手道 不用不用 我自己坐地铁去就好 邵阳拿上车钥匙 换鞋后 带着两人出门了 薛佳佳直接把张欣怡拉上了车 邵阳搜了魔都戏剧学院的位置之后 就跟着导航一路去了 等演唱会过后 你要是能红 公司就会给你安排经纪人 到时候 你的意识住勤公司都会承担 我会努力的 你觉得 这世上努力的人还少吗 不说别的行业 单单是横店拍戏的 那群人里面 就有多少个 为了实现演员梦 而在努力奋斗的人 啊 张欣怡无言以对 我不知道 我以后会不会后悔 把你拉进这个圈子里 娱乐圈的水很深 鱼龙混杂 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 很多人干干净净地进来 但却没几个人 能干干净净地出去 你看看 这几年有多少明星落网 又有多少恶心的事 被曝光了出来 邵阳像个长辈一样 与众心长地说道 所以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守住本心 别变成最后 自己都会讨厌的人 张欣怡眨巴眨巴眼睛 似懂非懂 薛佳佳笑道 你说话怎么跟小老头一样 开你的车吧 别啰嗦了 邵阳果然不再说话 次日 凌晨0点01分 企鹅音乐同时上线两张数字专辑 邵阳的 福瑶 和沈瑞的 华丽乐 只要手机打开了企鹅音乐的通知权限 就都接受到了推送 不过两首专辑点进去 里面却还都只有一首歌 下方有提示 每隔两个小时 就会上传一首新歌 这是企鹅音乐的一种运营手段 自从网络时代到来后 实体唱片的数据 就越来越难看 即使是很多一线歌手 实体唱片的销量 也只能卖出几十万张 不可能像千禧年代一样 动辄就能卖出上百万张 所以 现在很多歌手要发新专辑 都是采用数字专辑的形式发行 数字专辑的价格大都便宜 一般在二十至三十元之间 但量会很大 顶流歌手 一般能买到三百万张以上的量 酒店里 沈瑞看着电脑屏幕上的销售数据 表情格外紧张 经纪人王美美坐在一旁 不断在沈瑞的粉丝群里发信息 催促沈瑞的粉丝 去买沈瑞的新专辑 这是很常见的刷销量手段 可别小看这些粉丝群 基本上能让经纪人加进去的粉丝群 他们都愿意去 有的粉丝财力雄厚 一个人就能买上百张数字专辑 而且 他们底下还都有小群 一传十时传百 专辑的销售量自然会起来 之前 秋叶与你 就已经输给了 起风了 沈瑞绝不想看到新专辑的销量 再输给少阳 所以他默认了王美美这种 会令同行所不耻的行为 一首歌的输赢无关大雅 只要专辑的销量能超过少阳 那胜利就还想属于自己 沈瑞这个时候 已经忘记了 邵阳抢走他云长代言人的事 他现在只想赢下邵阳 保住自己的脸面和地位 看到 华丽乐的销售量节节高升 沈瑞紧绷的心 也松缓了不手 尽管这几天 因为专辑发行和演唱会的事 他忙上忙下 已经很困了 但却没有像上次一样早早睡下 他一直守在电脑前 两点 第二首歌上架 四点 第三首歌上架 六点 第四首歌上架 直到七点多 他实在熬不住了 看到 华丽乐的专辑销量是 扶摇的五六倍 他才趴在床上睡了 熬到这个时候 经纪人王梅梅也扛不住 直接倒在沙发上 进入了梦乡 他手里还拿着手机 手机屏幕显示着 粉丝群的聊天界面 梅梅姐 我刚才又借号买了十张 销量够了吗 我现在都借不到号了 我刷了五十多张 我太困了 先睡了 醒了之后再继续找人刷吧 在这个时候 扶摇 这张专辑 也陆续上架了四首歌 起风了 最吃笔 江南 受了市场考验 就拿江南 这首歌来说 明明是04年发布的老歌 但之后二十多年 一直有人在听 如果一个歌手 只能选一首歌 当自己的代表作的话 隐形的翅膀 就是张韶涵的代表作 而江南 就是JJ林俊杰的代表作 在沈瑞 王美美 熬夜盯着数据 让粉丝帮忙刷销量的时候 邵阳一直躺在床上 呼呼大睡 七点半 邵阳很有规律地自然醒了 他并没有第一时间 去看专辑的数据 而是像往常一样 换下睡衣 去卫生间洗漱 刚走到楼下 屋子里就响起了门铃声 今天怎么这么早 邵阳放下水杯 迈步走到院子里 把门给打开了 邵阳还以为来的是薛佳佳 没想到是杨岚 兰姐 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今天是你数字专辑发行的日子 我能不来吗 杨岚一脸关切的样子 他和邵阳相处 也已经有一段时间 目前来说 他对邵阳的各个方面 都挺满意的 有实力 人平好 最重要的是有原则 哪个经纪人 不想带这样的一人 杨岚正准备进去 薛佳佳也开着他那辆宝马 拐进了枫叶路 车子停在外面的车位上 薛佳佳急忙下车 摔上车门 看到邵阳脸上挂着笑容 他弩嘴说道 你还笑得出来啊 人家专辑的销量 都快是你的七倍了 杨岚也道 沈瑞新专辑的销量数据不太正常 凌晨时分本来流量就低 他也就是个二线歌手 这么短的时间 不可能卖出那么多 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他应该是刷销量了 我当多大的事 你们急什么 邵阳伸手比一个手枪的手势 像西部电影里的牛仔 射完子弹后 吹着枪口 笑道 让子弹飞一会儿 第九十三没有硝烟的战争 神经 薛佳佳赏了邵阳一个白眼 大步走进了屋子里 杨岚也跟了进去 比起邵阳 他们两个反倒更关心 邵阳新专辑的销量 毕竟这会影响之后 一系列的事情 薛佳佳 你今天怎么没给我带早餐过来 本小姐昨天两点多才睡觉 七点就起床了 开车过来就要二十分钟 哪有时间买早餐 再说了 今天你专辑发行 你还有心思吃早餐啊 人是铁饭是钢 邵阳耸耸肩膀 转身进入厨房 烧水准备煮面 蓝姐 你吃了吗 没 那我多煮点一起吃 好啊 杨岚笑着答应一句 接着从自己包里 拿出十三寸的Mac电脑 打开企鹅音乐的界面 对比起了两张专辑的销量 目前沈瑞的华丽乐 销量是十四万张 而邵阳的 福瑶销量才刚接近三万张 悬殊很大 但凌晨百分九十的人都在睡觉 昨天又不是周末 会去半夜听歌的人也不多 早上八点不到 就卖出了三万张 这销量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沈瑞的华丽乐 卖出了十四万张 看着确实很牛逼 可但凡是个内行人 就能看出这数据不正常 截止到目前为止 数字专辑首日的销量记录 也不过是五十二万张 照沈瑞这数据 只要保持下去 破纪录都没问题 但这可能吗 根本不可能 沈瑞出道时间再早 他现在也只是个混迹 综艺节目第二线歌手 产量低 唱功在圈内也不算好 没道理能拥有这成绩 杨岚笑道 昨天晚上 我一直守到了四点多才睡 虽然福瑶的销量没有 华丽乐高 但专辑下面的评价都不错 是吗 薛佳佳凑上前道 我都只是看了销量 没看下面的评论呢 让我瞧瞧 杨岚点开专辑下面的评论区 一条条网友留下的评论 跃然于眼前 不愧是能写出 消愁 十年 浮夸 这些歌的人 新专辑的歌 每一首拿出来都是精品 兄弟们 这新专辑的歌 真的爆炸好听 就不能一次性全部发出来吗 非要这么掉人胃口 企鹅公司就没干过人事 曹 江南 这首歌真的惊到我了 在我心里 这首歌 就是今年流行音乐的天花板 两点钟等到了 最赤壁 单曲循环了一晚上 本来以为是巅峰 没想到后面还有 江南 和 告白气球 爱了爱了 从来没有开过视频会员 更没买过数字专辑 扶摇 这张专辑 让我破例了 实体唱片什么时候发布 我必买一张收藏 这几条是点赞比较多的评论 下面的 则是网友刚刚发布的评论 我女朋友很喜欢 告白气球这首歌 我已经打算学这首歌 找个机会向她求婚了 诸位 祝我好运 新专辑真的无敌啊 娱乐圈难得出了一个实力唱将 真的越听越上头 请下载APP爱乐APP最新内容 兄弟们 专辑第五首歌上传了 本草刚末 大家快去听啊 我已经跪下了 一次性全发出来行吗 我真是全身蚂蚁在爬 翻了几十条评论后 杨岚 把界面刷新 扶摇的销量一下 就涨了七八百 这才过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杨岚和薛佳佳 对视一眼 眼神中 明显很惊喜 销量越涨越快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后 反观 华丽乐的长幅 已经远远不如 凌晨的时候了 吃面了 邵阳盛好三碗面 搁在桌子 薛佳佳揉了揉肚子 很快就去厨房了 她好像已经把自己 当成了家里的女主人 一点都不客气 邵阳 我不是说我不喜欢吃煎蛋吗 挑食不好 切薛佳佳拿了双筷子 把自己碗里的荷包蛋 夹到了邵阳的碗里 杨岚有些不好意思地走上前 她知道 邵阳会做饭 但没想到厨艺还这么好 一碗面条做的 都特别让人有食欲 蓝姐 别客气 嗯 等到三人全部坐了下来 邵阳这才拿出手机 打开专辑销量的界面 看了一眼 这沈瑞真有意思啊 明都完不过 开始完音的了 凌晨发的新专辑 哥都没有全部上架 他就卖出去了十多万张 这片鬼呢 邵阳是过来人 就算杨岚不说 他也知道这数据是刷出来的 只是他没想到沈瑞 竟然会刷得这么光明正大 你要刷 也刷得隐晦一点啊 上来就刷个十多万 还真是个人才 杨岚津津津有味地 吃着面条说道 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刷的 但网友可不知道 他们只会看最后的销量 我对我的新专辑 还是有信心的 就算今天抄不了 过几天也肯定能反抄 邵阳的自信 当然来自于 自己选的这九首歌 这九首都 是传唱度知名度 非常高的歌曲 单拎出一首歌 估计就能秒杀市面上 99%以上的歌 沈瑞他算什么 一个编曲 还停留在高中生水平的 二线歌手 新专辑里面的任何一首歌 就能碾压他之前的所有作品了 八点 《本草纲目》上架 两个小时后 《扶摇》销量涨到了五万 十点 《东风破》上架 等到中午的时候 销量就涨到了八万多 而这个时候 《华丽乐》的销量 也才涨了两万多一点 差距一下子 就从将近七倍拉 进到了两倍 酒店里 凌晨才睡的沈瑞悠悠醒来 他第一时间 就解锁了手机 看了一眼专辑的销量 虽然没有预想的多 但半天时间 就卖出去了十六万张 数字专辑 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 毕竟傍晚六点 到十点这段时间 才是限量上涨的高峰期 他还记得 第一张专辑 总共也就卖了五十来万 第一天 连十万都没破 沈瑞露出了几分笑容 正准备去洗漱的时候 心里好奇地返回到了 专辑的销量界面 点开了 扶摇 扶摇 已受八万3422张 沈瑞揉了揉眼睛 再次定情一看 发现自己没有看错时 他心里猛地揪紧起来 明明睡觉的时候 才两万多 怎么睡一觉起来 就涨了六万 王姐 王姐 沈瑞愣了一下 赶紧跑到沙发上 把还在熟睡的经纪人 王美美叫醒了 怎么了 王美美明显还没睡醒 迷迷糊糊地问道 沈瑞着急道 快 快在粉丝群里 多发点消息 让他们多买一点 扶摇 就要追上来了 什么 昨天晚上 明明差了六七倍 怎么可能这么快 就会追上来 王美美赶忙起身看手机 看到 扶摇的专辑销量 却是涨到八万的时候 他直接呆住了 王姐 你还愣着做什么 快帮我联系粉丝啊 我 王美美很想说 所有的群 他都已经发过消息了 数字专辑 都是要登录账号 才能买的 能刷的 都已经刷了 现在再让他们刷 效果肯定不会好到哪去 但看到沈瑞一脸 焦急的模样 王美美还是没有 把话说出来 算了 还是再等等看吧 第九十四老少通杀 少月儿坐在教室里 拖着腮帮子 看着窗外被清风摇曳的树叶 高三的节奏 果然比高二又快了不少 很多走读生 都是父母 送饭到学校门口 吃完后 就立马赶回到教室里看书 每个人都变得特别努力 就连班上那几个 向来爱打闹的同学 现在也都在认真写着作业 教室里除了 天花板上的风扇声之外 只有翻书声沙沙作响 少月儿所在的班级 是学校里的重点班 本科率百分百 一本率也有百分之六十多 但即使是在这样的班级 每次考试 少月儿的成绩 也都名列前茅 月儿 一起去WC部 少月儿正出神的时候 同桌女同学 手里攥着一片粉红色的姨妈精 很小声地问道 请下在APP爱乐APP最新内容 少月儿回过神 笑着点了点头 两个人结伴走出教室 往最东的厕所走去 二班 三班 四班 越往前走 教室里的声音越吵 快走到厕所的时候 两个男同学 一个人戴着一个耳机 说说笑笑 从楼梯走了上来 这首歌好听啊 之前那首青花瓷才牛 不过这首东风破 也不错了 这专辑今天才出的 我可是花了三十大洋 买的正版数字专辑 等我这周回家 一定把这几首歌都下载下来 要支持正版 懂吗 我哪来的钱啊 好了 把耳机还给我 要是被训导主任 看到我带手机来学校 我就玩犊子了 给你给你 听到两人的对话 少月儿突然停下了脚步 嘴角扬起了几分甜甜的笑容 月儿 你怎么了 没事 你进去吧 我在外面等你 嗯 我买好了 一起听吗 宿舍里 张兴怡的一个室友问道 听 刚才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身边就有不少人在议论 这张新专辑里的歌 因为张兴怡的缘故 他三个室友 本来就一直在关注少阳 听到同学们都在议论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 想听新专辑里的歌了 起风了 这首歌 三个人都已经听过了 最赤壁 之前也听过一小段 现在播放的 是专辑里的第三首新歌 江南 歌声很快就在宿舍里 回荡了起来 风到这里就是年 黏住过客的思念 遇到了这里禅城县 缠着我们流连人世间 三个女生坐在电脑前 享受着这动人的歌声 当最后一句心碎了 才懂唱完的时候 宿舍里先是一阵安静 很快就有人喊道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张兴怡 让他帮我要一张 少阳的签名照 要三张 要三张 你们要签名照 就满足了吗 听说这张新专辑 会有限量版的实体唱片 要是能弄到一张 肯定能把朋友圈里的人羡慕死 我也好羡慕心意啊 今天班长问我 心意请假做什么去了 我差点说漏嘴 还是等心意傍晚回来再说吧 快听下一首 下一首是什么 名字怪怪的 叫什么本草纲目 下午两点 南山南 上架 下午四点 王飞 上架 下午六点 贝加尔湖畔 上架 至此 新专辑扶摇的九首歌 已全部上线 这九首歌有流行 有摇滚 有民谣 有说唱 几乎涵盖了各个风格 天南海北的网友们 在听完这些歌之后 有的人很快就分享给了自己的朋友 就这样一传实实传百 专辑的销量一直在猛增 甚至在抖音上 都已经有人分析点评 这张新专辑了 这样的传播速度 是连邵阳自己都没有想到 短短一下午的时间 专辑的销量 就从中午的八万 暴涨到了二十九万 杨岚和薛佳佳两个人 是亲眼见证着 销量一步步从八万涨到二十九万的 这会儿 两个都已经惊讶地说不出来话了 要不是杨岚和企鹅音乐那边的工作人员 打过电话确定 他都怀疑 数据是不是统计错了 别数里 薛奇坐在沙发上 在企鹅音乐的软件上 找到了邵阳的新专辑 扶摇 他一步步注册 登录 认证 花了好久的时间 才把这专辑给买下来 本来他是不知道的 是今天回来的路上 司机小张戴着个耳机 一直在哼哼唧唧 薛奇就问了一句 你在听什么歌 司机小张刚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 后来连忙解释道 老板 我在听一首新歌 这个歌手挺有才的 我也是朋友推荐的 要知道 小张平时也是不怎么听歌的 薛奇知道这一点 才多问了一句 哪个人唱的 叫 叫什么来着司机 把车停在了红绿灯前 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然后说道 哦 对了 叫邵阳 薛奇心头一震 你说叫什么 邵 邵阳啊 阳光的阳 薛奇伸手要手机 小张连忙递给了他 薛奇看了一眼 屏幕上的海报照片 眼神立马就变得深邃起来 老 老板 你知道他 能不知道吗 他是我女朋友的男朋友 拱我家白菜的猪 这几首都是他唱的 嗯 今天刚出的新专辑 我花了三十块钱买呢 不过现在做明星可真赚钱啊 已经快卖了三十万张了 算一下就是九百万 我估计很多人一辈子都挣不到这么多钱 薛奇又问道 连车里的蓝牙 放我听听看 好了 小张很快照做 这专辑的歌 他都已经听了一遍 小张觉得 像什么 起风了 江南 什么的 自己老板肯定不喜欢听 于是他播放了最后上架的那首 贝加尔湖畔 这首歌老板说不定会喜欢 车里的音响是顶级的 四个车门都有 形成了环绕音 少阳的歌声 很快在车里响起 如风草地 流水缠缠 一首歌播完 车子也开进了别墅 这不 一回到家 薛奇就打开手机 买下了这张数字专辑 又听了一遍 柳红玉走了过来 听到歌声 他挑眉道 这什么歌呀 还挺好听的 以这声音 老少唱的 你说什么 我姑爷唱的 嗯 柳红玉三步并坐两步 跑到沙发上坐了下来 拿着手机确认之后 直接把进度条 拉到了最开始的位置 偌大的客厅里 老少通斥的旋律和歌声 再次响了起来 在我的怀里 在你的眼里 那里春风沉醉 那里绿草如荫 月光把爱恋 洒满了湖面 两个人的篝火 照亮整个夜晚 天哪 柳红玉一只手 看着手机里的少阳海报纸 一只手捂着嘴巴 十分惊讶到 我们姑爷 唱歌怎么这么好听 家家之前 怎么不跟我们说 可能是怕我们知道 小少是歌手的话 我们会有偏见吧 哪有什么偏见 我姑爷这么多才多艺 我高兴还来不及 以后生了宝宝 要是能遗传到 小少的艺术天赋就好了 咱们家可没人有艺术天赋 你现在是魔杖了吧 在家还一口一个孤眼 柳红玉天天 在小姐妹面前炫耀 现在都已经叫顺口了 被薛奇这么一对 他一巴掌 拍在薛奇的大腿上 狠狠瞪了他眼道 你个老古董 活该没人喜欢你 柳红玉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 拍了一张正在播放的歌曲界面 发到了他的老闺蜜群里后 在群里喊道 姐妹们 这是我姑爷唱的歌 大家听听怎么样 薛奇重重叹了口气 起身去了书房 他先找老吕 要了吕媚的电话 直接拨通了过去 他要问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是公司合伙人吗 怎么又成歌手了 第95技术活 该赏 沈瑞傻眼了 就在今天早上七点多的时候 华丽乐的销量还是扶摇的六倍之多 他甚至觉得自己稳操胜券 可到了晚上九点多 扶摇的销量 直接从早上的三万不到 一下子涨到了三十多万 不到一天时间 翻了十倍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 华丽乐 现在才堪堪 破了二十万 这其中有多少水分 沈瑞自己心里也一清二楚 沈瑞舔了舔发干的嘴唇 手指几乎是有些颤抖的点开了 扶摇 这张专辑的评论区 扶摇 绝对是今年的最佳专辑 没有之一 这张专辑里 每种风格的歌都有 但我每首歌都很喜欢 哈哈哈哈 我抢到演唱会的门票了 九月五号 不见不散 羡慕楼上的狗东西 五点的时候我去抢票 特么的一秒钟的时间 两千张票就卖完了 希望明天能抢到的 但估计希望渺茫 这条下面 少阳回到 演唱会会在企鹅视频 进行全程直播 买不到票的兄弟姐妹 可以在at企鹅视频里看直播 太好啊 九月五号 正好星期五 已经三十六万的销量了 离十二点的 还有两个多小时 我估计 这张 扶摇 首日销量 应该能有四十万出头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新人的专辑 能卖得这么好 技术活 该赏 这张专辑 感觉可以听好长时间 期待实体唱片发布 我要买一张收藏 我先买到沈瑞的新专辑 刚开始听还不错 后来听完了扶摇里的九首歌 再去听那张专辑 我都想把买专辑的钱给退掉 王八蛋 沈瑞看完这条评论 气愤地 把手机直接扔在了地上 手机屏幕摔了粉碎 沈瑞直愣愣地站在那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怒火 沙发上的王美美无动于衷 他知道沈瑞的脾气 这个时候 不管他说什么 都会是火上浇油 所以 他干脆选择沉默 这场仗已经输了 而且 输得一点反手之力都没有 王美美下午的时候 就已经偷偷把 邵阳新专辑的九首歌都听了一遍 尽管他是沈瑞的经纪人 但抛开这个身份来评价 他也觉得 扶摇 上次 磨度某个高档小区里 宋丽不可置信地 看着手机屏幕里的歌词 听着耳边记熟悉 好像有些陌生的歌声 他整个人就像是实话一样 半天都没有任何反应 少 杨他怎么 他怎么能写出 这么好听的歌 宋丽这段时间 发展的并没有想象中的好 虽然他成功组团出道了 但因为 在唐心少女上排名第九 所以 他的粉丝在九个人里面 算是最少的 而且 唐心少女的其他八个人的平均年纪 在十九 二十岁左右 虽然宋丽谎报了自己的年纪 但他队友都知道这回事 因为这个关系 导致其他队友跟他的关系 也都一般般完整内容 唐心少女这档节目结束后 刚开始通告 确实有很多 毕竟节目的热度 没有那么快降下去 但现在 通告已经越来越少了 有的通告还只会请其中的一两个人 就算宋丽的报价最低 但绝大多数情况下 这种机会都是别人的 看着自己的前男友 人气越来越高 宋丽心里有一种很强烈的挫败感 他很不甘心 凭什么分手之后 你过得比我还好 我付出那么多东西 才能进入娱乐圈 才有今天 你怎么能这么轻松就火了起来 不能 不能就这么算了 尖锐的美甲刺金肉里 带来一阵钻心的疼痛 但宋丽却面无表情地 看着手机屏幕里的少阳 眼神阴冷得令人可怕 半夜零点整 扶摇的首日销量定格在了42万5 离破记录只差10万 这个成绩可以说超出了 一阳经纪公司所有人的意料 没有人能想到 扶摇的销量会在下午的时候爆炸增长 杨兰看到这个数据 合上笔记本 戴上耳塞 十分安心地睡下了 此时此刻的小阳楼里 正在网上被网友热议的少阳 又一次躺在了沙发上睡觉 薛佳佳借着看专辑销量的借口 一直留在小阳楼里 就在少阳洗完澡出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少阳没有办法 只能把他抱到了自己房间 好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他甚至在想 要不要把隔壁的房间也收拾出来 让薛佳佳搬过来算了 也省得他每天跑来跑去 但思虑再三 少阳还是决定在等等 一夜无事 之后两三天 扶摇在网上的口碑越来越好 随着许多乐评人在网上评论 包括少阳认识的陈梦 特意发微博 大力夸赞了一下少阳新专辑后 扶摇的销量节节高升 至于华丽乐 第二天就被圆圆甩到了后面 等到9月4号 也就是演唱会的前一天 扶摇的销量 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36万 这个成绩甚至都超过 绝大半的一线歌手 也正是因为这张专辑 让许多圈内人都认识了 少阳这个新人 商务车上 杨兰开车 张兴怡坐在副驾驶 少阳和薛佳佳在后面排排坐 四个人正要前往演唱会现场 看看布置得怎么样 顺便试一试音效 走一个过场 沈瑞这几天还有什么动作吗 少阳主动问道 杨兰笑道 到现在 他的新专辑销量都才70来万 他还能有什么动作 那东黄娱乐呢 沈瑞在东黄娱乐的地位并不高 东黄娱乐帮他找了两个一线明星捧场 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不可能会再为他投注太多资源 说实话 我也没把沈瑞当成是我的对手 我的目标 其实是他背后的东黄娱乐 杨兰愣了一下 说道 少阳 事情到这为止 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想了 这几天 已经有不少节目发来邀请 你没必要为了这件事 话未说完 少阳就打断道 兰姐 我和东黄娱乐之间 是新仇加旧恨 这是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那你想做什么 总不能直接发微博说 东黄娱乐刻意打压你吧 到时候拿不出证据 东黄娱乐说不定还会反咬我们一口 等演唱会之后再说吧 我心里有数 第96这么多人 都是来看小少一个人的 魔都大舞台 满座可同时容纳一万两千名观众 基本上明星在魔都开演唱会 都会在魔都体育场 奔驰文化中心 魔都大舞台之间做选择 下车之后 杨兰带着少阳一行人 走进场馆内 魔都大舞台在前年翻新过一次 无论是外面的装潢 还是里面的硬件设施 都无可挑剔 这个时候 入场口的地上已经铺上了红毯 走廊两旁也贴满了少阳的海报照 而且此时此刻 还有不少人在里面干活 有布置舞台 有调试灯光的 在正对着舞台的一小块地方 企鹅视频的人 也在为明天的直播做着准备 本来企鹅视频 没太重视这场演唱会 但随着 扶摇 这张专辑在国内爆红 他们意识到 这场直播会给企鹅视频 带来大量的流量后 才对这件事特别上心 而在观众席上 云长的员工 也正在给每一个座位上放宣传手册 封面是邵阳的照片 打开里面是一些看演唱会的注意事项 但里面夹杂着许多云长的产品图 显然是没放过打广告的机会 邵阳 这位是刘导 你这次演唱会的导演 之前导过两场地方卫视的中秋晚会 还以副导演的身份 参与过春晚 幸会幸会邵阳主动伸手 导演刘青也伸手笑道 祝你演出顺利 我这边基本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你要不要试一试音响效果 嗯 邵阳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麦克风 跟他们说了 自己要是拿首歌后 就走上了舞台 刘青把这当成了彩排 直接拿着对讲机 让人按照预先的安排 把灯光调暗了 邵阳清了清嗓子 比了一个OK的手势 伴奏声紧接着响起 是专辑的最后上架的那首 贝加尔湖畔 在我的怀里 在你的眼里 那里春风沉醉 那里绿草如音 邵阳的歌声 回荡在大舞台的场馆内 天类般的嗓音 让许多正在干活的工作人员 都忍不住停下手里的工作 目光望向了舞台 音响效果确实不错 看来公司确实帮自己 弄来了国内最好的音箱设备 邵阳并没有把这首歌唱完 唱到一半后 他就停了下来 把张兴怡叫了上去 虽然这时候 台下还没有观众 但是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 张兴怡心里十分忐忑 我要唱哪首 他小声问道 邵阳看到台下 有几个人拿着手机在拍 就到 就唱起疯了吧 别紧张 嗯 邵阳拿着话筒吩咐道 请放一下 起疯了的伴奏 几秒钟后 伴奏声响起 紧张归紧张 但几天的练习 早就让张兴怡 养成了近乎本能的反应 他恰到好处地唱了起来 在音响效果的加持下 他的声音显得特别的干净 杨岚之前一直不知道 为什么邵阳会选一个新人 在自己的演唱会当嘉宾 还为了他和吕梅签了对赌协议 他现在倒是明白了 张兴怡一场的漂亮 二唱功也合格 同时还是学表演的 这样的人进入娱乐圈 以后有大把的发展机会 检验了一下音响效果 工作人员又带着邵阳 把后台转了一圈 而云长公司的工作人员 也把明天晚上要穿的五六套衣服 全部准备好了 在现场待了一个小时 八点多的时候 杨岚先把邵阳和薛佳佳送回了家 因为明天就是演唱会 为了以防万一 杨岚则带着张兴怡在酒店 开了两间房 9月5号 下午第二节课结束之后 张兴怡的三个室友 便立马换了身形头 出门往魔督大舞台去了 本来只要半个小时的车程 在最后一段路上 却硬生生堵了二十多分钟 出租车司机急得骂娘 现在才五点多 还没到下班的点 路上怎么会这么堵 他妈的 路上全是出租车和网约车 烦躁的司机 直接在他的同行群里抱怨起来 结果发现 好几个同行 都被堵在了这段路上 他一戏问才知道 原来今天有个人 在大舞台开演唱会 所以才堵成了这个样子 好在很快就有绿马甲 在十字路口 维持交通秩序 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张兴怡的三个室友 才来到了大舞台外面 此时才六点 演唱会八点才开始 但场馆外面 已经是密密麻麻的人了 人怎么会有这么多 天啊 这排队得排到什么时候 要不问兴怡 能不能带我们直接进去 还是别了吧 心意帮我们弄来门票 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会儿他肯定很紧张 我们还是别打扰他了 也是 叮铃铃 伴随着下课铃声响起 少月儿三两下收拾好 要带回家的几本书 和几套试卷后 就立马从教室里跑了出去 不仅连少月儿的同学们都梦了 就连刚说完下课 还没来得及走的老师 都看傻眼了 少月儿这是怎么了 平时放学 也从没有这么积极过呀 少月儿一路上 快步离开了学校 回到家里后 很快找老妈要了手机 听到自己儿子晚上就要开演唱会了 邵文松和陈兰英 也是早早 把水果店关了门 一家三口 守着手机 等着演唱会直播开始 一辆保姆车 从VIP通道 开进场馆内部的停车场上 吕梅掏出手机 拨通一个电话 喂 薛叔 你和柳姨动身了吗 已经在路上了是吧 好 那薛叔 你到了外面 记得跟我发个消息 我带你从侧门进来 薛叔你就放心吧 我不会告诉佳佳的 挂掉电话 秦宇涵 沈书华 程婷婷 一个个瞪大双眼道 梅姐 你是在跟薛叔叔打电话吗 是啊 薛叔叔和柳阿姨 也要来听少阳的演唱会 嗯 天啊 我警告你们三个狐狸精啊 这件事别告诉佳佳 更别告诉少阳 薛叔特意吩咐过的 是 秦宇涵抬起手 坑枪有力地进了个礼 吕梅哭笑不得地拍开她的手 推开车门道 走吧 我先带你们去后台 待会儿演唱会开始 你们就在上场门的位置看 梅姐真小气 也不给我们弄几张 第一排的座位票 要不你们找三个 有第一排位置的粉丝 换换 看看他们是愿意 在第一排看演唱会 还是可以在后台自由活动 那还是算了吧 我就口嗨一下 死样 7点20 演唱会开始检票 每一个通过检票的观众 都能获得一份 云长赞助的惊喜礼带 这让进场的粉丝们 特别高兴 毕竟 门票只要不是在黄牛那买的 价钱并不贵 而这份惊喜礼带里 光是那对云长品牌的 银饰耳坠 估计就不便宜 在观众席 做得七七八八的时候 吕梅也悄悄带着薛奇 和柳洪玉两个人 在观众席靠后的 一个位置上坐了下来 柳洪玉看着不停 从外面涌进来的粉丝 小声道 这么多人 都是来看小少一个人的 薛奇眼观鼻鼻关心 保持沉默 柳洪玉哼哼骂了两句老古董 他很期待演唱会开始 来之前 还特意把手机充满了电 准备待会儿多拍点视频 分享到他的老闺蜜群里 第九十七帧 风神现场 后台 一群人围在少阳身边 给他化妆 做造型 杨岚看着手表上的时间 着急到 动作快一点 离开时只剩15分钟了 马上就好 佳佳 外面情况怎么样了 刚从上场口回来的薛佳佳说道 基本上快坐满了 不过门口 还有人在等着检票 少阳 你还记得流程吗 上场唱三首歌 然后抽奖送五套 限定版尸体唱片 之后再唱两首歌 就和观众互动 再就是心意上台 跟我合唱起风了 今天晚上 少阳一共要唱14首歌 除了新专辑的9首歌之外 还有之前已经发布的 《萧丑》 《十年》 《木马城市》等 因为嘉宾就只有张心仪一个 所以每隔个两三首歌 都会有一个抽奖活动 少阳也可以趁着这个时间 下台换衣服 待会儿 你在台上要是渴了 就跟薛佳佳比个手势 佳佳 少阳在台上的时候 你就一直在上场口守着 随时给他送水 好 只剩十分钟了 发型师最后给少阳的头发上 喷了定型喷雾后 化妆也总算是结束了 这个时候 前场的观众席 也已经坐满了 每个人手里 都拿着蓝色的发光音源棒 这个时候 大部分观众都在拍照聊天 整个场馆那一片嘈杂 大屏幕上亮起了 十分钟的倒计时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只剩两分钟的时候 少阳已经站在了升降梯上 手里拿着话筒 他身边一堆人看着他 每个人都 看上去比他还要紧张 咚 在倒计时来到十秒钟的时候 全场灯光骤然变暗 那种类似心跳的音笑声响起 十 九 全场观众看着大屏幕上 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 观众席上 快五十岁的柳红玉 拿着手机 对着舞台上拍着 他竟然也跟着旁边的 一群小姑娘一样 一块喊了起来 三 二 一 那喊声铺天盖地 在倒计时结束的那一刻 伴奏声也在巨大的场馆里 回响起来 作为开场的第一首歌 势必要达到热场的效果 在少阳已经发布的那些歌当中 只有两首歌 有这样的功效 一首 浮夸 另一首就是新专辑 扶摇的 王妃 黑暗中 无数散发着蓝色光芒的 应援棒舞动起来 像夜空中闪耀的星星 观众席 俨然成了一片星海 升降梯的位置 一盏冷光打下来 照亮了少阳出现的位置 在少阳出现在舞台的这一刻 全场气氛被点燃 尖叫声 呐喊声 一波接着一波 好在音响的声音足够大 加上少阳带着而返 他并没有被台下的声音给影响 在前奏结束的那一刻 他也开始唱起了起来 摇晃的红酒杯 嘴唇像染着鲜血 那不寻常的美 难赦免的罪 谁忠心地跟随 冲其量当个侍卫 脚下踩着玫瑰 回进一个稳当安慰 身红色的一身西装 上半身里面 并没有穿内搭 只扣了一个扣子 在少阳跟随着声音律动的时候 胸膛和腹部的肌肉线条 若隐若现 迷人的声线 抓耳的歌声 一下子就让底下的观众躁动起来了 少阳唱到一半 走到舞台最前方 大声道 全场 给我尖叫声 啊 控制直播镜头的摄像老师 直接把镜头拉近 给了少阳特写镜头 后台的一群人 通过直播看着舞台上的情况 看到少阳在台上游刃有余 台风丝毫不亚于顶流歌手的时候 一个个也都惊呆了 他 真的是第一次开演唱会吗 假的吧 张欣怡一双眼睛 愣愣看着画面里的少阳 他全身鸡皮疙瘩都立了起来 太 太强了 简直太强了 直播间弹幕上 风神现场 真 风神现场 隔着屏幕 都感觉把现场炸翻了 这首歌太费嗓子了 开头就唱这首歌 不怕嗓子哑吗 不愧是少阳啊 听着台下的欢呼声 少阳陶醉其中 状态越来越好 痛太美 尽管再卑微 也想尝粉身碎骨的滋味 你太美 尽管再无言 我都想用十堆隔绝事件 我的王妃 我要霸占 你 的 没 伴随着最后一句歌词 台前的冷焰火冲天起 全场观众已经彻底嗨了起来 一首歌结束后 灯光瞬间熄灭 沉寂了几秒钟之后 最赤壁的伴奏声接着响起 紧接着第三首便是 江南 如果不是现场收尽了观众的尖叫声 恐怕有不少人都会认为这是 放了原唱 企鹅视频的在线观看人数 风涨到了两百多万人 要知道这场直播可是要付费观看的 这是实打实的数据 不像直播平台一样 外面显示几百万人 但真实 恐怕连几十万人都没有 弹幕密密麻麻 一波节奏跟着一波节奏 等第三首江南唱完的时候 弹幕竟然全部变成了行走的CD 此时此刻 不知道有多少人同行歌手 在看这场直播 相比起扶摇专场演唱会 另一边同样在企鹅视频直播的 华丽乐演唱会 直播间观众 从最开始的一百万出头 在两首歌唱完后 反而还下跌倒了七十万人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一直下降 哼哼哼 第三首歌结束后 话筒里回响着 邵阳粗重的喘息声 再厉害的歌手 也不可能一口气连唱几首歌 更别说 开头第一首歌 本来就是一首巨废嗓子的歌 就在这个时候 台下 不知道是哪个女粉丝 突然挥舞着应援棒 尖声喊道 邵阳 我爱你 女粉丝都喊破音了 但现场并没有人嘲笑她 在她之后 很快又有人喊了起来 声音此起彼伏 柳红玉端着手机 撇撇嘴道 现在的这些小姑娘 真的是 动不动就把我爱你挂在嘴里 薛奇出气不易倒 你还好意思 说她她们 小少去我们家才几次 你就喊她姑爷 滚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台上 邵阳缓了好一会儿 终于开口说话了 接下来 请给我几分钟的时间 去后台喝口水 在这几分钟时间里 灯光老师会随机 在现场抽取五名幸运观众 我会赠送每个人一张限量版的 扶摇 实体唱片 上面会有我的亲笔签名 祝大家好运 听到有抽奖环节 还是限量的 观众一个个都疯了 邵阳伸手打了个响指 一束白光就照在了观众席上 他微微一笑 拿着麦克风下台了 薛佳佳连忙递给他一瓶水 看到邵阳额头全是汗 又拿了两张纸巾 给他擦了擦汗 旁边的秦宇涵 沈淑华三个人 跺着脚激动道 邵阳 你在台上的时候 真是太帅了 爱死我了 感受到薛佳佳那略带威胁的目光 就像是在宣誓主权一样 秦宇涵忙道 口嗨 我就口嗨一下 邵阳现在哪有时间听他们说话 一口气喝了半瓶水后 立马回到后台换衣服了 换好衣服 前场也已经抽出了三位幸运观众 邵阳又喝了口水 吩咐道 星宇 你准备好啊 待会两首歌唱完 我就会给你首饰 你直接来台上 邵阳接过杨岚 递来的五张限量版唱片 回到了台上 五名幸运观众在一万多双羡慕眼神的注视下 从邵阳的手里接过了实体唱片 演唱会继续进行 第98老天爷赏饭吃 一首消愁 一首木马城市 让躁动的现场又变得安静下来 因为是老哥的缘故 所以很多台下的粉丝都会跟着合唱 上万人的声音合在一起 在现场听 还是很震撼的 薛奇看着大屏幕上的歌词 心里也很好奇 邵阳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是怎么写出这么沧桑的歌词的 一杯敬朝阳 一杯敬月光 一杯敬故乡 一杯敬远方 一杯敬明天 一杯敬过往 一杯敬自由 一杯敬死亡 朝阳和月光属于少年人 故乡和远方缠绕青年人 明天和过往羁绊中年人 自由和死亡是每个人的终点 能写出这么有深度歌词的人 不应该是一个宝经岁月风霜 或者是经历过生死的人吗 可邵阳他才二十六 公司里像邵阳这个年纪的杰出青年 一抓一大把 但薛奇一眼就能看穿他们 唯独邵 让薛奇到现在还琢磨不透 薛奇会想这么多 旁边的柳红玉却不会这么想 他虽然欣赏不来这种流行音乐 但看到全场观众跟着邵阳一起合唱 他都有些激动的 都说不出来话 先前他还会考虑门当户对这个问题 他倒不是看不起邵阳的出身 只是阶层不同 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就不同 兴趣爱好也不会不同 两个在一起 要是连共同语言都没有 那结果多半是不了了之的 但现在柳红玉根本不会想这么多了 因为在他眼里 邵阳已经足够优秀了 接下来这首歌 我想邀请一个不知名歌手 跟我一起合唱 第五首歌唱完后 邵阳走到台前坐了下来 就像是和老朋友一起聊天的语气说道 为什么说是不知名歌手呢 因为他还没有出道 那有人就要问了 为什么我会请一个素人来跟我合唱呢 邵阳卖了个关子 然后立马自嘲笑道 那当然是因为我咖位低 又没有钱 所以请不到有名的歌手啊 台下一阵报笑 不过我觉得啊 不管一个人有没有名气 是不是歌手 他都有站在大舞台唱歌的权利 而且接下来这首歌 我和他合唱的话 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所以大家给点掌声 把这位不知名歌手给请出来吧 啪啪啪啪 台下立马响起了一阵掌声和欢呼声 但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这些掌声和欢呼声 其实都是 看在邵阳的面子上拍的 张欣怡小心翼翼地走到舞台上 他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小脸板着特别认真 一看就很紧张 邵阳知道这个时候 不管说什么 张欣怡的紧张 都不会得到缓解 他只是 朝张欣怡点了点头 然后给后台比了一个手势 起风了 送给大家 会唱的 可以跟着一起唱 伴奏声悠然响起 张欣怡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他深呼吸了两口气 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伴奏声中 同时心中不断安慰自己 张欣怡 这是你这辈子最好的机会 不要辜负这几天的练习 不要辜负杨哥的希望 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 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 迈出车站的前一刻 竟有些犹豫 邵阳唱完属于他的部分 张欣怡一只手立马拿起话筒 另一只手攥成了小拳头 完美地跟着伴奏开口唱了起来 不禁笑着敬香琴切 人无可避免 而长野的天 依旧那么暖 风吹起了从前 张欣怡才唱了几句 台下观众便立马有人叫好 蓝色的应援棒高高举起 如同海洋一般 台下的叫好声 明显给了张欣怡几分底气 他逐渐自然起来 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 也沉溺于其中梦话 不得真假 不做挣扎 不惧笑话 高潮部分 两个人的声音 完美结合在了一起 为了突出张欣怡的声音 邵阳特意用假声帮忙混音 配合得十分默契 等一遍唱完 第二遍开始的时候 张欣怡彻底放了自我 如果之前的练习 只能打85分的话 那今天晚上 他的歌声完全可以打95分 他的声音 在这顶级音响的衬托下 显得特别干净 空灵 就如同竹林剑的黄铃鸟叫声一般 我终将青春还给了他 连同指尖弹出的剩下 心之所动 就随风去了 以爱之名 你还愿意吗 尾音拉长 两人的声音从高到低慢慢消失 在伴奏声落下的那一刻 全场立马响起了热情的欢呼声 观众席上 张欣怡的三个室友 瞪大眼睛 看着舞台上的张欣怡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和亲耳听见 他们根本不敢相信 舞台上那个浑身发着光的女生 竟然是自己朝夕相处的室友 好听吗 邵阳大声问道 好听 他叫张欣怡 我就知道 所以除了这首 启风了之外 我还专门给他量身定做了一首歌 接下来 我把舞台交给他 我去去就来 邵阳说完 转身离去 偌大的舞台 只剩下张欣怡一个人 此时此刻 他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紧张 他深呼吸一口气后 转身朝上场门的位置点了点头 大屏幕亮起 上面出现了歌曲信息 隐形的翅膀 作词 邵阳 作曲 邵阳 演唱 张欣怡 观众还是很捧场的 挥舞起了应援棒 悦耳的伴奏声响起 紧接着 张欣怡那独一无二的干净声音 慢慢回荡开来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就算很受伤 也不闪泪光 我知道我 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待我飞飞过绝望 直播间里 弹幕疯狂刷了起来 这声音真是绝了 什么叫老天赏饭吃 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听他唱歌 感觉耳朵在被人按摩 老天赏饭吃啊 邵阳出品 避暑精品啊 感觉能和这首歌产生共鸣 建议上春晚 直接原地出道吧 这歌喉秒杀99%的女歌手 观众席上的柳红玉 都忍不住称赞道 这姑娘声音真好听啊 薛奇虽然没有说话 但也点了点头 显然是在赞同这句话 我终于看到 所有梦想都开花 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喷亮 我终于朝降 用心凝望不害怕 哪里会有风 就飞多远吧 副歌部分 音调拔高 配合着大屏幕上的效果 和舞台上干冰产生的烟雾 画面在镜头的呈现下 特别的完美 这首歌音调不算高 但张欣怡的歌声中 却透露着一种自信 坚强的力量 这种力量 感染到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弹幕上 直播间观众们 又一个个地刷起了 天籁之声的弹幕 尾音落下 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句话 每个人都有一双翅膀 虽然它是隐形的 但你们飞的时候 所有人都看见了 张欣怡90度鞠躬 也不知道是被歌声感染 还是被大屏幕上的话给感动 观众席上 响起了珊瑚海啸般的呐喊声 良久 邵阳终于走上舞台 演唱会结束之后 我们会尽快把这首歌上架 请大家记住这首歌的歌名 记住我旁边这个小姑娘 她叫张欣怡 张欣怡知道 邵阳这是在捧她 她泪眼模糊地看了一眼邵阳 十分感动地离开了舞台 吕梅看着直播间弹幕 大量飘过低弹幕 嘴角不禁微微上扬道 看来邵阳赢了 她马上就要成为 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了 魔都 一座豪华的别墅内 在圈内被称为歌谈天后的李飞 听完这首歌后 问到旁边的经纪人 你觉得这首歌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很好听 但能火成什么样子 还得看市场反应 这个邵阳什么时候出道的 我之前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他 今年暑假前夕 参加了一档叫做 璀璨之子的选秀综艺 以第一名的身份出道 但他之前都是歌红人不红 就是发布了这张新专辑 短短几天就让他迅速窜红了 经纪人不慌不忙道 我刚才看了他的微博粉丝 已经快接近一千万了 这场演唱会过后 说不定加得更快 这样的人气 已经完全可以媲美一线歌手了 此刻 画面里的邵阳 已经唱起了民谣歌曲《南山南》 李飞听完上半部分后 笑道 明天 你帮我联系他吧 飞姐 你联系他做什么 我想让他帮我也写一首歌 我上一次出新歌 都是前年的事了 岳哥 李飞这两年 除了接了几个代言广告之外 其他时间一直在家休息 经纪人听到李飞终于想出新歌了 连忙答应下来道 好 我明天就联系他 南山南 北秋杯 南山有谷堆 南风南 北海北 北海有墓碑 鱼音绕梁 淡淡的忧伤在全场荡漾开了 薛气听到这里 才终于夸赞道 小少确实很有艺术天赋 改天把他叫到家里来 把这事摊开来说 别让他以为 咱们会看不起歌手这个职业 老家伙 你终于开窍了 观众的情绪竟在少阳的掌握之中 南山南 之后 是 东风破 东风破 之后 唱了之前的两首老歌 不知不觉 时间就已经九点半了 一连唱了好几首歌后 少阳喉咙也有些发干 但观众的热情依旧不减 按照流程 他得唱完接下来的这首歌才能下去 所以他办法 只能直接拿着话筒喊道 喂 来个人 拿瓶水给我 可死了 上场口那里 薛佳佳似乎是有些走神了 这会儿还在发呆 秦宇涵直接推了推他 干嘛 少阳喊你呢 哈 半天没见人上来 少阳看向台下自嘲笑道 看来是工资没给够 我的助理罢工了 台下哄堂大笑 助理 给我瓶水啊 薛佳佳这才反应过来 急匆匆拿了瓶水 在秦宇涵几个人的催促下 直接就朝少阳跑了过去 他走上台才意识到 演唱会还没有结束 台下有上万双眼睛看着自己 好在薛佳佳有戴口罩 他强忍着镇定 把水递给少阳 少阳一边喝着水 一边低下了头 明显是要薛佳佳给自己擦汗 薛佳佳心里骂了两句混蛋 但手 还是很老实地 抽了两张纸巾 给少阳擦掉了脸上的汗水 少阳把矿泉水瓶递给薛佳佳 同时拿起话筒 说道 下一首歌 告白气球 啊 又是一片尖叫声响起 薛佳佳快速接过矿泉水瓶 瞪了少阳一眼后 满脸娇羞地回到了上场口的位置 舒华 听听 你们闻到了吗 闻到什么了 恋爱的酸臭味 哈哈 闻到了 第九十九光荣 告白气球 一首甜甜的情歌 本来这首歌要比 起风了 更适合合唱 但少阳并没有选择和张欣怡一起唱这首歌 少阳没说理由 但身边人都能猜到 虽然薛佳佳戴着口罩 但在他走上舞台的那一刻 柳红玉却一眼就认出了 那是自己的女儿 少阳弯腰 薛佳佳给少阳擦汗的画面 更是让观众席上的柳红玉 直接看呆了 那是佳佳 柳红玉用手肘顶了顶薛奇 明知顾问道 薛奇恩了一声 美好气道 我的宝贝女儿竟然成了别人的助理 哼 一个大男人 这声哼 却显得特别傲娇 充满了怨气 在薛奇眼里 少阳再厉害 也是一头猪 一头乱拱白菜的猪 旁边反应过来的柳红玉 一脸高兴道 我拍下来了 我都拍下来了 老薛 你看他们俩这也太甜了 薛奇刚喝口水 听到这句话 差点把嘴里的水给喷出来 甜 你当时在看偶像剧呢 这娘俩 我真是服了 告白气球这首歌并不难 高潮部分 又是全场大合唱 十点钟 最后一首歌 贝加尔湖盘送给大家 到此刻为止 演唱会已经持续了两个小时 但观众却没有一个离场 企鹅视频直播间的最低 在线观看人数 也有九十多万 还是刚开始的时候 弹幕数量更是直接破译了 这个成绩对于一个顶流歌手来说 可能不算什么 但对于一个刚出到不过半年的新人来说 绝对算是一个很夸张的成绩 而隔壁沈锐的演唱会 请了七八名嘉宾 其中更有两位圈内一线歌手 但直播间的平均在线人数 不过区区六十万 这场暗地里的较量 也早就这个时候 奋出了胜负 碾压性的胜利 在我的怀里 在你的眼里 那里春风沉醉 那里绿草如荫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两个人的篝火 照亮整个夜晚 优美的声音 通过现场的音响 在偌大的会场回荡起来 观众陶醉其中 手中的荧光棒 缓慢摇晃起来 如碧蓝大海的波浪 一波接着一波 弹幕上整整齐齐的 天籁之声 再次刷了起来 如果不把弹幕关上 整个屏幕都会被这四个字给霸占 就在某一天你 忽然出现 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 你清澈又神秘 向贝加尔湖畔 曲子结束 也标志这场演唱会结束了 邵阳弯腰鞠躬九十度 久久没有起身 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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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场上万人一起 喊起了邵阳的名字 弹幕上 也同样刷起了这个名字 邵阳转身下场 但在快走到上场口的时候 听到观众仍然在喊自己的名字 邵阳突然停下了脚步 拿着话筒回到了舞台上 最后一首歌 光荣 送给你们 看到邵阳又回来了 都已经从座位上站起来的观众们 再次疯狂地尖叫起来 后台 看到邵阳又回到了舞台上 吕眉瞪眼道 贝加尔湖盼 不是最后一首歌吗 这应该是邵阳临时加的 邵阳伸手放在嘴边 嘘了一声 这是他标志性的动作 全场观众很快安静下来 这首歌不是提前准备的 所以后台 也没有伴奏 我只能轻唱 请大家安静地听完这首歌后 有秩序地离开现场 路上注意安全 这场演唱会只是开始 以后大家还会再见 一双双炽热的目光 全部看着舞台上的邵阳 彻底安静下来后 邵阳轻唱起来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 我要对你深深地鞠躬 因为付出的努力 有人能懂 邵阳再次鞠躬 然后走到台前 坐了下来 导演立马喊道 给灯光 推静静 给特写镜头 舞台大屏幕上出现了 邵阳的静静画面 企鹅视频也同样是这个画面 邵阳坐在那 汗水顺着脸颊 从下巴处滴落 聚光灯下的他 光芒万丈 掌声雷动 新潮翻涌 这时开始不是最终 当你为了我把手掌拍痛 我该拿什么回报 你情有独钟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 我要对你深深地鞠躬 因为付出的努力 有人能懂 台下一片安静 也没有伴奏声 邵阳也唱得很清楚 即使没有歌词 观众也能听得一清二楚 这明显就是为粉丝写的歌 邵阳真诚的声音传遍全场 这是属于我们的光荣 这是送给你的欢乐送 每一个你是我伟大的英雄 最后一句唱完 正如歌词唱的那样 伴随着欢呼声呐喊声 全场掌声雷动 在掌声中 邵阳漫步下场 声音久久未歇 全场灯光亮起 两久之后 观众才不舍地离开现场 企鹅视频总部 负责这场演唱会直播的工作人员 关闭了演唱会的直播间 把整场直播视频保存 随后准备上传 视频上传 需要取一个标题 看完了全程演唱会直播的工作人员思考一会 敲字编辑到 扶摇专场演唱会 邵阳风神现场 视频刚上传成功 就有许多错过演唱会的人点击进来 播放人数快速飙升 从VIP通道离开现场 回去的路上 柳红玉赞叹道 真没想到 小少竟然会这么受欢迎 咱们家家家眼光真是不错 改天把他们两个叫到家里来 我要跟小少谈谈 你要和小少谈什么 我要问问他以后的打算 总不能一直当个歌手 你还想不想自己女儿嫁人了 柳红玉想了想 很快答应道 好 晚上我就给小少打电话 过几天吧 这两天他肯定很忙 行行行 少阳这边演唱会结束的时候 沈瑞那边也落下了帷幕 两个多小时的演唱会下来 一点纰漏都没有出 沈瑞对此很满意 所以一从舞台上下来 他就立马冲到后台问到王美美 怎么样 在线播放观众有多少 王美美如实道 最高在线人数140万 平均在线人数60万 60万 比我上一次演唱会多了15万 评价怎么样 王美美欲言又止 最后只说了三个字 还可以推出转码页面 请下载APP爱乐最新节 沈瑞对这个成绩还比较满意 他问道 那个少阳的演唱会 直播怎么样 魔都大舞台和魔都体育场的 容纳人数都差不多 而沈瑞的演唱会 早在8月上旬就预售了 演唱会也同样是座无虚席 沈瑞知道 少阳的演唱会现场 也肯定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 他想通过网上的观众人数 来判断 到底谁的演唱会更受欢迎 毕竟很多歌手一到现场就不行了 不是走音就是破音 俗称见光死 王美美半天没回应 正在卸妆的沈瑞追问道 怎么不说话 那个 到底怎么样 沈瑞从王美美的反应中 似乎猜到了什么 他转过身很严肃问道 王美美终于坦白道 他在演唱会的平均在线人数 有140多万 最高峰值500多万 你说什么 谣言小县城的家里 当电视屏幕黑屏后 陈兰英在眼眶里 含了许久的眼泪 终于掉落下来 他不是感动 而是激动 虽然他不知道 少阳唱得怎么样 但通过现场观众的反应和弹幕 他知道自己的儿子 已经成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他为此无比自豪 天底下 还有什么比儿子有出息 更能让做母亲的高兴 旁边的邵文松 同样湿了眼眶 只有少阳满脸笑容 看演唱会的过程中 他不止一次喊道 那是我哥哥 哥哥太厉害了 老爸老妈 你们看到了吗 那是我哥呀 少阳抓着陈兰英的手撒娇道 老妈 让我跟哥哥视频吧 陈兰英抹了抹眼角道 别闹 你哥肯定还在忙 那我发个消息总行吧 少阳还是从陈兰英手里拿走了手机 偷偷跑到角落里发雨音去了 老夫妻 两人对视野 无奈笑道 你这孩子 第一百天后邀个 演唱会结束半个小时后 少阳演唱会风神现场 这个关键词 直接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 谁也没有想到 一个圈内新奇的小人物 一场演唱会下来 就成了火爆全网的存在 演唱会的短视频 在抖音铺天盖地地传递着 好像所有自媒体平台 都被少阳给刷屏了一样 刚拍摄完电视剧夜景的杨采薇 刚坐上房车 准备去酒店 经纪人就把手机递给他道 这个少阳彻底火了 演唱会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 一进抖音 全都是他的演唱会片段 看来之前 你帮他发微博宣传新歌的事 没白宣传 是吗 杨采薇本来还有些睡意 听到这句话 他连忙拿起手机 看起了热搜话题下面的文和视频 半赏 杨采薇放下手机笑道 看样子 我的眼光还不错呢 经纪人王慢道 发个微博祝贺一下他吧 你拍这电视剧 也有段时间没上镜吗 你是让我蹭他的热度 这个热度可不低 杨采薇哈哈笑道 好吧好吧 等到了酒店 你来发 嗯 夜里 同样坐在郑松车里的宋利 端着手机 翻着微博上少阳演唱会的短视频 和微博用户发的相关评论 他心里一颤一颤的 好像被人拿了把剑 不断刺进去拔出来一样 郑松当然知道 宋利在看什么 刚才在演唱会开始的时候 他一直坐在车里看少阳的演唱会 他也同样没想到 少阳的演唱会 效果会那么好 如果说沈瑞的演唱会 没有披露的话 那少阳的演唱会 基本上做到了十全十美 尽管他只请了一个素人当嘉宾 但在那位素人下台之后 有关隐形的翅膀 这个关键词 同样也上了热搜 宋利点开了少阳和张兴怡 合唱起疯了的视频 看着少阳和张兴怡 天衣无缝的配合 在台上闪闪发光 他心里一直在想 出现在视频里的女生 都是属于我的 莉莉 别再看了 你 闭嘴 郑松话还没有说完 宋利就大声打断了他 声音哽咽道 都怪你 都怪你 宋利伸手 想拍郑松的胳膊 郑松一个刹车 直接伸手抓住了宋利的手腕 看着后悔的宋利 郑松冷着脸 一字一句道 当初是你主动要走这条路的 我可没有逼你 没有我的帮助 你以为以你的年龄和条件 能成为东皇娱乐的练习生吗 宋利低头啜泣 满眼悔恨 冷漠道 天底下没有后悔药 你既然选了这条路 就只能一直走到底 说完这句话 郑松踩下油门 把宋利带回了自己的家 演唱会结束之后 累得几乎虚脱的邵阳 直接把手机调成了静音模式 一回到家 洗了得早之后 就直接倒在床上睡了 而公司里的人 却一直加班到 凌晨才下班 最辛苦的则是杨岚 他的手机一晚上都没有停下来过 全都是各大节目组打来的电话 邀请邵阳去当嘉宾 有的节目组 已经将通告费提到了七八百万 显然是看中了 邵阳现在携带的流量 这么多通告 杨岚自然要经过筛选之后 才能进行确定 他一个都没答应下来 准备明天上午去找邵阳商量后 再进行回复 虽然一晚上没怎么合眼 但杨岚还是特别的激动 邵阳这才出道了半年 通告费就已经涨到了 一线歌手的水准 这也让杨岚相信了 演唱会最后 邵阳说的那句话 这只是开始 向来七点半自然醒的邵阳 在演唱会的第二天早上 却一觉睡到了十点多才醒 杨岚一大早过来摁了门铃 见没人开门 就给薛佳佳打了的电话 可薛佳佳也没接电话 杨岚无奈 给邵阳留了的消息 调转车头回公司了 走进一阳经纪公司 杨岚能明显感觉到 气氛要比之前积极很多 每个人都在忙着手里的是 杨岚走进吕梅办公室的时候 里面已经有两个人了 一个是张兴怡 另一个看着比张兴怡大不少年纪 杨岚 你来了 嗯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吴佩斯 以后就是张兴怡的经纪人 杨岚主动上前握手 吕梅笑道 那就先这样 房子这几天 我会给你们找好 这几天先把隐形的翅膀 这首歌给录出来 佩斯 接下来的事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嗯 那你们先去吧 吴佩斯带着张兴怡走了出去 吕梅指了一下对面的椅子 示意让吕梅坐下 然后去角落泡了一杯咖啡 递给了杨岚笑道 看你脸上的黑眼圈 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 别提了 接了一晚上电话 就早上迷了两个小时 你不该先去找邵阳吗 他还没醒 应该是昨天晚上太累了 我待会再过去吧 吕梅汗首道 那就先让他好好睡一觉 我估计 接下来一直到年底 你们都会很忙 肯定的 你接活的话 都提前跟邵阳说一声 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毕竟 他现在除了是公司的签约一人之外 同时也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吕梅怕 杨岚不知道这事 所以也提醒了一句 在吕梅眼里 邵阳早就不单单是公司旗下的艺人 他更像是公司的合伙人 杨岚抿了口略带苦味的咖啡 笑道 这个我知道 大部分事情 我都会听他的 两人没说两句 杨岚的手机 又叮叮当当响了起来 杨岚起身走到角落 接完电话之后 笑道 蓝没台的 跑男 节目组也打电话过来了 想让邵阳去下一期当飞行嘉宾 跑男 去年最火的户外真人秀综艺 嗯 今年 还是原班人马 热度依然很高 而且下一期节目就在摩都路 你跟邵阳商量好就行 杨岚看了一眼时间 正准备给邵阳打电话 问他醒没醒的时候 又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过来 杨岚熟练的接通电话 喂 你好 我是邵阳的经纪人杨岚 你说什么 李飞想请邵阳帮他写一首歌 听到杨岚嘴里的名字 吕梅也瞪大了双眼 李飞 国内天后级别的女歌手 他也想找邵阳写歌 杨岚听明白对方的话后 很快回答 好 这件事 我会跟邵阳说的 晚一点给你答复行吗 好 再见 关掉电话 杨岚直接起身道 看来没时间再坐下去了 压在手里的是太多了 连李飞都找邵阳要歌了 我现在就去找邵阳商量 接下来的事 嗯 你去吧 杨岚将杯子里的咖啡一口喝完 很快离开了公司 第101通告费暴涨 浑身软明明一点劲都没有 邵阳从床上起身的时候 浑身骨头都搁之作响 明明只是在舞台上 唱了两个多小时的歌 但邵阳觉得 就跟长跑了一场马拉松一样累 已经十点半了 邵阳打开手机 看到杨岚给自己的留言后 就回了一句 我刚起 紧接着 他拿着手机 起身走到卫生间 一边播放着 昨天晚上妹妹邵月儿发来的语音 一边洗漱起来 哥哥 你这是太棒了 我和老爸老妈 从头到尾 把你的演唱会看完了哦 哥哥 老妈让我问你 那个在台上给你擦汗的姐姐 是不是就是上次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姐姐 哥 你能不能给我买个MP3啊 邵阳把牙刷含在嘴里 在网上下单了一个MP3 填写地址的时候 邵阳本来是想给直接寄回家的 但直接寄回家的话 MP3里面也没歌 家里也没有电脑 邵阳权衡一番后 还是填写了自己现在住的地址 他想着 自己先下载一些歌之后 再把MP3寄回家里去 下单完成后 邵阳回语音道 妈 你跟月儿说一声 MP3我给他买了 不过要过几天才能到家 另外 你给月儿说 只要他考上了交大 华为五件套和苹果五件套 他想要哪套 我就给他买哪套 语音刚发出去 坐在水果店里的陈兰音听完后 立马回道 你别听那丫头的 他还在念书 买什么MP3 妈 MP3只能用来听歌的 高三学习紧张 晚上写作业的时候 听听歌放松放松也挺好的 你就别管了 这是我和月儿之间的事 对了儿子 妈给你说件事 今天早上 你之前高中学校的校长 跟你爸打电话 说要把你的照片 挂在学校的荣誉墙上宣传 你爸也不懂 糊里糊涂就同意了 我事后也骂他 这件事不要紧吗 陈兰音说话的语气 就像是自己做错了事一样 少阳连忙回道 不要紧 后面如果有什么媒体 要找你和爸采访的话 你们就说自己没时间就行 好 妈 那我先不跟你说了 家里来人了 我应该是要开始工作了 嗯 你忙你的 少阳三两下刷完牙 用毛巾擦了把脸后 急匆匆地跑到门外去 把门给打开了 杨兰下车走了进来 休息得怎么样 还行 少阳笑道 就是这场演唱会 要比我想象中的还累 下次得多请几个嘉宾 要不然 我一个人还真吃不消 我知道薛佳佳还没过来 路上给你带了杯咖啡和面包 你一边吃 我一边跟你说 我这边目前接到了哪些节目的邀请 你想上哪个节目就跟我说 行 两人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杨兰拿出手机 一个个地念叨 芒果台的 闪耀星星 当一期飞行嘉宾 时间这周五 报价是五百万 这么高 少阳有些意外地说道 我之前才一两百通告费啊 你还没看手机吧 微博 抖音 路娘 你都上热搜了 现在你的流量比很多一线歌手还高 这价格已经不算高了 我还真没看 蓝没台的 跑男 下周三录制 地点就在摩多 他们报价七百万 但听口风 应该还有的谈 跑男 杨兰道 嗯 这节目挺火的 这个可以考虑 说说其他的吧 B站的中秋晚会 报价六百万 奇异视频自制综艺 屋檐下的我们 真人秀节目 报价五百五十万 土豆视频自制综艺 一锤定音音乐类节目 报价五百万五十万 还是蓝没台第六季 华夏最强音 邀请你去做半决赛的见证人 需要你唱一首歌 他们报价有八百万 企鹅视频 联合东方频道联合制作的 无限挑战 报价六百万 杨兰一口气说了十三四个 最后才结尾到 我目前接到的通告就这么多 你看看 你想上哪个节目 我给这些节目组回话 有哪些节目的 录制时间撞在一起 或者时间很赶 杨兰又核对了一遍 把时间冲突的节目都标注了出来 跟邵阳又说了一遍 邵阳看了一眼 询问了一些细节后 很快便做出了决定 杨兰听完 醋没道 这跑男的人气很高的 无限挑战现在还没有开播 人气如何 还是个未知数 而且通告费跑男也要高一百万 你确定要去无限挑战 而不是跑男 听我的吧 这无限挑战 应该会好玩一点 跑男玩游戏四名牌什么的 太无聊了 行 杨兰虽然有些不理解 但还是点头道 那我就按照你的想法来回复他们 另外还有件事 什么 天后李飞 你知道吗 邵阳点头道 九十年代就出道的著名女歌手 最佳女歌手奖 拿到手软的李飞 我知道她 唱功非常不错 可惜原创能力一般 上午她的经纪人打电话过来 想让你给她写一首歌 李飞 让我帮她写歌 嗯 邵阳笑道 行啊 答应下来吧 不过她得花钱买 杨兰都听猛了 她道 李飞淡出娱乐圈快两年了 她要是发新歌 肯定会有不少人关注 你确定 你要让她花钱买你的歌 我可以写个demo出来 给她试听 她觉得 可以就花钱买 不可以就拉倒 兰姐 按照你刚才的说话 我现在写一首歌 应该能卖很多钱吧 杨兰想到邵阳一首 隐形的翅膀 就捧红了张欣怡 她最终还是点头道 行 那我就先这样 回复她的经纪人 就在杨兰打电话的时候 屋子里又响起了门铃声 邵阳走到院子里 把门口的薛佳佳带了进来 你是刚醒就过来了吧 你怎么知道 眼睛里还有血丝 一看就是没有睡好 早上吃了吗 没呢 兰姐给我买的面包 我吃了一半 剩下的给你 薛佳佳一把接过 然后另一只手 直接把邵阳手里的咖啡 也抢了过去 看到薛佳佳直接吸了一口 邵阳吞吞吐吐道 那个咖啡我已经喝过了 也不知道薛佳佳是还没有睡醒 还是怎么样 她只是稍稍愣了一下 就直接走进了客厅 在企鹅视频的播放量节节高升 邵阳的知名度 也还在进一步提升 杨兰除了接到不少节目的邀约之外 还接到了好几个广告商打来的电话 他们的报价同样很高 但都是一些邵阳 没有听说过的小品牌 没什么知名度 邵阳怕 万一这些广告商卖出的产品 有什么问题 自己也会受影响 所以干脆让杨兰全部推了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 正在录音室帮天后李飞录demo的邵阳 突然被一阵敲门声给打断了 邵阳把门拉开 杨兰站在外面说道 刚才我和李飞的经纪人打了电话 他找我要了你的微信 刚才他跟我发消息说 李飞已经加了你 你打开手机看看 通过一下 邵阳取下耳机 把手机拿起来一看 果然有个人添加自己 微信名叫 费 头像也是李飞的照片 邵阳很快就通过了验证 加了吗 加了 那你直接跟他聊吧 杨兰说完便又上楼了 邵阳也没想到 刚通过验证 大名鼎鼎的天后李飞就发来了消息 什么时候可以听到Demo 十分钟后 弄好发给我 嗯 邵阳放下手机 抓紧了进度 十分钟后 邵阳把自己录的小样 保存为音频文件 发送给了李飞 歌曲名叫 红豆 这首歌在那个时间 也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 邵阳在网上听过李飞的歌 他的声音唱这首情歌 最适合不过 别竖利 李飞看到邵阳果真在十分钟后 就发来了小样 他明嘴笑道 这么快就写好了一首歌 他真是个创作型歌手呢 他发过来了 经纪人问道 嗯 李飞笑了笑 点开了邵阳发来的音频文件 因为是小样 所以时长不过两分钟 伴奏声响起后不久 邵阳的歌声很快响了起来 很有感情 很有雌性 依旧有种抓耳的魔力 还没好好地感受 雪花绽放的气候 我们一起颤抖 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 李飞明显眼前一亮 他在沙发上坐直了身体 开始认真听了起来 旁边的经纪人 也小声在旁边坐了下来 有时候有时候 我会相信一切有镜头 相距离开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可是我有时候 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 等到风景都看透 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音频文件播放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李飞似乎没有听过影 他把这段不到两分钟的demo 又给播放了一遍 听完之后 李飞拿起手机 这次直接发语音道 这是你今天刚写出来的歌 听到李飞发来的语音 邵阳很快回道 准确来说 是从下午一点半 开始写的歌 用11小时40分钟 飞姐觉得怎么样 李飞看了一眼 经纪人笑道 现在这世上 还真是不缺有才华的人 李飞说完 又回语音道 说说价格吧 飞姐觉得这首歌值多少钱 就给多少钱好了 或者可以等飞姐 把这首歌上传之后 我们再来弹钱 也不迟 我先把 我做的伴奏发给你 李飞听到邵阳发来的语音 哭笑不得道 这家伙 要是一口出价 也就罢了 他这么说的话 我反倒不好意思 给他很少的钱了 算了 就按他说的来 先把歌录完发了再说 什么收落 经纪人问道 李飞伸出一双 白皙嫩滑道 压根不像是 年轻四十岁女人的大长腿 脸上露出了 一抹妩媚的笑容道 就现在 说着 李飞起身 穿上了一双 白色的凉拖鞋 坐电梯 来到了别墅的录音室里 邵阳的录音室 跟李飞现在所在的录音室相比 那就完全是 小屋见大屋了 这里的各种设备 几乎都是市面上 最顶级的 便是一个 最不起眼的麦克风 也有接近六位数的价格 周四 土豆视频 一锤定音 录制后台 这是邵阳演唱会 参加录制的第一档综艺 本来报价是550万 最后杨岚 以这是邵阳演唱会的 录制的第一个综艺节目为理由 把通告废谈 到了600万 节目虽然叫一锤定音 但节目形式 其实还是新瓶装旧酒 这一期比赛的规则 也很简单 选手上台表演 场下的观众 每个人手里 都会有一个小锤子 每名观众的投票 算作一票 而三名固定导师 和两名飞行嘉宾 则每个人各有十票 值得一提的是 邵阳来到了后台 才知道 这期节目的另一个飞行嘉宾 竟然是他在璀璨之子 当选手时的另一个导师夏飞 邵阳看到他后 很热情地 就上前和他打招呼 但夏飞的态度 却很冷淡 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 邵阳健壮 也没再去热脸去贴冷屁股 他知道 夏飞之所以如此 要么就是自己的爆火 影响到了他的利益 要么就是 夏飞心里觉得 昔日自己还是 他可以点评的选手 现在却成了跟自己 同一个分量级的飞行嘉宾 这让他面子上会挂不住 不管哪种理由 邵阳都不会是那种 你明明对我很冷淡 我却还有嬉闭笑脸 要去讨好你的人 再者说 邵阳对夏飞的印象 本来就不算很好 他还记得在璀璨之子上 这个夏飞 有好几次 为了抬高自己 硬是鸡蛋里挑骨头 来点评自己 明明 消愁 唱的其他两位导师 张明华和杨采薇都说好 他却来一句 你的曲子 配不上你的歌词 明明 平凡之路 感染了全场观众 他却来一句 气息还有待加强 甚至包括后面的 青花词 他都能挑出一点毛病出来 就好像在他眼里 唱得再好我也有资格 点评你一样 录节目 本来就是逢场作戏 邵阳见夏飞这样 订完庄后 也就安安静静地 坐在嘉宾专属的休息室里 等待着节目开始 七点一刻 节目正式开始录制 主持人激昂慷慨地说完开场白 念完广告词后 就先把三位导师 请上了评委席 而后又在夏飞的名字 前面加了一大串头衔 将夏飞请了出去 可走到舞台上的夏飞 脸色并不好看 他没想到节目组 竟然会最后请邵阳出场 一般来说 最后压轴出场的 无论是导师还是嘉宾 要么是资历老的 要么是名气大的 一想到 在假期之前 邵阳还是璀璨之子的一个选手 自己是导师 而现在 邵阳反倒成了压轴出场的飞行嘉宾 夏飞心里有些愤愤不平 下面让我们以 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让我们有请 被网友评为行走的CD 年度最强新人王 最强原创歌手 邵阳上场 全场观众显然是没想到节目组 竟然请了最近大火的邵阳 来当飞行嘉宾 全场欢呼声和掌声立马响起 观众明显要比刚才三位导师 和夏飞出场的时候 热情很多 邵阳漫步上场 等他走到台前微微汗手 朝观众打招呼的时候 欢呼声也迟迟没有停下 直到他在嘉宾的座位上坐下 全场才总算安静下来 节目也开始走起了流程 一位为选手上台 三个导师和飞行嘉宾 最后点评 投票 每次轮到邵阳点评的时候 他都说得很笼统 可夏飞 就像是故意和他作对一样 邵阳说 选手唱得不错 他就偏要说唱得不好 邵阳说 歌词写得不错 他就要说好的歌词 应该需要好的曲子搭配 邵阳当然感受到了来自夏飞的敌意 不过他没跟夏飞计较什么 直到几个工作人员 把一架钢琴推上了舞台 第103绝对音感 既然有了钢琴 那下一位上台的选手 肯定是要进行弹唱的 这吸引了邵阳的注意 毕竟钢琴 也是他最擅长的几种乐器之一 灯光按了下来 一束灯光 就打在钢琴旁边的座位上 很快 一个看上去 有些微胖的青年 上台后 在钢琴旁边坐了下来 他明显是接受过正规培训的 坐姿很标准 就这个画面 拍下来塞到钢琴教科书 当插图都不显得违和 手指轻柔地 在钢琴琴键上按下 发出一串优美的琴声 他唱的歌叫做 月色如你 这首歌也很火 就连邵阳也在热歌榜上听过 原唱是一个女歌手 但他的声线 却很适合这首歌 在他唱到一小半的时候 观众席上 就有不少人敲下了手里的小锤子 大屏幕上 实时显示着观众们的票数 但因为 现场总共 也就200名可以投票的观众 所以当下的票数 不算太重要 毕竟三位导师 和两位飞行嘉宾手里 还有50票 在这名选手谈唱完后 大屏幕上观众 投的票数 就已经有178票了 这个票数 已经算是很高了 表演结束后 选手也拿着话筒 走到了台前自我介绍道 五位老师好 我叫饶乐乐 来自川省荣城 毕业于川省音乐学院 接下来就到了 导师点评投票的环节了 这也是 除了选手表演之外 最有看点的环节 有的节目 导师点评 甚至要比选手表演 还要好看 简直就像 是在看脱口秀 你的声音很干净 跟你的形象 都有点不符 哈哈 整体来说 唱的还是挺不错的 无论是弹奏还是演唱 至少我都觉得OK 我给你酒票节目 固定的一名导师 拿起小锤子就敲了下去 同时大屏幕上 他刚投的 酒票也加了上去 第二个导师也很快到 你的嗓音很有特点 之后 你在上场 我就算是不看你 也能听出哪首歌是你唱的 对于一个歌手来说 声音具有特点是很难得的 接下来继续加油吧 我给你8票 你的票数 现在已经可以排进前五了 就算接下来 我们三个人都不给你票 你都能晋级下一轮 不过为了公平公正 我还是给你投8票吧 最后一名导师一锤定音 投下了8票 大屏幕上 之前的178票 也变成了203票 接下来就轮到夏飞和邵阳点评了 两人点评的顺序倒是不固定 邵阳这次故意保持沉默 免得待会儿不管说什么 又被夏飞给针对 夏飞见 邵阳一赴你不先点评 我就不说话的架势 只能先开口说道 看到现在为止 你还是第一个弹唱的选手 虽然我认为 你的唱功还有带加强 但我觉得 给你投9票 应该不算过分 说着 夏飞也假模假样地将锤子敲了下去 随着夏飞投完票后 观众把目光也全都放在了邵阳身上 邵阳笑了笑 简洁明了地说道 你这票数应该已经前三了 我觉得还有进步的空间 所以就先给你6票吧 邵阳正要落锤 夏飞这个时候 却立马阻止道 邵阳 这虽然是节目 但对于选手来说 也是一场比赛 既然是比赛 投票的时候 就必须公平公正 该是多少票 就是多少票 邵阳听到这句话 本来都忍了一个晚上了 这会儿 心里终于忍不了了 他不顾夏飞的劝阻 直接一锤定一 他骂的 忍了你这么久 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大屏幕上的票数 也随之变了 夏飞眼睛瞪大 明显有些震惊 前面录制的一个多小时 邵阳一直是在滑水的状态 无论自己怎么说 他都在混时间 夏飞也就以为 邵阳会一直这样混下去 没想到邵阳却在这个时候 直接把他的话当耳旁风了 邵阳没有搭理他 只是看着台上的选手说道 我投6票 当然有我的理由 我没有听错的话 你开头和中间 有几个音都弹错了 就比如开头主歌第二句 声发的地方 你弹成了还原发 之后还有差不多四五个地方 都出现了类似的错误 虽然外行听不出来 那你既然选择弹唱 想用钢琴作为你的加分项 那前提就是你不能识失误 否则在我这边 这就是简分项 饶阳了自己也挺猛逼的 他心里在想 我真的有错很多地方吗 邵阳吩咐道 饶阳乐 你把刚才那个BM7再弹一遍 分别用声发和还原发 好 饶阳乐照做了 他把邵阳说的地方 按照声发和还原发的位置 这有区别 观众听不出来也就算了 三个导师也都是面面相去 邵阳不好直接问旁边的导师 他直接问道 你们听不出来区别 观众齐刷刷摇头 好吧 邵阳叹了口气 无奈道 我忘了 我有绝对应感了 绝对应感 音乐人做梦都想要的那种天赋 没吃过猪肉 但不代表没见过猪头 无论是观众还是导师 亦或是夏菲此刻 全部目光看向了邵阳 邵阳问道 看我干嘛 这有什么稀奇的吗 其中一个叫李峰的导师 愣了一下 笑道 既然这样 那我能不能现场考核你一下 没问题 李峰起身道 事先说明啊 我们之前没有排练过 我也是第一次和邵阳见面 所以饶乐乐 请你随机弹一个和弦 大概六七个音左右 镜头一到了饶乐乐那边 他比一个OK的手势后 十根手指同时按在了钢琴琴键上 发出了一个还算和谐的声音 对于观众来说 这个和弦 几乎就是在耳朵旁边一闪而过 但邵阳很快笑道 饶乐乐 请给我们揭晓答案 饶乐乐很快 把六个音都弹了一遍 弹完后 给邵阳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脸上都有些激动 显然是表明 邵阳说对了 台下瞬间一片哗然 这对于不懂绝对音感的人来说 这简直就是奇迹 夏飞脸都绿了 观众们正要鼓掌 邵阳却好像还没尽兴 他饶有兴致地说道 这个和弦 还是比较和谐的 再来一个不和谐的吧 镜头很快又拉回到了台上 饶乐乐很快就弹了一个很不和谐的和弦 就像是噪音一样 观众一脸期待地看着邵阳 邵阳想了两秒 说道 The Father John Lee 饶乐乐瞪大眼睛 把五个音单独按了一遍 这次就算是三个导师也听出来了 五个音全对 匪夷所思 这对观众来说 简直就是不可置信的一件事 从一个类似噪音的和弦里面 听出五个准确的音 这是一般人能办到的吗 这简直就是神仙啊 啪啪啪 三个导师带头鼓掌 他一起形成焦点落在邵阳身上 甚至有个家伙 坐在后面的观众席上 还大喊了一声 邵阳牛十三 邵阳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合 他是没觉得 这项技能有多厉害的 毕竟 他也是遇到过一些 同样有绝对音感的人 所以他从来没有拿出来炫耀过 节目继续进行 但后面也只剩下两个选手了 可之后的两个选手 夏飞没有再像之前一样 大刀阔斧的评论 只是随便说了两句之后 就投了票 明显是也开始滑水了 节目录制一结束 夏飞就立马离开了录制现场 邵阳走到后台 薛佳佳第一个迎了上来 他绕着邵阳走了一圈 嘴里嘖嘖一阵后 点头夸赞道 可以吗 邵阳 真人不露像啊 你又发什么神经 薛佳佳皱着鼻子 伸手在邵阳的胳膊 快速掐了一下 傲娇道 混蛋 我是在夸你好不好 第104流氓 之后一个多星期 邵阳一行人 辗转了四五个城市 每天不是在录节目 就是在赶飞机 要么就是在酒店睡觉 一直到9月中旬 才挪出了两天空闲时间 回了魔都休息 大后天 就要去录制 无限挑战了 中间隔一天 就要去B站录制中秋晚会 今年的中秋和国庆 又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 不仅各个地方台 对此次的中秋晚会很看重 像B站 抖音这种网络媒体 也同样对今年的中秋晚会很看重 而就在邵阳回到魔都的当天晚上 天后李飞时隔两年 终于发布了一首新歌 即使李飞这两年淡出了娱乐圈 但凭借着先前积累的粉丝群体 他发新歌的消息 很快就在网上传开了 网友纷纷跑到李飞的微博底下 找到了晚上8点 李飞刚发的那条微博 好久不见 新歌 红豆 已上线 短短一句话 后面跟着一个链接 链接点进去 就转到了播放音乐的界面 下面还有一张图片 图片上的李飞 站在落地窗前 侧着身子看着窗外 手腕上 带着一串跟新歌很搭的红豆手链 网友们纷纷在下方评论 终于等到你 宝贝你真美 虽然新歌我没听 但女神唱得肯定很好听 姐妹们 这首歌是邵阳写的 作词 邵阳 作曲 邵阳 演唱 李飞啊啊 我最喜欢的两个歌手合作了 玲珑头子安红豆 入骨相思之不知 在企鹅 酷猫 网易云三大音乐平台上 李飞新歌 红豆 很快被无数粉丝播放评论 网友们也是纷纷给出了好评 在企鹅音乐平台下面 点赞最高的那条评论内容是 邵阳的词曲 李飞的歌喉 真是天花板级别的合作 大爱 酷猫下面点赞最高的评论内容 就显得朴实多了 再来一首 而网易云的最高点赞评论 就显得有些文艺了 红豆为什么叫相思豆 你知道吗 因为它跟思念一样 都很难熬 熬了一天红豆汤的 我终于悟通了这点 因为这首歌的词曲 都是邵阳写的 所以 红豆发布后 也有不少粉丝网友 跑来给邵阳发私信 可这个时候 邵阳已经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了 等到次日早上七点 三大音乐平台的新歌榜刷新之后 红豆 这首歌直接冲进了前三 再网易云更是排在了第一的位置 邵阳醒来之后 打开手机一看 才发现 李飞给自己发了两段语音消息过来 邵阳点开第一个 把你的银行卡账户发给我 邵阳愣了一下 点开第二段语音 邵阳 我们要不要再合作一首歌 我可以和你合唱 呃 天后李飞主动发来合唱的邀请吗 圈内 不知道有多少男歌手 做梦都想和李飞这种级别的女歌手合唱 但有过这样的经历的 男歌手却寥寥无几 邵阳很认真地想了想 也同样回云导 这段时间有点忙 等十一月份 怎么样 别墅里 经纪人接完电话后 走到沙发旁边说到 芒果台的中秋晚会和抖音中秋晚会 你想去哪个 你决定吧 嗯 李飞根本就没有问出场费的事 一般这种晚会给的钱都不会很多 小有名气的歌手 估计也就四十万左右 名气大一点的 可能八十至二百万之间 李飞也看不上这点钱 他只是需要一个舞台 巩固一下自己的地位 李飞听到微信响了 便点开邵阳发来的语音 听完后他回道 那等你有时间 我们见面聊 邵阳回了一个OK的手势 紧接着把银行卡号发了过去 听到楼下响起了门铃声 邵阳也就把手机揣进兜里 直接下楼了 李飞把邵阳发来的银行卡号 转发给经纪人 经纪人问道 转给他多少钱 你觉得多少合适 经纪人想了想 回到 顶级音乐人帮人写一首歌的话 大概是八十至三百万的行情 但从 红豆 这首歌目前的评论来看 这首歌很受市场欢迎 我们给他五百万 你觉得怎么样 会不会显得太小气了 在李飞眼里 钱只是一串数字 他心里很清楚 红豆这首歌 至少能给他带来小几千万的收入 因为这首歌 可能还可以接到很多节目的通告 这些节目的通告费的一部分 其实也可以算作 是这首歌带来的收益 在00年的那个时代 还流行彩琳的时候 有些歌 甚至能给歌手本人 带来上亿的收入 一首歌就能吃一辈子 你觉得该给多少 八百 行 听你的 邵阳下楼把门打开 看到薛佳佳站在外面 他挑眉道 我不是给了你要是吗 我忘带了 又没给我带早点 薛佳佳说道 你收拾一下 跟我走吧 去哪 去我爸妈那里薛佳佳双手拎着一款黑色的手提包 双脚并拢 低着头看着脚尖 邵阳看他这样子 就知道 这多半是他爸妈的主意 他主动问道 你爸妈让我们一起过去 嗯 邵阳点点头道 那我回去换身衣服 你等我一会儿 你快点啊 嗯 邵阳匆匆穿好衣服 接替司机的位置 开着薛佳佳的宝马七夕 静止往那别墅区去了 路上 邵阳主动问道 你爸妈怎么会突然让我们早上过去 两天前 我妈就问我们有没有空 我跟他说了 我们昨天晚上回来的 今天一大早 天还没亮 他就给我打电话了 我说了你这段时间有点累 还没睡醒 他才没催我 邵阳想着 这段时间 网上到处都能看到自己的视频 他自言自语道 你爸妈该不会已经知道我是个艺人了吧 也许吧 所以今天他们把我们叫过去 会不会是要兴师问罪 像你爸这样的大资本家 我在他眼里 薛佳佳立马道 你别胡说了 我妈千叮零万嘱咐 一定要把你带过去 他现在对你比对我还热情 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车子开进院子里 邵阳下车走到副驾驶 把车门拉开 薛佳佳今天的穿着打扮很乖巧 一件浅灰色的修身裙 长度在膝盖上面的位置 外面披了一件白色衬衫 衬衫下摆在胸部下面的位置打了个结 很有日系风格的特点 薛佳佳今天还挺紧张的 虽然柳红玉没跟他说什么 但从自己老妈的话音中 他能听出 今天老爸老妈叫自己和邵阳过来 绝不可能是简单的吃顿早点 薛佳佳压着裙摆 跨出一条腿踩在了地上 另一条大白腿正要迈出来的时候 却被车门砍绊了一下 整个人失去重心 一下子就要往前摔下去 好在邵阳眼疾手快 连忙伸手接住了他 可一切发生的太快 邵阳也差点摔得亮枪 但还好 最终两个人都没有摔跤 只是两人这姿势有点 薛佳佳整个人都栽在了邵阳 邵阳双手也抱住了薛佳佳的腰 薛佳佳甚至能听到 邵阳此刻的心跳声 胸膛的热呼 立马烫红了他的小脸 那个 你没事吧 邵阳不敢乱动 低头先询问了一句 薛佳佳甚至能感受到 邵阳说话间 从嘴里喝出来的热气 全都吹在了自己的脖梗上 薛佳佳站直身体 小脸粉扑扑的 声若闻吟道 没事 邵阳看他这样子 要是待会儿进了门 被叔叔阿姨看到 他们说不定还会以为自己 做了什么坏事 于是连忙转移话题说道 你回自己家 还喷什么香水啊 薛佳佳听到这话 陡然抬头 愣了半天 憋出了三个字 要你管 邵阳耸了耸肩膀 笑道 不过还挺好闻的 说完 邵阳迈不往大门位置走了过去 薛佳佳反应过来 连忙追了上前 伸手在邵阳的侧腹 拧了一下后 骂了句 流氓 邵阳指了指大门 朝他伸出了手 薛佳佳犹豫了一秒 把小手递了过去 门铃声在客厅里响起 柳洪佳很快就从沙发上起身 快步跑上前 把门给打开了 门外面 邵阳和薛佳佳手牵手站着 看到柳洪佳后 邵阳连忙喊了一声 阿姨 快 快进来吧 柳洪佳热情地把邵阳招呼了进去 薛佳佳没在客厅里看到薛奇 就问了一句 妈 老八呢 他在楼上开视频会议 马上就下来 你们饿了吧 要不我们先吃 邵阳忙推辞道 还是等叔叔下来吧 毕竟还是个外人 要是连这点规矩都不懂 恐怕自己的印象分也会大打折扣 柳洪佳当然也就是客套一下 虽然在家里 薛奇没什么话语权 但有外人在 或者是公共场合 柳洪佳却会给足薛奇面子 做一个站在成功男人身后的贤淑女人 薛佳佳走到餐桌上 拿了一个春卷 朝厨房里喊了一声 刘姨 一个要比柳洪佳年纪 还要大一些的女人 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佳佳回来了 嗯 刘姨在薛佳 已经做了七八年保姆了 厨艺堪称一绝 这桌上的春卷和包子 还有锅贴 可都是她自己做的 不是外面买的半成品 薛佳佳自己吃了一个春卷后 又伸手拿了一个 走到邵阳面前 递到她嘴边 邵阳张嘴吃了下去 味道怎么样 薛佳佳问道 挺好吃的 刘姨自己做的吗 肯定啊 刘姨来我们家之前 自己就是开餐馆的 后来因为疫情原因 餐馆才没开下去 要不然 肯定已经开脸锁店了 刘姨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目光在邵阳身上停留了几秒 从薛佳佳给邵阳喂春卷的亲密动作 他就知道 邵阳就是柳红玉在家 时常念叨的那个 姑爷 嗯 确实挺般配的 差不多十分钟后 薛佳终于从楼上下来了 刚才在楼上开会的时候 他就听到了院子里的车声 瞧见柳姨已经准备好了早点 薛佳招了招手道 过来吃吧 三个人一起走了过去 薛佳佳拿了个碗 成了半碗小米粥 多囊道 这么多应该够了吧 够了完整内容 柳红玉瞧见碗里不过半碗小米粥 忙道 这么点哪能吃得饱 再多装点 薛佳佳解释道 他早上吃的本来就不多 我都知道他多大量了 邵阳也忙 结果薛佳佳递来的碗 对柳红玉笑道 阿姨 我真的够了 这桌上不还有这么多吃的吗 看到三个人 一句我一句 坐在一家之主位置上的薛奇 有些猛逼 不是 这第一碗粥 不该是给我成的吗 我是你爸爸 还没出嫁 你就像着别的男人吗 薛奇心里醋意横生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 又看一眼邵阳 脑海里又浮现出猪拱白菜的画面 柳红玉站起身 给薛奇成了一碗小米粥 四个人才坐着吃了起来 你们最近怎么样 薛奇慢条斯理地吃着早点 假装很随意地问道 邵阳顿了一下 他意识到 薛奇是要开始绕圈子 然后再切入主题 邵阳很配合地说道 挺好的 工作忙吗 还 还挺忙的 安静几秒后 薛奇终于说道 你在大舞台上开的那场演唱会 我和你阿姨都看过了 嗯 邵阳愣住了 他没有说话 他知道薛奇这句话 后面肯定要跟自己的观点 这恐怕也是 他们今天叫自己和薛佳佳 一起过来的用意 我和你阿姨 是不反对你这份工作 但像你这种工作 一般来说 是不太可能公开谈恋爱 或者是结婚的 小少 和我们说说之后的打算吧 你打算怎么平衡 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这话的言下之意 已经很明显了 薛奇就是要问邵阳准备怎么处理 和自己女儿之间的关系 邵阳回道 叔叔 你也知道我大学是学音乐的 家里也没什么背景 艺人这条路 可以说是我的唯一捷径 除此之外 我一没有经商天赋 二没有人卖网络 如果不当艺人的话 我可能现在还是个 最普通不过的上班族 现在这个社会年轻人 想出头是比较难 你要知道 我并不是看不起你这份工作 我只是觉得 你拥有这份工作的同时 不能让我的宝贝女儿幸福 爸 你说什么呢 薛佳佳脱口而出道 我和邵阳现在挺好的 邵阳跟着说道 我打算三年后 就从这圈子里面抽身出来 到时候 我也才29岁 佳佳也就27岁 薛奇听到这话 还算比较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正要说话 柳红玉抢先一步说道 27岁也不算晚 最好28岁之前 就把孩子生下来 女人的最佳生育年龄 就是25到28岁 妈 这都聊到哪里去了 薛佳佳满脸通红地喊了一声 显然是想打断这个话题 柳红玉赏了他一个白眼 那眼神就好像在说 你懂什么 妈是过来人 你既然有对以后的打算 我也就不管你们了 不过我们家家家年纪小不懂事 在你们还没有结婚前 我希望 薛奇话还没有说完 邵阳忙打断道 叔叔放心 我不会让那种事发生 薛奇没想到他还没开口 邵阳就知道自己要说什么 他比较满意地点了点头 折纸桌上的早点道 多吃点 嗯 邵阳收回视线 心里也同时松了一大口气 就薛佳佳半天没反应过来 吃完早点 专职给薛奇开车的司机就过来了 薛奇坐上车后 很快往公司去了 小邵 今天有工作吗 下午可能有 上午暂时没安排 那就在家里多做话 陪阿姨说说话 留宜 冰箱有很多水果 你切一个果盘过来吧 好 薛奇不在 邵阳几乎享受到了家里的最高待遇 中午在家里吃了午饭 做到一点多的时候 杨岚正好打了个电话过来 说了句 李飞的经纪人已经把买断 红豆 这首个版权的费用打过来了 邵阳也就以此为借口 带着薛佳佳离开了 开车从别墅离开 回去的路上 邵阳主动问道 这一关算是挺过去了 但三年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 我们到时候怎么收场 薛佳佳美好气道 你问我 我问谁 就你妈现在对我的态度 我感觉 我们要是不结婚 都有点对不起她 美得你 薛佳佳表面这么说 但嘴角却掩饰不住地上扬起来 好不容易有两天休息 晚上你想不想出去逛逛 万一你被认出来了 那怎么办 戴上口罩和帽子 应该没人能认出来吧 薛佳佳拦怒嘴 还是算了吧 我可不想到时候 你被一堆人围着 我挤都挤不进去 回家看电影吧 看什么电影 恐怖片 你能行吗 哼哼 瞧不起谁呢 第106 我今天晚上不想回去 晚上八点钟 在家吃过晚饭 把来蹭饭的小桃子 也送回他自己家后 邵阳和薛佳佳 很快关上了家里的门窗 准备看电影 薛佳佳一双大长腿 盘坐在沙发上 腿上盖了一个抱枕 手里拿着一个平板 挑选起了 今天晚上要看的恐怖片 邵阳把这个世界 比较流行火热的音乐 倒是都听了一遍 但电影却不是很了解 他凑上钱 看着薛佳佳操作着平板 很快就找到了 惊悚片的页面 原本还比较和谐的界面 一下就变得诡异起来 每个恐怖片的封面 都特别的阴森恐怖 但基本上 还都是国产恐怖片的路数 这一点 看电影名字就知道了 什么 嫁一女鬼 什么 夜里别照镜子 什么 201女生宿舍 加上那老掉牙的封面风格 妥妥的老套路 你倒是选一个 薛佳佳让让道 你急什么 我不是在选吗 快点吧 反正我对国内的恐怖片 没什么期望 哼 待会儿某人可别吓得不敢看 薛佳佳手指点击评分最高 把排在最前面的 村咒点开了 然后直接投屏到 100寸的电视机屏幕上 当 片头诡异的声音 通过电视机音响 传出来的时候 薛佳佳明显抖了一下 她强装镇定 但身体还是很老实的 往少阳的位置挪了挪 小爱同学 诶 我在 观影模式 正在启动观影模式 窗帘缓缓拉上 客厅里的主灯也灭了 只有一圈掉顶的氛围灯还在 但一点都不亮 客厅里一片昏暗 气氛一下子就有了 你关灯做什么 薛佳佳听着电影开头那诡异的片头曲 有些不安地问道 这不是有氛围吗 薛佳佳无言以对 看恐怖片的主意是她提的 她已经在心里暗暗发誓 待会儿无论发生剧情怎么样 自己都不能害怕 不能让少阳看不起 电影的开头 是在一个深夜的密铃当中 这应该是八九十年代的 一部经典恐怖片 开头至少从场景和音效来说 确实能传递出一种很恐怖的气氛 原本盘腿坐在沙发上的薛佳佳 换了一个坐姿 双手抱着自己的膝盖 整个人贴在了沙发背上 一双大眼睛 这会儿已经眯成了一条缝 故事的开头就是一月黑风高的晚上 两个男人绑了一个女人 在密铃里准备做坏事 结果不小心把女人给弄死了 两个男人健壮立马就跑了 后面就开始介绍三个人的身份 这女人二十岁出头就成了寡妇 因为长得漂亮 一直被村里的男人们惦记 可她性格刚烈 一直守着寡 同村的两个壮汉日思夜想 求而不得就动了霸王硬上弓的心思 本来给女人下了药 但待到密铃里之后 药效竟然失去了作用 女人开始剧烈反抗 两个壮汉怕被发现 就直接捂住了女人的口鼻 结果竟然把女人给弄死了 从那之后 村子里就陆续开始出现一些诡异的事情 抛开画质和剧情来说 这部恐怖片 大概能在邵阳心里打上溜 五分的成绩 这已经算是一个很高的分数了 毕竟大多数国产恐怖片 在邵阳心里连及格都及格不了 邵阳自己也出演过电影 知道其中的很多套路 在那个世界跨入演艺圈之后 他还专门学过一段时间的拍电影 他表面看上去像是在很认真的看电影 其实心思已经拍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想起了今天早上和薛奇说的那些话 三年时间就要从娱乐圈抽身出来 这时间未免有些太紧了 要想在三年以后 也能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 那么自己就不能只单单想着 光靠唱歌挣钱 要说娱乐圈 挣钱最快的 还得是拍电视剧和拍电影 一个顶流的演员 一部电影的片酬 甚至能达到大几千万 在上面没限制之前 甚至能破译 自己要不也试着拍拍电影 少阳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 他心中暗道 我拍什么电影啊 当初学做演员的时候 我看过那么多高分电影 有的电影甚至看了十几遍 剧情一清二楚 我完全可以自导自演啊 没错没错 但是在此之前 还是得先挣一笔钱 拍电影可是个很烧钱的活儿 就在少阳津津津有味地 幻想着以后的事的时候 轰隆 电视里一道雷声陡然响起 一道白光下 那个在密林里死去的女人 寡妇 瞬间出现在了画面当中 啊 尖叫声瞬间响起 薛佳佳再也绷不住了 他闭上眼睛 直接窜进了少阳的怀里 有这么可怕吗 这可是你要 薛佳佳伸手 捂住了少阳的嘴巴 不想听少阳说话嘲笑他 少阳一动不动 也说不出来话 薛佳佳缓了好久 才嘟囔道 你把电影关了 我不想看了 那你先得起来啊 你压在我身上 我怎么起身拿平板 薛佳佳觉得这也太难为情了 他伸手掐住了少阳的大腿 嘴里威胁道 今天晚上的事 你不能说出去 疼啊 你先答应我 好 我答应你 你发誓 我发誓我不说出去 薛佳佳这才松手 少阳揉了揉大腿 上前拿起平板 把头评关了之后 也把正在播放的电影给关了 小艾同学 哎 我在 开灯 好的 客厅主灯以为你打开 少阳看了一眼时间 笑道 快九点了 我开车送你回家吧 明天早上再去接你 我 薛佳佳欲言又止 少阳都已经准备换鞋出门了 薛佳佳才很小声地说道 我今天晚上不想回去 啊 啊什么啊 我一个人害怕 不行吗 薛佳佳用霸气的口气 说出了最耸的话 一副很有底气的样子 可是 那个你有带换洗的衣服吗 我穿你的衣服不就行了 薛佳佳 要不 明天 我把隔壁房间收拾收拾 你搬过来住算了 不然我隔三差五的 就睡一次沙发 谁受得了啊 不要 薛佳佳直接摇头道 我要睡你那间主卧 讲点道理好不好 这房子是没姐给我租的 我不管 你见过一人住次卧 让助理住主卧的吗 我不管 你 薛佳佳嚷嚷道 今天中午走的时候 你还答应过 我妈会照顾好我的 你赢了 少阳一拍脑袋 叹气道 我特么的 跟女生讲什么道理 第107 你们明明就是两口子 9月中旬 魔度的天气 已经逐渐凉爽下来 除了中午温度 可能直奔30摄氏度之外 其他时间都很舒服 薛佳佳一觉睡到自然醒 他明明是一个很任床的人 每次和少阳一起去 别的城市录节目 住酒店的时候 他晚上总也睡不踏实 但奇怪的是 躺在少阳的床上 他却能一觉睡到大天亮 中间都不带醒的 被子仍然有一股淡淡的 薰衣草洗衣液的味道 窗户开着小缝 一缕缕吹进房间 让人感觉很舒服 薛佳佳在床上伸了个懒腰 两条笔直的大长腿 踢到了被子外面 他身上穿着少阳的一件白色T恤 虽然不合身 但也穿出了oversize的日系慵懒风格 可可爱爱 好舒服啊 薛佳佳发出了一声感叹 接着从床上起身 准备进卫生间洗漱 但走到门口才意识到 这不是自己家 牙刷毛巾什么的都没有 恰巧这时候 床头柜的手机响了 薛佳佳上前拿起手机一看 是少阳发来的语音消息 你是猪吗 都快九点了 还不起 薛佳佳刚想对回去 第二条语音就发了过来 牙刷毛巾我买回来了 醒了之后 自己下来拿 薛佳佳挪了弩嘴 嘴角闪过几分笑意后 穿着凉拖鞋 哒哒哒哒哒下楼去了 厨房里 少阳正在做早饭 看到薛佳佳下来了 他指着茶几上 刚从超市里 带回来的牙刷毛巾说道 洗漱完 记得把被子给我叠好 知道了 薛佳佳小声哼了一句 真啰嗦 拿上牙刷毛巾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 薛佳佳闻了两下 从厨房里飘过来的香气 他问道 你在做什么呀 这么香 昨天晚上剩了米饭 我做蛋炒饭吃 你吃得惯吗 吃不惯 家里还有面包牛奶 我再给你煎个蛋 吃得惯 我什么都吃得惯 薛佳佳三步并坐两步上楼去了 五分钟后 就从楼上下来了 他走到少阳身旁 眼睛瞅着锅里 米饭被蛋液裹着 已经炒成了金黄色 里面还切了火腿肠和玉米粒 这会儿已经快出锅了 少阳把切好的葱花撒进去 翻炒两下后 色香味俱全 薛佳佳忍不住夸道 可以吗 一看就很好吃 去哪碗 好乐 一碗蛋炒饭 两人一人一半 少阳把锅刷干净后 坐到了薛佳佳对面说道 下午四点 蓝姐回过来 晚上我就要去住酒店 今天晚上 无限挑战 不是明天才开始录吗 明天早上四点钟就开始 太晚的话 路人会太多 可能会影响拍摄 你就不用跟着我了 在家里待一天 还是在这里待一天 都随你 薛佳佳嚼着嘴里的米饭 支支吾吾道 你 你不是 让我搬过来吗 少阳回道 那待会儿吃完 就去你住的地方 把你平常要用的生活用品 都搬过来 哦 聊到这 两人都不再说话了 吃完蛋炒饭 少阳把碗刷了 就带薛佳佳开车去了 汤城一瓶 其实薛佳佳也没多少东西 要拿的 就是衣服比较多 但薛佳佳住的地方 离封夜路也不远 薛佳佳也就只收拾了 四五套印记的衣服 少阳把被子卷好 装进一个大行李袋里 问道 差不多了吧 嗯 走吧 记得关好门窗 少阳一只手 踢出装被子的行李袋 另一只手 拉着行李箱 薛佳佳跟在后面 手里头也提着两个袋子 一个袋子里面 装着化妆品 另一个袋子里面 装着几双鞋子 两人只用了不到 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辗转 回了小阳楼门口 隔壁院子里 小桃子看到熟悉的 黑色车车 停在了路边上 正在院子里吹泡泡的他 很快就走了出来 叔叔 你今天也不用工作吗 他屁颠屁颠地 走到少阳面前问道 现在不用 晚上就要去工作了 小桃子有些失落 他还想着 今天晚上继续来蹭吃的呢 看到少阳和薛佳佳 一起走到后备箱里 从里面拿出一袋袋的东西 小桃子跟在两人屁股后头 追问道 叔叔 这里面是什么呀 是姐姐的行列 行列 小桃子眨巴眨巴眼睛 很机灵地说道 姐姐是要搬过来 和叔叔一起住吗 叔叔 姐姐 一起住 这话听上去有点怪怪的 薛佳佳把东西放在地上 拍了拍小桃子的脑袋 笑道 是啊 少阳去楼上铺床了 小桃子坐在沙发上 板板正正地问道 姐姐 怎么就你一个人搬过来住啊 其他那些姐姐呢 他们怎么不搬过来 小桃子口中的其他姐姐 自然就是秦宇涵 沈淑华他们 薛佳佳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他们都有自己的家 那姐姐没有自己的家吗 我 当然有了 但是姐姐跟他们不一样 小桃子听完这话 脑袋瓜开始沉思起来 三楼隔壁那间次卧本来就是打扫干净的 少阳早上已经简单擦洗了一遍 他把自己的被子搬过来铺好后 又把薛佳佳的被子床单铺在了主卧 少阳关上房门 下楼准备喝口水 可刚从楼梯上下来 小桃子就跳下沙发 一摇一晃地跑到少阳面前 仰着脑袋伸出一根小手指 指着少阳说道 叔叔 你骗人 少阳有些猛逼地看着小桃子 什么时候骗人了 薛佳佳也一头雾水地看着小桃子 小桃子嚷嚷道 你们明明就是两口子 叔叔上次还骗我说 你们只是朋友 小桃子言之凿凿地说道 爸爸跟小桃子说过 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住在一起的话 就都是两口子 我 你那个 哼 我现在就回家告诉妈妈 叔叔是个大骗子 小桃子 小桃子扭过脑袋 少阳一脸微笑道 你中午想吃什么 小桃子大眼睛一瞪 脑海中菜单开始滚动 十秒钟后 他道 聪暴打下 退出转码页面 请下载APP爱乐最新节 好 叔叔中午 给你做 但叔叔有个条件 少阳话还没有说完 小桃子立马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抢先道 我不会说出去的 少阳愣了一下 抬头看向薛佳佳 薛佳佳也看着少阳 接着两人同时叹了一口气 有些无奈 现在的小孩子 怎么个个都是人小鬼大 第108 我加点水 淹死他们 少阳只能让薛佳佳留在家里看住小桃子 专门骑电动车去了趟超市 买了两斤鲜活的和虾回来 佳佳 去厨房把洗菜的盆拿过来 哦 薛佳佳把盆放在地上 少阳把一袋鲜活的大虾倒进盆里 一只只大虾在盆里活蹦弯跳 少阳起身拿了把厨房剪刀过来 准备杀虾 小桃子蹲在旁边 看到少阳抓起一个活蹦弯跳的大虾 就把他的头给剪掉了 还把壳也包了 小桃子立马捂住了眼睛 说道 大虾好可怜 小桃子一句话没说 屁颠屁颠地从茶几上拿了一个杯子 跑到院子里的水龙头 那接了一杯水 倒在了盆里 少阳问道 你干嘛 小桃子有理有据地说道 我加点水 淹死他们 这样 他们就感受不到痛苦了 少阳哭笑不得 小孩子的世界观还真是惊奇 小桃子 你妈妈是不是在院子里种了很多葱啊 少阳上次送小桃子回家的时候 就看到了隔壁院子里种了很多菜 不用想就知道 那是小桃子妈妈千叶惠子的杰作 是啊 那你去找妈妈要一点葱 顺便告诉你 妈妈 今天中午你在这里吃饭 姐姐跟我一起去吧 小桃子走到薛佳佳旁边 拉起了她的手 她是怕待会儿自己过去了 妈妈就不让她再过来了 她隔三差五地就在这里蹭饭 千叶惠子早就不好意思了 薛佳佳当然知道她的小心思 拉着她去了隔壁 十分钟后 薛佳佳带着小桃子又回来了 除了手里拿了一把小葱之外 还拿了一瓶岛国特产的清酒回来 薛佳佳很惊喜地问道 少阳 你猜小桃子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少阳一边处理着瞎线一边说道 我没怎么看到 她爸妈出过门 要么是自媒体 要么就是写 在家炒股也有可能 她爸妈是画漫画的 少阳愣了一下 笑道 是吗 我早该猜到的 薛佳佳坐在沙发上 津津有味地说道 他们家里的墙上 到处都贴满了二次元的人物画像 还有整整一面墙都是手办 少阳对漫画并没有什么兴趣 在那个世界 他倒是零零散散地 看过几十集名侦探科男 海贼和火影 但剧情他早就记不住了 后来国漫崛起 他倒是完整地 看过几部国漫 比如狐妖小红娘 艺人之下这些 但少阳在音乐方面的天赋还可以 画画天赋基本为零 你还拿了什么回来 小桃子的妈妈 送我们的岛国清酒 少阳把处理好的瞎装进篮子里 瀝干水分后 拿到了厨房 这会儿已经十一点四十了 少阳很快就系上围裙 开始做菜了 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 餐桌上就做好了 一荤一素一汤 吃饭了 来了 小桃子跳下沙发 快步跑了过去 扯了扯少阳的裤子 张开了一双手 少阳把他抱进来 放在椅子上 给他装了一碗米饭 刚才杀虾的时候 还在哭可怜的小桃子 这会儿吃起来好像 根本就不记得 盘子里这些香喷喷的红色大虾 刚才还是活蹦弯跳的 午饭吃完后 小桃子就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 薛佳佳上楼把房间收拾了一下 给少阳搭配了两套 明天录节目穿的衣服 下午四点还没到 杨岚就过来了 怎么样 准备好了吗 差不多了 这是明天 无限挑战的剧本 你随便看看 明天按照这个剧本里的眼就行了 顺利的话 应该下午就能录完 晚上就能回来 少阳并不意外 综艺节目本来就都有剧本 只是有的剧本 只得出了人设和剧情 具体怎么进行 可以自己选择 但有的剧本 却把你什么时候 要说什么话 都给写明白了 这样的真人秀节目 其实跟拍电视剧没什么区别 少阳录制的是 《无限挑战》 第一季的第二期 节目固定的六个嘉宾分别是 严反派角色出圈的孙大海 喜剧演员黄东 著名电影学院老师王森 当红小鲜肉寒 宝岛歌手罗翔 作家兼演员钱逊 第二期大概内容就是 七个人卷入到了一场谋杀案中 每个人都需要扮演一个有嫌疑的角色 比如管家 司机 暴童等等 这一期的节目 就是要找出七个人当中的真正凶手 想要获取到更多的线索 就需要完成节目组准备的小游戏 七个人当中的凶手则会捣乱 剧本上并没有写出凶手是谁 所以说 第二期节目 每个嘉宾都有自己发挥的空间 少阳大致看了一眼剧本后 起身道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动身去酒店吧 好 看到薛佳佳身上穿着少阳的T恤 杨岚问道 佳佳不跟你一起去吗 少阳摇摇头道 就录一天而已 让他在家休息吧 杨岚点点头 两个人很快就离开家 往酒店去了 因为陆志的地点不在魔都市中心 所以开车足足就开了一个多小时 等到了酒店的时候 也快六点了 刚一下车 一辆保姆车就停在了后面 车里走下来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人 他一看到少阳 便立马迎了上去 少阳 少阳扭头一看 发现是黄东的时候 连忙打招呼道 黄老师 黄东上前很热情地跟少阳握手 他虽然是个喜剧演员 但也很喜欢唱歌 他笑道 少阳 老师拍的电影我也都看了 那我也算是你的影迷 哈哈 两个人互相拍了个马屁 一走进酒店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就把酒店房卡给了两人退出转码页面 请下载APP爱乐最新节 我刚下飞机 有点困 咱们明天录节目的时候再见 好 少阳进了酒店房间 晚上和薛佳佳聊了几句 嘱咐他 记得关好院门后 就早早睡下了 次日天还没亮 节目组的一群人 就来到了少阳所在的房间门口 跟拍 PD 节目制作导演 109 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 睡梦当中 少阳好像听到耳边有脚步声响起 他躺在酒店的床上 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当一睁眼 就有三四个人头映入眼帘 卧槽 少阳蹭了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 一把将被子遮住了上半身 围在床边的工作人员 看到少阳吓得惊慌失措的样子 全都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 看清周围都是 无限挑战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后 少阳松了一口气 骂骂咧咧道 差点把我给吓尿了 录个节目 有必要这么拼吗 现在才 少阳看了一眼手机 才凌晨4点16分 PD站在摄像机旁边笑道 欢迎少阳 你来参加我们的无限挑战 等一下 能给我五分钟 让我穿个裤子吗 PD给摄像老师使了个眼色 镜头暂时关上了 少阳三下午除二穿好衣服 趁着几分钟的时间 跑到卫生间刷牙漱口擦了把脸 在房间里简单录了个简短的采访后 少阳就被节目组的人带到车上 准备去外面进行正式的录制了 二十多分钟后 魔都郊外的一个欧式的古堡酒店外面 节目的六个固定嘉宾 已经聚集到了一起 导演严敏拿着大喇叭 带着一群节目组的人 坐在他们对面的草地上 此时天也就微微亮的样子 但没办法 如果白天录这种外景的话 即使是在郊外 只要被一个粉丝看到了 那不用多久 这里 肯定会被密密麻麻的人为上 所以 除非是那种户内的真人秀节目 像这种户外的真人秀 很多时候都是晚上录的 上一期节目 我们体验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生活 想必六位都玩得很开心 这一期 话还没有说完 孙大海就走上前问道 导演 你确定上期节目 我们玩得很开心吗 张子兴嘟囔道 我感觉上期节目 我都快被整死了 早知道节目组 连往酒店房间放机 这种缺德事都干得出来 我就让我经纪人 把这通道给推掉 哈哈哈哈 王森 黄东几个人 顿时捧腹大笑 罗翔走到张子兴旁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子兴啊 习惯就好 这才刚开始呢 六个人你一句我一句 很快就把场子聊嗨了 导演严敏 终于说回了主题道 上一期 我们体验了九十年代的生活 这一期 我们将带大家来玩一场 真人版的角色扮演游戏 也就是现在在年轻人中 最受欢迎的情景剧本沙 这一期节目 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 重量级嘉宾加入 他就是 一辆车正要 停在了外面 车门拉开 邵阳从车上下来 一路小跑到了六个人面前 一个个的拥抱打招呼 虽然邵阳 和他们都是第一次见 但在镜头下 大家就像是很熟悉一样 邵阳和六个人 聊了几句玩笑话之后 开场也就录完了 节目正式开录 大喇叭里播放着 今天这期节目的故事背景 也就是老爷子 死者 和七个嫌疑人的人物关系 每个人都换上了 对应身份的衣服 邵阳在这一期节目 扮演的是一位 年轻的艺术画家 前几天应邀来参加 死者的生日宴会 因为和死者聊天很投缘 于是就被留宿在这古堡里 除了邵阳所扮演的画家之外 另外六个人递身份 分别是死者的儿子 死者的侄子 死者的司机 死者的管家 给死者送报的爆童 死者的私人医生 七个人换好衣服 走到大堂里落座 每个人都自我介绍了一下 本来导演严敏 还以为邵阳第一次参加 这种真人秀节目 会放不开 结果聊天的时候 好多笑点 都是从邵阳嘴里说出来的 这让严敏大为意外 给了邵阳很多镜头 这七节目 基本可以分为五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 不在场证明阐述 就是把案发当天 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说一遍 第二个环节 现场搜证 七个人单独去死亡现场搜查证据 第三个环节 集中推理 第四个环节 所有人一起进入现场搜查证据 第五个环节 公投环节 邵阳也是运气好 正好碰到了这一期节目 基本都是在古堡酒店里面录 不需要像第一期节目一样跑来跑去 不过节目组 还是在这七节目里 设计了很多小游戏 比如第二个环节 现场搜证前需要玩一个小游戏 来决定去搜查的顺序 这个顺序可是很重要的 如果第一个去现场的人是凶手的话 那么他就有可能把所有的证据都给隐藏 或者直接毁掉 节目组设置的游戏也很简单 那就是 每个人发一块砖头大小的冰块 冰块里面有钥匙 谁要是能最快把钥匙从冰块里拿出来 谁就赢了 结果邵阳只用了一秒钟 就把钥匙从冰块里面拿出来了 他直接把冰块往地上一扔 冰块就碎成了两半 钥匙就自己掉出来了 跟拍邵阳的摄像老师都惊呆了 节目组明显没想到 有人会用这么粗暴的方法 但邵阳这也不算是违反规则 所以节目组也拿邵阳一点办法都没有 其他有几个嘉宾 就比如孙大海 还在傻乎乎的 想用体温去融化冰块 这播出去 笑点肯定直接拉满 整个一期节目 录制的还是比较顺利的 邵阳全程开挂操作 刚开始还按照剧本里的眼 后面就彻底放飞自我了 其他六个嘉宾 看他不按剧本里写的来 也纷纷效仿 导演严明也没打断他们 这几个人本来就都有搞笑基因 不按照剧本里的来眼 反而还增加了许多笑点 最后也是成功找出了凶手 第二期节目也很顺利地录制完了 对邵阳来说 录制节目也是一份工作 所以录制节目的时候 他全程都很认真 最后结束的时候 不仅导演严明 专门加了邵阳的微信 就连黄东 孙大海 王森 也都和邵阳互相留了微信 坐车回去的时候 杨岸主动说道 明天可以休息一天 后天要去B站录制中秋晚会 之后的安排我过几天再跟你说 嗯 明天晚上 一锤定音就要播了 这一期节目播完 你的人气可能还会涨 我估计很多地方卫视 也都会找你 去录中秋晚会 好 一个小时候 商务车停在了小阳楼门口 邵阳按了两下门铃 在门口静静等着 没过一会儿 薛佳佳就跑到院子里 把门给打开了 他高高兴兴 正想问 邵阳今天录制的怎么样 结果 邵阳上来就是一通教训 你怎么回事啊 大晚上的 有人按门铃 你就直接开门 万一是坏人怎么办 我 你一个女孩子佳佳的 能不能注意点安全 你要是出了点什么事 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 被邵阳呵斥了两句 薛佳佳眼泪汪汪的看着邵阳 邵阳健壮 一把拉着薛佳佳就往屋子里去了 见薛佳佳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邵阳又苦口婆心的安慰道 我这都是为你好 不说你两句 你下次也不长记性 薛佳佳也不说话 抓起邵阳的手 张嘴就咬了下去 啊 邵阳咬紧牙关 赶忙将手抽了回来 手腕的位置 两排牙齿硬清晰可见 薛佳佳 你属狗的呀 让你说我 薛佳佳娇哼一句 脉不就上楼了 邵阳揉了揉手 这会儿才注意到 餐桌上摆着一盘热腾腾的饺子 锅里的水还是热的 油烟机都没有关 虽然饺子是速冻的 但至少是县煮的 家里就薛佳佳一个人 煮饺子的人除了他 还能有谁 邵阳顿时就后悔了 第110那个 你们能不能注意一下 那个 吃完饺子的邵阳 站在房间门口 敲了一下门之后 说道 刚才我 邵阳支支吾吾 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 躺在床上 脑袋埋在枕头里的薛佳佳 半天听不到邵阳的声音 倒是直接嚷嚷道 有屁快放 你把门打开 我洗下澡 二楼虽然有两间卧室 但只有主卧有一个洗浴间 公共卫生间在楼下 薛佳佳考虑了一阵 还是起身上前把门打开了 快洗 洗完就走 邵阳本来还想说两句道歉的话 但听薛佳佳这么说 他也就默默从衣柜里拿了衣服 进了浴室 花洒打开 热水哗啦啦淋下 录节目 虽然全程在古堡酒店里录得 但玩节目组准备的小节目的时候 也累得够呛 这会儿洗个热水澡 简直不要太舒服 七八分钟后 换上一身睡衣的邵阳 从浴室里出来 看到薛佳佳趴在床上一动不动 他知道薛佳佳是在装睡 邵阳上前把窗户关上 临走出房间的时候 才说了一句 饺子挺好吃的 灯熄了 门也关上了 薛佳佳翻了个身 狠小声地骂了句 混蛋 就知道捉弄我 一夜无事 次日薛佳佳醒过来 就跟没事人一样 和邵阳一起吃起了早点 饭桌上 薛佳佳主动问道 昨天节目录得怎么样 还挺顺利的 结束之后 导演还有里面的几个老前辈 都加了我的微信 那张子兴吗 他加你了吗 加了呀 真的假的 看薛佳佳一脸惊喜的样子 邵阳纳闷道 你不是他的粉丝吧 薛佳佳摇摇头 说道 宇涵是他的粉丝 张子兴还在泡菜国男团里面的时候 宇涵就在追他 薛佳佳说完 就拿起手机 在群里艾特勤宇涵发了一条消息 刚睡醒的勤宇涵 看到群消息 立马艾特邵阳问道 大明星 你增加了张子兴的微信 听到手机叮咚一下 邵阳也回了个 嗯 勤宇涵立马道 大明星今天休息吗 休息一天 那方不方便让我们去蹭饭啊 薛佳佳赶忙打字回道 不方便 勤宇涵 Eddie薛佳佳你奏开 我没问你 薛佳佳 Eddie秦宇涵少阳他 昨天刚录了一天真人秀 累得要死 哪有功夫给你们做饭 这话一下子把程婷婷给炸出来了 程婷婷 哟 已经开始心疼人家了呢 沈淑华 咋咋咋 秦宇涵 笔试 表情包 沈淑华 笔试 表情包 程婷婷 笔试 表情包 薛佳佳都不想看手机了 邵阳拿起手机 在群里发雨音道 下午再来玩吧 我待会儿还要和佳佳一起 把家里大扫除一下 秦宇涵一下子就发现了问题的重点 他急忙回雨音道 薛佳佳这么早就在你那 你们该不会已经注意起了吧 邵阳正要回 薛佳佳立马喊道 不准回 邵阳惺惺一笑 放下了手机 随后 秦宇涵 沈淑华 程婷婷三个人 就在群里开始了疯狂的议论 薛佳佳直接设置了群消息免打扰 还伸手 把邵阳的手机也拿了过去 你干嘛 没收 等他们消停了 再把手机还你 省得你说漏嘴 邵阳哭笑不得 你觉得这是瞒得住吗 薛佳佳扭头一脸傲娇道 他们要是敢说出去 我就跟他们拼命 刷完碗筷 邵阳和薛佳佳 就一起搞起了家里的卫生 下午两点多的时候 秦宇涵 沈淑华 程婷婷三个人 再次大驾光临 他们倒是都没空着手来 手里都提着一袋 中途从超市买的零食过来 佳佳 你们家大明星吗 楼上洗澡 大白天的洗什么澡 你们是不是刚才做坏事了呀 秦宇涵眨巴眨巴眼睛 明显话里有话 薛佳佳抓起抱枕 就朝他砸了过去 巫女 你给我滚出去 秦宇涵接过抱枕 一屁股在薛佳佳旁边坐了下来 笑眯眯地问道 你们两个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 是 秦宇涵先嘟了嘟嘴唇 还是 秦宇涵又拍了拍手 发出啪啪啪的鼓掌声 薛佳佳扭过脑袋 根本不想搭理秦宇涵 沈书华嘖嘖道 怕是该干的都该干过了 你们看他脸都红了呢 谁脸红了 你们不要造谣啊 当初说好的 一起做单身姐妹 就你一个人 违背了我们之间的诺言 薛佳佳你 是不是得赔偿我们 你们别想多了 我和少阳之间是清白的 是吗 秦宇涵坏笑道 那我来检查检查 说完 秦宇涵就把薛佳佳扑倒在了沙发上 两个女生瞬间缠斗在了一起 画面十分唯美 沈书华和程婷婷 非但没有拉开两人 反而坐在旁边加油打气 就像是早就习惯了一样 在少阳没有出现之前 他们几个私底下 本来就是这么疯的 来了呀 楼梯上刚洗完澡的少阳 突然喊了一句 沙发上正交战到高潮的两个女生 直接就停了下来 两人把裙子理好 衣服褶皱抚平 老老实实地在沙发上坐好了 矜持 在男人面前 始终要保持矜持 薛佳佳将额头前的乱发拨到耳后 瞪了一眼秦宇涵 那眼神就像是在说 这是没完 秦宇涵也同样递给了薛佳佳一个眼神 就像是在说 我们改日再战 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秦宇涵急忙转身 白手道 没有没有 大明星 你快来坐 少阳坠坠不安地 在沙发上中间坐了下来 秦宇涵坐在左边 薛佳佳坐在右边 沈书华和程婷婷 分别坐在两边的单人沙发上 大明星 快给我看看张子星的朋友圈 少阳知道 秦宇涵就是为这事而来的 他直接把手机递给他 顺便嘱咐了一句 你可别把他微信给泄露出去了 要不然我不好做人 放心了 大明星 秦宇涵白白手道 我就看看他的朋友圈而已 不会加他的 少阳笑道 其实明星私底下跟普通人也没什么区别 他们也是人 是人就要吃喝拉萨 我可没有某些人一样好的命 喜欢哪个大明星 就能跟人家谈恋爱 还能住在一起 秦宇涵 你没完了是吧 我可没指名道姓啊 你别自己往枪口上撞 啊 我要跟你拼了 刚停站的两个人 又一次发生了交火 少阳夹在中间 看着左边飞来一腿 右边推来一掌 白花花的 香芬芬的 他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 那个 你们能不能注意一下 我是个男人啊 第111五黑初体验 薛佳佳和秦宇涵你一招我一招 对峙了半天 也没分出胜负 倒是坐在中间的少阳 无缘无故挨了好多下 等到两个人都没了力气 中途休战的时候 少阳才急忙起身 从他们带来的零食里 选了一包薯条 然后走到成婷婷旁边 笑呵呵道 咱们换个位置吧 成婷婷憋着笑意 起身把单人沙发 让给了少阳 少阳吃着薯条 把电视打开 顺嘴提了一句 今天晚上 我前些天录制的 一锤定音 就要开播了 蓝姐说 这期节目播出后 我人气可能还会涨 几点播呀 少阳道 应该是晚上八点吧 沈书华提议道 那我们今天晚上 就留在这里 看完综艺再走吧 好啊好啊 他们几个都是 每天闲得要死的人 一个人呆着也是呆着 还不如一群人聚在一起呢 薛佳佳挪了弩嘴 似乎想说些什么 但还是没有说出来 少阳换了的好几个台 都是一些无聊的肥皂剧 最后又把电视给关上了 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 聊了会儿天 最后实在没话题了 秦宇涵拿出手机提议道 咱们正好五个人 开黑玩几把游戏布 薛佳佳扭头问道 少阳 你会玩吗 什么游戏 企鹅游戏全军出击啊 5v5的猫败游戏 你不会没玩过吧 少阳很想说自己玩过王者荣耀 全军出击还真没玩过 不过既然是5v5的猫败游戏 应该都差不多 少阳把手机递给薛佳佳 你帮我下载吧 薛佳佳很快就帮少阳 安装好了游戏 现在都是5G网 即使是十多个G的游戏 下载起来也不用几分钟时间 大明星 你之前没玩过呀 没 少阳把手机展示给他们看 说道 你看 我进去还要注册呢 那只能玩匹配了 没关系 反正就是打发时间的 少阳注册ID 一缕阳光 进入游戏跳过新手教程后 很快就跟他们面对面进了一个房间 薛佳佳的ID是 佳佳加油 秦宇涵的ID是 来个渣男 沈淑华和成婷婷两个人 一个ID叫18岁青春美少女 另一个ID叫真鸡八菜 开罢开罢 秦宇涵兴志勃勃 房主薛佳佳 点击开始匹配 只过了两秒钟 就匹配到了队友 他们四个当中段位最高的 也就秦宇涵一个钻石V守门员 而其他三个人 显然玩得少一点 都还在白银 黄金 白金徘徊 王者荣耀几乎跟全军出击一模一样 进入游戏后 邵阳也不急着选 等他们四个 先选完整内容 成婷婷了选真鸡 从他的名字当中就能看出来 他应该只会玩着一个英雄 秦宇涵选了孙上香 薛佳佳选了程咬金 沈书华考虑到邵阳是个新手 就选了一个纳可碌碌打野 只剩下一个游走的位置留给邵阳 邵阳因为是新注册用户 可选的英雄并不多 最后直接选了姜子牙 见面加载 五个人降生在了泉水里 稍微会玩一点的秦宇涵 特别嘱咐道 记得买宝石 别买鞋子 邵阳微微一笑 点开商店 购买了学士宝石 先跟着真鸡去中路清了一波线 然后慢悠悠地回到下路 和秦宇涵打起了配合 对面是后一家庄舟的组合 双方有来有回的 一波换血 邵阳及时按下治疗 把秦宇涵就回来后 秦宇涵一边回城 一边夸赞道 可以吗 我还以为你不会呢 邵阳笑道 看别人玩过 这游戏比我想象中的要简单 厉害厉害 看到秦宇涵回泉水了 邵阳就慢慢跑到中路去gank了 成廷廷后知后觉 看到邵阳来了 一套技能全部丢了出去 大招控制掉对方的小桥后 接上邵阳的伤害 人头就被邵阳给收掉了 哇 厉害啊 一般一般 中路和下路还打得有来有回的 可上路就惨了 和薛佳佳兑现的是一个吕布 一技能甩两三下 血量就不健康了 对方的打野还老去抓 短短六分钟的时间 薛佳佳就挂掉了四五次 沈淑华 你在野区洗澡呢 我几分钟没看到你了 对面打野你知道来多少次了吗 别喊我 我也不会打野 刚才差点被红包拍死 你不会你选什么呀 废话 位置被你们选完了 邵阳又是新手 我让他打野啊 薛佳佳点开面板 看了一眼击杀术 立马道 你零到二 邵阳都三杠零了 邵阳 你在那里蹲着干嘛呢 地图上只有两个人 我感觉他们在打龙 我钓钵鱼试试 秦宇涵哼哼道 你要是能钓到鱼 我就 他话还没有说完 邵阳的大招就按了出去 界面上方出现击杀提示 江子牙击败庄周 还正好杀死的是庄周 邵阳也没想到 龙坑里竟然真的有人 他哈哈笑道 你刚刚说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啊 秦宇涵装傻充愣 因为邵阳是新注册的用户 对面的实力普遍也很菜 除了上路战绩有点不好看之外 其他几条路都还可以 到了中期打团的时候 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程耀金死得再多 但只要开个大在前面 也没几个人打得动 邵阳跟着秦宇涵旁边 有人突进 他就放技能推开 减速 加上大招的角度很刁钻 几拨团站下来 竟然都赢了 后面也是顺利拿下了这一局胜利 出去之后 薛佳佳看到自己三 零的评分 立马道 下巴我不玩上路了 那你玩什么 我玩蔡文基 程廷听道 反正我只会中路 秦宇涵道 算了 那我去打野吧 邵阳笑道 那我和佳佳一起走下路吧 行啊 第二局游戏开始 邵阳玩了的鲁班七号 线上刚开始还比较吃力 后面伤害起来了 线上就好打了 可对方的打野 似乎看出了 邵阳是这边的突破口 一直来抓 你倒是奶我了 我不是已经给你奶了吗 奶不够啊 你得开大 秦宇涵哈哈笑道 我也觉得奶量不够大 才必呢 最起码也要低吗 秦 于 寒 我错了我错了 待会儿就来帮你抓 零杠二 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 秦宇涵笑道 婷婷四杠一了呢 他后期伤害起来了 无敌的 程婷婷悠悠道 你吹牛逼别带上我 哈哈哈哈 打游戏的时候 还是过得挺快的 傍晚 邵阳煮了一大锅面条 几个人一人一碗 就算是吃过晚饭了 一直到八点的时候 土豆视频自制的综艺 一锤定音更新了 薛佳佳找到最新一期的视频后 直接投放到了电视上 一群人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第1121锤定音播出 邵阳 这么看你还挺上镜的吗 邵阳笑道 电视节目后期都会加滤镜的 其实大部分明星素颜状态下 和普通人差不多 都没画面里那么好看 那我们家佳佳好看吗 邵阳无语道 你们这话题也转得太快了吧 你还不回答 待会儿 我们家 佳佳可就要生气了 好看 你们都好看 薛佳佳赏了邵阳一个大白眼 你真敷衍 哈哈 这一期节目前面的部分 没什么好看的 因为邵阳全程在滑水 秦雨晗他们几个也都看出来了 播到一半的时候 程婷婷还主动问道 邵阳 我怎么感觉这个夏飞有点针对你啊 你说什么 他都跟你反着来 我也觉得 邵阳笑道 你们才看出来啊 我也不知道 是哪里得罪了他 节目还没开始录 我主动和他打招呼 他就对我爱答不理的 开始录制之后 就一直针对我 我才可能 是因为之前我还是他面前一个不起眼的选手 没过多久 就成了和他并排座的评委 他心里可能不服气吧 这人真小心眼 真没想到 他是这种人啊 节目继续播放 进度条已经快接近90%的时候 饶乐乐终于上场了 钢琴弹唱结束后 也进入到了这期节目最有看点的部分 弹幕上 有不少人全部刷起了友情提示 前方高能 这些发弹幕的人 肯定是一直倍速播放 所以早早就把这期节目看完了 看到弹幕变多了 秦宇涵 沈书华他们三个 也都坐直了身体 三个导师开始点评 点评完之后 就轮到了夏飞和邵阳 看到邵阳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秦宇涵他们知道 邵阳这是故意不说话 夏飞无奈开始发表评论 最后邵阳才笑道 你这票数 应该已经前三了 我觉得 还有进步的空间 所以就先给你六票 邵阳才刚说完 夏飞就着急了 他就像是老前辈教训新人一样 言之凿凿的说道 邵阳 这虽然是节目 但对于选手来说 也是一场比赛 既然是比赛 投票的时候 就必须公平公正 该是多少票 就是多少票 戏剧性的一幕终于发生了 邵阳没有在惯着他 直接落锤了 紧接着就发表了一番 极为专业的点评 旁边三个导师都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之后 邵阳就开始展示起了 自己的绝对音感 邵阳一下子成了主角 无论是观众还是导师 全都被邵阳折服了 弹幕上 太牛逼了 我滴个 今天才知道 有绝对音感这个词 对我来说 钢琴老师就只是按了一个键 我只能听见光的一声 猪头猪头 什么是专业的 这才是专业的 天才就是百分之百的天赋 加上百分之百的努力 哈哈 夏飞脸都绿了 让他装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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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邵阳展示结束后 沙发上的三双大眼睛 立马看向了邵阳 全是一脸花痴的表情 大神 你也太厉害了吧 少阳笑道 其实学音乐的 还是有一小部分人 有绝对音感的 这个后期也可以练出来 大神 你就别谦虚了 秦玉涵很认真地说道 从今天开始 我不粉张子星了 就粉你了 我就是你最大的粉丝头子 薛佳佳拿起一个抱枕 就扔向了秦玉涵 马上都冬天了 你发什么蠢 薛佳佳 你这都吃醋啊 滚 大神 方不方便跟我合照一张 我以后就拿咱们的合照 当平保了秦玉涵说完 就把手机递给了沈淑华 然后穿上鞋 就往少阳那边走了过去 少阳忙道 还是一起拍吧 要是不小心传出去 我就说不清了 好吧好吧 一起拍 听听 你也来 少阳走到薛佳佳旁边坐了下来 秦玉涵坐在少阳的另一边 程婷婷则在薛佳旁边坐了下来 摆个pose 我拍了 秦玉涵率先伸出了剪刀手 少阳和程婷婷纷效仿 沈淑华拿着手机 倒计时到 三 二 一 数到一个的时候 薛佳佳直接把转身 把剪刀头的两根手指 戳进了少阳的鼻孔里 卧槽 偷袭 少阳被突如其来的一幕 吓得瞪圆了眼睛 而这一幕 却正好被手机相机拍了下来 沈淑华看到照片笑个不停 直接把照片发到了群里 几个人看到照片后 躺在沙发上捧腹大笑 这一期节目过后 有关绝对音感这个关键词 还上了热搜 少阳的微博粉丝 也又涨了几十万 这些商务车来到了小阳楼门口 把少阳和薛佳佳接上车后 就直接往B站总部去了 今年的中秋和国庆连在一起的 所以 今天晚上 少阳要唱的歌是 《扶摇》专辑中的 《本草纲目》 一首《华夏丰》的歌曲 在这个时间段 唱最适合不过 下车之后 工作人员就领着少阳一行人 来到了录制晚会后台的化妆间里 少阳正在做造型的时候 薛佳佳悄悄走到少阳旁边 小声说道 夏飞也来了 少阳愣了一下 笑道 不用管他 开场第四个节目就到了我了 我们结束就直接回去 嗯 化完妆 少阳正要往休息室去 可在走廊里的时候 却正好和夏飞迎面路过 两个人谁也没有理谁 就像是陌生人一样 擦肩而过 少阳没把这事放在心里 安安静静等到八点钟后 B站的中秋晚会 终于开始录制了 前面三个节目 都有很浓重的B站风格 这也是B站晚会的特点 它跟任何地方台的中秋晚会 都不相同 全都是很新潮的内容 第三场表演的人上台的时候 工作人员就已经把少阳 领到上台口准备了 五分钟后 一群舞蹈区的up主 在台上跳了一段窄舞后 大屏幕上就播放了一段少阳的介绍 视频播完后 少阳就直接上台了 B站还专门给他准备了一个街舞团队伴舞 少阳一出场 台下的年轻观众 便立马鼓掌欢呼起来 而少阳也没有让观众失望 一开嗓 他就成了舞台上的王 如果华佗在世 重阳都被医治 外邦来学汉字 甚至有不少专业学音乐的人在抖音上翻唱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唱到少阳的这种风格 现在的他 在舞台上更加的游刃有余 台风稳得一批 我表情悠哉跳个大概 动作轻松自在 你学不来 霓虹的招牌调整好状态 在华丽的城市等待醒来 后台的夏飞 面不改色地坐在休息室里 他冷漠地听着前场传来的歌声 表情有些肃穆 但他对今天晚上 像是早有准备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第113一下子 就成爆发户了 绝对阴感的视频 在网络上被大规模转发 少阳一时间 又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 粉丝数量节节高升 在网络上的风评也越来越好 酒店里 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接到通告的宋利 看着少阳的微博粉丝数量 已经直奔千万去了 而自己微博粉丝 还在150万徘徊的时候 他握着手机 犹豫再三 再一次拨通了少阳的手机号码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五分钟后 宋利再拨了一次 结果还在通话中 半个小时后 宋利又拨了一次 结果还是一样 宋利知道 少阳根本不是在通话中 而是自己两个手机号码 都已经被少阳给拉黑了 宋利一下子就感觉自己 受了很大委屈 每每想起之前和少阳在一起的幸福画面 想到少阳对自己摆一摆顺的样子 宋利心里就会一阵后悔和难过 他无法接受 现在少阳对自己的态度 更不能接受 两人分手后 少阳的名气竟然会比他还大 宋利坐在床上 想了许久后 他觉得自己不能再耗下去 于是点开手机 打开地图 在地图上搜到了 一阳经纪公司所在的位置后 宋利立马就换了身性感的衣服 出门了完整内容 胸口蕾丝边的内衬T恤 外面罩着一件浅灰色女生小西服 下面穿着一条牛仔裤 不过里面还有一双黑色丝袜 俗称库里斯 很心机的一套穿搭 宋利去一阳经纪 当然不是想去公司里闹的 他只是想去公司楼下等少阳 毕竟他现在连少阳住在哪里都不知道 能接近少阳的唯一办法 就是在公司楼下守住带兔 但很可惜的是 一连好几天 宋利都没有在公司楼底下等到少阳 他倒是看到了 因为一阳经纪的老板吕梅 还有因为隐形的翅膀 而爆红的张欣怡 一看到张欣怡 宋利就不自觉地想起演唱会上 少阳和宋利一起合唱 起疯了的画面 那天晚上 他也在沈瑞演唱会的舞台上 但他仅仅只是沈瑞的伴舞 都没能有机会在舞台上单独唱一首歌 宋利很清楚地知道 自己拼资源拼实力 根本拼不过唐心少女里那些年轻的姑娘 而自己 要想红起来 唯一的办法 就是和少阳复合 这样既有热度 以后还能让少阳给自己写歌 幻想着之后的日子 宋利就迫不及待地想 见到少阳 他觉得 少阳不是一个无情的人 只要自己切而不舍 他一定会原谅自己的 九月底 一场大雨没道理地哗啦啦落下 一晚上 功夫就让磨度的气温跌了十几度 幸好云长那边的工作人员 早在一个多星期前 就送来了一堆云长品牌的秋季新品 全都是秋季外套 各种款式的都有 因为云长那边 已经留了少阳的尺寸 所以 送来的衣服每一件都很合身 今天这么冷 你还穿这么少 看到薛佳佳从楼上下来 少阳扭头问道 薛佳佳上半身倒穿着一件宽松的白灰色毛衣 可下面却穿着一件还没过膝盖的裙子 看到少阳盯着自己小腿看 自己腿上的丝袜 吴雨道 我这是家后的丝袜好不好 穿这个比裤子还暖和 少阳笑道 我看着就跟没穿一样 你个土包子 煮的饺子 你吃几个 九个 少阳成了九个厚 看到锅里还有很多 就又给碗里夹了两个 我待会儿要去公司一趟 你去不去 去公司做什么 蓝姐不是说 一直到国庆节之后都没有工作吗 少阳解释道 张星怡不是也出道了吗 她上了好几个节目 老师唱同一首歌 这段时间热度已经不如之前了 梅姐想让我给她再写两首歌 当然版权是我的 公司也会给我一部分费用 你写好了 嗯 写好了一首少阳笑道 另外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今天早上 企鹅音乐把第三季度的 扶摇 数字专辑卖的钱 和其他歌曲的代理费用都打了过来 另外还有两笔通告费也到账了 加上之前传的 你猜猜我现在有多少钱 薛佳佳很配合地问道 多少钱 一千万 少阳摇头 两千万 少阳在摇头 三千万 薛佳佳都瞪大眼睛了 少阳比了一个首饰 笑道 有五千多万 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光数字专辑就卖了三百多万张 一张数字专辑是三十块钱 扣除企鹅公司的运营费和税 到手就有三千多万 还有我之前出的那些歌 企鹅音乐也要根据播放量给我算钱 跟这个相比 通告费就不算什么了 就算通告费有五百万 我到手也顶多两百万出头而已 看到少阳小人得志的样子 薛佳佳挪了弩嘴 说道 可以吗 一下子就成爆发户了 等国庆节之后 我就要在摩都 京城 鹏城 雾都 融成五个城市举行实体唱片的签售会 到时候 你跟不跟我去 去 当然去了 薛佳佳说道 来人有钱就变坏 我得跟在你身边看好你 少阳文言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多说什么 看到薛佳佳把碗里最后一个饺子吃完 他问道 吃饱了吗 嗯 那我们先去公司 我估计这会儿 张星怡和他的经纪人都已经到公司了 好 下雨天出门真不方便 要不要带把洒啊 不用了吧 雨都已经停了 奶停了 这不还有在下茫茫雨吗 算了少阳脱下自己的外套 顶在头上 朝薛佳佳走了过去 薛佳佳见状 也朝少阳凑了凑 两人跑出院子 坐上车后 静止往公司方向去了 上午九点多 天色有些阴沉 一阳经纪公司楼下停车场上电梯的位置 宋利坐在一辆大众Polo里面 刷着抖音里跟少阳有关的视频 看到视频里的少阳发光发热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自信的光辉 宋利心里的悔意就越来越多 要知道 早知道少阳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他打死也不会和少阳分手 宋利看着看着 就不自觉地想起了 当初的少阳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宝马七系 从停车场入口处 朝这边拐了过来 看到灯光 宋利抬头往那边看了一眼 发现宝马车后 他直接就愣住了 他记得很清楚 当初分手搬家的时候 少阳就是坐着这辆宝马车 和薛佳佳一起过去的 难道 少阳一直和那个女生在一起 宋利心里猛地揪了起来 第114 请你以后别来打扰我们 我们到了 车子停好之后 看到旁边副驾上的薛佳佳 闭着眼睛 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少阳笑道 吃了睡 睡了吃 你真是投猪啊 你才是猪 车里开着空调 你坐副驾驶看看 会不会想睡觉 下车吧 今天中午 我们就在公司吃了 哼 你都这么有钱了 还让我跟你一起吃食堂啊 真小姐 少阳问道 不然你要吃什么 火锅 薛佳佳下车后 追上少阳道 这种天最适合吃火锅了 吃货 薛佳佳抬起两只小拳头 在少阳的后背上 打起了咏春拳 嘴里不停重复 你才吃货 你才吃货 两人从大众车旁经过 车里的宋利 甚至能清楚地看到 少阳脸上的笑容 就在两辈人 快走到电梯门口的时候 宋利急忙从车上下来 大声喊道 少阳 声音在空旷的停车场内 回响起来 听到声音的少阳和薛佳佳 同时扭头看向宋利 少阳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 宋利摔上车门 快步上前问道 少阳 我们能谈谈吗 宋利的语气很真诚 薛佳佳没有说话 就静静地 站在少阳的边上 少阳按下电梯按键 冷淡道 我们还有什么好聊的吗 少阳 有些事事是我对不起你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没必要了 少阳道 我们已经是陌生人了 我记得你从出租屋里搬行李走的时候 郑松专门跟我说过 让我以后别打扰你 现在也请你不要打扰我 我以后不想再看到你了 少阳的这些话 对宋利来说 就好像是五雷轰顶一样 他认为自己今天的姿态 已经摆得足够低了 少阳之前是什么样的人 他很清楚 就算他兜里只有五块钱 要是在路边看到一个乞丐 他也绝对会把兜里的钱拿给乞丐 从大学的时候 宋利就知道 少阳是一个心肠很软的人 所以每次吵架 即使是自己没有道理 但只要自己撒个娇 说几句好听的话 少阳也一定会原谅他 可今天少阳的表现 却好像打破他对少阳的固有认知 他印象中的少阳 绝不会像现在一样绝情 宋利看向了少阳旁边的薛佳佳 他忍着即将崩溃的情绪 问道 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爹 电梯门缓缓打开 少阳伸手牵住薛佳佳 带着他走进了电梯里 然后看着外面的宋利说道 我们已经见过双方的父母了 过两年 等我的事业稳定一点 我们就会结婚 请你以后别来打扰我们 说完 少阳按下关门键 电梯门缓缓从两边关上 然后上升 宋利失魂落魄地站在电梯门口 半天没有回过神来了 已经见过双方父母了 结 婚 他们竟然要结婚 宋利脑海里回想着少阳的话 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小丑 一个被羞辱的小丑 难过的情绪 逐渐转变成愤怒和憎恨 宋利看着空荡荡的电梯门 嘴里喃喃道 电梯里 他怎么会找到公司楼下来 我拉黑了 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他想找我 只能在公司底下守着我 少阳道 不过我没想到 他的脸皮竟然会这么厚 上一次我就跟他说了 不想再看到他 没想到他还会来找我 薛佳佳小声道 我看他还挺可怜的 你心里就没有 没有 少阳很坚定地说道 我早就看清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从他和我提出分手那天晚上之后 我就不是之前的那个我了 这个我说的是实话 你没必要试探我 薛佳佳把头扭到一边 他说道 我可没有试探你 少阳道 火锅晚上去吃吧 我们自己去买食材 回家弄 去火锅店的话 万一被认出来就不好了 好 电梯在公司楼层停下 电梯门打开之后 少阳正要进公司 那个 薛佳佳却停下了脚步 少阳扭头 怎么了 你打算这样进公司吗 少阳这才意识到 自己一直没有松开薛佳佳的手 他放开手 挠了挠头 忘记了 忘记了 笨蛋 公司的时间 已经从开始的朝九晚六 改成了朝九晚五 只是中午休息的时间 缩短了一个小时 每天的固定工作时间 还是八个小时 这会儿已经十点了 公司里的员工 都在认真工作 少阳带着薛佳佳走进公司 前台的小梦 一眼就看到了少阳 见少阳朝自己摆了摆手 意识自己不要声张后 小梦才没有上前迎接 两人走到吕梅的办公室门口 本来想敲门 结果门本来就没关 里头还有张星怡经纪人 吴佩斯的声音 少阳就直接推门进去了 杨哥一看到少阳 张星怡就立马喊了一声 他很清楚的 知道自己能出道 全是靠少阳提拔 可以说没有少阳 就没有现在的他 所以他在少阳面前 要比吕梅面前 还要客气一点 等了很久吧 吴佩斯笑道 我们也就等了半个小时 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 吴佩斯笑道 隐形的翅膀的浮欧 这首歌被各大官方 微博转发评论后 有不少节目组找到我们 明天晚上 我们就要去番茄卫视 参加中秋晚会的录制了 可以啊 少阳也笑道 我才接了一个 网络平台的中秋晚会 地方卫视的中秋晚会 都没找我呢 张星怡忙道 杨哥 你就别笑话我了 我哪能跟你比啊 我估计再过段时间 就没人会注意到我了 所以我今天不是过来了吗 吕梅听到这话 也起声问道 星哥你写好了 嗯 写好了一首 真快啊 我前天才跟你说这件事 吕梅很快对张星怡说道 星怡 你以后要是出去了 可千万别忘了 是谁理你上路的 没有少阳 你这会儿 还是一个普通大学生呢 张星怡有些不好意思了 他低着头 小声道 没见 我知道了 走吧 找个安静点的房间 给你放一遍我给你写的新歌 好 几个人来到之前 张星怡学习的舞蹈房里 乌佩斯进门之后 就把门给关上了 少阳打开手机 连接到舞蹈室里的蓝牙音响 播放了自己录好的demo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绿光 第115茶岗 上 在公司吃了顿饭 下午教张星怡唱了几遍绿光 虽然都是清唱 但张星怡的经纪人 吴佩斯听了两遍 就断言 这首歌肯定能火 张星怡对此深信不疑 他反正觉得 只是要少阳写的歌 每一首都 必然是精品 在少阳面前 他表现得就像是个乖学生一样 从公司离开 就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 天气本来就不好 虽然没有下雨 但天气阴沉沉的 路上的人都在毫无感情地匆匆赶路 少阳驱车带着薛佳佳 来到超市里 戴上口罩和帽子后 两个人就在超市里 大采购起来 羊肉还是牛肉 薛佳佳拿起两盒 不同的火锅肉片问道 要不一样 拿一份 一份够吗 少阳道 就我们两个人 最多加个小桃子 肯定够啊 也是 薛佳佳拿了两盒肉片 跑到少阳那边 放进了购物车里 少阳问道 辣的火锅底料 我已经拿了 不辣的一边 你是番茄锅底 还是豚骨锅底 番茄的吧 少阳点点头 拿起一包番茄锅底 放进了购物车里 薛佳佳又问道 要不要买点喝的 可乐 城汁什么的 家里不是有吗 上次秦宇涵他们带过来的 都没有开封呢 我说的是酒水 少阳皱眉问道 你要喝酒 怎么 不行啊 上次 你不是从小桃子家 拿了一瓶岛国清酒吗 那个度数应该不高 薛佳佳点点头道 行 那待会尝尝 应该差不多了 我们回去吧 好 两人很快开车回了家 薛佳佳跟着少阳 一起进了厨房 两个人互相帮对方系上围裙 虽然买了锅底 但少阳还是打算 熬一锅骨头汤 当做底汤 要不然 火锅就没有那个味道了 还有什么要洗的吗 就生菜 金针菇一些素菜洗干净就行了 弄完你就可以去外面 等着了 好嘞 少大厨 那就交给你了呀 放心 薛老板 保证完成任务 去死 薛佳佳抬脚踹了一下少阳的屁股 笑嘻嘻地跑了出去 四十分钟后 少阳把从超市买来的东西 一样样装进盘子里 端到桌上 然后把火锅简单洗了一下 从高压锅里 把骨头汤倒进了火锅里 把买来的两包火锅底料 分别放进鸳鸯锅里 一会儿功夫 餐桌上就有热气腾腾 差不多可以吃了 来了来了 薛佳佳放下平板 穿好鞋子 朝餐桌快步走了过去 看到桌子上满满当当 他双手背在身后 夸赞道 可以吗 跟去火锅店 吃差不多呀 火锅店里的 可没我们自己弄得干净 家有一厨 如有一宝啊 诺 给你碗筷 两人在餐桌两边坐了下来 少阳洗了把手后 开始往火锅里下东西 他老家是干省人 自然吃的是辣锅 薛佳佳砸巴杂巴嘴 又起身 去把隔壁千叶惠子 上次送的清酒拿了过来 还去柜子里 拿了两个高脚杯 少阳笑道 这杯子是用来喝红酒的吧 管他呢 有没有外人 也是 薛佳佳放下杯子 拧了半天 瓶盖都拧不开 最后还是递给了少阳 少阳拧开盖子 给薛佳佳倒了一丢丢 你先尝尝 要是喝不惯 就倒掉 省得浪费 薛佳佳恩了一声 拿起杯子抿了一口 他眉头先是一簇 然后立马睁开眼睛笑道 没我想象中的难喝 还挺甜的 这种酒入口甜 喝多了 后劲很大的 别废话 倒上倒上 少阳给他倒了一点 又往自己杯子里倒了一点 反正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国庆结束 都没有通告 喝点酒也无伤大雅 来干杯 少阳笑着举杯碰了上去 别墅里 柳洪玉看着窗外 一阵阵冷风吹着 表情有些担心地说道 这天说降温就降温 也不知道佳佳他换被子没有 可别感冒了 他都二十好几的人了 你还担心他做什么 柳洪玉想了一会儿 转过身道 老薛 正好你今天在家 咱们也好久没去女儿那了 要不咱们去看看 现在 薛奇嘴里是那么说 可心里还是很关心自己女儿的 薛佳佳没带少阳上家里来之前 薛佳佳几乎每天都会跟他发消息 现在和少阳谈起了恋爱 一个星期也难得发一次消息 对啊 现在又不算晚 才七点多一点 行吧 薛奇放下手机 起身道 你去给我找件封衣 咱们这就去看看 柳洪玉很快找了两件封衣下来 一件自己批上了 一件给薛奇批上了 夫妻两个很快开着车往汤晨一品去了 柳洪玉从包里拿出电梯卡 刷了一下后 就直接坐着电梯 来到了薛佳佳住的楼层 电梯门打开 客厅里空无一人 柳洪玉喊了两声 佳佳 佳佳 半天都没人回应 柳洪玉挑眉道 人去哪了 会不会还在外面没回来 打个电话问问 薛奇刚拿出手机 柳洪玉突然想起什么 立马阻止道 先别打电话 佳佳可能和小少在一起 那我们就坐在这 一直等女儿回来吗 柳洪玉道 我先去看看 佳佳有没有把被子换掉 说着 柳洪玉就往薛佳佳的房间去了 推开门一看 床上哪里还有什么被子 上次就被少阳一次性 全部卷走了 柳洪玉猛了一阵 他大喊道 老薛 老薛 薛奇听到声音 也往房间那边走了过去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看 薛奇看到床上什么东西也没有 就只剩个床垫的时候 他也猛逼了 什么情况 薛奇率先反应过来 他心里咯噔一下 瞬间空荡荡的 他艰难地吐出几个字道 难不成家家已经跟小少 同同居了 啊 柳洪玉眼睛一瞪 过了一会儿 他笑着掏出了手机 薛奇愣愣道 你要干嘛 我问下雨晗那丫头 这是他肯定知道 如果他们两个真同居了 那咱们就直接过去看看 薛奇失魂落魄地落在床垫上 心里那颗惊心呵护的白菜 已经被投注被拱掉了 第116茶岗 下 好 你把他们住的地址发给我 雨晗 你别告诉佳佳 阿姨不想让他们两个提前知道 电话那头 请雨晗毕恭毕敬地回道 好的 阿姨 那就先这样 改天有时间 你和舒华 听听他们 一起来家里玩 嗯 挂掉电话 秦雨晗长松了一口气 他立马打开微信 点开了和薛佳佳的聊天对话框 脑海里回想着 刚刚柳阿姨说的话 终究还是没把这事说给薛佳佳听 他嘴里自言自语道 佳佳呀佳佳 这次可不是我不讲一切 你妈再三叮嘱 不让我告诉你的 这不关我的事啊 念叨完 秦雨晗就把少阳住的小阳楼的地址 给柳洪玉发了过去 收到地址后 柳洪玉直接道 老薛 我们走吧 直接去枫叶路 看看他们两个 现在在干嘛 这好吗 有什么好不好吗 难道你还怕小少不欢迎咱们啊 薛七也就顺嘴说一句 他也想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情况 两人怎么这么快就同居了 你们同居我勉强还可以接受 可千万别同床共枕啊 夫妻两个很快就下楼 又开车往枫叶路去了 秦雨晗坐在沙发上 念着恶弥陀佛道 你们可千万别干坏事啊 薛佳佳很少喝酒 在此之前 都是在过节的时候 喝那么一点点红酒 小桃子的妈妈千叶惠子 送的清酒度数虽然不高 入口也不辣 但对于一个酒量 可以说为零的女生来说 后劲却是很大的 才过了半个来小时 薛佳佳那白皙的脸蛋 就变成了通红 像极了红透了的苹果 在餐桌上方淡黄灯光的点缀下 显得袖色可餐 你喝多了吧 脸都红了 我才没有薛佳佳强装镇定 这会儿 酒精才刚开始在肚子里发挥作用 他只是感觉头有些晕乎乎的 邵阳把酒瓶收了起来 又把薛佳佳杯子里剩的一点酒 倒进了自己杯子里 然后起身从冰箱里拿了平安木烯 放在薛佳佳面前道 酒你别喝了 你喝这个 薛佳佳嘟起嘴巴 不乐意道 邵阳 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邵阳坐下来 往他碗里加了一块肉 顺着他的话说道 我可答应过你妈 会照顾好你的 切 就知道把我妈的话当借口 有本事 有本事什么 薛佳佳端起高脚杯喝了口酒 说道 有本事 薛佳佳陡头看着邵阳 半醉半醒的他 一双眸子仿佛附着秋水一样 特别的好看 退出转码页面 请下在APP爱乐最新节 邵阳跟着说道 你没意见的话 我也没问题啊 薛佳佳愣住了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变得好热啊 薛佳佳伸手给自己扇了扇风 但身上就像是火炉一样 心跳得也极快 切 你想得美 我可没有答应你 哈哈 邵阳笑道 我又不急 来日方长嘛 薛佳佳正要说话 叮咚 屋子里突然响起了门铃声 邵阳看向门口 那么道 这么晚有谁会过来 小桃子 都快八点了 他妈妈怎么可能会让他出门 你出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邵阳起身道 你多喝点奶 看看自己的脸蛋 都红成什么样了 啰嗦 邵阳刚走出客厅 一股凉风就吹了过来 他紧了紧身上的衣服 跑到院门那 问道 谁啊 小少啊 是我 卧槽 怎怎么是阿姨的声音 糟糕 他怎么会知道 我住在这里 是谁通风报信了 玩犊子了 他们还不知道 我和薛佳佳应该同居了吧 邵阳回头看了一眼 屋子里的薛佳佳 很想给他点提示 但薛佳佳压根就没看他这边 邵阳只能硬着头皮 把门给打开了 叔叔阿姨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过来看看你们 佳佳在吗 邵阳做贼心虚地指着屋子里说道 我们在吃东西 叔叔阿姨 你们先进屋吧 说完 邵阳立马大声朝屋子里喊道 佳佳 你爸妈来了 什么呀 我爸妈他们都不知道 我们住在哪 怎么可能薛佳佳一边说 一边转头 当他看到薛奇和柳洪玉 走进客厅的时候 整个人瞬间就梦了 大脑一片空白 刚才还晕乎乎的他 立刻就变得清醒起来 他吸了一大口安慕吸 有些不安地起身道 老爸老妈 你们怎么来了 薛奇没有理他 打量了这栋小洋楼 柳洪玉则是走到餐桌前 看了一眼桌子上的火锅 看到两人的晚餐很丰富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正要说话时 看到薛佳佳一脸通红 他问道 怎么了 脸这么红 我 薛佳佳小声道 我喝了一点点酒 看到沙发上的薛奇 朝自己看了过来 薛佳佳连忙捏着大拇指和食指比划道 就一点点 邵阳也连忙补了一句 百正立场道 他非要喝 我也没想到他一喝酒就上脸 早知道就不让他喝了 薛奇问道 小邵啊 佳佳现在是不是也和你一起住在这里 邵阳坦白道 是的 他前段时间搬过来的 不过 我们是一人一个房间 分开睡的 柳红玉看少阳吞吞吐吐 不好意思 连忙解围道 我们也就是过来看看 你们过得怎么样 你们没吃饱 就继续吃吧 这个时候 两个人都想找条地缝钻进去了 哪里还有心情继续吃火锅 少阳嘎笑道 我们都吃饱了 阿姨 你和叔叔晚上吃了吗 我们都吃了 薛奇起身朝柳红玉说道 红玉 你不是担心变天了 家家睡不暖和吗 你上楼去看看吧 柳红玉扭头问道 小邵 方便吗 方便 当然方便了 少阳当然知道 薛奇是想看看 自己到底有没有 和薛佳佳住在一起 毕竟上次 去家里的时候 少阳还答应过他 在两人结婚前 不发生进一步的关系的 这要是出而反而了 少阳估计 自己在薛奇心里的印象 要一落千丈 少阳主动领着柳红玉上楼 薛佳佳也登了上去 薛奇也不太踏实地 跟上了母女两人 二楼两间卧室 一间书房 少阳递给薛佳佳一个眼色 薛佳佳立马走上前 把之前少阳住的房间 现在被他霸占了的 主卧门给推开了 屋子里很干净 被子也扑得整整齐齐 也已经换上了冬天的被子 柳红玉走进去 手放在床上压了压 点了点头道 就房间有点小 其他都还行 少阳心里说 这还算小 这房间比我睡的 次卧大了很多好吧 柳红玉问道 小少 你的房间呢 少阳领着他走到外面 推开了次卧的房门 跟主卧比起来 次卧就更显得寒酸了 面积大概只有15个平方 一张床 一个床头柜 一面墙是衣柜 再加个桌子 就基本把房间给占满了 这么小啊 薛佳佳这会儿笑道 开始主卧是他住的 后来我过来了 他就搬到次卧来了 柳红玉立马瞪了薛佳佳一眼 那眼神就像是在说 你还好意思说 薛奇看了两个房间 心里也踏实了一点 四个人很快就回到楼下 坐在沙发上 一问一答了起来 差不多8点40左右 薛奇起身道 拉住了少阳的手 小少 那阿姨和叔叔就先回去了 以后我可就把佳佳交给你了 阿姨放心 嗯 柳红玉满脸慈母 笑得点了点头 跟着薛奇一起离开了 目送着车子开走 少阳和薛佳佳 很有默契的 同时松了一口气 看到对方也在叹气 两个人都看向了对方 四目相对了几秒钟后 两个人却像个傻子一样笑了起来 笑声越来越大 第117群里有内奸 所以 你爸妈这是同意了 我们在一起住 可能 大概 大概也许是这样子的吧 少阳抹了抹额头 关上院门道 刚才开门的时候 听到你妈的声音 吓得我都快尿了 瞧你那出现 少阳追上薛佳佳 笑道 刚才你不是照样被吓傻了 我要是不提醒你 你还搁那吃呢 你才傻了 少阳疑惑道 不过你妈怎么会知道我们住在这 我好像只告诉过他们 我住在枫叶路 没告诉过他们具体的住址啊 薛佳佳坐在沙发上 翘起了二郎腿 拖鞋挂在他脚尖一晃一晃 群里有内奸 群里 少阳反应过来 连忙道 你是说秦宇涵他们 不然呢 薛佳佳打开微信 点开大明星的小迷妹 同时对少阳说道 知道我们住的地方 同时我爸妈还都认识的 只有他们几个 薛佳佳在群里手动艾特的全体人员 扣子道 是哪个内奸出卖了我 快快从事招来 否则大行伺候 这会儿都在敷面膜 准备睡觉的三个人 看到群里的消息 程婷婷 吃瓜 表情包 秦宇涵 奴婢有罪 还请娘娘息怒 薛佳佳 我就知道 是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小贱人 秦宇涵 哭泣哭泣 不能全怪奴婢啊 是你家皇太后 不让我跟你说的 薛佳佳 别解释了 明天就把你打入冷宫 沈淑华和程婷婷两个人 看到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 好像知道晚上发生了什么 程婷婷直接发雨音道 薛佳佳 你被你爸妈捉奸在床了 放屁 什么桌奸在床 你给我滚 那你这么激动干嘛 滚 薛佳佳以一个滚字 结束了群里的聊天 邵阳把餐桌收拾干净 走到沙发上 一屁股坐了下来 你先洗 还是我先洗 我先 薛佳佳起身直接上楼了 想着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邵阳掏出手机 找到自己老妈的微信 发送了视频通话邀请 只隔了几秒钟 视频就接通了 妈 还没睡啊 没呢 爸呢 家里这几天下大雨 你妹妹今天没带伞 你爸去学校见你妹了 估计一会儿就回来了 家里也降温了 嗯 这几天大风大雨 一天比一天冷 妈 你怎么还穿着这件旧衣服啊 这衣服就是旧了点 但还是挺保暖的 邵阳都不记得 这衣服是前年买的 还是大前年买的了 他道 妈 你和爸就不用节省了 要是家里钱不够用 我再给你打一点过去 够 怎么不够 你那五十万妈给你存起来了 邵阳对此也有些无奈 家里的爸妈 一辈子节约惯了 都说有奢入减难 有减入奢益 可对于性格淳朴的邵文松 陈兰英夫妇来说 有减入奢一点也不简单 之前穷的时候 天天起早贪黑 现在有钱了 也只会想存着 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邵阳只能道 妈 我最近发工资了 足足有五百多万呢 你不用替我存着钱 以后每个月 我都会给家里打钱的 之所以说五百万 不说五千万 邵阳也是怕把自己 老妈给吓到 对于小县城里的人来说 五百万已经是一笔天文数字了 他听到这话 果然很是吃惊 他下意识地看向左右 压低声音道 小阳啊 你真赚了五百万啊 嗯 陈兰英心微笑道 我儿子出去了 听到对面传来推门的声音 邵阳就猜到 是自己老爸带着小月儿回来了 刚上晚晚自习的小月儿 走到桌前 倒了杯热水 捧在手心问道 妈 你在跟谁说话呢 你哥 我哥 小月儿眼前一亮 连忙在陈兰英旁边坐了下来 邵阳问道 哥寄回家的MP3 你收到没有 早收到了 谢谢哥 在家乖乖听话 好好学习啊 知道了 邵阳正要继续说下去 啪哒 客厅里的电突然暗了下来 顿时漆黑一片 仅仅只过了一秒钟 楼上就传来了薛家家的尖叫声 邵阳 怎么回事 我洗到一半 怎么突然停电了 陈兰英听到邵阳那头的尖叫声 瞬间惊神了一万倍 邵阳忙起身 尴尬道 妈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这有点事 陈兰英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笑道 你忙你的 挂掉视频后 先跑到门口瞅了一眼 发现对面几户人家都亮着灯 他匆匆跑上楼道 可能是跳闸了 你先别出来 我马上梦好 你快点 邵阳打开手机手电筒 找到电闸的位置后 把开关又推了上去 家里的灯很快就亮了起来 好了吗 好了 二十分钟后 邵阳敲门走进房间 看到薛家家坐在梳妆台前吹头发 房间弥漫着淡淡沐浴露的清香 他拿着换洗的衣服 叹了口气道 刚才你在楼上喊我 肯定被我爸妈给听到了 现在不止你爸妈 知道我们在同居 我爸妈也知道了 薛家家搜的转过脑袋 算了 知道就知道吧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估计 我妈比你妈更急着抱孙子 薛家家红了脸 你说什么呢 刚才吃火锅的时候 是你让我娶你的 你这会儿就不认账了呀 邵阳 邵阳兴醒醒一笑 进了浴室 次日 中秋节 也是九月的最后一天 晚上八点多 已经吃过晚饭的邵阳和薛家家 坐在沙发上 看着B站刚刚上线的 B站中秋晚会 花好月圆会 各大卫视传统的中秋晚会 年轻观众都已经看腻了 现在这种网络平台的中秋晚会 反而更加受年轻观众的喜欢 晚会一上线 所有弹幕就 全部在刷 中秋节快乐 第一个节目 竟然不是那天在现场录得 而是请了一对B站的视频up主 穿着汉服扮演古代人 制作月饼 抚琴奏乐 跳舞 赏乐的节目 每一帧都很有诗意 弹幕也很捧场 小破绽还是牛的 好羡慕古代的皇上 爱妃们中秋节快乐 粉衣白群小姐姐太好看了吧 还是B站懂 我们这群老色P啊 画面一下子转到了长安夜景 一个人纵马接到 嘴里大喊 今日放夜 共贺佳节 今日放夜 共贺佳节 一人一马跑进宫门 朱七宫门缓缓拉开 第一个正式的歌舞节目也开始了 第二个节目是戏剧类节目 等到第三个节目结束之后 少阳终于上台了 我阳哥终于上场了 我靠是本草纲目 除了演唱会 好像少阳还没有在节目上 唱过这首歌 太绝了 这台风也太稳了吧 这首歌学不来 烫嘴 怎么能这么帅 第一把一十八该吃十该呵呵 给你 薛佳佳把咬了一口的月饼 塞到少阳手里 又从月饼盒子里 拿了一块新的月饼给拆开了 这个你都没吃完 还拆新呢 那是蛋黄味的夹心 我不喜欢 你不喜欢就给我啊 你不吃就扔掉了 浪费 少阳瞥了他一眼 吃着手里的月饼 继续看起了中秋晚会 因为录制那天走得比较早 少阳没有看后面的节目 现在在电视里看 这场中秋晚会 还是挺精彩的 虽然请去的明星不多 大部分都是B站的up主 但是节目都很出彩 而且大部分 都和华夏的传统文化有关 特别有意思 两个人吃着月饼 看看晚会 看看群消息 很快时间就快九点了 就在少阳准备催促薛佳家 去洗澡睡觉的时候 晚会的压轴节目上场了 是夏飞 他穿着一身鼻挺的西装 在一群人的簇拥下 走到了舞台上 表演的节目单 很快在屏幕左下方显示出来 十大金曲串烧 改编 下面是这首歌的信息 歌词有很多人 但编曲和演唱那一栏 只有夏飞一个人 夏飞唱了起来 他能在歌坛混迹这么多年 还能在璀璨至此节目 成为导师 唱功自然是不差的 而他唱的这些歌 全都是最近几年 常年霸占热歌榜的金曲 一开口 弹幕就沸腾了 我就知道 小破绽的压轴节目 肯定不一般 开口就是王炸 每一首都是经典 能把这么多风格 不一样的金曲穿在一起 也是件不容易的事 夏飞果然不愧是音乐材子 华语乐坛为数不多的 能拿出去的歌手了 能拿到这些金曲的翻唱版权 也是很牛逼的 小破绽真争气 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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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幕被刷屏了 密密麻麻的 把整个屏幕都给盖住了 看着电视屏幕上 密密麻麻的弹幕 薛佳佳阴阳怪气道 某人是不是羡慕了 我羡慕什么 企鹅视频上 我演唱会录播 全程弹幕 都有这么多好不好 是是是 你厉害 你厉害 少阳拍了拍薛佳佳 横放在沙发上的大长腿道 去洗澡吧 早点睡觉 对身体好 自从搬过来了 每天一到九点就催人睡觉 我妈都没你这么烦 薛佳佳嘟着嘴巴 抱怨归抱怨 但还是很听话的 起身准备去楼上 就在这个时候 少阳放在沙发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杨兰打来的 薛佳佳凑上前看了眼来电显示 也停下了脚步 接通电话 打开免提 杨兰急促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少阳 你看微博了吗 什么微博 我把链接发给你 你自己看 现在就看 听到杨兰声音很紧张的样子 少阳也促没转到微信 把杨兰发来的链接点开了 是一篇微博文 标题是 昔日师徒已成陌生人 究竟是谁在耍大牌 下面是一个视频 视频不长 只有简短的43秒 点开视频就能看到 是少阳上次去B站录制中秋晚会 在后台和夏飞擦肩而过的画面 视频里 两个人的脸色都冷冰冰的 比陌生人还要陌生人 这条微博是半个小时前刚发的 现在就已经有7W点赞量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来 迟早会上榜单热门 电话里 杨兰紧张道 现在网友的评论 70%以上都是偏夏飞的 毕竟他出道早 而且很多网友本来就是有仇富心理 你前段时间那么红 喷子找不到地方发泄 现在这种事一出 他们就开始攻击你了 我现在已经到公司了 梅姐已经把公关部的人 紧急叫了过来加班 你那边能不能联系夏飞 让他帮忙澄清一下 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那你现在先发条微博 先澄清一下 行吧 嘟嘟嘟 电话挂断了 邵阳赶忙点开评论 薛佳佳意识到 这件事要是发酵起来 会对邵阳不利 也连忙在邵阳旁边坐了下来 夏飞都出道多少年了 邵阳还是今年刚出道 晚辈见到前辈 怎么这也是晚辈先问好吧 天哪 娱乐圈的关系这么复杂吗 他们几天前 不还在录一档节目吗 人红了就开始飘了 这很正常 这表情也太冷漠了吧 这看着不像是陌生人 分明就是仇人啊 邵阳这个比我早就 看他不爽了 我跟你们说 明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吃瓜群众路过 我感觉 这应该邵阳的错吧 他一个新人在夏飞面前 怎么这也应该谦虚一点吧 不能有了点成绩 就装大尾巴狼啊 评论越来越多 很多评论都是向着夏飞那一边的 薛佳佳看着评论 有些担忧地问道 现在该怎么办 邵阳倒是挺乐观的 这种事很正常 我都没慌 你慌什么 可是他们都在说你啊 佳佳 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 我们从化妆间去休息室的时候 除了遇到了夏飞之外 还有谁 其他就是一些工作人员啊 还有呢 还有就是夏飞的经纪人和助理 邵阳再次把那个视频点开 递给薛佳佳道 你看看这个视频的角度 薛佳佳接过手机认真看了起来 拍摄的人好像就站在夏飞旁边 可那天晚上薛佳佳灵光一闪 激动道 你是说 这视频是夏飞身边的经纪人和助理路德 很有可能 邵阳道 上次录制一锤定音的时候 最后我抢了夏飞的风头 我感觉他是因为这是记恨上了我 所以才弄出了这件事 一来可以打压打压我 二来又能给自己增加点关注度 虽然这是我的猜测 但恐怕八九不离十 所以你打算怎么做 今天先发条微博吧 具体的是明天再说 我看你要发什么 邵阳很快就编辑好了一条微博 正要发出去的时候 薛佳佳阻拦道 你就发这点 不然呢 邵阳直接点击发送 一条崭新的微博 就出现在了他的主页里 很简短的一句话 该吃吃 该喝喝 不知道真实情况 就别瞎避避 第119一波未评一波又起 邵阳这条微博一发出去 很多键盘侠当时就炸了 一晚上就多了将近十万条评论 薛佳佳昨天晚上就一直在关注这件事 今天早上一醒来 第一件事 就是拿起手机 看邵阳微博底下的评论 这也太刚了吧 看来这里有故事啊 你装你妈呢 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你们别骂他 骂他就是给他流量 这年头 骂也能骂红一个人 夏飞比你出道早五六年 你就不能放尊重一点吗 他好歹在节目上当过你的导师 你在狗叫什么 急了急了 他急了 薛佳佳看了十多分钟 还没洗漱 就跑到楼下找到了邵阳 说道 邵阳 评论你看了吗 看了几条吧 看了还能坐得住啊 邵阳笑道 网络上就键盘侠多 你要我怎么办 我真服了你了 你洗漱了吗 洗漱就快点吃早点 早上蓝姐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公司一趟 马上 薛佳佳倒是比邵阳还要着急 他急忙上楼 刷牙洗脸 换衣服 画了个简单的素颜装后 很快就下楼了 三两口喝完牛奶 吃了两块土司面包 两个人很快就出门了 公司楼下停车场里 宋丽的那辆大众Polo 又停在了上次的车位上 旁边停着一辆黑色的面包车 此时此刻 坐在面包车副驾驶上的女人 正在和宋丽聊着天 邵阳她 什么时候会过来 宋丽道 昨天晚上出了那种事 她今天一定会来公司的 待会儿你 不要下车 在车上拍就好 女人笑道 放心 我不会露头的 小红 我是看在我们是高中同学的份上 我才知道找你过来的 别家媒体的实习记者 恐怕都接触不到邵阳 这人情你得记住 被宋丽叫做小红的眼镜女人 笑道 放心吧 这次要是真让我拍出什么新闻 我一定给你写一个好标题 宋丽笑了笑没有接话 女人继续问道 宋丽 你是怎么跟邵阳在一起的 之前高中同学聚会 你说 你谈了一个又蠢 又笨又老实的男朋友 不会就是他吧 这件事说来话长 以后有机会再跟你说 两人正聊着 拐脚处 车灯亮了 宋丽立马到 可能是邵阳来了 说完 两人同时关上车窗 宝马车慢慢停在了车位上 一靠近 邵阳就已经看到了 昨天宋丽开的那辆车 本来网上就一堆人在喷塌 看到宋丽今天又来了 邵阳心里也是莫名变得烦躁起来 他没想到 宋丽的脸皮 竟然厚到了这种程度 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说 不想再看到他了 他竟然还一直缠着自己 邵阳冷漠下车 大步朝电梯方向走过去 宋丽果然从车上下来了 他直接走上前 拦住了邵阳的去路 邵阳 上次回去我已经想明白了 之前都是我的错 你原谅我吧 再给我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 走开 宋丽的话 已经让邵阳觉得有些恶心了 他冷漠地看了一眼宋丽 直接绕开他 就要往电梯那边走 结果还没走两步 就被宋丽给拉住了 邵阳 我们在一起那么久 难道你之前对我的感情 都是假的吗 宋丽说话的声音 都开始哽咽了 邵阳一把推开他 怒道 宋丽 你要点脸好吗 我说过 我已经不想再看到你了 你现在一次一次地出现在我面前 只会让我越来越恶心 宋丽顺势坐倒在地上 就像是被邵阳推倒了一样 他双眼通红 明明眼泪还没流出来 他一双手就不停地揉眼睛道 邵阳 邵阳 你之前不是这样的 邵阳懒得理 已经得了失心疯的宋丽 漠然转身往电梯那边走了过去 薛佳佳也很快跟了上去 薛佳佳看过邵阳和宋丽之前的聊天记录 每一次宋丽找邵阳的时候 他也都在场 他想不明白 宋丽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这么做 之前拥有的时候不珍惜 自己为了当恋习生 出轨公司高层 现在又来装可怜 就算他也是女生 薛佳佳也对他同情不起来 看到邵阳和薛佳佳坐上了电梯 坐在地上的宋丽 也是立马站了起来 他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 走到面包车前 敲了敲车窗 车窗慢慢降下来 宋丽直接问道 都拍下来了吗 女人激动道 拍下来了 全都拍下来了 有了这个视频 我肯定能转正 宋丽谢谢你啊 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 放心 标题我一定会偏向你的 现在邵阳正在网上被喷呢 我这视频发到网上去 就算不写标题 网友还是会向着你的 宋丽笑道 最快什么时候会发出来 邵阳现在热度正高 这视频今天晚上之前 肯定会发到网上去 到时候把链接发给我 好心没问题 那我先回去了 好 女人递给旁边的司机一个眼神 面包车很快就离开了地下车库 刚从车库出来 司机就摇头道 前一秒还哭得梨花带雨 下一秒就跟个没事人一样 老话说的果然没错 为君子和女子男养也 女人笑道 咱们管那么多干嘛 只要我们不是受害人就行了 也是 公司里 邵阳 你终于来了 快跟我来 蓝姐 你要带我去哪儿 会议室蓝姐急匆匆道 公关部的人正在开会 他们应该会商量出几个解决方案 我们过去听听 梅姐也在里面 杨兰敲了敲门 带着邵阳和薛家家走了进去 吕梅看到邵阳来了 连忙让他坐了下来 说曹操曹操道 邵阳 你跟我们说说吧 你和夏飞之间到底是什么情况 邵阳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吕梅惊讶道 你的意思是 这视频很有可能就是夏飞的经纪人 或者是助理拍的 嗯 多半是 公关部经理储交道 看来我们第一条计划行不通了 如果是夏飞的经纪人和助理干的 那就不可能 让夏飞出面帮忙澄清了 储交 以你的经验 这件事该怎么解决 储交问道 邵阳 你录一锤定音的时候 那天除了你们之外 休息室里还有其他人吗 我们两个都是嘉宾 里面除了我们两人之外 就只有一些工作人员 储交眼神中明显有些失望 但他很快就说道 一般来说 综艺节目后台休息室里 都会放台摄像机 用来拍一些花絮 如果素材不够的话 就会把花絮捡进去 邵阳 那天休息室里有防摄像机吗 邵阳还没说话 薛佳佳立马道 有 你确定 我确定 我那天就是看里面有摄像机 才没跟进去的 杨兰立马道 我去联系节目组 争取要来那天的后台录像 储交点头道 如果能拿到视频证明 录制一锤定音的时候 邵阳主动和夏飞打过招呼 是夏飞先爱达不理 那么之后 也就不能怪邵阳了 吕没听完 心里也是松了口气 那大家 先去准备吧 杨兰 靠你了 放心 这应该不难 杨兰说完就去外面打电话给节目组了 聊了十来分钟后 杨兰离开公司去取视频了 邵阳和薛佳佳 在公司待了一天 傍晚才回家 可两人才刚回家不久 抖音账号 红帆娱乐的一个爆料视频 再次把邵阳推上了风口浪尖 第120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期限 等公司打电话过来 邵阳进入抖音的时候 红帆娱乐媒体号发布的这个视频 已经有30多万点赞了 视频下面的一段话是 当红小生 私底下竟然是这种渣男 娱乐圈究竟是怎么了 这标题很有噱头 视频一开始就是邵阳下车 被宋利拦下来的画面 因为是在车里路德 根本听不到两个人的对话声 视频里只看到 宋利那楚楚可怜的表情 和邵阳那张冷冰冰的脸 最后 邵阳还把宋利推倒在了地上 很冷漠地走了 这视频拿给任何一个 不知情的人来看 都会觉得 邵阳是个渣男 彻头彻尾的渣男 更何况 邵阳本来就处在 舆论的漩涡当中 真是个贱人 邵阳这次是真怒了 他心跳开始加速 嘴里一字一句道 我早该知道 他今天过来是有阴谋的 我早该知道的 薛佳佳看完视频 也知道这是很难收场 他握着邵阳的手 小声安慰道 没事的 会解决的 都会解决的 我真没想到 他的心竟然这么歹毒 他现在连脸面都不要了 邵阳 你们的事我都知道 我可以帮你解释的 邵阳摇头道 没用的 对外你是我的助理 你说什么 别人都不会信的 这是宋利精心设计好的一个圈套 牵扯到女人 这事就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薛佳佳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虽然知道 评论多半是喷自己的 但邵阳 还是点开了视频旁边的评论 邵阳 你还是人吗 我真是看走眼了 没想到你私底下 竟然是这种人 粉转黑了 这女生 好像是唐心少女里面的宋利 禽兽 竟然对一个女生做这样的事 姐妹们 看到了吗 这就是男人 我真是被恶心到了 怎么会是这样 薛佳佳跟着一起看了十几条评论 然后一把抢过手机 心疼道 你别再看了 他们不知道情况 都是在乱说 邵阳深呼吸一口气 在沙发上安静地坐下来 开始思考对策 东黄娱乐 会议室里 经纪部门经理罗朝 破口大骂道 你是干什么吃的 宋利什么时候 跟邵阳见的面你都不知道 公司花钱 是痒了 你们一群白痴吗 宋利的经纪人的王眉低着头 面色难看 不知道该怎么回话 宋利 他来了没有 我 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 他应该在路上 罗朝大声道 你快把他给我叫过来 十分钟之内 我要看到他 王眉拿着手机 再一次拨通了宋利的电话 这个时候 董事长赵忠诚的秘书走了过来 罗经理 赵董 让你上去一趟 罗朝压了压怒火 跟着秘书来到了赵忠诚的办公室里 一进门 罗朝就开始解释道 赵董 这件事 我和王眉都不知情 完全是宋利自己的主意 我也没想到 他会和邵阳认识 我已经 罗朝的话没有说完 赵忠诚就笑道 小罗啊 这件事 你没有错 更何况这件事 本来也不是一件坏事 罗朝愣住了 他本来还以为赵忠诚会批评他 赵忠诚起身道 这个邵阳 跟我们东皇娱乐有过节 这是你应该知道 宋利他虽然是咱们公司的艺人 但出道到现在 一直接不到什么通告 不温不火的 现在出了这种事 他的热度反而还提了起来 这样来看 这对公司来说 好像并不是什么坏事 罗朝听完也反应过来了 是啊 自从邵阳和沈锐的演唱会 愤出胜负之后 沈锐都已经接不到什么通告了 公司肯定是讨厌邵阳的 这件事一出 网友全在攻击邵阳 而且 宋利因为是被害人一方 许多网友纷纷在微博里关心起了他 反而给他提升了不少热度 即打压了邵阳 又捧高了宋利的热度 这简直是一举两得啊 赵董 那你的意思是 让公关部门辛苦辛苦 干脆把这件事炒大一点 罗朝点了点头 笑道 好 我这就去办 嗯 视频傍晚六点发了出来 等到晚上十点的时候 视频不仅在抖音点赞量超过了三百W 在微博也上了热门 一时之间 邵阳就好像是成了全民公敌 各种谩骂铺天盖地般袭来 杨岚从一锤定音那边赶回来之后 就直接来了小杨楼里 看到邵做在沙发上发呆 杨岚主动道 一锤定音那边的视频我拿回来了 只要把视频发出去 就应该能证明你没错 但现在 网友好像更关注今天晚上这件事 邵阳没有说话 他拿起手机 拨通了宋丽的手机号码 多了五秒钟之后 宋丽接通了 还没等邵阳说话 宋丽就冷笑道 邵阳 你现在知道找我了吗 别怪我 我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不把握住 邵阳直接打断道 明天上午九点 你如果不在网上把这件事说清楚 后果自负 简短说完一句话 邵阳直接挂断了电话 宋丽看着已经挂掉的电话 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他本来还以为邵阳打电话 是想求自己 没想到事到如今 邵阳竟然还在威胁自己 宋丽看着自己几个小时 就长了几十万粉丝的微博 自言自语道 后果自负 好啊 那我倒要看看你 还有什么手段 蓝姐 把视频发给我 好 邵阳接收视频后 直接发了一条微博 录制一锤定音的时候 我在后台跟他打招呼 是他不搭理我在先 难不成我还要去热脸 去贴冷屁股吗 下面 是当时后台的视频 视频里的邵阳一进门 看到夏飞后 就上前点头弯腰地 跟夏飞问好打招呼 态度十分谦虚和热情 而夏飞却坐在椅子上 一动不动 全程冷漠 视频发送之后 邵阳很快又编辑了一条微博 地下车库的事 我明天上午九点 会进行公开回复 你们可以继续骂我 但不要带上我的家人 给自己几点口德 at唐心少女 送礼 这也是我给你的最后期限 第121我给过他机会 和预料中的一样 把一锤定音的视频 发到网上去之后 果然没有人 再在中秋晚会后台 这件事上攻击邵阳了 不过 自从晚上车库视频发布后 邵阳和夏飞之间的事 本来就没多人在关注 大家的注意力 都转移到了邵阳 在车库推倒送礼的事上去了 网络上的女拳侠们 一个个义愤填膺地 发表着自己的观点 先举例说明 再引经据点 再话说当下 可能还要装个可怜 最后再重拳出击 另一部分吃瓜的人 则开始猜测起了 邵阳和送礼之间的关系 然后就会有一批人 在网上胡编乱造 把邵阳形容那要多渣男 就有多渣男 总而言之 邵阳已经被网上的人 批得体无完肤了 而他晚上发的第二条视频 似乎根本没有人当回事 网友们似乎都觉得 邵阳这是在拖延时间 次日一早 杨兰就赶来了小杨楼 想看邵阳九点钟的时候 到底会发表什么公开回复 邵阳像平时一样 早早起床 做了几个三明治 和薛佳佳吃完后 就坐在客厅沙发上 把玩着手机 八点半 邵阳起身上楼 薛佳佳和杨兰 都转身看着他的背影 他去干嘛 我不知道 五分钟后 邵阳从楼上下来了 手里拿着自己 之前用的那台摔坏的手机 手机昨天晚上 就已经充满电了 邵阳坐在沙发上 把手机开机 虽然手机 看着像摔碎了 但还能用 和宋立刚分手那段时间 邵阳还用过一段时间这手机 薛佳佳看到邵阳 拿出了这台手机 一瞬间就好像猜到了 邵阳要做什么 他坐上前问道 邵阳 你 你是要把你们的聊天记录 发出去吗 我给过他机会的 聊天记录发出去 他这辈子就毁了 不过 这是他要先毁我的 我不在乎了 杨兰不知所以 聊天记录 什么聊天记录 薛佳佳解释道 他们的聊天记录 能证明当初是宋立先出轨的 而且之前这个宋立 也一直在扑了邵阳 反正我看他们的聊天记录 就觉得这个宋立挺 挺让人恶心的 杨兰正要说完 口袋里的手机叮叮咚咚响了起来 看到是吕梅打开了的 他直接接通 按了免提 喂 杨兰 你现在在哪 我在邵阳这里 他这边已经有 话没说完 吕梅就打断道 今天一大早 我就赶到了地下车库 发现他这地下车库都装了监控 我刚刚在物业监控室里 看了昨天上午的监控视频 视频里能清楚地看到 宋立是带着一辆面包车过来的 而面包车上的人 就是拍视频的人 有了这个视频就能说明 这个局势宋立设好的 就等着邵阳往里面跳 现在视频我已经拿到手了 你爱公司曲 还是我直接发给你 是吗 太好了 杨兰看了一眼时间 说道 梅姐 你直接发给我吧 再有二十分钟 邵阳就要在网上进行回复了 好吕梅到 另外还有件事 楚娇刚才给我发消息说 这次的事 东黄娱乐在网上 请了大量的水军 要不然这件事 不会发展得这么快 行 我知道了 邵阳他自己也能听到 在两人打电话的时候 邵阳也一直在截屏 他此刻心里 没有半点负担 尽管他一直很厌恶宋立 但因为他保留着两段记忆 所以 还是会时不时想起之前的事 每每想到 自己曾经舔过宋立这样的女人 他心里就一阵憎恶 现在好了 薪酬家旧恨 这件事也终于能了结了 比较关键的聊天记录 全部截取下来 邵阳算了算 在两人谈恋爱的这段过程中 宋立至少有十五次以上的夜不归宿 至少找自己 要过十次以上的五千块钱 除了这种大额转账外 自己零零散散加起来 至少在他头上 花了十万块钱 虽然现在十万块钱 对邵阳和宋立来说不算什么 但在大学和大学刚毕业那段时间 十万块算是很多很多了 而这些钱 大部分还是邵阳自己省吃俭用下来的 本来邵阳 还只结了和宋立之前的聊天记录 但听到刚才杨兰和吕梅之间的对话 他直接把之前郑松和自己的聊天记录 也结了下来 8点55 邵阳一进入微博 后台就疯狂提示有消息 邵阳没有点进去看 他知道 网上总有一群吃饱了没事干的傻逼 一天天没事干就等着在网上 发泄自己现实生活当中的不愉快 因为一条微博只能发18张图 所以邵阳定时了11条微博 才把刚才的截图全部上传了上去 这11条微博到了9点之后 每一分钟就会自动上传一篇 最后把杨兰发来的视频也定时上传后 邵阳松了口气 背靠在沙发上 闭上了眼睛 呼 终于可以结束了 看到邵阳被这事弄得心力焦脆的样子 他走到邵阳身后 帮他按摩起了肩膀 小声问道 是不是很累啊 还好吧 邵阳揉了揉眼睛笑道 他这么做也好 给我一个可以了断的机会 还好我没把这手机扔掉 聊天记录都还保存着 要不然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杨兰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 念叨了一句9点了之后 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他也想看看聊天记录的内容是什么 这件事本来就在被无数网友关注 再加上邵阳昨天晚上就有了预告 微博上 邵阳定时的那篇微博一发出去 就有无数网友看了起来 18张图片看完 就要好几分钟时间 所以刚开始并没有多少人评论 随着邵阳定时的微博 一篇篇发出去 网友也炸锅了 他们这个时候才发现 在网上被说的楚楚可怜的宋利 其实是一个扎到不能再扎的扎女 网友不是傻子 看了几条微博 就能从聊天记录 看出两个人的性格 这邵阳就是一个老实的 不能再老实的舔狗 而这宋利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扎女 有时候好几天不回消息 一回消息就是找邵阳要钱 有时候夜不归宿 第二天一早就撒娇道歉 最后更是撒谎 明明去了酒吧 却说自己在闺蜜家玩 被邵阳发现后 还倒打一耙 昨天接了邵阳的电话后 今天早上 宋利也是早早起了床 他也想知道 邵阳九点钟会有什么公开回复 等到九点钟 第一条微博果真出现的时候 宋利也是紧张了一下 很快就点开了微博 点开了第一张图片 每一张图片 他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看完第一条微博 宋利大脑便是一片空白 可退出一看 发现邵阳已经发布了四五条微博 且每条微博下面 都是聊天记录的的时候 宋利慌了 他彻底慌了 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没人比他更清楚 在和邵阳谈恋爱的时候 他自己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他从来没想过和邵阳结婚 对于他来说 邵阳就是一个提款机 他立马退出微博 找到昨天邵阳打过来的电话 拨打过去 想请求邵阳把微博删掉 但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第122今天大反转 定时的微博全部发了出去 半个小时后 微博系统崩溃了 这件事发酵得太大了 无数人都在关注这件事 当他们从各个渠道 看到邵阳在微博上进行回复后 一时间无数人涌到了微博上 好在这种事 也不止出现一两次了 仅仅过了五分钟 微博系统就恢复了 看完聊天记录 和车库底下视频的网友们 全都炸锅了 一个个立马在微博底下评论起来 这一手操作 我是没想到的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女人 我一个女的都觉得恶心 这也太渣了 这种女人 你舔她干嘛 反转了 果然反转了 全部都是送力设计的 连拍视频的人都是她叫过去的 这种心机也太歹毒了 我估计 少阳也是被逼的 没办法才把这些聊天记录发出来的 我算是明白了 这个送力 为了进东黄娱乐 把少阳给甩了 然后现在看到少阳火了 就想和她复合对吧 兄弟们 这是我今年吃的最爽的一个瓜 今天大反转 那些昨天骂羊哥渣男的人呢 怎么不出来了 人红是非多 刚有点名气 就有一堆事找上门来了 娱乐圈的水真深啊 这要是没有聊天记录 没有车库视频 少阳估计也走到头了 杨岚看了十多分钟微博底下的评论 长松了一口气道 风评终于反转了 这件事结束 估计又会有很多通告找我们了 少阳道 蓝姐 以后接通告 你跟节目组的人都说一声 但凡只要有东黄娱乐的艺人在的节目 我一律不接 杨岚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头答应道 好 另外 昨天不是有很多新闻媒体 不知道事情真相 就都在骂我吗 你回去和公司说一声 这些新闻媒体 能起诉的全部起诉 特别最开始发车库视频的红帆娱乐 我马上就回公司处理这些事 你还有什么事的话 就微信上跟我说 嗯 杨岚很快离开了 少阳把手机递给薛佳佳道 再给我拍个视频 发到抖音里面做澄清 好 薛佳佳拿着手机 站到了电视前面 过了一会儿就比了个OK的手势 少阳对着镜头苦笑道 有关车库视频的 澄清我已经发到了微博上 另外 我这里还要再解释清楚 在昨天上午他去车库找我之前 他就去找过我一次 我已经明确表示 不想再见到他 但他还是去找我了完整内容 当天网上正在吵我和夏飞之间的事 我心情本来就不好 所以就不想理他 但我并没有推他 只是他拉着我的手 我把手抽了出来 至少他为什么会摔在地上 我也不清楚 我知道聊天记录放出来 可能会毁了他 但我昨天晚上 就已经给他打过电话 提醒过他 要不然 我不会等到今天九点才发微博 最后 我想说 有关昨天在网上攻击我的那些媒体 我已经和公司说了 能起诉的全部起诉 还有部分攻击我 甚至攻击我家人的网友 我也会让法律追究他的责任 好了 就说这么多 薛佳佳把视频简单处理了一下 用剪影自动加上了字幕后 就上传了上去 视频很快就被抖音系统 推送到了许多的手机上 点赞评论越来越多 而在视频发出去的15分钟后 红帆娱乐 就把昨天傍晚 发的车库视频给删除了 半个小时后 就在微博和抖音平台 发布了道歉声明 还有很多为了博眼球的媒体 也纷纷效仿 在微博和抖音都发了道歉声明 在风评彻底反转的时候 东皇娱乐公司的公关部门 则乱成了一团 邵阳的聊天记录一发出来 昨天骂邵阳的那群人 又好像全部掉转枪头去骂宋利了 而且 骂的人比昨天的还要多 宋利现在还待在酒店 手机里十多个未接电话 他不敢接电话 更不敢看评论 刚开始半个小时 还比较冷静 到后面 整个人就像是疯了一样 把酒店房间里的东西 全部砸在了地上 而与此同时 唐欣少女节目幕后的公司 也急忙发表了解约宋利的声明 董事长办公室里 赵忠诚咆哮道 公司挑选练习生的标准 难道你们不知道吧 为什么要把宋利给招进来 一群人站在办公室里 大气也不敢出 就在这个时候 失魂落魄的郑松 才走进了办公室 他刚一进来 赵忠诚拿起茶杯 直接砸在了他脚下 公司员工手则写得明明白白 公司高管不能和公司员工 以及公司议员发生关系 赵忠诚大骂一通后 情绪慢慢冷静下来 他冷声道 马上发布解约声明 从今天开始 宋利和我们东皇娱乐 没有任何关系 是 郑松 从今天开始 你另谋出路吧 公司不可能让你留下了 轰隆 这话宛如晴天霹雳一般 砸在了郑松头顶 他好不容易 才成为了东皇娱乐的策划部的经理 现在出了这种事 他要是被开除了 没有任何一家公司会要他 他三步并坐两步冲上前 红卓眼说道 赵董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赵忠诚不为所动 郑松甚至都跪在了地上 但赵忠诚 还是没有半点心软 对他来说 公司的利益是第一位 要是有谁影响了公司的利益 无论是谁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放弃 晚上 杨采薇突然发了一条微博 录制《璀璨之子》的时候 我和邵阳单独聊过 在我的印象中 他是一个很懂礼貌 很有底线的人 我相信他的为人 另外 电视剧《宫情》 今天已经杀青 最快明年二月份就能上映 请大家敬请期待 下面配了一张 他在《璀璨之子》 当导师时候的图片 台上就站着邵阳 薛佳佳看到这条微博 立马拿给邵阳看 邵阳看完后 直接就到 他这是再曾热度 不用管他 哦 第123和天后线下见面 凡事有利有弊 正如杨澜猜测的一样 这件事之后 不少节目组 看中了邵阳身上的热度 纷纷发来邀请 和邵阳商量过后 杨澜推掉了 其中一半时间冲突 或者是没有必要的通告 但就算是这样 一直到12月底 邵阳都会很忙 除了这些通告之外 邵阳还需要在五个城市 进行实体唱片的签售会 国庆假期一天天过去 10月5号一早 天后李飞主动给邵阳打了个电话 约定在一家私人会所见面 商量新歌的事 这件事 邵阳之前就答应他了 国庆期间正好有空 邵阳没有理由拒绝 于是下午一点多 邵阳开着车带着薛佳佳 直奔名字叫做幽兰的私人会所 这家私人会所的位置 在魔都靠近郊区的位置 地方很隐秘 但里面的装修却十分奢华 要不是李飞提前和会所里的人打过招呼 像邵阳这种没有会员卡的人 都是进不去的 茶室里 等了大概十几分钟后 从来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天后 李飞推门走进了茶室 邵阳起身 微笑着打了声招呼 飞姐 等了很久吗 邵阳摇头 就十来分钟 这位是 李飞的目光停留在了薛佳佳身上 邵阳正要介绍 薛佳佳主动道 飞姐你好 我是邵阳的助理 助理 李飞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他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见过的人数不胜数 见过的事也数不胜数 一人有助理是不假 但谁会在今天这种没有工作的场合 身边还带着助理 更何况这个女助理 长得还这么漂亮 又有气质 站在邵阳旁边 明显更像是女朋友 不过李飞看破没说破 他在两人对面坐了下来 笑道 恭喜啊 恭喜 恭喜什么 李飞道 几天前的事不出意外 又抬高了 你不少通道费吧 呃 邵阳不知道该怎么回话了 还真是这样 赛翁施马胭脂霍服 虽然被全网黑了一晚上 但这件事过后 因为热度上来了 现在邵阳的通道费 倒是又涨了50-100 平均每个节目的通道费 已经有600万了 这个价格 一般来说 稳稳朝着一线艺人靠近了 如果有的选 我倒希望这种事 以后别发生了邵阳说道 李飞是过来人 他刚出道那几年 也照样和男艺人传过绯闻 知道这种事一旦过去了 其实对艺人来说就是一件好事 新歌的是你 飞姐你也知道 前段时间我事情很多 我接下来还要参加实体唱片的签售会 你看能不能多给我一段时间 多久 邵阳伸出了两根手指 李飞挑眉道 两个月 邵阳摇头道 两个星期 李飞闻言 笑道 两个星期一首歌 这很正常 你不需要给自己找理由 我以为需要两个月呢 两个星期对我来说 就已经算是很久了 你给我写完红豆后 我把你所有的歌都给听了一遍 你的声音我很喜欢 所以新歌的话 我有没有荣幸和你合唱 飞姐你说这话就折杀我了 哈哈 李飞无嘴笑道 杨采薇蹭了你的热度 我也想蹭一蹭你的热度 乐坛老女人和歌坛星星合唱新歌 我经纪人说 这话题就有很高的热度 好 那我就尽量写一首 适合男女合唱的歌 薛佳佳来之前 还担心李飞会像电视里一样很高了 没想到她私底下竟然这么喜欢笑 性格就像那小女生一样 三个人在茶室里聊了一个来小时 三点多的时候 邵阳就开着车带着薛佳佳回去了 路上 薛佳佳一直在喋喋不休 邵阳 我真没有想到 飞姐私底下 竟然这么亲和啊 我之前看她参加的综艺 总觉得她是个很高冷的人呢 很多明星都有自己的人设 她在公众面前的人设 就是高冷吧 她竟然愿意跟你一起合唱 这件事 要是说给蓝姐听 她一定很高兴的 她可是天后呢 我和她合唱 你就不吃醋 薛佳佳脱口出道 她比你早出道快二十年了 我吃她的醋干嘛 薛佳佳还没意识到 自己说漏嘴了 邵阳立马笑道 所以她如果跟我年龄差不多的话 你就会吃醋了 我 薛佳佳猛然反应过来 她抬手在邵阳的胳膊上打了一下 娇称道 好啊邵阳 你竟然套路我 别闹 我在开车呢 10月8号 签售会的第一站 在魔都图书馆举行 明明上午9点才开始 但早上7点多的时候 外面就排起了长队 邵阳也没想到 今天会来这么多人 还好现场有安保人员维护秩序 今天也是邵阳在车库视频事件之后 第一次露面 现场除了有很多前面买唱片的粉丝之外 还有不少媒体 邵阳坐在椅子上 不停拿着笔 在唱片封面上签名 和粉丝握手 大部分粉丝还是很老实的 可有一小部分粉丝 就不太老实了 除了握手之外 还要和邵阳拥抱 邵阳记得很清楚 下午2点多快 三点的时候 一个女粉丝 买了整整十张实体唱片 走到了邵阳面前 在邵阳给每张唱片签名的时候 这位女粉丝就坏笑道 邵阳 我买了这么多唱片 你是不是要另外 送我一点福利 邵阳问道 你想要什么福利 那个 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这个女粉丝刚说完 就嘟着嘴巴朝邵阳凑了过来 邵阳连忙拿起一张唱片 挡住了他的嘴 连忙道 这可使不得 你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但我国可有一套成熟的刑法 邵阳的这句话 把旁边的一群粉丝 全部给逗笑了 这位女粉丝也没生气 大大方方地张开双手道 那抱一下总藏了吧 刚才你和那么多人抱过了 邵阳满足了他的愿望 下午四点多 签售会结束或回去的路上 薛佳佳却一直在阴阳怪气道 今天你很开心吧 和那么多女粉丝拥抱了 你是不是巴不得每天都这样 邵阳故意没理他 薛佳佳看邵阳闭着眼睛 在车里装睡 直接捏住了他的鼻子 我跟你说话呢 你别给我装睡 我说什么呀 你这明显就是在故意找茬 我什么时候找茬了 你不就是看到我今天 和那么多女粉丝拥抱了你吃醋吗 邵阳张开双手 扑向了他 来来来 我们两个也抱一下 薛佳佳伸手抵住了邵阳的猪头 流氓 你给我滚开 杨岚忍俊不惊 第124我现在就跟我爸 打电话说我怀孕了 后面一个星期 邵阳去了三个城市 录制了三档综艺节目 10月中旬 京城的天气 就已经降到了10度左右 结束了一天的签售会 杨岚没有把两人带回酒店 而是直接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名叫老京城的火锅店里 火锅店一共有两层 一楼是大堂散座 二楼是包厢 京城这种天 这里几乎每天都是爆满的状态 杨岚是托朋友的关系 才在中午的时候 订到一个包厢 进了包厢后 邵阳就取下了口罩 摘掉了帽子 邵阳搓了搓手 笑道 这种天气能吃上火锅 真是太好了 蓝姐 还是你懂我们啊 杨岚也笑道 忙了一个星期了 不是再赶录 就是再录节目 也该吃顿好的了 薛佳佳很有经验地问道 蓝姐 待会儿服务员过来上菜 邵阳要不要戴上口罩和帽子 不用 杨岚很有自信地说道 这家火锅店在京城很有名 有很多艺人 都会来这家火锅店里吃东西 这里的服务员见过的明星不比我们少 待会儿跟他们说一声就好 没多久 两个火锅店的服务员 就推着一个小车过来了 小车上都是火锅里面的食材 两个服务员看到邵阳的时候 明显有些惊讶 但很快就冷静下来了 其中一个比较年轻的女服务员 上完菜后 跑上前道 杨哥 能拍个照吗 能是能 你待会儿出去了 可别把我在这的事说出去啊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吃顿火锅 没问题 我保证不会有人知道 邵阳和他一起拍了张照片后 两个服务员就走了 杨岚一边刷着手机 一边说道 夏飞要出新专辑了 就在明天晚上八点 夏飞 退出转码页面 请下载APP爱乐最新节 嗯 杨岚点头道 他上张专辑 还是前年出的 这次的新专辑 据说找很多知名的作词人合作 关注的人还挺多的 我去企鹅音乐看了一下 预定的人就有二十多万 邵阳道 我听过他的歌 他的歌确实都还不错 就是人太小心眼 反正我是不想再跟他一起录节目了 你放心吧 上次那件事出了之后 现在我每次接通告 都会问 节目上还有哪些艺人 有夏飞在的节目 我是不会接的 杨岚正准备放下手机 邮箱里突然多了一封邮件 他点开一看 眼前一亮道 华语年度 音乐盛典会在下个月七号举行 你一下子被提名了五个奖项 真的吗 真的吗 听到邵阳得奖了 薛家家立马凑到了杨岚旁边问道 是哪五个奖项啊 最佳新人奖 最佳专辑奖 最佳作词人 最佳作曲人和最佳国语男歌手奖 这都是比较重要的奖项 杨岚退出邮件 搜起了有关华语年度音乐盛典的新闻 邵阳没太在意 音乐方面的奖项 在国内的话 他只知道 金曲奖是含金量最高的 至于什么华语年度音乐盛典 含金量肯定不如金曲奖 你们再不吃 我一个人可就吃完了 这家火锅店的味道还真不错 看来吃火锅 还是得用这种炭锅 更有感觉 今天的签售会 也是从上午九点开始 一直到下午五点多才结束 中间邵阳就吃了个盒饭 这会儿已经饿得不行了 看到邵阳风卷残云的 很快就干掉了一盘羊肉片 薛佳佳拿起筷子 直接把邵阳的筷子拦了下来 最后一块肉 给我 行行行 给你就给你 杨岚翻着新闻 无奈笑道 你们怎么什么都要抢 待会儿没吃饱 再点几分就好了 他就觉得我玩里的比较香 那是 薛佳佳很厚脸皮地回道 反正我就喜欢和别人抢东西吃 邵阳这会儿才问道 蓝姐 说一下接下来的安排吧 明天上午十点 赶飞机去荣城 后天星期五去鹏城录一个选秀节目 之后有三天的休息时间 因为下个月我们会更忙 嗯 两天后 晚上十一点多 三个人终于回到了魔都 拿出钥匙打开门 薛佳佳直接甩掉脚上的鞋 直接趴在了沙发上躺湿 小爱同学 打开空调 空调已启动 客厅里的中央空调 呼呼吹起了热风 邵阳把后外套脱掉 挂在衣架上 走到沙发旁边 拍了拍他的腿 给我挪点位置 薛佳佳像的虫子一样挪了挪 留出脚下一点点位置 让邵阳坐了下来 明明是我每天都在工作 怎么看上去 你比我还累 薛佳佳转了个身 身腿踢了踢邵阳 嘴里嘟囔道 我饿了 做饭去 我也不想动 要不然晚上吃泡面吧 那你去泡 先做会 快去 薛佳佳刚抬脚准备踢邵阳 就被邵阳一把握住了脚踝 另一只手挠起了他的脚掌心 刚才还在躺市的薛佳佳 就像是被点了笑学一样 曼妙的身体在沙发上扭动起来 两只脚疯狂蹬了起来 哈哈 哈哈 快放开我 痒啊 快放开我 邵阳直接把他两条大长腿 夹在搁置窝下 不停挠着他的脚掌心笑道 薛佳佳 原来你这么怕痒啊 薛佳佳玲珑有致的身体扭来扭去 看到他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邵阳这才善罢甘休 刚一放手 薛佳佳就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邵阳 我跟你拼了 薛佳佳直接扑向了邵阳 邵阳立马抬手防守 刚站起来的薛佳佳 立马就又倒在了沙发上 不过薛佳佳也顺势抱住了邵阳的手臂 随后使出吃奶的劲儿 两条大长腿搭在邵阳的肩头 往脖子一夹 夺命剪刀腿 拿开 不拿 那我就要用降龙石扒摸了 薛佳佳无动于衷 邵阳伸出另一只手 直接探向了薛佳佳的小肚子 一通乱挠 哈哈 快住手 哈哈 好痒 我认输 我认输了 小样 跟我斗 邵阳刚站起来 准备去泡面 结果没想到薛佳佳还不死心 他立马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再次冲向了邵阳 邵阳伸手抵住他的额头 薛佳佳就没办法再继续上前了 他握着两个小拳头 疯狂锤打着空气 邵阳也不着急 就这么跟他耗着 好了没有 好了 我就去泡面了 薛佳佳大口 喝着粗气 显然还不想认输 但他确实没有体力了 让我咬一口 不可能 快让我咬一口 不可能 我现在就跟我爸打电话 说我怀孕了 什么鬼 邵阳立马认输 他撸起袖子 伸手到薛佳佳的嘴边 无奈道 轻点啊 哼薛佳佳抓起邵阳的手 张嘴啃了起来 尖叫声在客厅里回荡开来 薛佳佳看着邵阳手上的牙印 心满意足地笑道 让你跟我斗 第125我就喜欢吃不甜的瓜 红烧牛肉 还是老檀酸菜 老檀酸菜吧 邵阳愣了一下 脑海中闪现过之前看过的一个新闻 从柜子里拿出了两袋红烧牛肉面道 还是吃红烧牛肉面吧 都行 邵阳走到厨房 起锅烧水 锅里沸腾后 切了两个西红柿扔在里面 等西红柿煮烂后 加入一勺老干妈 紧接着下入泡面本身的佐料 等一锅汤煮好后 最后下入泡面 前后也就十来分钟的时间 泡面就煮好了 这也是邵阳自己琢磨出来的一个泡面的吃法 这样煮出来的泡面会比较好吃 过来吃 来了 热气腾腾的面条摆在面前 薛佳佳顿时食欲就上来了 他老老实实做好 接过邵阳递来的筷子 往碗里一插挑出十几条面条 吹了两口后放在嘴里 方便面本身的香味 混着番茄的味道 在嘴里扩散开来 既有一点点辣 又有一点点甜 两种味道结合在一起 对于薛佳佳来说 完全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他先前一个人住的时候 一个月也会吃上那么几次泡面 但和今天这泡面的味道完全不同 怎么样 太好吃了 少阳 你就算是不当艺人 当个厨师 肯定也能赚很多钱 少阳哭笑不得 不就一碗泡面吗 至于吗 薛佳佳三下午除二 将一碗泡面吃完 他抽了张纸巾 优雅地擦了擦自己的嘴角 另一只手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他唉声叹气道 天天这样下去 我都要变胖了 你不是已经胖了吗 我哪有 薛佳佳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聊起自己的衣服 露出平坦白皙的腹部说道 你自己看 少阳嘴里含着面 丑了一眼呆了会后 强装镇定道 别吸气 薛佳佳呼出一口气 小福稍稍鼓起了一丢丢 薛佳佳低头一看 瞬间破房了 哎呀呀 我真的胖了 都怪你 谁让你每顿都让我吃那么多的 少阳一脸无辜 这都能怪我 就怪你 就怪你小拳头不停打在少阳的胳膊上 少阳都已经习惯了 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五分钟后 少阳在厨房里刷起了碗筷 薛佳佳脱了外套 穿着一件修身的白色T恤 在电视机前的地毯上 坐起了开合跳 少阳端着一杯热水 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笑道 撑了吗 撑了 多少斤 994 撑个体重 你还精确到小数点啊 你这身高99斤不算胖吧 我看着还挺瘦的 我夏天的时候 才98不到请下在 APP爱乐APP最新内容 夏天衣服也穿得少啊 薛佳佳挪了挪嘴 没好气道 我刚才脱了衣服撑的 胖了一斤半 我一定要剪下来 你随意 少阳笑道 除了工作 不然你在家除了吃就是躺 运动运动也挺好的 听完少阳的话 薛佳佳稍加思索了几秒钟 他突然停了下来 转身直接命令道 你给我站起来 干嘛 跟我一起运动 哈 少阳翻了翻白眼 道 我又没胖 薛佳佳直接上手了 他抢了少阳手里的杯子 一双手把少阳从沙发上拽了起来 我不管 我干嘛你就得干嘛 讲点道理好不好 谁跟你讲道理 薛佳佳拿起手机 打开一款名叫Keep的运动软件 找到一个燃制操的视频后 直接投放到了电视上 然后就跟着跳了起来 看到少阳像个电线杆一样 处在旁边 薛佳佳抬脚踢了下少阳的屁股 嚷嚷道 一起坐 迫于薛佳佳的淫威 少阳只能跟着电视上的模特 一起跳了起来 半个多小时后 两个人东倒西歪在了沙发上 有气无力的 看上去就跟虚脱了一样 薛佳佳 我以后再也不说你胖了 别废话 明天继续 少阳立马找借口道 明天我要给菲姐写歌 时间是挤出来的 积极总会有的 强扭的瓜不甜 我就喜欢吃不甜的瓜 那明天早上我七点钟叫你起床 咱们出去跑步 好啊 谁怕谁 你先上去洗澡 我先换 薛佳佳摆了摆手道 待会儿去 你先把你的猪头 从我肩上挪开 那我躺哪 薛佳佳拍了拍自己的大腿 少阳直接倒了下去 猪头真重 你是不是喷香水了 没啊 那你身上怎么这么香 少阳说到做到 次日早上七点 还没到 就在外面敲起了门 薛佳佳 起来跑步了 快起来 昨天我们说好的 你不起来 我进去了呀 少阳扭动门把手 门还真没有反锁 屋子里开着空调 暖洋洋的 薛佳佳成大自行躺在床上 头发乱糟糟的 压根还没睡醒 少阳看着他 闭着眼睛熟睡的样子 突然不太忍心把他喊起来 但想着 早上不带他出去跑步的话 晚上十有八九 又要被他 拽着一起做运动 他还是伸出了一只邪恶的手 捏住了薛佳佳的鼻子 论薛佳佳从被子 伸出一只鲜细嫩滑的手 拍了拍少阳的手臂 懒洋洋道 干嘛呀 起来跑步 不想去 我胳膊和大腿 到现在还疼呢 快点 不然我先被子了呀 我里面没穿衣服 你要是掀开 我就喊非礼 少阳气笑道 这房子隔音效果很好 你喊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救你的 少阳知道薛佳佳穿着睡衣 他掀开被子 抓住薛佳佳的手腕 把他从床上拉了起来 薛佳佳极其不情愿地穿鞋 去卫生间洗漱了 少阳等薛佳佳 换好一身运动的衣服后 两人在七点二十多的时候出门了 长长的头发 用发绳绑成了马尾 薛佳佳上面 穿着一件短款紧身的白色运动外套 脚上穿着瑜伽裤 将大长腿修饰得愈发鼻挺 脚上一双黑白配色的跑步鞋 身材玲珑有致 秋天本来就天亮的晚 早上外面还挺冷的 街道上一个人也看不到 好冷啊 跑起来吧 跑起来就不冷了 少阳拉着薛佳佳的手 领着他 往枫叶路尽头的公园跑了过去 秋风阵阵 晨光细微 第一百二十六可恶 被他撞到了 两人绕着公园跑了一圈又一圈 刚开始跑得还挺快的 后来薛佳佳跟不上少阳的速度 少阳也就放慢速度 主动陪着他慢跑 快八点的时候 阴雨连绵了十几多天的魔度 今天突然升起了太阳 我没力气了 再坚持一下 最后跑一圈 两道身影在公园小径上又跑了一圈 最后薛佳佳直接在公园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说什么也不肯再跑了 少阳去马路边上买了两瓶矿泉水回来 递给薛佳佳一瓶 看到他额脸蛋红韵如醉 额头上满是细汗 他笑道 明天还继续吗 薛佳佳赌气道 继续就继续 少阳见薛佳佳半天没拧开瓶盖 把自己手里的瓶盖拧开后 还给了他 仰头一口气喝掉一小半 少阳扫了一眼薛佳佳的身段 笑道 我觉得你的身材还是很不错的 该瘦的地方瘦 该胖的地方 喂 流氓 你往哪看呢 就看看嘛 那么小气做什么 你小心我揍你哦 少阳忍不住笑了笑 他张望四周 这会儿 公园里已经有不少老头老太太在打太极 围在一起唠嗑了 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少阳道 我们回去吧 今天真得把哥给菲姐写好 再过两天就更忙了 哦 八点返回家里 薛佳佳先上楼洗澡 少阳留在楼下做早餐 等薛佳佳从楼上下来的时候 少阳又上了楼 也冲了一个热水澡 不打算出门的少阳 直接换上了睡衣 他把内裤 袜子手洗之后 晾在了外面 把外面换下来的衣服 和薛佳佳换下来的衣服 一起塞进了洗衣机里 请下载APP爱乐APP最新内容 下楼后 待会儿吃完 我就去写歌了 你记得晾衣服啊 薛佳佳嘴里吃着东西 声音含糊不清道 我待会儿也要出门 我和雨晗约好了 待会儿去逛街 要是我中午没回来 你就不用等我了 去逛街 少阳一本正经道 明天去不行吗 我也想去买点东西 你要买什么 我帮你带回来不就行了 我要 少阳挠挠头 一本正经道 不是过几天 就要去京城参加什么音乐盛典吗 那边天气已经降到八九度了 外面的衣服云长 倒是送了很多过来 里面穿的衣服 我得买新的 薛佳佳问 秋衣秋裤 还有内裤 流氓薛佳佳 直接递给少阳一个白眼 说道 自己挽够 行吧 少阳三两下吃完东西 刷完碗筷 秦宇涵就开车过来了 少阳把薛佳佳送上车 秦宇涵看到少阳站在外面 他立马问道 大明星不去吗 薛佳佳摔上车门 他去干嘛 啊 秦宇涵立马装作很委屈的样子说道 你要早告诉我 你家大明星不去 我就不这么早来接你了 见色忘意 少阳挥了挥手 你们玩得开心啊 秦宇涵当着薛佳佳的面 给了少阳一个飞吻的手势后 立马就踩下油门走了 当副 秦宇涵你就是个当副 哈哈哈哈 车里音音艳艳 一片笑声 少阳关上门 去了录音室 开始给李飞写新歌的伴奏 其实要写什么歌 少阳从上次和李飞见过面之后就想好了 适合李飞的歌喉 又要男女合唱 还要是情歌 少阳的印象中 除了那首经典的 《因为爱情》之外 也想不到别的歌 当然 如果不是给李飞唱的话 还有很多选择 比如周总的《屋顶》 林俊杰的《小酒窝》 陶哲的《今天你要嫁给我》 汪苏龙的《有点甜》 等等等等 但这些歌都太年轻了 李飞毕竟出道这么久了 在娱乐圈又是歌坛天后的地位 要是让他去唱一首《有点甜》的话 也太违和了 少阳拿起吉他 自己先把《因为爱情》给唱了一遍 在电脑上把歌词敲下来后 又开始用各种乐器做起了伴奏 反正最后 李飞肯定会请更加专业的团队弄伴奏 所以 少阳也没弄那么惊喜 少阳一个人在录音室里鼓到了大半天 中午薛佳佳不在 他就自己随便吃了点东西 等到下午三四点的时候 因为《爱情》的demo就做得差不多了 少阳重新听了一遍 然后拿起手机 拨通了李飞的微信云电话 一想不到的是 对方很快就接了 飞姐 新歌demo我已经弄好了 我直接发给你 还是 李飞有些惊讶道 你挺快的嘛 上个星期都在忙 也就这几天有空 我待会发个地址给你 你明天上午直接来我这里 到了之后 给我发个消息 我让经纪人去接你 飞姐 是去 去你家吗 嗯 李飞听到少阳的声音 有点不太对劲 他笑道 把你那个小助理也带过来吧 省得被有心之人拍到 还说我老牛吃嫩草呢 少阳猜到了 李飞看透了自己 和薛佳佳之间的关系 不是简简单单的 艺人和助理的关系 少阳笑道 好 那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薛佳佳 秦宇涵四个大小姐 上午在街上转了一圈 每个人手里 都拎着两三样奢侈品手提袋 下午 在一家知名甜品店里 做了许久 聊了许多闺蜜之间的私密话题 当然话题最多的 肯定就是薛佳佳了 毕竟四个人当中 就只有他男生在一起同居了 因为没有外人 所以 秦宇涵 沈书华他们 问了问题也十分露骨 包括淡不羡鱼 亲嘴什么感觉啊 听说第一次很疼 是不是真的啊 你们现在是天天晚上睡在一起吗 薛佳佳全程用一种震惊的目光 看着他们三个 一直在保持沉默 可他们三个 倒是都想入非非了 你一句我一句 要多污就有多污 三点多的时候 程婷婷看了一眼手表 说道 差不多我们回去吧 好啊 三个人从甜品店里出来 薛佳佳看到旁边就有个大型商场 他犹豫了一下 终于说道 我还有东西忘了买 什么 薛佳佳没有回答 只是拉着秦宇涵的手 把他们强行带到了商场里 薛佳佳 这里全是卖衣服的 你不是已经买了好几件吗 你还要买什么啊 薛佳佳站在一个名牌男士 专卖店里 看着里面的假人模特身的男士内裤 一股羞耻感 瞬间贯穿全身 脸颊上也出现了淡淡的红韵 但还好 他现在戴了口罩 要不 还是算了吧 这也太羞耻了 来到来了 就这么走了吗 薛佳佳 没事的 你一定可以的 你是他的助理 这些本来就是 你的分内之事 薛佳佳强行给自己洗脑 然后像个勇士一样 义无反顾地走了进去 秦宇涵 沈淑华 陈婷婷三个人面面相去 表情全是 锦浩 他 他还有脸说他和邵阳之间是清白的 可恶 被他装到了 第127他说 是给他老公买的呀 也不太可能 L 可以吗 薛佳佳想了半天也没说话 导购员猜测 薛佳佳肯定是刚结婚的年轻夫妇 于是直接问道 那你老公的身高体重多少 1米8左右 体重130斤出头的样子 那XL的吧 导购员笑道 男人的内裤可以买大 但不能买小了 买小了乐 蛋蛋 蛋蛋 我 这是能随便说的话吗 薛佳佳耳朵根都红透了 他忙道 那就帮我 拿两条黑色的吧 好 秋裤有吗 有的 秋裤L马就够了 也拿黑色的吧 反正是穿在里面的 可以 导购员包好 薛佳佳扫码付了钱 很快提着两个袋子 从里面快步走了出来 秦宇涵 沈淑华 成婷婷三个人 满脸坏笑地拍着巴掌 薛佳佳瞪了三人一眼 急匆匆地坐上了电动扶梯 就在四个人快走出商场的时候 几个熟悉的人影 出现在了四人面前 柳红玉十分意外 他一个人在家里无聊 就约了沈淑华的妈妈 往美家出来逛街 想给自己买几件换季的衣服 没想到 竟然在商场门口 碰到了自己的女儿 妈 你怎么会过来 沈淑华 看着自己老妈和柳红玉 走了过来 整个人也愣住了 哎呦喂 没想到还在这里碰到 这几个小的了 你们几个丫头 也出来逛街啊 阿姨好 薛佳佳本能地将手里的袋子 往后头身后挪了挪 表情古怪地喊了声 妈 柳红玉一看就看出 自己女儿状态不对劲 她上下瞅了一眼 目光在她手里的袋子里 停留了几秒 走上前问道 佳佳 你买什么了 没 没买什么 让妈看看 别买的又是那些 不三不四的衣服 薛佳佳忙道 妈 我们已经逛完了 你和我阿姨进去逛吧 我们还有事 就先走了 说完 撒腿就跑 雨晗 我们走 秦雨晗叫了两声阿姨 很快就跟了上去 沈淑华和程婷婷 说了几句话后 也跟了上去 他们两个一上车 薛佳佳立马质问道 你们是不是出卖我了 没有啊 要是被我妈知道了 你们两个就死定了 且 程婷婷哼哼唧唧道 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敢做不敢当啊 闭嘴 雨晗 开车回去 奴婢遵旨 商场门口 红玉 你在想什么呢 刚才我闺女手里拿的包装袋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你见过很正常啊 可能你也买过 同一个牌子的衣服吧 柳红玉促着没摇摇头道 不对不对 我好像有点印象 走 我们进去转转 柳红玉带着王美家 两个人很快就到了 专门卖衣服的楼层 站在刚才薛佳佳出来的 那间男士品牌店门口 柳红玉看着门口 花花君子的品牌店名 陷入了沉思 男装店 难不成柳红玉卖部走进去 刚才那位导购员又跑了过来 柳红玉开门见山道 你好 刚刚是不是有个年轻姑娘 在你这买了几件衣服啊 退出转码页面 请下载 爱乐最新节 你是 导购员疑惑道 哦 我是他妈 这样啊 你看上去可真年轻 谢谢 我女儿他当当买什么了 导购员道 就买了两件内裤 两套秋衣 男人的 是啊 导购员点头道 他说是给他老公买的呀 老公 柳红玉眼睛一瞪 半天没回过神来 导购员一头雾水道 有什么问题吗 王美家见柳红玉愣住了 拉了拉他的衣服 柳红玉急忙道 没问题没问题 我就问问 谢谢啊 没事 从店里面走出来 柳红玉喃喃自语道 都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了吗 王美家也笑道 真羡慕你啊 看来你马上就能抱上孙子了 我们家舒华到现在 连的男朋友都没有呢 哈哈 没那么快 没那么快 叮咚 门铃一响 绍阳就跑到院子里 把门给打开了 薛佳佳直接走了进来 绍阳看到秦宇涵没有开车 直接走 就客气了一句 你们要不要进来坐一坐 秦宇涵可怜巴巴道 我们也想啊 但某个人不让呢 薛佳佳背对着他们 举起手竖了一根中指 哈哈 大明星 下次再见咯 说完 秦宇涵就开车 带着沈淑华和程婷婷走了 绍阳关上门 看到薛佳佳手里 拎着大包小包 主动上前接了过来 薛佳佳换上一双棉拖鞋 将外套挂在门口的衣架上 直接趴在沙发上 脚丫子在空中不停晃了起来 一边晃嘴里 一边嚷嚷道 啊 真是烦死了 我妈今天怎么也去逛街啊 他肯定发现了 什么情况 你逛街遇到你妈了 都怪你 绍阳无语道 我今天一天都没有出过门 还能有事怪到我头上 薛佳佳起身 把商场买来的秋衣秋裤 还有内裤都拿了出来 扔到绍阳手里道 我刚给你买完这些 就遇到我妈了 我妈经常去那家商场 肯定知道 我是给你买衣服去了 真是丢死人了 绍阳看着手里的四脚内裤 傻笑道 你不是让我在网上买吗 怎么自己又买了 闭嘴 我不想理你 你也在 真丢人啊 绍阳挠挠头 要不我跟阿姨解释解释 薛佳佳抓起一个抱枕 就往绍阳的位置砸了过去 大骂道 解释你个大猪头 第128 因为爱情 次日上午九点半 绍阳开车载着薛佳佳 来到了李飞昨天发来的地址外面 坐在车里 隔着院子里 看着里面超豪华的大别墅 绍阳感叹道 有钱真好 薛佳佳道 你现在也算是有钱人了好不好 我那点钱 能买得起这样一栋大别墅吗 当然买不起 薛佳佳很有经验地说道 这里虽然环境很好 但开车去市里只有20分钟 我估计想要买下这么一栋大房子 至少也得九位数 我在努努力挣两年前 应该也够了 别臭美了 快给飞姐发消息 绍阳掏出手机 给李飞发了的微信 没多久 李飞的经纪人 就从大别墅里走出来 打开了院门 绍阳摁下车窗问道 我车停在门口 还是直接开进去啊 直接开进去吧 飞姐已经等不及要听你新歌了 红豆 这首歌让李飞尝到了甜头 他确实很期待 少阳给他写的第二首歌 大别墅的院子很大 左边就有七八个停车位 右边还有一个露天的游泳池 少阳估计光是这院子里的植物 一年估计都要花不少钱维护 跟我来吧 好 两个人跟着李飞的经纪人 走进大别墅里面 一楼客厅很大 但李飞并没有在客厅里面 沿着旋转楼梯上到二楼 坐在沙发上撸猫的李飞 看到两人来了 也很友好的起身道 你们来了 随便坐吧 杨蓉 让阿姨泡壶茶上来 好 经纪人很快又下楼了 少阳正要说新歌的事 李飞却抬手道 等等 你先别说 让我猜一猜 新歌歌名是几个字的 少阳没想到 李飞都快四十的人了 还这么的 幼稚 是不是四个字的 啊 少阳有些吃惊 他还真没有想到 李飞竟然一下子就猜对了 看到少阳表情 李飞就知道自己猜到了 不偶猫的脑袋 笑道 真是四个字的啊 歌名叫什么 杨蓉端了一壶茶 和四个茶盏过来 在李飞旁边坐了下来 给三个人倒起了茶 少阳道 歌名叫做 因为爱情 因为爱情 少阳说完歌名 三双眼睛都看向了他 显然都对这首歌很感兴趣 毕竟这歌名有些直白 demo做好了 做好了 放一下听听吧 嗯 少阳刚准备拿手机播放 李飞突然道 等等 说着 他起身走进了房间 拿出了一个蓝牙音箱 用这个音箱放吧 好家伙 第瓦雷 少阳身为音乐人 自然对相关的科技产品很关注 即使他现在也是个千万富翁了 但要让他在一个蓝牙音箱上 花几万块钱 他还真得考虑一下 少阳连上音箱 手指悬在播放间的上方 那我放了呀 嗯 点击播放 目击他的声音响了起来 是少阳自己弹的 很快 少阳那很有雌性的声音 通过昂贵音箱传递了出来 这音箱本来就是 和低音的歌 和少阳的声音这么一结合 氛围感直接拉满 给你一张过去的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 我还在爱着你 缓慢的旋律 搭配着深情的唱腔 一下子就把李飞拉进这首歌里了 这首歌也就三分半钟 当尾音落下的时候 李飞的眼睛都红了 那个 再放一遍吧 退出转码页面 请下在APP爱乐最新节 好 一遍又一遍 等到第四遍的时候 李飞就忍不住 跟着少阳的声音哼了起来 这首歌学起来本来就不难 更何况像李飞这样的老歌手 都是有乐理基础的 不像现在很多小鲜肉一样 唱歌的连个乐谱都看不明白 等到第五遍的时候 李飞就基本上能哼完一首歌了 飞姐 觉得怎么样 很好听 少阳你真的很有才华 少阳笑了笑 没有接话 李飞把猫放在沙发上 起身道 你们晚上要赶飞机吗 不用啊 那我们现在就去录音室里 合唱一遍怎么样 行 我们走 李飞迫不及待地带着少阳 来到别墅里的录音室里 跟少阳自己家里的相比 李飞这间录音室 就正规得多了 基本上 跟外面那些收费的录音室差不多 少阳 你把歌词发给我 嗯 一会功夫 两个人就站到了卖家后面 薛佳佳和杨蓉两个人 站在玻璃隔断墙外面 伴奏声一响 两人的声音就先后在录音室里回荡起来 站在薛佳佳旁边的杨蓉 嘖嘖称其道 你男朋友真的太有才了 这首歌他们合唱出来 绝对会火 男 朋友 那个 杨蓉朝薛佳佳笑了笑 那眼神就像是在说 别解释 我都懂 少阳带着薛佳佳 从别墅里面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五点多了 少阳把自己的声音 部分都录完了 后面李飞要发歌的话 只需要让人 把自己的声音 和李飞的声音合在一起就行 当天晚上 张兴怡新歌 绿光 登陆各大音乐平台 隐形的翅膀 到现在还挂在各大平台的热歌榜单上 这首歌一上传 就直接被平台推到了首页推荐上 播放量就开始疯狂上涨 下面的评论也是五花八门 我的女神终于出新歌了 作词 少阳作曲 少阳编曲 少阳演唱 张兴怡 昨天刚被女友绿了 今天这首歌就出来了 我感觉这首歌是给我写的 少阳她自己什么时候出新歌 夏飞的新专辑都卖疯了 她不着急吗 给张兴怡写手专辑吧 想去看她演唱会 校园女神 人美歌甜 评论底下 少阳的名字经常出现 少阳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了 在家又泄了一天 接下来四天时间内 就录了两个综艺节目 11月6号晚上 三个人又来到了京城 酒店大堂里 少阳和薛佳佳站在一旁 正等着杨栏开房间的时候 一群人又从酒店门口走了进来 被簇拥在中间戴着口罩的人 少阳一眼就认出了她 夏飞 第129要了老命 在少阳注意到夏飞的时候 夏飞一群人也注意到了少阳 跟在夏飞旁边的经纪人小声问道 我们要不要换个酒店 夏飞冷冷道 为什么要换 经纪人不再说话 默默去了前台开房间去了 上次夏飞和少阳在后台的视频 被网上引发热议后 虽然很快便被车库视频给盖过去了 但还是有一些网友 调转枪头去攻击夏飞了 好在夏飞背后的华盛经纪的公关部门 足够有实力 很快就将鱼润给压了下去 但从少阳发布澄清视频的那天起 就意味着和夏飞之间彻底决裂了 蓝姐 房间开好了吗 开好了 我们走吧 少阳带着两人走进酒店电梯 到达房间楼层后 杨兰把一张房卡递给少阳 说道 有事随时喊我 音乐盛典明天晚上才开始 白天你们要是有心情 可以出去逛逛推出转码页面 请下载app爱乐最新节 说完 杨兰就拿着自己的房卡去找房间了 少阳和薛佳佳都低头看着那张房卡 半天都没回过神来了 蓝 蓝姐 好像就给我们开了一间房 会不会是双人床 进去看看 嗯 少阳刷卡推门进去 将房卡插在靠近门口的取电盒里 很快酒店房间的灯就全亮了 两人同时快步走进卧室 里面只有一张宽敞的大床 并不是两人猜想的那种双人床 杨兰肯定是以为两个人已经同居了 开一间房就够了 他肯定没想到 两人也仅仅只是同居了 并没有同睡 气氛稍稍有些尴尬 半晌 少阳先道 要不 我去趟楼下 再开一间房 薛佳佳没有说话 少阳刚卖步准备出去 薛佳佳伸手拉住了他 他低着头 算了 就这样吧 行吗 只要你不耍流氓就行 少阳哭笑不得 我要耍流氓的话 不早就耍了吗 还至于等到现在啊 闭嘴 我先去洗澡 等等 干嘛 少阳从背包里 掏出一个专门检测隐蔽摄像头的手电筒 这个手电筒散发着紫色的灯光 如果有隐藏摄像头的话 在灯光的照射下 就能看到闪烁的红点 这是什么啊 少阳过去把灯都关了 一边在插座 天花板 吊灯几个最容易隐藏摄像头的地方照了起来 一边解释道 现在住酒店可没你想的那么安全 有很多不法分子 会在酒店里装摄像头 我先排查一下看看 你还听懂的吗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你想想看 要是此时此刻 有一个摄像头正在拍着我们 那多恐怖 薛佳佳莫名打了个颤 他忙道 那你检查仔细一点 嗯 五分钟后 少阳关掉手电筒说道 好了 没问题了 你可以去洗澡了 薛佳佳从打开行李箱 从里面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 进了浴室 少阳看着卧室的大床 有些犯难 真要睡在一张床上 还能忍得住吗 薛奇的话音犹在尔 自己要是真让薛佳佳 像开玩笑一样怀孕了 现在这个阶段 两个的关系肯定不能公布 这对薛佳佳来说 一点也不公平 而且 豪门千金未婚先孕 这也会对薛佳的名誉 造成一点影响 少阳在心里默默打气 一定要忍住 斩斩斩 少阳他也是去参加 在房间里 夏飞问道 能想办法 知道他提名了哪些奖项吗 没这个必要吧 夏飞的经纪人说道 来之前 公司就跟我说过了 今年的音乐盛典 你能拿好几个奖 你别忘了 这个颁奖里的前身 就是京城流行音乐典礼 前几节都是我们公司赞助的 夏飞笑了笑 说道 少阳一个刚出道的新人 有什么本事跟我斗 对了 明天白天我要出去一趟 下午五点之前会回来 你不用跟着我 你要去哪 约了一个朋友 男的女的 夏飞变了脸色道 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经纪人倒也没什么反应 他意味深长地说道 我只是想提醒你 别被狗仔偷拍了 行了 我要洗澡睡觉了 经纪人起身离开房间 夏飞关上门 掏出手机 和一个毕业于电影学院 拍了几部古装配角的女演员 激烈地聊了起来 等少阳从预示出来的时候 薛佳佳已经在床上了 他强装镇定地坐在床上 手里拿着手机 心不在烟地刷着短视频 少阳吹干头发 一言不发地走到床的另一边 掀开被子躺了进去 好在床很大 足够两个人睡了 现在才八点多一点 你睡得着吗 你说呢 要不找个电影看 看完再睡觉 薛佳佳点点头道 平板在我包包里 你去拿 少阳掀开被子下床 拿着平板回到了床上 顺手把房间里地主灯关了 只留了床头柜上 两盏暗黄台灯 看喜剧吧 行啊 少阳找了最近上映 评分也比较高的喜剧电影 跳过开头后 少阳往薛佳佳那边挪了挪 薛佳佳也往少阳这边挪了挪 两个人胳膊靠在一起的时候 少阳明显感觉到 薛佳佳好像有些紧张 他刚洗过头发 这么近的距离 少阳能闻到他的发香 他应该没用酒店的洗发水 味道很清香 一点也不呛鼻 电影开始了 薛佳佳的目光 虽然停留在iPad屏幕上 但心跳的速度一直很快 进度调缓缓前进 开头确实挺搞笑的 但播完三分之二之后 剧情就开始走山情路线了 喜剧无论是电影还是小品 一旦加上山情元素 就没什么意思了 薛佳佳这时候 也开始犯困了 他揉了揉眼睛 脑袋慢慢靠在了少阳的肩膀上 困了 嗯 那就睡吧 别动 少阳正要关平板 薛佳佳声若闻音道 让我靠会 少阳嗡了一声 保持着这个姿势 温暖 厚重的肩膀 让薛佳佳体验到一种 从未有过的踏实感 他慢慢平静了下来 呼吸渐渐变得匀称起来 没过多久 他竟然十分香甜地睡着了 少阳侧过脑袋看着他 此刻的薛佳佳 就像是一只黏人的小猫咪一样 紧紧依偎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少阳抬起手 想摸了摸他那张精致的脸蛋 但想了想 还是忍住了 关了平板 放在床头柜上 让薛佳佳躺好后 少阳关了房间里的所有灯 他刚躺下来 薛佳佳的一只胳膊 就搭在了他的肚子上 这 过分了呀 薛佳佳睡觉本来就不老实 他一个人睡得的时候 就喜欢抱着玩偶熊睡 这会儿睡着了 似乎也把少阳当成了玩偶熊 左手搂住了少阳的腰 脸蛋紧贴着少阳的胳膊 少阳能清楚地闻到 他身上散发出的体香味 也能感受到他身体的柔软 对少阳来说 此刻异常折磨 身体燥热地 像一块烧红的碳 他身体开始出现本能的反应 这是他绝对控制不了的 少阳刚准备把薛佳佳的手 从身上拿开 睡梦当中的薛佳佳 竟然恩撒娇一声 然后就搂得更紧了 这可真是要了老命了 第130年轻真好 少阳一晚上没怎么睡好 直到凌晨十分 实在困得不行 才沉沉睡下 七点半 薛佳佳自然醒了 他睁开眼睛 首先映入眼帘地 便是少阳的侧脸 他已经睡了 平静的脸上 没有任何表情 薛佳佳呆呆地看着十几秒钟 脑海短暂的一片空白后 开始慢慢浮现 昨天晚上的事 被窝里的温暖 和紧靠在旁边少阳的呼吸声 让薛佳佳白皙的脸蛋 瞬间变得通红 他这会儿才意识到 自己的手 还紧紧搂着少阳的腰 而少阳的手 还被他荡成枕头枕在了脖子后头 薛佳佳缓缓将手抽了回来 脑袋恨不得埋进自己的心窝 太 太羞耻了 难道我昨天晚上 一直都是这样睡的吗 薛佳佳双手捂着自己滚烫的脸 身体僵硬地 在丑丝毫不敢乱动 过了好一会儿 听到少阳那匀称的呼吸声 薛佳佳才慢慢抬头 从指缝间 偷偷看着少阳的侧脸 他能清楚地感受到 少阳身上的温度 要比被窝的温度还要高 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再次抱住了少阳的腰 然后慢慢闭上了眼睛 心里在暗暗自语 我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这样我就不会尴尬了 他努力 让自己冷静下来 闭着眼睛开始装睡 他想着 只要让少阳先醒 让他先起床 自己就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为什么抱着他睡觉会这么舒服 嗯 好想就这么一直睡下去 他果然就这么睡着了 睡梦当中 他又把一条腿 搭在了少阳的身上 在少阳翻了个身朝他这边侧卧的时候 他迷迷糊糊地钻进了少阳的怀里 在他胸口蹭了蹭 找了个舒服的位置后继续睡觉 九点钟 手臂的酸麻 让少阳醒了过来 他睁开眼睛 看着怀里的脑袋 发着呆 思考着现在是什么情况 怎么 还钻怀里来了 少阳觉得 再这样下去 事态就要不可控了 他张嘴喊了两声薛佳佳 见薛佳佳没有反应 又伸手推了推薛佳佳 薛佳佳还没睡醒 他又往少阳怀里蹭了蹭 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囔了去 干嘛啊 那个 我手骂了少阳的声音有些沙哑 像被火烧干了喉咙 嗯 嗯 啊 薛佳佳反应过来了 眼睛蹭的就睁开了 啊 我这是什么姿势 薛佳佳顿时感觉自己热的汗都快出来了 你抬下脑袋 我手真抹了 薛佳佳双手捂住脸 把脑袋抬了起来 少阳把手抽了回来 手臂冲雪后更加发麻了 起床吧 少阳揉了揉手说道 薛佳佳声若闻音道 你先 我先不了 为什么 你腿还压在我身上少阳深吸一口气道 另外 我现在也不方便 啊 薛佳佳脸色通红地将腿收了回来 催促道 你快点 薛佳佳掀开被子穿好鞋 慌忙逃到了卫生间 他站在镜子前 看着镜子里面满脸通红的自己 他急忙拧开水龙头 洗了把脸 脑子开始冷静下来 就在他准备洗漱的时候 脑海中突然想起秦宇涵之前说过的话 他的小脸煞时间再次变得通红 这一次 连脖梗位置的肌肤都修得粉红起来 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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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阳在床上做了几个仰卧起座后 也终于起床了 他拿起一瓶矿泉水 咕噜咕噜喝了大半瓶后 心里暗道 看来还是得跟杨岚说一句 以后还是照样得开三间房 这也太折磨了 薛佳佳足足在卫生间里待了半个小时 早上的抛尿 实在憋不住了 少阳走到门口 敲了敲门 你还不出来 我要上厕所 马上 一分钟后 薛佳佳故作淡定地从里面出来了 少阳走进去待了十分钟就出来了 薛佳佳坐在沙发上 心不在焉地看着手机 没等多久 外面就有人敲门了 少阳上前开门 杨岚拎着两袋外卖走了进来 看到少阳眼睛里还有血丝 他笑容古怪地问道 昨天晚上没睡好吗 还 还行吧 佳佳呢 你睡得怎么样 薛佳佳吞吐吐吐道 我睡得挺好的 杨岚笑了笑 没有在这话题上深究 他把外卖一份份拿出来 摆在桌上 招呼两个人一起吃了起来 下午你们有什么安排吗 没 两个人一口同声地摇了摇头 少阳道 杨岚抬头看了一眼薛佳佳 佳佳你呢 我 薛佳佳正要回答 杨岚就道 年轻真好啊 哈 杨岚吃了点东西 很快就离开了房间 没有当电灯泡 薛佳佳这会儿 也发现少阳的黑眼圈了 他扯了扯少阳的衣角 小声问道 你你昨天晚上 真 真的没睡好 退出转码页面 请下在爱乐最新节 废话 少阳翻了翻白眼道 只要是个正常男人 都没办法在旁边 躺着的大美女的情况下 好好睡觉吧 薛佳佳挪了挪嘴 一副看不起的样子 你们男的是不是脑子里 整天都想着那些 不干净的东西 我要是整天想着 不干净的东西 那早就把你差点说漏嘴 少阳急忙刹车 薛佳佳却不依不饶 你对我说清楚 你要干嘛 没什么 死变态 少阳笑道 我这个变态 倒是老老实实地 睡了一晚上 不知道是谁 睡着了就喜欢 往别人的怀里钻 话没说完 薛佳佳急忙上前 捂住了少阳的嘴巴 他着急道 你给我闭嘴 你要是敢说出去 我就 我就 咔嚓了你 薛佳佳比了一个挥刀的动作 薛佳佳瞪着眼睛 威胁少阳时候的样子 煞是可爱 看到少阳点了点头 薛佳佳这才把手松开 就在他把手松开的那一刻 少阳直接抱住了他的腰 堵上了他的嘴 薛佳佳一双好看的信念 漠然瞪大 这感觉一股电流 瞬间传遍全身 完蛋 没力气了 薛佳佳扭动了几下身子 像个小猫一样 坍倒在了少阳的怀里 第131班奖典礼 上 傍晚五点 华语流行音乐盛典的入场仪式开始了 常常红毯直通签名版 红毯两旁 媒体工作人员和粉丝夹杂在一起 每当有歌手下车走上红毯上的时候 两旁都会一阵骚动 闪光灯不停闪着 个别粉丝激动地在两旁 喊着自己偶像的名字 你们没事吗 从酒店出来 一直到现在 看到少阳和薛佳佳两个人 一句话也没说 杨兰实在忍不住问了一句 没事 两个人一口同声 然后又同时沉默 杨兰是真看不到他们两个 看到前面的车子 已经挪到了红毯上场的位置 他道 马上就到我们了 待会儿你从红毯走到签名版 那签个字 然后接受简短的采访后 就可以进场了 我们会在后排的位置等你 嗯 前面的车子开走后 少阳坐的这辆车 往前看到了红毯旁边 车门被拉开 穿上皮鞋正装的少阳 刚从车上下来 人群中就有人粉丝 喊起了少阳这两个字 之前已经进场很多歌手了 其实不乏一些 已经出到好几年的歌手 但没有一个人 有少阳此时的人气高 他迈步往前走 不停挥手 跟两旁地粉丝打招呼 看到有粉丝拿着纸笔 挤到了最前面 少阳也会上前帮忙签名 少阳 麻烦往这边看一下 少阳 请配合一下 少阳 短短百米的红毯 少阳走了好几分钟 才走到签名板前 结果工作人员递来的记号笔 在签名板上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和两个美女主持人 简单聊了几句后 少阳就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进了场内 里头很大 少阳进来的时候 前排的座位上 已经坐了不少人 少阳认识的歌手没几个 他也就没和谁打招呼 找到贴有自己名字的座位后 他就老老实实地坐下了 他的位置在第四排 前七排都是提名的歌手 或者音乐创作人的位置 第四排的位置不上不下 在他前面 刚出道不久的年轻歌手 甚至是网络歌手 后面几排 则是留给经纪人 助理的位置 在后面 就是粉丝 观众的位置 少阳没有干坐着 他掏出手机 在联系人里找了一通 最后还是点开了 和薛佳佳的聊天界面 打字道 宋佳伦坐在第二排 就在我前面的前面 所以呢 他之前不是你的偶像吗 之前是之前 现在是现在 自从少阳也出道之后 薛佳佳就没有再去 关注宋佳伦了 即使坐在他的位置上 也能看到宋佳伦的背影 但他心里一点感觉都没有 真容易变心 你小心我打你哦 女侠饶命 我刚才嘴都快 被你咬破了 待会儿吃饭 估计都是个问题 你还好意思说 谁让你耍流氓的 情不自禁啊 要开始了 没那么快 他们要在台上叨叨很久的 两个人你一句 我一句的在手机上聊着 两个颁奖明星 在台上聊了很久后 总算是开始正式的颁奖流程了 重要的奖项都在后面 前面都是一些 无关紧要的奖项 但颁奖开始后 就有摄像头 在观众席上扫动了 邵阳也就没有再继续 和薛佳佳聊下去 获得最佳华语乐团奖的事 稻草人乐队 随着颁奖人 说出获奖的乐队名字后 现场很快就响起了 他们的作品声音 邵阳跟着一起鼓掌 十分无聊地听着几个人 在台上发表着获奖感言 颁了大概四五个奖项后 邵阳感觉 突然有人拍了拍自己的肩膀 他扭头一看 是一个看上去很年轻的男生 甚至可以说是男孩 他的年纪应该在十七八岁左右 长相特别清秀 看到邵阳回头 男生很腼腆地说道 杨哥 我 我是你的粉丝 我叫许良 你能帮我 听一下我自己写的歌吗 许良 邵阳挑眉 小声回道 我好像在哪看过 还是听说过你的名字 许良不太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是一名网络歌手 裙摆 象龙 幼鸟梨巢 都是我的歌 邵阳反应过来了 他之前刷榜单的时候 刷到过这三首歌 这三首歌在网络上还挺火的 我听过你的歌 很不错的 许良拿起耳机 说道 这首新歌 是我前天刚录好的 叫做 听前雪 是听了你的 青花词才有的灵感 你能帮我听一下吗 好啊 邵阳接过耳机 塞进了耳朵里 许良的歌 虽然在网络上很火 但作为网络歌手 他的地位其实是不高的 在邵阳面前 他显得特别的紧张 他倒 不是因为邵阳的人气比他高时 而是身为一个音乐人 他打从内心觉得 邵阳写的歌很屌 在他心里 邵阳就他的偶像 前奏很长 邵阳能听出 里面有各种滑下乐器的声音 有琵琶 有笛子 有霄 还加一段雨声进去 前奏很优美 这首歌也就三分来中 邵阳听完后 点头赞道 你这个年龄 能写出这种歌 很厉害了 主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副歌的旋律太单调了 4566 4536 都太老套了 你可以试试 用六声音阶 123567 671235 另外你之后 可以试试小调华夏丰的歌 这种加上半音阶的话 会有奇效 邵阳本来就对音乐 有种特殊的偏好 要不然他大学 也不会想学音乐 现在遇到了一个 有天分的年轻音乐人 他倒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听完邵阳的这些话 许良眼睛都亮了 在请教邵阳之前 他也找过好几个歌手 可那些歌手 虽然都说他很有天分 但听完他的歌 什么建议都给不出来 在许良看来 邵阳才是自己 应该学习的偶像 十九了 还在念大学吧 嗯 邵阳主动道 你加我个微信吧 这首歌改好了 可以再发我听听 真的可以吗 可以啊 许良激动 拿起手机扫码 添加了邵阳的微信 他不知道的是 从他加上邵阳微信的这一刻起 他的人生轨迹 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第132班奖典礼 下 下面要揭晓的奖项 是最佳作曲人奖 获得提名的音乐人友 宁雪 韩宇静 夏飞和邵阳 请吴老师 为我们揭晓获奖的音乐人 大屏幕上出现四个人的特写镜头 老牌歌手无意请走上舞台 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手卡 准备颁奖 从现在开始的奖项 都比较重要 现场也明显安静了很多 邵阳饶有兴致地看着台上 静静等待着结果 宁雪和韩宇静两个人 都是专门的编曲人 并不是歌手 他们今年的作品也不多 台下大部分人心里都清楚 这个奖项 多半是要在夏飞和邵阳当中选出来 因为今年 无论是邵阳的《扶摇》 还是夏飞的《远航》 这两张专辑都卖得很好 而且口碑都不错 但专业人士都觉得 邵阳获奖的机会更大 毕竟他的歌 无论是词还是曲都无可挑剔 而夏飞的新专辑 虽说也不错 但里面大多数人就是别人写的 跟他没什么关系 吴易琴打开手卡 一手扶着麦 大声道 获得最佳作曲人奖项的 是夏飞 大屏幕上的镜头 很剩下夏飞一个人 他起身跟周围人拥抱握手 满脸笑容地朝舞台上走去 邵阳表情平静 看不出喜怒哀乐 薛佳佳这个时候 还偷偷发消息安慰邵阳道 没事的 你还提名了四个奖项呢 邵阳没有看手机 他看着台上的夏飞 夏飞发表感言的时候 好像也是有意识地看着邵阳 嘴角微微扬起 说话间自信心十足 就像是在炫耀一般 夏飞刚从台上下来 就又开始颁发 最佳作词人奖项了 很多粉丝都在摒弃宁神 等待着结果 绝大多数人都觉得 最佳作词人的奖项 肯定是邵阳的 他今年写了那么多歌 包括青花词 萧愁 江南 东风破 等等等等 这些歌都已经进了热胳膊 没道理这个奖班给别人 获得最佳作词人奖项的是 颁奖人故意卖了个关子 然后大声道 夏飞 当夏飞的名字接连响起的时候 全场一片哗然 一小部分是庆祝 绝大部分却是在惊讶 怎么会颁给夏飞 是被人写的词 怎么会颁给他 很多邵阳的粉丝都想不通 但颁奖环节还在继续 年度最佳女歌手的奖项 被一个叫做刘家英的女歌手拿走了 女歌手的奖项结束后 自然就轮到了年度最佳男歌手的奖 两个颁奖人走上舞台 看了一眼手卡后 其中一位资历很老的女歌手大声道 获得年度最佳男歌手的是 夏飞 整个现场瞬间炸锅了 每一次奖项 邵阳都提名了 但最后获奖的却都是夏飞 这不就是在陪跑吗 现场邵阳的粉丝 都开始怀里这个音乐盛典 是不是有黑幕了 一晚上拿三个大奖 夏飞已经高兴得合不容嘴了 从台上下来的时候 他一直在看着邵阳 满脸都是灿烂的笑容 邵阳不为所动 接下来是年度最佳新人奖 夏飞应该出道早 不能提名这个奖项 而其他三个新人知名度 远远比不上邵阳 所以这个奖项 自然是被邵阳收入囊中 在一片掌声中 邵阳起身走上了舞台 他从颁奖人手里 接过奖杯后 走到了话筒后面 想了半天 最后说了句 感谢支持我的粉丝 感谢我身边的人 谢谢 简短说了一句话后 邵阳就直接下场了 谁都能看出 邵阳有些不高兴 邵阳也是人 这种情况下 他不可能还能在台上强颜欢笑 发表一大串获奖感言 两个主持人也有些尴尬 艰难地把场子圆回去之后 继续进行最后的颁奖仪式 不出意外的 最后的最佳专辑奖项 也颁给了夏菲 在夏菲上台的时候 邵阳也同样起身 给杨岚和薛佳佳 使了个眼色后 提前离开现场 一群专门为邵阳赶来 看颁奖里的粉丝 连忙追了出去 围在车旁边大喊 邵阳你别不高兴 今天颁奖肯定有黑幕 我们会一直支持你的 邵阳你是最棒的 邵阳按下车窗 朝外面笑道 谢谢你们的支持 不早了 你们也回去吧 路上注意安全 在一群粉丝的目送下 杨岚开着车 邵阳和薛佳佳 离开了会场 车里 薛佳佳也为邵阳打抱不平道 真是太过分了 明明是邵阳得奖的呼声高 为什么奖全部给了那个夏菲 就因为他出道早吗 今天晚上的奖 确实看上去有黑幕 我找人问问 别问了 没那个必要 邵阳道 我不是因为没得奖而不高兴 我只是看不惯夏菲那副嘴脸 你们没注意 他在台上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 一直在有意识地看着我吗 太恶心了 薛佳佳气呼呼地说道 上次抹黑你 这次又装大尾八郎 他那张专辑的销量明明没你的高 而且他里面很多歌都是别人写的 自己就写了四首歌 凭什么得那么多奖啊 看到薛佳佳因为自己没得奖 而闷闷不乐的样子 邵阳的心情一下子好了很多 他伸手揉了揉薛佳佳的脑袋 笑道 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 我都没在意 你在意做什么 再说这种颁奖典礼 我也不在乎 颁奖典礼的视频 在各大视频平台上线后 很快网友就此事激烈地议论了起来 邵阳的粉丝 当然是说有黑幕 可夏飞也有粉丝 他们也在嘲讽邵阳说 邵阳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双方陷入骂斩 这一下 不仅邵阳和夏飞之间有了矛盾 两人的粉丝群体 也产生了矛盾 可邵阳本人没把这当回事 此事很快也就过去了 十一月底 月谈天后李飞和邵阳 同时在微博上宣布新歌发布 两个人的主页里同时出现 因为爱情 这首歌 这首歌一上线 播放量就以惊人的速度飙升 新歌发布后的三个小时 天后李飞和天才音乐人邵阳 合作新歌的关键词 就登上了微博热搜 一首歌就将前部酒下飞 新专辑里的歌 全部压在了下面 邵阳的粉丝数量 又暴涨了一波 第133来自丈母娘的提醒 但很可惜 离过年越近 综艺节目就越少 要不然 凭借着这首很快就在各个年龄段传唱的 因为爱情 邵阳少说 也能再接五六个通告 大部分综艺节目 都会在上半年录制 下半年录制的也有 但相对来说不多 等到11月 12月份 就基本上没什么节目了 不过对于邵阳和薛佳佳来说 没有通告 也是一件好事 这意味着 他们可以早上睡到自然醒 晚上玩到多晚都没关系 薛佳佳 你说 今年魔都会下雪吗 邵阳端着一杯热水 站在窗边 看向窗外问道 薛佳佳瞅了一眼邵阳 摇摇头道 我哪知道 应该会吧 去年下了吗 邵阳道 去年这个时候 好像就飘了一点雪花 反正地上是没流住雪 不过去年冬天挺冷的 那时候为了省钱 我都不开空调的 一薛佳佳躺在沙发上 晃了晃穿着黑色丝袜的大长腿道 这么冷的天不开空调怎么过呀 那时候没钱吗 可怜 邵阳回到沙发上 歪着脑袋看了一眼薛佳佳的手机屏幕 看到他在群里 跟秦宇涵他们聊天 他好奇问道 你们又在聊什么呢 薛佳佳心智勃勃地笑道 雨晗昨天被他妈拉去 和一个海归相亲了 那个海归见面就跟他说英文 关键他说的还是一口的中式英语 跟雨晗夸夸其谈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还想约雨晗晚上去看电影 雨晗看他翻口袋的时候 身份证都掉了出来 立马就回家了 奇葩呀 可不是吗 薛佳佳笑道 雨晗一回家就把邱阿姨说了一顿 还说 以后再也不相亲了 其实你们的年纪都不算大 再晚几年也是可以的 现在普遍都结婚比较晚 说话间 群里秦雨晗又开始抱怨了 为什么我遇到的男人 一个个都是奇葩 老天啊 天底下的好男人都去哪了 沈淑华 艾迪秦雨晗好男人 被薛佳佳抢走了 成婷婷 家一 秦雨晗 艾迪少阳大明星 有没有找小三的想法 我愿意给你做情妇 薛佳佳噼里啪啦打字道 艾迪秦雨晗你 现在是一点脸都不要了是吧 秦雨晗 佳佳 你得学会分享啊 少阳口袋里的手机一直在震动 他可轻易不敢加入他们几个人之间的争斗 这群就是个盘丝洞 群里的人都是好看的妖精 个个饥可难耐 就等着唐僧上钩呢 一翻口角之争后 秦雨晗发语音道 算了 不聊这个了 姐妹们现在都在干嘛呢 沈淑华 躺着呢 成婷婷 一样 薛佳佳 没事干 秦雨晗 叫上少阳打两局游戏步 薛佳佳蹭了蹭少阳的胳膊 吩咐道 来上线 打游戏 我都行啊 薛佳佳发语音道 我和少阳现在上游戏 你们快点 两分钟后 五个人就在游戏里创建好了房间 都打开了语音 你们玩什么位置啊 我和少阳走下路 薛佳佳 你防得也太死了吧 打个游戏 还要跟少阳贴在一起 闭嘴 开了开了 进入游戏 薛佳佳瞄选蔡文基 少阳刚才进游戏的时候 看到金币够了 就买了一个马可 见薛佳佳锁了蔡文基 他也锁下了位置 秦宇涵和沈书华 一人打野 一人上单 成婷婷万年不变的真机 不过他真机完的 还挺好的 基本上都不会坑 有时还能care起来 进入游戏后 对面看到这边有四个女生 对面的Ed 直接在宫屏上打字道 对面马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匹配到了四个妹子 大明星 对面跟你说话呢 不管他 婷婷 你推完线 往下路靠 抓不到 我们就去他们野区 好了大神 推完几波线 顺利升到三级后 在少阳的带领下 三个人一起进攻对方野区 没想到正好逮到 正在刷篮buff的猴子 成婷婷一个二技能 把猴子控住 少阳一个一技能 就把人头收了下来 666 玩得好呀 对面猴子气得 直接在宫屏上打字道 马可 你给我等着 我这把就盯着你干 少阳懒得理他 他都没开始打牌卫赛 碰到的对手 实力都很菜 他虽然之前王者玩得不多 但弹钢琴的人手速都快 很容易就打上了王者 现在打这种局 用自己擅长的英雄 基本就是虐菜局 拿到人头经济领先后 少阳在下路 基本就是平推了 一个一技能扫到半血之后 直接三技能接晕血 运气好 就能收两个人头 本来就发育不好的猴子 每次来下 也都是跟着送 他打掉的血 还不如薛家家奶的血多 十分钟出头的时候 少阳领着四人 就把对面基地给推平了 感觉什么都没做就赢了 我也感觉什么都没做 哈哈 你们不送人头就行 大神能带我们赢 继续不 开开开 打了两局游戏 第三局游戏快结束的时候 少阳突然收到了一个微信消息 正好回了泉水 少阳就切到微信里面看了一眼 发消息的不是别人 是薛家家的妈妈柳红玉 少阳看到是阿姨发来的消息 连忙侧着手机 点开了聊天界面 柳红玉 小少啊 听家家说 你们现在工作不忙了是吧 明天就是家家的生日了 你们是来家里过 还是你单独和家家一起过呀 少阳正要回消息 柳红玉的第二条消息就发过来了 还是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过吧 来家里 你们肯定放不开 小少 你要主动一点哈 阿姨看得出来 家家她已经喜欢上你了 你要加油啊 少阳愣住了 明天就是薛家家生日了吗 他怎么不跟我说啊 少阳连忙扣子回道 好的阿姨 我知道了 您就放心吧 薛家家看到少阳在泉水半天没出来 他蹬腿踢了踢少阳道 你干嘛呢 快出来啊 少阳忙道 少点钱买装备 马上来 看到消息发出去后 少阳切回了游戏 匆匆忙忙上线 打完这局游戏后 少阳道 那个 我好像突然有了灵感 我去趟录音室 就先不完了 薛家家正玩得高兴呢 少阳突然说不完了 他嘟着嘴巴摆了摆手道 去吧去吧 你不是在生气吧 没有啊 少阳伸手 给他比了个心 匆匆跑到楼下录音室里了 薛家家反应过来 少阳刚才的动作 是在比爱心 他脸上很快露出甜甜的笑容 好了好了 我们先不完了 少阳他突然有了灵感 要去写歌了 啊 什么嘛 采完了三把 大神写个要紧 那我们明天再约吧 散了散了 第134 给他一个惊喜 第二天 薛家家像往常一样 从楼上下来的时候 并没有在厨房里 看到少阳的身影 他不意外 因为昨天晚上 少阳差不多十一点钟才忙完 他清楚地听到 少阳捏手捏脚拿着衣服 去他房间浴室洗澡的声音 听到浴室里哗啦啦的水声 薛家家心烦意乱的 熬到十二点多才睡着 薛家家把楼下的空调打开 将瑜伽垫铺在沙发上前面的地毯上 做了几个活动身体的动作后 就把打开电视给打开了 他很快就开始学着电视里的教练 做起了各个高难度的瑜伽动作 他今天穿着一件黑色的修身运动外套 下面一件灰色的瑜伽裤 将他曼妙的身段 修饰得淋漓尽致 等到身上开始发汗了 他把外套脱下 露出里面的小背心时 身材显得愈发的火辣 八点多 少阳从楼上下来了 看到薛佳佳披着一字马 在练瑜伽的时候 他愣在楼梯上看了好一会儿 才喊了句 你今天挺早的吗 是你起晚了好不好 昨天灵感来了 写完一首歌才睡觉 我知道 少阳笑道 想吃什么 随便 想起昨天柳阿姨 发给自己的微信消息 少阳道 那就面条吧 都行 少阳撩起袖子 走到厨房系上围裙 很快就给薛佳佳 做起了长寿面 魔毒有没有这个习俗 少阳并不知道 他只记得 自己小的时候 每到过生日的当天 老妈总会大早上起来 给自己下一碗香喷喷长寿面 上面盖个荷包蛋 炒熟的肉末 旁边用生菜 胡萝卜摆上 能增添食欲的样子 那一碗面 绝对比饭馆里的 还要好吃一百倍 用海参炖鸭汤做汤底 放在高压锅里炖上后 少阳开始把西兰花 鸡尾虾 胡萝卜焯水 等薛佳佳上楼洗完澡 从楼上下来的时候 汤也煮得差不多了 少阳动作 很麻溜地下起了面条 煮好后 把面条捞起来 放进汤底里 上面盖上一个鸡蛋 知道薛佳佳不喜欢吃鸡蛋黄 还专门把蛋黄给掏出来了 轻轻肠切开 拼成爱心的模样 旁边搁上配菜 一碗又香又好看的长寿面 就做好了 可以吃了 来喽 薛佳佳放下手机走上前 看着桌上冒热气的面条 很快笑道 可以吗 你的厨艺被我调教得越来越好了 快吃吧 就你话多 好嘞 薛佳佳许事出了一身汗之后饿了 风卷残云的 就把一碗面给吃完了 他扒的一声放下碗 满脸知足地揉了揉小肚子说道 真是太幸福了 少阳抽了张纸巾 递到了他嘴边 薛佳佳自己上前凑上前蹭了蹭 就起身跑到沙发上躺湿了 刚吃完别躺着 要么走会儿 要么站会儿 薛佳佳抬起一双腿 在空中摆来摆去 嘴里嚷嚷道 我不是在动吗 看到薛佳佳腿上光溜溜的 少阳问道 你今天也穿袜子了 土包子 这叫光腿神器 好吧 少阳刷碗碗 擦干手后 也走到了沙发旁边 他挤着薛佳佳的腿坐了下来 掏出手机 点开了外卖软件 薛佳佳去着腿躺着 脚趾头在少阳腿上蹭了蹭 说道 来打游戏 等会儿 我先回几条微博评论 那我去喊秦玉涵他们了 少阳嘴里答应着 手机也一直在操作 他很快就选中一个 本地评分最高的蛋糕店 千挑万选出了一款 公主城堡主题的蛋糕后 直接就下单了 预约下午五点钟派送 填好小阳楼的地址 备注写上 到了后 请发消息不要打电话 看到蛋糕店接单后 少阳就直接退了出来 你快点 就等你一个了 来了来了 猴急什么呀 薛佳佳身腿蹬在少阳身上 奴嘴骂道 你才猴急呢 少阳一进游戏 就被秦玉涵拉进了房间 语音直接就是开着的 薛佳佳这句 你才猴急呢 刚好就传到了秦玉涵 沈书华 承听听三个人的手机里 于是 谁 谁猴急呀 你们大早上的干嘛呢 薛佳佳 没想到你这么饥渴啊 哈哈哈哈 薛佳佳翻了个白眼 懒得搭理这三个疯女人 一天时间过得很快 傍晚四点多的时候 门铃声响了起来 少阳看了眼时间 还以为是蛋糕送来了 他故意道 佳佳 我手机没电了 你上楼帮我拿个充电器 我去开门 薛佳佳这才从沙发上起身 往楼上去了 少阳也是 立马穿上鞋跑了出去 他要先把蛋糕藏起来 晚上再给薛佳佳一个惊喜 打开院门 外面并没有外卖员的身影 只有穿着粉色小棉袄的小桃子 孤零零地站在外面 少阳正要说话 小桃子直接从他脚边走进了院子里 嘴里 还这儿巴金地说道 我就知道 你们今天肯定在家 那个 小桃子 今天 话还没有说完 小桃子就蹦蹦跳跳地跑进了客厅里 少阳无奈 追了上去 叔叔家里好暖和哦 小桃子 你过来 叔叔给你说个事 什么事啊 小桃子蹦蹦打打跑到少阳身边 小脑袋 差点撞到少阳腰上去 少阳弯下腰 在小桃子耳边小声说着话 楼上 薛佳佳喊道 少阳 你充电器在哪呢 我怎么没看到啊 你再找找 可能在床头柜里吧 少阳耐心说完后 小桃子似懂非懂 但听到少阳说了 明天晚上会给自己做好吃的之后 小桃子还是很大方的答应了 好吧 那我明天再来 叔叔送你回去 少阳牵着小桃子的手 拉着他往隔壁去了 薛佳佳找了一会儿没找到 跑到自己房间 把自己的充电器拿了下来 看到少阳不在 他嘟囔了一句人跑哪去了 刚坐下来的时候 少阳放在沙发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薛佳佳顺手拿起来一看 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消息 你好少先生 你预定的蛋糕 我已经给你送到门口了 你方便出来拿一下吗 薛佳佳愣了一下 大脑开始飞快运转 这家伙 他怎么知道我今天生日 他这是 要给我一个惊喜吗 薛佳佳反应过来 连忙把手机吸屏 放回了刚才的位置 想到少阳拿充电器 是为了故意支开自己 他立马穿上鞋 拿着充电器就上楼了 算了算了 我就配合他一下好了 第135他这是在 告白吗 把小桃子 交到千叶惠子手里的时候 千叶惠子 还以为是小桃子 给少阳惹麻烦了 不停在门口 点头哈要的道歉 少阳只能耐心解释 千叶惠子听明白后 也是意味深长的笑道 祝你们有一个愉快的晚上 少阳到了声谢 刚走出门口 就看到一个外卖员 拎着蛋糕 站在小阳楼门口 少阳戴上口罩 走上前道 你好 蛋糕是我定的 外卖员看了一眼门牌号 挑起了眉头 少阳忙解释道 我姓少 手机尾号 新号新号新号 外卖员确认了一下 这才把蛋糕递给少阳 谢谢 不客气 少阳拎着蛋糕 捏手捏脚走到院子里 来到客厅门口 看到薛佳佳不在里面 他三步并坐两步 将蛋糕藏到了厨房上面的柜子里 薛佳佳在楼上一直在等 等了很久 他故意朝楼下又喊了一声 少阳 你充电器到底在哪呀 我还是找不到 你看看在不在枕头底下 薛佳佳走到床边掀开枕头 充电器还真在下面 他撇了撇嘴 吴雨道 谁会把充电线卷好 放在枕头底下 分明就是故意的 真是笨死了 薛佳佳拿着充电器 很快下楼了 少阳接过充电器 走到电视柜前插上了手机 顺手把刚才外卖员 发来的短信给删掉了 薛佳佳问道 刚才谁在外面啊 少阳忙道 是小桃子来了 之后又被他妈妈给领走了 薛佳佳假假装性了 坐在沙发上玩起了手机 五点钟 外面就已经快天黑了 少阳主动问道 晚上想吃什么 都行 说两个你喜欢吃的菜 薛佳佳故作沉思一阵 然后抬头 看向有些期待的少阳 笑容灿烂道 只要是你做的菜 我都喜欢 呃 少阳愣了一下 心脏砰砰跳了起来 怎么办 心动了 好想再轻他一下 看到少阳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 薛佳佳往自己身上看了一眼 没有哪里有问题后 他抬手在少阳面前摆了摆 问道 喂 你发什么呆呢 没没什么 我去做晚饭 少阳连忙起身 进了厨房 看到少阳果真进了厨房在炒菜 薛佳佳挑起了眉头 这个家伙还不打算把蛋糕拿出来吗 薛佳佳一直在等 他甚至已经在想 待会儿少阳给自己惊喜的时候 自己该表现出什么样的反应 感动地哭 不行 哪有这么简单就哭了 我又不是那些肥皂剧里的恋爱脑女生 激动地冲上去抱住他 不行 我不能太主动了 要不然他肯定会觉得我很好追 才不能让这个笨蛋这么快就追到我 薛佳佳饭难了 吃饭了 来了 薛佳佳给自己盛了小半碗饭 像平常一样吃了起来 少阳一边吃的同时 也一边在想 待会儿该怎么样把蛋糕拿出来 才能让薛佳佳觉得很惊喜 最好是能把它给支开 可是今天早上 我就藏了一个充电器 该用什么办法支开它呢 少阳开动脑筋响了起来 薛佳佳看到少阳眉头一直微醋着 也不说话 他不紧不慢地吃完饭后 起身道 我去上个厕所 机会来了 薛佳佳假装捂着肚子进了卫生间 心里却在自言自语道 少阳 你要是还不把蛋糕拿出来 你就是天底下最笨的笨蛋 看到薛佳佳走了 少阳三两下把碗里的饭吃完 然后把碗筷全部扔进洗碗池 接着擦干净桌子 拿出蛋糕 插上了代表25岁的五根蜡烛 做完这一切 少阳突然觉得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 薛佳佳应该也不会觉得很惊喜 于是他走到电闸附近 直接拉下了电闸 擦 屋子里的灯瞬间全部都按了下来 薛佳佳先是一惊 想到这可能是少阳直男士的祭祀后 他才假模假样的尖叫了一声 少阳 怎么又停电了 我也不知道 你好了吗 好了就先出来吧 终于要开始了 薛佳佳松了口气 起身把门打开 一开门就看到少阳端着一个蛋糕站在门口 嘴里还唱着生日快乐歌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薛佳佳呆住了 怎么回事 明明都是预料之中的事 为什么我还会有些 感动 许个愿吧 薛佳佳用既感动又埋怨的眼神 看了少阳一眼后 然后双手紧握 默默许愿 许好愿后 薛佳佳吹灭蜡烛 屋子里顿时什么都看不到了 少阳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 摸黑把蛋糕放在了桌上 然后把电闸重新推了上去 客厅里的灯闪了几下后 最终还是亮了 你怎么知道 今天是我生日 你妈告诉我的呀 少阳很关心地问道 怎么样 有没有很惊喜啊 薛佳佳口是心非地回了一句 才没有 说完 他手指在蛋糕上戳了一下 把奶油涂在了少阳的鼻子上 看到少阳滑稽的样子 他高兴笑道 哈哈 真相的笨蛋 别浪费啊 蛋糕是用来吃的 不是用来玩的 少阳拿着切蛋糕的塑料刀问道 你吃多少 晚上吃蛋糕最容易胖了 如果是在家里递话 薛佳佳肯定一口都不愿意吃 但想到这蛋糕是少阳准备的 他还是妥协了 一小块就好 少阳切了一块地给他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少阳匆匆跑上楼 过了几分钟后 拿着吉他下来了 薛佳佳好奇问道 你要干嘛 你生日 我肯定要送礼物给你 但我想来想去 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你好像什么东西都不缺 于是我就给你 写了一首歌 专门给你写的歌哦 所以 你昨天晚上那么晚 是在为我写歌 嗯 薛佳佳待了好久 嘴里 才吐出笨蛋两个字 少阳拉着薛佳佳 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嘴里一边说道 这首歌 我刚刚已经上传了 审核完了 就能在网上听到了 我现在先给你唱一遍吧 就当是给你的生日礼物了 薛佳佳很是期待的乖乖做好 少阳习惯性的拨弄琴弦 试了试音 很快就唱了起来 把你的心 我的心串一串 串一株幸运草 串一个同心园 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 趁青春做个伴 向天空大声地呼唤 说声我爱你 向那流浪的白云 请下在APP爱乐APP最新内容 说声我想你 让那天空听得见 让那白云看得见 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 听着少阳的歌声 薛佳佳眨巴眨巴眼睛 眼睫毛一颤一颤的 眼眶也红了 他这是在告白吗 想带你一起看大海 说声我爱你 给你最亮的星星 说声我想你 听听大海的誓言 看看执着的蓝天 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 第136他怀里 好听吗 嗯 薛佳佳点点头 一脸幸福道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少阳放下吉他 说道 哎 歌名就叫 哎吗 对 听到少阳的回答 薛佳佳脸颊 薛佳莫名红了起来 他心愿意满地吃着蛋糕 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少阳也给自己 切了一块蛋糕 吃了一会 他突然调媒道 佳佳 你有没有感觉 家里变冷了 少阳这么一说 薛佳佳也有所察觉了 是不是你刚刚拉了电闸 空调没打开啊 没有啊 我开了 少阳走到触屏面板 检查了一下 空调是打开的没错 他又走到出风口的位置 站了半天后 疑惑道 怎么回事 明明开着 怎么出风口附近没风啊 薛佳佳道 刚才开闸的时候 灯泡就一闪一闪的 是不是电路出问题了 啊 少阳挠挠头道 那完蛋了 明天得找个电工来修了 还不是怪你 非要拉闸 我这不是为了 给你一个惊喜吗 薛佳佳哼哼两声 没有说话 那吃完 早点上楼睡觉吧 这么冷坐久了会感冒的 我明天早上去问问 小桃子的爸爸 看看他们有没有 电工的联系方式 薛佳佳吃完蛋糕 起身上楼了 少阳把厨房简单收拾了一下 把灯都关了后 也往楼上去了 半个小时后 咚咚 少阳敲了敲门 进来吧 少阳推门进去的时候 薛佳佳已经在床上躺下了 屋子里没有空调 还怪冷的 少阳直奔浴室 冲了个早后 就关上门回自己房间了 都说北方的冷室物理攻击 衣服穿厚点就没事了 南方的冷室魔法攻击 穿多少衣服都白搭 虽然说的有些夸张 但还真不假 房间没有暖气 不管该多厚的被子 身上都冷冰冰的 难得还好 纯阳肢体 窝在床上就能发热 可大多数女生本来就怕冷 像薛佳佳前两天还来的亲戚 这会儿在床上辗转反侧 半天都睡不着 十点多 实在睡不着的薛佳佳 拿起手机给少阳发了一个消息 你睡了吗 少阳 快了 怎么了 薛佳佳 好冷 睡不着 少阳 柜子里还有厚被子吗 薛佳佳 床上已经是最厚的被子了 少阳 真的很冷吗 薛佳佳 我脚到现在都是冰的 少阳 那怎么办 过了两分钟 薛佳佳 你过来 一起睡 又过了两分钟 咚咚 门外 响起了敲门声 薛佳佳脑袋埋在被子里 很小声地说道 门没锁 少阳推门进来了 他走到床边 看到薛佳佳蜷缩在床上 他拍了拍被子 吩咐道 你往那边挪点 薛佳佳扭了扭腰支 挪出了半边位置 少阳钻进了微薄里 用身体压住了这侧的被子 然后把脚伸了过去 推出转马页面 倾下在 艾佳爱乐最新节 和薛佳佳的脚掌碰到的时候 一股冰凉的感觉 瞬间传递到身上 那个 你往我这边靠一点 薛佳佳往少阳这边挪了挪位置 少阳张开腿 把薛佳佳的小脚夹了起来 还冷吗 被子里 薛佳佳声若闻音道 好多了 那睡觉吧 哦 少阳就像是一块火炭一样 在被窝里散发着热量 薛佳佳甚至能感受到 从少阳鼻子里呼出来的温热气息 这让他很有安全感 他很快就睡着了 他做了一个梦 梦到自己在蔚蓝的天空下奔跑 突破重重阻碍 最后扑进了一个温暖的玩偶大熊怀里 抱起来特别舒服 窗外微亮的阳光 渐渐照亮房间里 右边的被子平平的 不知何时 他钻进少阳的怀里去了 早上八点 桃子妈妈少阳搓了搓手 摁了两下门铃后 朝隔壁院子里喊道 你在家吗 没够多久 门就打开了 不过并不是千叶惠子开的门 而是小桃子的爸爸陶一鸣 这还是他第一次正式见少阳 不过他在屋子里听到过少阳的声音 也知道自己的女儿 经常去隔壁蹭饭吃 他一开门看到少阳就笑道 你好 我是桃子的爸爸 我叫陶一鸣 陶大哥 不好意思啊 这么早打扰你们了 没事 陶一鸣笑道 我早就起了 真的是给陶一鸣讲了一遍 陶一鸣听完后 立马笑道 听上去像是哪里接触不良 或者是短路了 你等着 过了一会儿 陶一鸣拎了一个箱子又走了出来 少阳不解道 陶大哥 你这是 如果不是很大问题的话 我应该能修好 不瞒你说 我家里的电路出现问题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解决的 少阳有些意外的笑道 是吗 陶大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哪里 少阳领着陶一鸣来到自己家里 陶一鸣很快就拿出电笔 开始排查起来 少阳一直跟着他打下手 半个小时后 陶一鸣用电胶布把电线包起来 说道 你把空调打开试试 少阳打开空调 站在了出风口的位置 不多一会儿 温暖的热风就从出风口里吹来了 好了好了 有风了 陶一鸣熟练地将开关接回去 把自己的工具箱收好后 就打算回去了 少阳赶忙上前道 陶大哥 真是太谢谢你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嗨 都是小事 陶一鸣摆了白手道 我家小桃子 整天来你家蹭饭 一回家就夸你做的饭菜好吃 有时候我惹他生气了 他还说 要任你当爸爸呢 你那么照顾他 我谢你还差不多 小孩子嘛 贪吃很正常 那我先回去了 你这边电气出了问题 都可以喊我 感谢感谢 陶大哥慢走啊 送走陶一鸣后 少阳关上了院门 刚回到客厅里 穿着睡衣的薛佳佳 就从楼上下来了 谁啊 隔壁小桃子的爸爸 他帮我们修好了空调呢 哦 薛佳佳感受到了空调吹出来的热风 可不知为何 他好像并没有很高兴 空调底下 待着是很舒服 但再舒服 也没有他怀里舒服 第137 今年最火的新人 少阳自己也没有想到 哎 这首歌上线起额音乐后 竟然轰然了整个音乐圈 火热程度丝毫不亚于当初 扶摇 专辑刚刚上线的时候 少阳根本就没想过 这首歌竟然这么受欢迎 是他接到杨岚的电话 说有四五个一线歌手的经纪人 找他要这首歌的翻唱版权的时候 少阳才意识到 这首歌是真的火了 刚挂断电话 程婷婷就在群里发起了视频通话 薛佳佳一家进去 几个女生就在手机的激动地喊道 薛佳佳 你们家少阳的新歌也太好听了吧 薛佳佳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道 你们说的是 哎吗 对啊 这首歌也太好听了 要是有男生唱这首歌给我表白 我一定答应他 薛佳佳亲了亲嗓子 故意显得很平静地说道 昨天我过生日 这首歌是少阳专门给我写的 啊 看到薛佳佳这么装 群里三个女生彻底坐不住了 凭什么 薛佳佳你上辈子走了什么狗屎月 老天不公平 薛佳佳表面波澜不惊 心里都快乐开花了 他和秦月涵聊了一会儿 就找个借口 挂了视频 然后点开企鹅音乐 播放了那首一晚上时间 登上了飙声榜 和新歌榜双榜第一的 哎 而与此同时 大别墅里 柳红玉刷着抖音 很快就刷到了 有人翻唱 哎 这首歌的视频 看到这首歌是少阳写的之后 柳红玉连忙拿着手机 走到薛奇跟前 说道 老薛你看 咱们孤夜又出新歌了 出新歌就出新歌 你给我看干嘛 这首歌很火呀 柳红玉解释道 我刷了好多 这首歌的视频 抖音毕竟是 自服跳动公司的产品 薛奇接过手机看了一眼 然后点开搜索框 下面热搜第一的关键词 果然就是 哎 少阳 薛奇饶有兴致地 点开了这首歌的原声 少阳的歌声 很快就在耳边响了起来 薛奇和柳红玉上了岁数 虽然听不太惯这种流行音乐 但少阳唱得很清楚 即使是不看字幕 也能听到歌词是什么 完完整整地听完一首歌后 柳红玉想起一事 突然激动到 老薛 昨天是女儿的生日 这首歌也是昨天发的 少阳这首新歌 该不会是写给佳佳的吧 薛奇正要说话 不行不行 我现在就问佳佳柳红玉 拿起手机开始扣子 薛佳佳看到自己老妈 发来的消息 下意识地抬头 看了一眼少阳 然后偷偷回复道 是啊 这首歌就是他 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这个家伙真是笨死了 昨天故意支开 我想给我一个惊喜 结果早就被我发现了 柳红玉看到薛佳佳 发来的消息后 脸上立马露出了 慈母般的灿烂笑容 他急忙打字 这说明 小少在这方面没经验 这样的男孩子 你更要懂得珍惜 知道了 你们好好处啊 妈等着你的好消息 好消息 我能有什么好消息 薛佳佳好像想明白了什么 连忙打字道 每次都这样 我不跟你说了 京城 刚刚确定春晚总导演身份的汪琪 从会议室里出来 左手拿着一份文件 右手拿着手机 退出转码页面 请下在APP爱乐最新节 他身旁跟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助理 嘴里正喋喋不休道 汪导 目前从全国歌地上报上来的节目 一共有74个 其中有33个歌舞类节目 12个小品 4个相声 两个杂技 汪琪并没有停下脚步 从电梯下来后 就静止上了一辆商务车 女助理也跟了上去 根据往年的安排 春晚节目一般都在36个左右 预计的第一次彩排时间 在1月中旬 汪琪汗首道 小品相声什么的 先不用着急 后面我和其他几位副导演 会进行审核 先把歌舞类节目确定下来 汪琪翻开左手的文件 上面都是目前上报的歌舞类节目 他从上一口袋 摸出一根钢笔 开始在纸上勾勾画画 嘴里 还一边自言自语道 真是疯了 春晚是什么舞台 竟然还有这么多小鲜肉的节目在里面 他们背后的公司 到底花了多少钱 才让这几个小鲜肉的名字 出现在了这张A4纸上 汪道 他们毕竟流量大吗 我猜不管他们流量大不大 想在我的舞台上表演 首先第一条 就是要能力要过关 整几个唱功都不过关的小鲜肉 在舞台上表演 万一出了问题 谁来负责 女助理不说话了 汪琪的性格 是那种鸡蛋里挑骨头 最是注重细节的 这也是 他能执掌春晚的原因 汪琪很快 把那几个小鲜肉的节目都划掉了 一番挑选后 他又拿起手机 把这些歌手发来的表演视频 都给听了一遍 之后又划掉了几个 不适合在春晚舞台上出现的歌曲 最后 他数了一下大概的数量 挑眉问道 小李 国内今年最火的新人是谁 要那种硬实力过关的 女助理不假思索道 那当然是邵阳啊 邵阳 汪琪道 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 汪道 你听说过很正常 他今年可火了呢 五月份才出道 短短几个月就有上千万粉丝 而且他非常有才华 写的歌都很好听 汪琪眼前一亮 他是创作型歌手 嗯 他的歌都是他自己的写的 对了 他前几天发的那首 哎 已经打破全网播放量 最快破译的歌曲记录了 汪琪来了几分兴趣 他道 你放一下他的歌我听听 女助理似乎也是邵阳的粉丝 他很快就播放了 那首收藏在歌单里的 哎 汪琪听了一半 伸手道 给我看看 女助理把手机递给他 汪琪接过手机一看 在邵阳的主页里扫了一眼后 问道 你确定 他是今年新出道的新人 对啊 竟然有这么多歌 汪琪突然像是 发现了什么亮点 他立马问道 他还和李飞合作过 嗯 他们一起唱的那首 因为爱情 也很火的 汪琪立马点开这首歌 优美的旋律在车上回荡起来 就连一向老实的司机 都忍不住哼唱了几句 汪琪眼前一亮道 这首歌适合在春晚舞台上表演啊 如果能把这两个原唱都请来的话 女助理小李连忙问道 汪琪 需要我联系他们的经纪人吗 嗯 汪琪点头道 联系他们 然后让他们录个清唱视频发过来 如果没问题 就跟他们确定彩排的档期 好 第138春晚邀约 傍晚五点钟 接到春晚导演汪琪助理理会打来的电话后 杨岚兴奋的 都想要原地跳起来了 这可是春晚的邀约啊 再火热的节目 收视率也没法跟春晚相比 就算是一线明星 想上春晚 都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 少阳今年暑假前夕才出道 短短大半年时间 如果真的能登上春晚舞台的话 无论是对她的知名度 还是未来的发展 都是会有相当大的助力的 杨岚冷静了一阵后 直接拎上包就出门了 路上 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吕梅 吕梅听到这个消息后 也是异常高兴 虽然张欣仪也出道了 目前发展的也很不错 但一阳经济的招牌门面 就是少阳 如果少阳能上春晚 一阳经济在行业内的地位 自然也会随之水涨船高 叮咚 家里正在厨房炒菜的少阳 听到门铃声后 忙吩咐道 家家去开门 薛家家刚要起来 小桃子就扭着屁股 嚷嚷道 我去我去 薛家家看到跑得飞快 连忙跟了上去 喊道 小桃子你慢点退出转码页面 请下在APP爱乐最新节 小桃子走到门口 把小肉手举得高高的 想够门把手 可怎么也够不到 嘿呀 小桃子蹦跶了起来 可够是够到了 还得多吃点饭 长高高才行哦 门打开 薛家家把小桃子牵到一边 好奇道 蓝姐 不是说最近没工作吗 杨兰笑道 我是来告诉少阳 一个好消息的 好消息 杨兰说完 快步走了进去 薛家家把门给关上 也跟着走进了客厅 蓝姐 你来了 杨兰走到厨房 兴高采烈道 少阳 你猜刚刚谁给我打电话了 少阳炒着锅里的菜 挑眉道 这个时候 还有节目找我 杨兰没有再卖关子了 他直接道 是春晚总导演 汪琪的助理 傍晚的时候 给我打了电话 你有可能今年除夕 能登上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春晚 薛家家一双信念瞪大 走上前震惊道 少阳他能上春晚 嗯 他们指定少阳去唱那首 因为爱情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们应该 也给非姐经纪人打电话了 哦对了 他要我寄一个 你的清唱视频过去 如果没问题的话 基本就能确定 在一月中旬 可以去京城 参加第一次彩牌了 少阳高兴是高兴 但却没有杨兰和薛家家这么明显 他把锅里的大盘机 装到盘子里 擦了擦手道 蓝姐 那你和非姐的经纪人打个电话 问问非姐 什么时候有时间 约个时间 一起把清唱视频录出来 好 杨兰道 我现在就打 杨兰走到沙发上坐了下来 掏出手机后 拨通了李飞经纪人杨荣的电话 巧合的是 杨荣正打算也跟杨兰联系呢 看到杨兰先一步打电话过来 杨荣很快就接通了 说了三四分钟后 杨兰道 非姐现在也没有通告 你有时间的话 就可以把地址发给她 她会过来找你 少阳挠头道 她来找我 嗯 行吧 我晚会把地址发给她 先一起吃饭吧 杨兰起身道 正好被我赶上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佳佳 这小丫头是谁啊 哦 隔壁家的小孩 叫小桃子 小桃子倒是很懂礼貌 直接给杨兰锯了个躬 喊了声阿姨后 跑到少阳面前张开了双手 少阳把她抱起来 放在椅子上 四个人很快吃了起来 次日上午十点 一辆阿尔法保姆车 停在了小阳楼门口 听到门铃声后 少阳很快就跑到院子里 把门给打开了 李飞走进去后 就把墨镜给摘下来了 她打量了一下精致的小院子 脉步走进了客厅 不错吗 少阳 你这里很温馨啊 李飞刚说完 薛佳佳端了两杯热茶走了过来 飞姐 喝口热茶吧 谢谢李飞笑了笑 心下 却按道 都已经住在一起 竟然还说是少阳的助理 现在的年轻人啊 少阳顺手带上门 防止空调热风往外跑 同时嘴里客气道 飞姐 今年我要是能上春晚 那可都是托宁的福 你这算不算是在拍马屁啊 少阳哈哈一笑 本来就是嘛 如果我不是和飞姐和唱这首歌 春晚导演组 怎么可能看得上我 这首歌是你写的 功劳是你的才对 经纪人羊绒听不下去了 她笑道 你们就别推来推去的了 这首歌要是能上春晚 你们两个都有功劳 不过当务之急 是不是得先把清唱视频录出来 也是 飞姐 去我的录音室里唱吧 你这里还有录音室 有啊 李飞跟着少阳下去了 录视频肯定需要拍摄的人 杨蓉和薛佳佳 自然也都跟了下去 打开录音室里的门 李飞打量了一下里面的构造 有些惊讶地问道 你那些歌都是在这个房间里写出来的 对 厉害啊 少阳笑道 飞姐别看我这地方不大 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基本上什么都有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说完 薛佳佳和杨蓉同时拿出了手机 少阳的唱功自然不必多说 李飞能在乐坛成为天后级别的女歌手 自然也没有什么问题 两个人把因为爱情这首歌清唱一遍 今天的任务就算是结束了 录完清唱视频后 李飞很是好奇 少阳平时是怎么在这小屋子里面写歌的 就在录音室请教了起来 少阳也给他介绍自己写歌的流程 这个时候 薛佳佳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看了眼来电显示 跑到外面 接通了电话 喂 佳佳 你和大明星还没睡醒吗 快出来开门 我们来当电灯泡了 听到录音室里面的声音 薛佳佳挑眉道 秦玉涵 你们怎么来了 薛佳佳你 还是人吗 这么冷的天 我们过来找你玩 你既然说这种话 我薛佳佳无言以对 只能道 你们等着 薛佳佳匆匆上楼把门打开了 秦玉涵 沈淑华 程婷婷一个人给了薛佳佳一个白眼后 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客厅里 秦玉涵嘟囔道 有了男人就忘了闺蜜 薛佳佳 你还有没有点良心了 薛佳佳无语道 今天家里已经有客人了 什么客人 这不一个人都没有吗 他们在楼下 谁啊 有客人在 我们就不能来了吗 薛佳佳直接道 李飞 客厅里一片寂静 足足五秒钟后 三个人搜的一下 全部站了起来 你说谁 天后李飞 第139草率的表白 从录音室里出来 李飞看到客厅里 又多了三个大美女之后 他直接笑道 少阳 看来你女人缘不错嘛 少阳赶忙解释道 他们都是薛佳佳的闺蜜 因为关系好 所以经常汇聚在一起 飞姐好 秦宇涵大大方方地打了个招呼 其他两人也跟着喊了一声 李飞遇到过很多年轻女生 看到自己后 就立马像疯了一样围上来的例子 看到秦宇涵 沈淑华 程婷婷三个人 并没有很激动的样子 他好像猜出了 他们三个人的家境可能不一般 李飞也很友好的回了句 你们好啊 忙完正事的李飞 也没有久留 他客气了几句后 就带着经纪人离开了 看到李飞离开后 秦宇涵激动道 我的天 以前我都只是能在电视上 才能看到飞姐的 今天竟然看到他本人了 他看上去好年轻哦 真是太有气质了 刚才忘了 找他要张合照了 薛佳佳把刚刚录好的视频发给杨兰 邵阳给这几位大小姐 切了一份果盘后 几个人就聊起了闲话 经常 李慧收到杨兰发来的清唱视频后 第一时间就把视频给了汪琪看 汪琪听完点点头道 看来这个叫邵阳的 是真有点实力 站在李飞旁边 唱功竟然一点也不逊色 声音很稳 汪导 那我就通知他们 一月中旬来参加第一次彩排了 嗯 李慧很快就给杨兰和杨荣两个经纪人回了消息 确定能去参加春晚彩排后 杨兰心里的石头也算落了地 没有通告的日子 一天天过得很快 到了十二月底 魔度的气温直接降到五度以下 待在家里还好 要是出门的话 必须穿上厚厚的羽绒服 但今天 邵阳和薛佳佳必须出门 因为今天是一阳经纪年会的日子 作为公司的股东 又作为公司的门面艺人 邵阳都必须参加 下午六点多 外面黑沉沉一片 寒风一阵阵刮着 吹在脸上就跟风刀子一样 你就穿这么点 看到薛佳佳仍然穿着光腿神器 脚下一双黑色皮面的马丁鞋 邵阳一边穿着鞋一边问道 薛佳佳道 车上不是有空调吗 再说我已经穿得够多了 上面穿了四件呢 哪有四件 外套 毛衣 保暖秋衣 这不就三件吗 薛佳佳一巴掌 拍在邵阳的后背上 往哪看呢 又耍流氓是不是完整内容 邵阳哈哈一笑 顺手从衣架上 取下来一个白色的围巾 给薛佳佳围在了脖子上 然后将他上面羽绒服的拉帘拉好后 才带着他出门了 院门一打开 冷风就一股脑地 全部吹在了两人身上 薛佳佳不停跺脚 双手交叉抱在胸口 道西凉气道 怎么这么冷啊 快上车吧 邵阳坐上主驾驶 发动车子后 第一时间就把空调给打开了 但车上的空调制冷速度还行 制暖还得等一会儿 薛佳佳冷的牙齿直哆嗦 嘴里还在抱怨道 今年怎么这么冷啊 邵阳踩下油门 一边搭话道 今年是比往年要冷一点 估计马上就要下雪了 等雪下下来 或许就没有这么冷了 啊 下雪不是应该更冷吗 下雪前和下雪后的那段时间 都比下雪的时候要冷 这你都不知道啊 薛佳佳摇摇头 邵阳笑道 你真是什么都不懂啊 真不知道你之前一个人的时候 是怎么过过来的 薛佳佳挪了挪嘴 小声道 现在不是有你了吗 邵阳听到这句话 笑容又浓了几分 车子在红绿灯前停了下来 想到家里可能比魔都更冷 邵阳又叹气道 今年从家里出来的时候 还答应了我妈会回家过年 如果最后真能上春晚的话 怕是多半回不了家了 你可以春节的时候回去啊 只能这样了 沉默了一会儿 邵阳突然扭头问道 你跟不跟我一起回去 我 薛佳佳愣了一下 连忙把脑袋扭了回来 空调的热气将他的小脸吹得滚烫 半晌 他才道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回去 薛佳佳刚说完 就觉得自己可以是表达错意思了 他其实想问的是 我要以什么身份跟你一起回家 他刚想改口 邵阳道 你现在不算是我女朋友吗 哪有 薛佳佳忙道 你都没给我表过白 那现在表白来得及吗 现在 薛佳佳故作镇定道 你表一个 我听听 邵阳脱口而出 薛佳佳 我喜欢你 你做我女朋友吧 这就是你的表白吗 不然呢 薛佳佳娇哼一声 一脸嫌弃道 你真是笨死了 你这句话都没看着我说 可是我现在在开车啊 那待会儿停车了 我再表白一次 不用了 为什么呀 我答应你了 猪头 邵阳憨笑道 是不是太草率了 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薛佳佳微微汗手 手指拨弄着手指 嘴角微扬道 不用了 我都答应你了 我说的 是我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啊 薛佳佳回过神来 立马抓狂了 邵阳 邵阳忙大笑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吗 你死定了 别闹 我在开车呢 年会定在了魔度一家三星级酒店里 因为是公司的第一次年会 吕梅还挺重视的 直接把酒店的上面三层 都给包了下来 最上层是娱乐的地方 上面有游泳池 台球室 健身房等等 下面一层就是宴会厅 待会儿公司里的人都会在这里吃饭 然后再下面一层 就是酒店的房间 公司里的员工 如果离得远 或者喝醉了 等一下就可以直接在楼下房间睡觉 反正明天就是周末 安排的还是很妥当的 就连停车场上电梯的地方 吕梅 都安排前台的小孟 和一个行政部门的女生接待 看到邵阳和薛佳佳走了过来 两个人连忙迎了上来 杨哥 你终于来了 我来得很晚吗 倒也不是很晚 就是其他人来得比较早 人都来得差不多了 嗯 公司里的人基本都来了 那你们两个 还在这处着干嘛呢 跟我一起上去吧 这 邵阳笑道 没事 等会儿没解要是问起来 你们就说是我说的 哪能其他人在楼上快活 留你们两个 还在这车库底下当苦力啊 谢谢杨哥 电梯静止上升 在宴会厅这一层停下后 邵阳领着几个人 直接来到了大厅门口 看到里面坐着这么多人 邵阳都震惊了 公司 什么时候有这么多人了 在公司里 大家都坐在各自的位置上工作 还不显得人多 现在人都聚在一起 粗略估计 至少也有八九十人 对于一家经纪公司来说 这么多人就不算少了 杨哥来了 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句 刚才还闹哄哄的宴会厅里 几乎所有人都把目光 望向了门口的方向 小梦 和那个行政部门的女生 连忙跑开了 邵阳点头一笑 算是跟他们打了个招呼 然后领着薛佳佳 一路走到最前面那一桌坐了下来 在邵阳落座之后 吕梅也是直接起身道 下午 我们就已经在公司 开了年度总结大会 大家今天晚上玩得开心就好 除了待会儿中场 会给大家发年度奖金之外 我和各个部门的经理 也会随机在群里发红包 老板万岁 第140 我喜欢你 年会喝酒 肯定是逃不过了 邵阳也没打算躲 反正待会儿回去的时候 薛佳佳可以开车 不过邵阳的酒量可不算好 刚开始还挺清醒的 可后半场 酒精开始在身体里 发挥作用的时候 脑袋就开始发晕了 好在到了这个时候 该敬酒的人都敬得差不多了 邵阳趁着还清醒 把手机递给了薛佳佳 让他帮忙在公司群里面 多发几个红包 今天晚上这种场合 也不是小气的时候 不多发点红包也不合适 可以说 目前公司里的这些人 都是为他一个人服务的 到后面再多加了一个张馨仪 薛佳佳接过手机 很快就在群里 发起了红包炸弹 一个接一个 公司里的员工 抢的停都停不下来 等到快九点了 有些员工 都已经醉得不省人事的时候 张馨仪突然起身 鼓足勇气走到邵阳面前 说道 杨哥 我也敬你一杯 邵阳抬头看了一眼张馨仪 看到他杯子 倒了大半杯红酒 邵阳直接把他手里的杯子 抢了过来 把里面的红酒 倒在一个空杯子里后 又端了半杯果汁进去 然后才还给张馨仪道 女孩子家家的喝什么酒 你给我喝这个 邵阳的语气 就像是在大人在责怪小孩一样 但张馨仪却听得心里暖暖的 和邵阳碰杯后 一口气将杯子里的果汁 全部喝完了 本来吕梅还想和邵阳谈谈 公司明年发展的事 但看到邵阳有些醉了 就让薛家家带邵阳先回去 好 那我们就先走了 你们继续 嗯 路上注意安全 邵阳笑着起身 脚下一个不稳 差点摔下去 薛家家赶紧扶住他 还在他侧腹掐了一下 嘴里哼声道 谁让你喝这么多的 别人来敬我酒 我总不能不喝吧 薛家家搀扶着邵阳离开宴会厅 张馨仪看到薛家家有些艰难 他追上前道 那个 需要我帮忙吗 张馨仪在询问薛家家的意见 他早就知道 薛家家和邵阳之间的关系不一般 薛家家立马道 快打把手 这家伙太沉了 张馨仪这才上前 搀扶住了邵阳另一条胳膊 两个人把邵阳弄进电梯 又塞进车里后 张馨仪这才道 家家姐 那我就先回去了 嗯 你路上注意安全 张馨仪笑道 思思姐会送我回去 家家姐你开车慢点 薛家家恩了一声 爬上车给邵阳系上安全带后 自己坐到主驾驶上 开车离开了地下车库 邵阳一上车就睡成了死猪 薛家家一路都在念经 猪头 流氓 王八蛋 呵呵呵 就知道喝 你就不能少喝点啊 待会儿回了家 我能扛得动你吗 今天晚上就让你在这车里睡一晚好了 冻死你这个大笨蛋 十点出头 车子终于在小阳楼门口停了下来 薛家家从包里翻出钥匙 先把门给打开了之后 才走到副驾驶 拉开车门 解开安全带 掐了下少阳的大腿 喊道 喂 猪头 我们到家了 少阳一动不动 这会儿已经彻底睡死过去了 薛家家没有办法 只能试图将少阳从里面拉出来 他这次可是使出了吃奶的劲 好不容易把少阳从车里拉出来 少阳整个人就往薛家家身上倒了过去 一百多斤的重量 差点把薛家家给压倒在地上 好在薛家家脚下站得够稳 把少阳给撑住了 半背半服 好不容易把少阳带到了客厅里 薛家家累得汗都出来了 他站着歇了口气 然后去把院门和客厅门关上后 这才如是重负地坐在了沙发上 累死我了 薛家家拿起水杯倒了一杯水后 咕噜咕噜地喝了下去 刚准备想办法 该怎么把少阳弄到楼上房间里的时候 少阳脑袋一歪 直接躺到薛家家怀里去了 薛家家这会儿 他每一次都是先给老爸泡上一杯浓茶 放在保温杯里 然后就一直让老爸在沙发上躺着 过不了多久 老爸自己就会口渴地醒过来要水喝 薛家家搬起少阳的脑袋 走到厨房用保温杯泡了一杯茶后 放在了茶几上 然后重新坐在少阳的旁边 把他的脑袋又搬起来 放在了自己的大腿上 顺手还把一床毯子盖在了少阳的身上 他纤细的手指在少阳的脸上戳来戳去 看到少阳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胆子更大了 一双手捧着少阳的脸揉了揉去 还拿出手机 一只手挺起了少阳的鼻子 给少阳拍了好几张猪头照 退出转码页面 请下在APP爱乐最新节 看着手机里的照片 薛家家都笑得合不拢嘴了 差不多快十二点了 一直没什么动静的少阳 突然有了动静 他扭来扭去了一阵 喉咙里发出有些沙哑的声音 水 差点睡着的薛家家 立马把水杯递过去 少阳强撑着身体一口就喝完了 你怎么样了 可 你等着 我再去给你倒点 薛家家起身 又去了 把水煎满了 茶叶放了很多 茶水很浓 苦涩的味道在嘴里传递开来 让少阳的脑子稍稍清醒了一点 他这会儿觉得身上一片燥热 将身上的毛毯扯开后 把外套也给脱了下来 薛家家睁着一双大眼睛 坐在旁边问道 你要不要上楼睡觉啊 头还有点晕 再等等 薛家家呕了一声 乖乖在旁边坐着 少阳仰躺在沙发上看着他 皎洁的白光洒在薛家家身上 让他的皮肤看上去 就像是在发光一样 过往几个月 和薛家家在一起发生的事 在脑海中快速回放 过了好久 安静的客厅里 少阳突然一本正经道 薛家家 嗯 薛家家听到声音 扭头看向少阳 我喜欢你 空气凝固了几秒钟后 少阳挺着身体上前 在薛家家还在思量着 该怎么接话的时候 直接稳住了他 大脑瞬间变得一片空白 薛家家感觉自己一点力气 就没有了 我快呼吸不过来了 少阳 第141 我想尝试拍一部电影 大概是昨天晚上 发生的事太多了 等少阳亮亮呛呛地上楼 洗完澡后 一倒在床上 很快就睡着了 他晚上做了一个梦 一个很美好的梦 梦里有蓝天 有大海 有茂密的森林 还有一段美妙的缠绵 让少阳接近中午的时候 醒来后 还在留恋昨晚的梦境 薛家家昨天也熬到 很晚才睡觉 他也就比少阳 早起了半个小时而已 看到少阳下来了 他忙揉了揉肚子道 我饿了 快做饭 少阳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快十一点了 脑海还是浑浑的 有种不舒服的感觉 我先煮点饺子吃吧 脑袋还有点晕 好 少阳从冰箱冷冻层里面 拿出一袋速冻饺子 起锅烧开水后 把饺子放了进去 饺子浮上后 加一点冷水 再浮上来 再加一点冷水 如此三起三落后 饺子也都熟了 少阳用两个盘子 把饺子捞了出来 用小碗倒了一点点醋后 朝薛佳佳喊道 可以吃了 薛佳佳是真饿了 他坐下后 很快就两口一个 饺子炫了起来 吃了十二个饺子后 总算是填饱了肚子 抬头看到少阳嘴角红红的 他问道 你嘴怎么了 是不是天气太干 嘴唇裂了 少阳无语道 这不是昨天晚上 被你咬你吗 薛佳佳陡然反应过来 半点天挤出一句话来 谁让你昨天晚上 没完没了的 我不是喝醉了吗 所以 你昨天晚上说的话 都不能当真了 我说话一个唾沫一个定 醉话也能当真 薛佳佳起身 抬头虚空扇了两巴掌后 笑道 快吃你的吧 猪头 昨天晚上可以算是 两个关系进步的 一个分水岭 两人相处起来 明显要比之前和谐的多 少阳吃完饺子后 直接把盘子放在洗碗池里 等着中午一起洗 还难受吗 有点 薛佳佳挪了挪屁股 坐到角落里去了 你躺着吧 多睡会就好了 少阳还真乖乖躺了下来 不过沙发长度毕竟有限 他只能未经允许 像昨天一样 将脑袋枕在了薛佳佳的大腿上 猪头这么重 嘿嘿 我 少阳话没有说出口 薛佳佳拿起抱枕 盖在少阳脸上 叫训道 闭嘴 睡你的 少阳把花咽了回去 很幸福地闭上了眼睛 两天后 吕梅登门造访 让少阳很是意外 自从一阳经济卖上正轨之后 吕梅大部分时间都在公司里待着 连朋友圈发的 也都是一些有关公司的事 今天打开门 看到吕梅站在门口 少阳也是愣了好几秒才回过神来 吕梅走进客厅 看着跟之前相比 有很大不同的家里 吕梅笑道 之前我还跟杨兰说 要不要给你雇佣一个保姆在家里 专门给你做饭打扫卫生 可杨兰却说不需要 我现在终于知道 他为什么说不需要啊 这个家被你经营很好吗 哪里 我只是喜欢干净而已 再说 我现在和佳佳住在一起 总不能太邋遢吧 听到少阳都已经改口 直接叫佳佳了 吕梅也意识到 两人的关系 可能已经板上钉钉了 少阳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是从什么时候改口的 梅姐 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啊 少阳一边去厨房接热水 一边问道 吕梅放下胯包 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有些关于公司的事 想和你聊聊 毕竟你现在也是公司的 第二大股东了 喝杯热水吧 谢谢 少阳坐了下来 吕梅从包里翻出一份文件 递给了少阳道 这是公司明天发展的计划书 其他的你都别看 就看第三页到第六页的 就好退出转码页面 请下载App爱乐最新节 少阳接过文件 直接跳到第三页看了起来 简略地看了三页后 少阳笑道 终于打算大规模培养练习生了吗 嗯 吕梅道 我计划明年至少千十五个练习生 由统一的舞蹈老师 和声乐老师训练他们 我不求他们可以像张欣一样 以最快的速度出道 但公司投资他们 他们也之后 也必须给公司创造价值 培养练习生 是经济公司发展的必要一步 不过一扬经济 现在规模还不算大 十五个练习生也差不多 既然梅姐 你今天来了 我就也跟你说说我未来的打算吧 吕梅听到这话 饶有兴致道 你说 我已经答应佳佳爸爸三年后 也就是我二十九岁的之后 慢慢淡出娱乐圈 只是之后 就不会再 经常出现在荧幕上了 更多的重心 会放在自己的生活上来 所以明年欧不对 元旦已经过了 现在可以说是今年了 今年上半年我 还会把重点放在综艺节目 和新专辑上面 但是到了下半年 我想尝试拍一部电影 拍电影 吕梅和薛佳佳同时 把目光看向邵阳 邵阳点头道 嗯 可是 你现在发展的是不错 但之前也有很多歌手 跨界进入演艺圈后 反而没落得什么好 都不讨好 邵阳笑道 梅姐放心 我既然有这个打算 就肯定是有这个底气的 所以 你要往演员这个身份上靠 邵阳摇头 笑道 前期可能也会当演员 但后期我想往导演身份上靠 这 吕梅很想说导演 并不是想当就能当的 但他怕这话说出来 会打击邵阳 他还是忍住了 邵阳说道 我不会让公司 花钱投资我拍电影的 我会自己当投资人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在我准备拍电影之前 我应该是能攒到一些钱的 之前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我知道 吕梅还是觉得 这是不太靠谱 他使了个眼色给薛佳佳 想让薛佳佳劝劝邵阳 没想到薛佳佳直接道 反正他想干嘛就干嘛 我都支持他的 吕梅直接无语了 薛佳佳你个恋爱脑 我真服了你了 既然你有自己的安排 那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不过我今天来给你看这份计划书 最主要一件事就是 面试练习生的时候 你得在 我 嗯 为什么 因为你眼光好啊 张星仪不就是 被你一手带出来的吗 另外 公司能出道的练习生越多 以后公司的利润也就越多 你作为第二大股东 能分道的钱也就越多 这对你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啊 他现在当一人赚一份钱 年底股东分红 也能赚一份钱 待遇比老板还好 邵阳一下子就被说服了 直接就点头道 行 到时候需要我的话 你跟蓝姐说一声就好 嗯 第142组坟冒清烟 事业 邵阳坐在床头 握着手机 犹豫再三 还是再给家里发去了 视频通话邀请 过了几秒钟 视频就接通了 妈 吃了吗 这么冷的天 家里五点多的时候就吃了 你那边也很冷吧 还好 房间里开了空调 这段时间 工作还忙吗 不忙 邵阳聊着家常问道 妈 爸厂里放假了吗 哪有这么早 要差不多你妹妹 放寒假的时候 他厂里才会放假 陈兰英像是猜到了 邵阳要说什么一样 他紧接着笑道 你爸再过两年就退休了 现在厂里也不忙 每天就在厂里混混时间 没那么累 妈 我跟你说件事 看到自己儿子 表情沉下来了 陈兰英也是立马追问道 什么事啊 邵阳道 今年大年三十 我可能回不了家了 陈兰英心里咯噔一下 但还是抢几出一抹笑容道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回不了家就回不了家 工作要紧 工作要紧 本来是打算这几天 就回家的 结果春晚导研组找到我了 明天上午 我就要去京城 如果彩排没问题的话 今年我可能 就会上春晚了 春 春晚 陈兰英饶是在冷静 听到自己儿子要上春晚的消息 也是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他急忙穿上鞋 跑到厨房 跟正在喝酒的邵文松说道 文松 你儿子要上春晚了 春晚 邵文松喝了口黄酒 刚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 酒喝进肚子里的时候 他才陡然抬头大声道 你是说 小杨要上春节联欢晚会 嗯 邵阳忙补了一句道 还不是百分百确定呢 有可能彩排的时候 也会被刷下来 不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邵文松一下子飘飘然 有种祖坟冒青烟的感觉 他想着 今年过年 一定要在祖宗坟前多少点纸 在他看来 能上春节联欢晚会 足以是一件能载入家谱的事了 爸妈 这件事 你们不要说出去啊 放心吧 我和你爸心里有数 妈 那就先这样了 我明年早上还要赶飞机 反正我最快正月初一 就赶回家 好好好 知道自己儿子 是要春晚而回不了家 陈兰英心里也没有那么失落了 次日早上八点 邵阳和薛佳佳 坐上一辆保姆车 直奔机场去了 春晚初定是彩排四次 前面三次都是不带装彩排 隔一天彩排一次 最后一次带装彩排 是在除夕的前一天 我们这次过去 在除夕之前就不回来了 反正也只剩下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就除夕了 嗯 下了飞机 坐车来到了酒店后 三个人随便吃了点东西 都先都睡了一觉 因为谁也不知道 今天晚上要彩排到几点 酒店离春晚的一号演播听很近 除了邵阳之外 还会有很多人参加春晚的艺人 会入住这个酒店 为了防止有心之人 把薛佳佳和邵阳同吃同住的事情传出去 杨岚这次一共开了三间房 晚上五点钟 邵阳接到了李飞的电话 听到李飞就在自己楼下的房间时 邵阳很快就叫醒 还在睡觉的薛佳佳 准备和李飞一起动身去彩排现场 酒店门口 愣着干嘛 上车啊 飞姐 这方便吗 有什么不方便的 我们春晚是要在一起合唱的 你难不成 还怕和我传绯闻 邵阳笑道 也是哈 坐上李飞的阿尔法保姆车 邵阳想着 是不是自己也该整一辆这种车 之前邵阳也有过买车的想法 但自从和薛佳佳住在一起后 他的那辆宝马七戏 就一直是自己在开 如果再买一辆的话 多半也是放在那 不过这种保姆车 坐着还挺舒服的 首先能坐七个人 而且位置都很宽敞 以后拍戏的时候 还能在车上休息 不对 那不如干脆买一辆房车 到时候 晚上都能在里面睡觉 也不用担心会被狗仔偷拍 就在邵阳思绪逐渐飘远的时候 李飞笑道 邵阳 今天晚上 我们可不要掉链子 前面两次彩排 会刷一部分节目下来的 好不容易有这次机会 我们可别被刷了 应该不会吧 春晚应该是语言类节目刷得多 一是题材可能不适合春晚 二是时间也不好控制 像咱们这种唱歌的 应该不太会被刷下来 你听懂的吗 李飞也就嘴上这么一说 这不是他第一次参加春晚 在此之前 他已经参加过两次春晚了 他当然知道 这其中的门道 邵阳笑道 我现在 只希望我们上场的顺序 能够早一点 这样的话 兴许还能赶回摩都过个年 我家那边没有直飞的飞机 只能正月初一初二再回去 应该不会很晚 几个人在车上 你一句我一句 很快就来到了春晚彩排的 一号演播厅外面 在这个地方 不管你是多大排的明星 都是一视同仁的 没有单独的休息室 都是一群人待在一起的 邵阳和李飞过来后 现在工作人员那里登了个计 然后就找了个位置下来 静静等着了 退出转码页面 请下在APP爱乐最新节 这个过程中 有不少明星都来主动 和李飞打招呼了 其中不乏一些 在圈内有很高知名度的大佬 他们看到李飞和邵阳坐在一起 就基本猜到 两人是要一起表演节目 不过他们 也都只是向征信的 和邵阳打了个招呼 并没有过多的交谈 娱乐圈就是这样 在你的地位 没有到一定的高度前 比你地位高的人 多半是不想搭理你的 但一旦 你的地位起来了 那些之前看都不会看你眼的人 说不定就会主动接近你 当然也有例外 邵阳心里很清楚 不过自己有多火 如果因为爱情 这首歌不是和李飞一起合唱的话 他也多半上不了春晚 毕竟春晚的舞台 首先考虑的不是艺人的人气 就算是有小鲜肉的节目 导演组也多半会给小鲜肉 配几个老牌艺人当搭档 大家只要把历届春晚节目单 看一下就知道了 基本上不太可能 有一个新人单独唱歌的节目 除非是殿堂级的歌手 差不多半个小时后 一个工作人员急匆匆 走到两人面前道 飞姐 邵阳 你们今天晚上是第九个上场 待会儿要上场了 我会过来领你们过去 好的谢谢 第143快乐麻花 差不多又过去40分钟后 工作人员迈着急促的步伐 再次来到两人面前说道 飞姐 杨哥 下一个就轮到你们上场了 请跟我来吧 好 李飞和邵阳起身 跟着工作人员 来到了上场门的位置等候 等前面一个舞蹈节目结束后 两个人就接过话筒 一起走上了舞台 因为是第一次彩排 所以规格并没有那么正式 台下坐在的 都是导演组的人 和其他已经表演结束的春晚选手 伴奏声很快响起 李飞和邵阳也开始唱了起来 要说起来 两人还没有站在过台上 一起合唱过这首歌 但出人意料地 是两个人配合得特别默契 独唱的时候 声音都很稳 几乎挑不出一点毛病 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 邵阳还主动面对李飞 伸出了自己的手 李飞也很有默契地 将手放在了邵阳手心 两个人的声音融合在一起 有如天籁 当最后合唱的那一句 我还在爱着你 停下之后 春晚总导演拿着笔 很快在两人的名字后面 画上了勾勾 同时压低声音对助理说道 这个节目可以敲定了 让吴梅给他们设计舞台背景 衣服也提前给他们准备 好 刚走下舞台 李飞就自嘲笑道 好长时间没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演出 我还有点小紧张 我倒还好 我真没想到你最后竟然会朝我伸手 我差点没注意到 要是没配合你 咱们就搞砸了 邵阳笑道 我也是灵机一动 咱们这首歌毕竟叫 因为爱情 要是在台上一点互动都没有 有点说不过去 大年三十晚上 你可千万灵机一动 哈哈 菲姐放心 你要和我留下来 一起看看后面的节目吗 邵阳点头道 好啊 提前看春晚的节目 别人可没有这待遇 邵阳带着薛佳佳 从后台绕到观众席上落座 一走过来 就有工作人员提醒 不能用手机拍摄 邵阳当然知道规矩 毕竟刚过来登记的时候 就已经签过保密协议了 歌舞节目其实每年都差不多 春晚更受欢迎的 其实还是相声 小品这样的节目 邵阳和李飞唱完后 连续四个节目都是小品 在春晚的舞台上 是不可能连续出现 这么多场小品 显然在这一次彩排过后 至少会有两个小品节目 会被刷下去 总导演汪琦坐在舞台上看着 眉头一直簇着 他这副表情 也会给台上的演员 很大的压力 前面两个小品都差不多 通过一个题材 来反映某个社会问题的 这种小品每年都会有 也更容易留在春晚的舞台上 第三个小品开演的时候 邵阳打起了几分兴趣 台上的演员都很年轻 而且笑点十分密集 不过里面有很多梗 都是针对于年轻人的 不经常在网上冲浪的人 可能get不到里面的笑点 汪琦看完整场小品后 也有些为难 就去卫星来说 第三个小品 要比前面两个小品都高 但唯独题材太新颖了 在年轻人里面 可能很受欢迎 但是在年纪大的人看来 可能这群人 就是一群神经病了 汪琦犹豫再三 在穿越快乐麻花 这个节目后面 画了的问号 就在邵阳好奇的时候 杨兰小声说道 他们好像是 快乐麻花团队的人 在魔独有一个小剧场 不过之前一直是 不温不火的存在 要是他们能上春晚 说不定能活起来 快乐麻花 邵阳愣了一下 问道 蓝姐 他们的剧场就在魔独吗 嗯 我之前还跟朋友去看过 他们的话剧演出 邵阳点了点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之后上了一个杂技表演 又上了两个魔术表演 快到九点半的时候 一场很特别的 舞蹈表演上场了 也是一男一女两个人 两个人的舞蹈非常柔美 默契程度也无可挑剔 两人舞蹈的主题 应该也是跟爱情有关的 整场表演很优美 台下几乎没有一点声音 所有人的目光 都在他们两人身上 之后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快十一点的时候 邵阳看到薛佳佳 开始打哈欠了 他小声道 飞姐 要不我们就先回去了 昨天晚上没怎么睡好 一起走吧 你们又没开车来 好 晚上十二点 酒店房间里 麻花团队的一群人围在一起 忧心忡忡地聊着天 莉姐 你说咱们这个节目 到底会不会被刷呀 会不会被刷 过了今天晚上就知道了 大家也别担心 一个壮壮高高的男人叹气道 能不担心吗 咱们为了这个小品 排练了这么长时间 要是上不了春晚的话 那之前所有的一切都白费了 剧场本来生意就不好 每一场门票 都是半卖半送 再这样下去 我们几个就全部要喝西北风了 玛丽 李爱伦 王志 宋阳 长远几个人都是胡飘 因为都热爱喜剧 所以机缘巧合下就凑到一起 组成了快乐麻花这个团队 投两年剧场的票卖的还比较好 可过了两年 就没多少人愿意去剧场看话剧了 现在剧场生意一天不如一天 几个月前 他们接到春晚的邀约 说如果作品可以的话 就有机会上春晚 本着能上春晚的这份心思 几个人日夜创作排练 好不容易才在一群小品节目里冲了出来 并参加了第一次彩排 可当他们发现第一次彩排 光是小品节目就有13个的时候 他们的心情 一下子就都变得紧张起来了 一般来说 春晚的小品节目都在5-7个之内 不会少也不会多 现在有这么多小品节目进行彩排 肯定会有一部分会被淘汰掉 而且被淘汰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如果他们这个节目一旦被淘汰掉 不仅剧场会维持不下去 甚至还将面临散火的结局 玛丽说道 走一步看一步吧 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 大家还是别太伤心好了 不早了 大家先回房间睡吧 人都离开后 玛丽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却是半点睡意都没有 她是麻花团队的创建人之一 最担心节目上不了春晚的人 其实是她 这一夜 在煎熬中度过了 次日一走 玛丽醒过来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 打开手机看微信 果然 春晚节目组的人给她发消息了 她十分紧张地点开消息 看到那串长长的文字消息后 整个人都僵了 果然 还是被刷掉了 玛丽有种被五雷轰顶的感觉 怎么办 以后要怎么办 玛丽无脸痛哭 半个小时后 她擦了擦眼泪 起身出门 准备把这个消息告诉几个同伴 刚走到隔壁房间门口 正准备敲门的时候 你好 一道陌生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 第144 我想收编你们 玛丽转过脑袋看向邵阳 眉头直接皱了起来 你好 她当然认识邵阳 看到邵阳朝自己笑 她一时间手足无措 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邵阳注意到了她脸上的泪痕 心里猜到了 可能是昨天晚上彩排过后 春晚导演组 已经把他们的小品节目给刷掉了 邵阳没有绕圈子 直接问道 昨天晚上你们的节目我看了 很有意思 今天出结果了吗 玛丽呆滞了一下 伤心道 半个小时前 春晚导演组的人给我发消息了 我们的节目已经被毙掉了 可惜 邵阳笑道 你是麻花团队的负责人吗 负责人 玛丽擦了擦眼角 强颜欢笑道 我们就只是一个小团队 没有什么负责人 不过我们注册的公司营业执照上 我确实是法人代表 邵阳推开自己的房门 说道 那有时间聊聊吗 和我 玛丽觉得 邵阳是个歌手 跟自己完全是两个行业的人物 应该没什么好聊的才对 不过想到邵阳现在这么红 他找自己 也不可能是为了那种事 他也就点点头 跟着邵阳走进了酒店房间 邵阳给他倒了一杯水 然后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们的节目虽然被毙了 但我觉得 你团队里的人 包括你都很有喜剧天赋 我找你聊 主要就是想问问你们 有没有拍电影的想法 因为我打算下半年的时候 投资拍一部喜剧电影 拍电影 玛丽直接惊了 他们本身就都是话剧演员 只是因为没钱没人气 才没有演戏的机会 要不然 他们早就去拍电影了 可是 看到玛丽有些犹豫 邵阳追问道 可是什么 可是现在才一月份 我团队里面很多人 可能撑不到那个时候 毕竟他们也都要养家糊口 邵阳听到这句话 直接笑了 玛丽不解问道 你 你笑什么 怪我没说清楚 我的意思是 我想把你们的团队给收编了 说白了 就是我会收购你们的公司 以后 我当你们的老板 有戏拍的时候 我给你们片酬 没戏拍的时候 我给你们开工资 这样 你们就不用担心养家糊口 这个问题了 啊 玛丽脑袋有些发猛 团队都已经到 濒临散火的时候了 竟然还有人愿意收编 剧场生意再好的时候 一个人平均下来 也就万把块钱的工资 在魔都这个地方 也只是勉强够养家糊口而已 你可以先回去 跟你团队的人商量一下 然后出个价给我 这个我可以做主 玛丽突然语气变得坚定起来 她知道团队里的人 都是因为热爱表演 才聚在一起地 要不是为了生活 谁也不愿意离开 如果节目被导演组 毙了的消息说给他们听 他们当中肯定会有 很多人放弃这一行 但如果告诉他们 以后有电影拍 而且有工资拿的时候 没人会不答应 那你开个价吧 玛丽思考了起来 出价低了 她怕团队有人会有想法 出价高了她 怕少阳会不同意 纠结再三 玛丽试探性地说道 两 两百万 两百万 少阳就没到 你们不是还有个剧场吗 再磨度一个剧场 少说也要 玛丽立马打断道 剧场是我们租的 还有一年就要到期了 这样啊 少阳想了想 问道 除了昨天晚上彩排的人 你们团队还有多少人 固定的演员有十二个 其他都是一些干杂活的 但我们还有很多 会经常来客串的龙套演员 他们虽然有本质的工作 但我们话剧如果缺人的话 他们都会来帮忙 这些人全部加起来的话 大概有三十多人 两百万 会不会 听到少阳这话 玛丽以为少阳会觉得高了 她忙道 还能再谈的 少阳笑了笑 说道 你误会 我的意思了 我的意思是 两百万会不会太少了 啊 玛丽又猛了 不是你花钱收编我们吗 你怎么还嫌价格低 少阳道 我给你们三百万吧 你回去 和他们商量一下 如果他们都同意 我让人帮忙写合同 只要签了合同 我就把钱打到你们的银行卡里 这笔钱 你们随便怎么分 另外我还会往公司的 公款账号里打两百万 这笔钱就当是 给你们发工资用 每个人底薪不低于六千块 提成按你们话剧的 演出场次来算 你觉得怎么样 这 真的吗 当然 好 玛丽直接起身道 那我现在就去 和他们商量 他们一定会同意的 我们留个联系方式 好 互相留了电话之后 玛丽就很是激动地 离开了房间 少阳端着一杯热水 喝了一口后 自言自语道 本来还担心找不到演员 现在演员这不就来了吗 我真是走了狗屎运 玛丽 把所有人都叫到了 自己的酒店房间里 等所有人都做好后 玛丽先是把节目 被导演组枪毙的消息 给说了出来 一群人听到这个消息 全都垂心丧气 有的甚至都快哭了 日夜排练了这么久时间 终究还是功亏一篑了 怎么能不伤心呢 但是我还有一个好消息 要告诉大家 丽姐 现在我们还有好消息吗 有 玛丽笑道 刚才少阳 少阳你们都认识吧 就是去年网上最红的 那个歌手 他愿意花三百万 收购我们团队 而且以后还给我们发工资 一群人全傻眼了 丽姐 你没给我们开玩笑吧 少阳他凭什么收购我们 他说他今年下半年 想拍一部喜剧电影 真的假的 真的呀 你们都同意吗 一群人连忙道 怎么可能不同意 如果不需要担心钱的话 谁会不想当演员 卧槽 你掐我干嘛 我怕这是在做梦 那你掐你自己啊 我怕疼 玛丽回复少阳后 少阳也立马给赵盛南 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帮忙撰写几份合同 听到少阳要收购 一个演话剧的团队 赵盛南第一时间 就把这事告诉吕梅了 吕梅听完笑道 他要折腾 你就让他折腾吧 三五百万对他来说 现在不算什么 赵盛南听完觉得也是 三百万对麻花团队的人来说 可能是一笔巨款 但对于少阳来说 不过是一个通告的费用而已 赵盛南也就帮少阳准备起了合同 第145你 真的说服导演了 在酒店休息了两天 京城的天气实在太冷了 还伴着大风 直接让少阳断了出去玩的心思 第二次彩排 比第一次彩排推迟了一个小时 明显是毕掉了许多节目 有很多人都已经不见了 但少阳知道 这还不算结束 要等今天晚上彩排之后 如果导演组还没有把节目淘汰掉的话 那才算是稳了 然后第三次彩排 基本就是按照顺序进行表演 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彩排 导演组会根据情况 调整舞台背景和灯光 还会给出一些注意事项 最后一次带装彩排 就基本上是按照春晚的形式来了 这一次彩排少阳和李飞的上场顺序 比较靠后面 导演组好像是先打算看完那几个重复类型的节目 考虑先毕掉哪几个节目 确定春晚节目单后 再让那些已经板上钉钉的节目表演 听到自己上场的顺序在很后面 少阳也就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没多久 一个年纪和少阳差不多的男生 牵着一个女生 走到少阳的面前 弯着腰 笑容很温和地说道 杨哥你好 我女朋友很喜欢你 你能给我们签个名吗 当然 少阳接过笔 在男生递过来的手机壳背面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把笔盖和好递给男生道 祝你们今天晚上演出顺利 他的衣服开始用手语给他翻译 男生看到后 连忙说了声谢谢 刚开始 少阳还以为男生是个结巴 所以说话的口音才有些奇怪 现在他才意识到 男生原来是个残疾人 应该是经过了系统的训练 才能用不太标准的口音和人说话 不客气 男生拉着女生一起 朝少阳鞠躬感谢后就离开了 薛佳佳看着两人手拉手的背影 小声对少阳说道 他们两个感情真好啊 嗯 过了十来分钟 薛佳佳又指着那两个人说道 你看 他们要上台了 少阳抬头看过去 两个人已经被工作人员带到上场门的位置 没过多久 两人就上台了 少阳知道他们这么早登台的话 就说明 他们的节目并不一定能留在春晚的舞台上 想起刚才两个人脸上无比纯真的笑容 少阳也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普通人能来参加春晚的彩排 就已经算是非常不容易了 更何况 他们两个还是残疾人 少阳心里默默为他们祈祷 五分钟后 两个人从台上下来了 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 一到后台 男生就给女生披了件衣服 女生指了指天花板上的空调出风口 好像是说自己不热不想穿衣服 可男生还是执意 把衣服披在了女生身上 女生伸出小拳头 砸了一下男生 两个人打闹了起来 少阳远远看着他们 嘴角挂着淡淡笑意 可没过多久 一个工作人员静止走向他们 说了几句话后就离开了 可那个工作人员走后 男生和女生的表情 立马变得无比失落 女生甚至已经流出了眼泪 看到两人的样子 少阳心里明显咯噔响了一下 旁边也在关注这一切的李飞 叹那口气说道 可惜了 少阳有些愚心不忍 但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如果他是春晚导演的话 他一定会让他们两个人留下 可他不是 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 看到女生和男生在一起 抱头痛哭 薛佳佳眼睛都红了 他扯了扯少阳的衣服 几乎是用哽咽的声音说道 少阳 你想想办法吗 我也没有 少阳话说到一半 突然戛然而止 他突然转头问道 菲姐 如果我让他们给我们当伴舞 并且能说服导演的话 你同意吗 李飞先是一愣 而后立马笑道 我当然同意 少阳起身道 佳佳 你别让他们两个人走了 我去找下导演 好 少阳看过两个人的节目 他们的时长也就四分钟左右 时间上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 两人的舞蹈 也是以爱情为主题的 呵 因为爱情 这首歌正好呼应 少阳还是有信心能说服导演的 他绕路来到观众席 然后漫步走到导演汪奇的身边 趁着几个副导演 在商量舞台布置的时候 少阳主动道 汪道 我能跟你说两句话吗 汪奇看了一眼少阳 认出了他 点了点头 少阳笑道 刚才有一男一女两个残疾人表演的舞蹈节目 是不是被毙掉了呀 汪奇愣了一下 眉头皱了起来 心想着 少阳难道是要给他们说情吗 虽然汪奇也不想毙掉这个节目 但跟另外一个舞蹈节目比起来 确实稍叙一筹 但这都是导演组的事 跟你少阳有什么关系 少阳见汪奇变了脸色 他急忙道 汪道你别误会 上一次彩排我看过他们的表演 我觉得 他们的舞蹈主题 和我和飞姐唱的那首 因为爱情很契合 如果可以的话 我说的是如果呀 如果他们给我和飞姐当伴舞的话 汪道你会不会愿意考虑一下 少阳已经说得很婉转了 在少阳说道 让他们当伴舞的时候 汪奇的眉头瞬间舒展开来 他低头沉思一阵 然后点了点头道 其实说实话 我也不愿意淘汰掉他们 毕竟春晚的节目 要尽量做到海纳百川 他们也是唯一的残疾人表演者 不过他们的节目 要是单独表演的话 确实比不上 另外一个二十多人的舞蹈节目 你这话倒是提醒我了 那待会儿 你和李飞上场的时候 带他们一起上台吧 我先看看整体效果 好的 谢谢汪道 少阳感谢一声后 连忙返回了后台 这会儿 两个人还在偷偷流眼泪 看到少阳来了 女生连忙擦了擦眼角 少阳招呼薛佳佳过来 要了两张纸巾 递给了两个人 然后把刚才的事 给两人讲了一遍 女生也一直在给男生做翻译 所以你们待会儿 还有力气和我们一起 上台表演一次吗 女生用手势 给男生翻译完这一句之后 两个人对视一眼 然后一起 朝少阳拘了一个九十度的弓 男生用颤抖的声音说了句 谢谢杨哥 你们跟我来吧 我给你们说一下待会儿 咱们该怎么配合 两个很快跟着少阳 来到了 他刚才坐的位置 李飞很惊讶地问道 你真的说服导演了 嗯 他愿意给我们一次机会 少阳问了一下 两人的舞蹈时长 简单思考一阵后 就开始给两人大概讲了一下 待会儿该怎么配合 比如前奏的时间 少阳会让他们两个先开始跳 到歌曲的后半部分 少阳和李飞在台上 合唱最后几句的时候 少阳让两人在台上 紧紧拥抱就好 半个小时后 工作人员过来了 少阳 飞姐 该你们上场了 少阳起身拍了拍两人的肩膀 加油 两个人重重点头 第146月母大人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 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人来人往 唱到后半部分副歌高潮的时候 少阳和李飞手牵着手 走到了台前 而他们身后的男生和女生 也进行到了 舞蹈最令人感动的一部分 台下 汪琦看着这场表演 心里有些小小的激动 他原本还担心 这首歌和舞蹈搭配在一起会不和谐 但看到这里 这个想法已经彻底打消掉了 太完美了 既给这首歌加了分 还能保留这个残疾人的舞蹈节目 真正实现春晚全国人民是一家的主题 简直就是一键双雕 年纪轻轻 台风又稳 人品也不错 娱乐圈要都是这样的人 或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乱糟糟的了 汪琦心里暗暗想着 男生和女生在几个纠缠的舞蹈动作后 紧紧相拥在了一起 少阳拿着话筒看着李飞 深情畅道 给你一张过去的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李飞很快接唱 有时会突然忘了 两个人对视合唱 我还在爱着你 一场完整的表演结束 台下几个副导演纷纷点头 都觉得汪琦这个节目选得好 看到少阳 李飞他们下台后 汪琦连忙对助理李飞说道 你去和他们说一声 第三次彩排就按今天这个样子来 他们这个节目基本就定下了 好 李飞迈步朝后台走去 找到少阳他们后 李飞直接走了过去 他笑道 恭喜啊 汪导说了第三次彩排 你们就按今天这个样子来 你们这个节目应该是已经定下了 谢谢 李飞还有事 说完就又迈步走了 少阳正要说话 听里有障碍的男生 拉着不能说话的女生 给少阳和李飞连连鞠躬 用不太标准的字音 一直在说谢谢 少阳笑道 我们争取一起在除夕晚上 给大家奉献一场完美的演出 女生用手语给男生翻译 男生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连连点头 听到节目已经基本稳定春晚后 少阳和李飞没有再留在后台 直接坐车回酒店了 第三天晚上 也就是春晚第三次彩排的时候 节目已经全部筛选出来了 该毙掉的都已经毙掉了 因为爱情 这首歌被安排在了春晚第八个节目表演 大概在八点四十五左右的时候上场 少阳赶忙让杨岸查 十点左右回摩都的机票 看到不止有一趟航班后 少阳就让杨岚订了三张机票 第三次彩排少阳 李飞这个节目依旧是最稳的 两人的唱功在线 那个叫大雷的男生和叫小影的女生 为了春晚 也是提前好几个月就开始准备这个舞蹈了 自然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彩排结束后 离最后一次彩排 还有四天时间 少阳花了一天时间 和快乐麻花的人签了合同后 和他们团队里的人聊了话后 就正式成为快乐麻花的老板了 少阳其实也没指望着他们的剧场能挣钱 现如今 网络这么发达 话剧早就没什么人愿意去看了 喜剧演员想挣钱 还得是拍电影 少阳已经想好今年年中之后 要拍什么电影了 他脑海中回想着 在那个世界 刷过无数遍的 那部喜剧电影 甚至已经有了现在就开始写剧本的冲动 看到少阳坐在沙发上傻笑 薛佳佳走上前 推了一下少阳的脑袋问道 猪头 在想什么呢 没 我不是收购了一个喜剧团队吗 在想着拍电影的事呢 薛佳佳紧挨着少阳 盘着一双穿着黑色厚丝袜的大长腿 坐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他哼了一声道 八字还没一撇呢 我可不信 你能拍出什么好看的电影 少阳用肩膀蹭了蹭薛佳佳的胳膊 笑道 你之前不是说支持我吗 支持是支持 不信是不信 你等着看好了 之前我没什么把握 现在收编了这个麻花团队之后 我有信心拍出一部好看的电影 哼 已经养成习惯了 薛佳佳靠着沙发一头躺了下来 把腿搁在了少阳大腿上 然后似乎想起了些什么 他抬腿轻轻踢了少阳一下 说道 对了 跟你说件事完整内容 什么事啊 除夕晚上 我们不是要赶回魔都吗 我妈让我带你回家 一起吃年夜饭 少阳坦然道 好啊 薛佳佳疑惑道 之前不是一说要去我爸妈那 你就紧张的不行吗 之前是之前 现在是现在 肯定不同啊 哪里不同 之前我不是假装你男朋友吗 现在是真的啊 再说了 你妈对我好得不得了 来京城的这两天 都给我发两次消息 我觉得我跟你妈相处得挺好的 什么 薛佳佳蹭了一下又坐了下来 他扑上前问道 手机拿给我看看 干嘛 薛佳佳不满道 我妈她都没给我发消息 为什么要给你发消息 快给我看看 我妈给你发什么了 少阳手机递给了她 嘴里说道 就只是日常关心一下 也没说太多 薛佳佳接过手机递到少阳面前 面容解锁后 直接进入微信 看到聊天节目 少阳把自己老妈的备注都改了 薛佳佳一把揪起少阳的耳朵道 你竟然把我妈的微信 改成岳母大人 谁让你改的 就前段时间改的 有什么问题吗 你 少阳道 你妈不是早就 把我当成女婿了吗 我改个备注也没问题啊 还是说 你现在后悔之前 答应做我女朋友了 我 薛佳佳手上的力道 一下子小了很多 她哼了一声 点开聊天记录 然后一直往上翻 看到自己的老妈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发消息 关心一下少阳的时候 薛佳佳顿时就有些醋意了 之前老妈的爱都是给我的 现在有了你 她都不关心我了 过分 真是过分 少阳像是听到了薛佳佳内心的想法 她凑上前笑道 现在我在哪你就在哪 你妈关心我 其实就相当于是在关心你了 薛佳佳赏了少阳一个白眼 她把手机扔在沙发上 伸腿起伸道 算了不管了 出去玩 这么冷的天去哪呀 我没想好 但每天都待在酒店里 我都快憋疯了 少阳问道 总得有个目的地吧 跑温泉 嗯 薛佳佳说走就走 少阳连忙裹了的外套 拿上两条围巾追了上去 用围巾将薛佳捆上后 少阳戴上帽子口罩 找李飞借了车后 载着薛佳佳 直奔最近的温泉会所去了 第147九池肉林 车子停在外面的停车场里 少阳和薛佳佳全副武装 不仅把口罩和帽子都戴上了 墨镜也都整上了 少阳相信 此时此刻 就算是自己的亲妈 站在自己面前 只要自己不说话 他也不会认出自己 温泉会所很大 不过由于这边的价格比较高 所以里面的客人并没有多少 少阳带着薛佳佳走进去 服务员主动迎了上来 听到两人是第一次来这里后 服务员便热情地介绍起来 我们这里有三种套餐 两位是第一次来的话 我建议 你们选择我们这边的豪华套餐 里面除了两张情侣温泉 体验券之外 同时还赠送我们餐厅的美食券 和酒店的入住券 当然经济一点的话也可以 少阳道 就豪华套餐吧 好的先生服务员领着两人 走到前台副帐之后 看到少阳和薛佳佳 两手空空地过来 他又问道 两位准备泳衣了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这边也有的售卖 价格其他都外面差不多的 那带我们去看看吧 好的 服务员将两人带到了 会所内的购物区里 里面不同款式的泳衣 琳琅满目 三点室 连体室 死库水 好像什么都有 男士的泳衣就简单多了 就一条平角裤而已 就那件吧 给我M码的就好 先生 你呢 少阳的目光 还停留在薛佳佳 选的那件泳衣上面 薛佳佳直接一巴掌 拍在了他的后脑勺上 没好气到 看什么看 快选 少阳随便选了一条泳裤 付了钱之后 服务员直接将两人 领到一个房间里 然后用对讲机 说了几句话后 又有两个服务员 端了两个木盆过来 木盆里有两条毛巾 有浴巾 还有玻璃瓶的牛奶 服务员耐心解释道 因为我们这里 地温泉温度比较高 为了防止泡温泉 而产生脑冲血的情况 待会儿两位泡温泉的时候 如果感觉温泉过高 可以将这条湿毛巾放在头上 可以起到降温的作用 另外 这是餐厅的美食券 我们会在下午的两点到四点 提供饮品和甜点 六点到八点提供晚餐 明天早上七点到九点 提供早餐 都是自助餐 房间里的电话 可以直接联系前台 两位有什么需要 可以直接呼叫我们 祝两位玩得开心 服务员说完正要走 少阳忙道 你还没告诉我们 温泉在哪里呢 服务员指着两人身后的 推拉木门笑道 拉开那扇门 就有个小院子 温泉就在小院子里 我们这边的豪华套餐 都是单独的温泉池子 私密性很好的 好的 谢谢 目送着服务员离开 少阳也上前把门反锁了 然后才把墨镜和口罩摘了下来 我先去换衣服 薛佳佳拿着泳衣进了卧室 少阳坐了下来 打量了一下这边的环境 整体的风格更像是民宿 房间根本不大 估计也就三十个平方的样子 不过来这里的人 主要目的都是泡温泉 想到这 少阳起身走到木门前 将木门向两侧推开 一个十分精致的小院子 出现在了眼前 有一条铺着鹅卵石的小路 直通温泉 温泉不大 估计也就三四个平方左右 旁边栽种着笔直的竹子 将温泉包围了起来 温泉里面的泉水 散发着热气 让整个院子都显得仙气飘飘 少阳泡温泉的次数屈指可数 而且还是那个世界的事 泡的还都是一群人 在一起的公共温泉 他此刻都有些迫不及待地 想脱衣服进温泉里面试试了 枝呀 身后 卧室地门被推开了 薛佳佳从里面走了出来 穿着泳衣的薛佳佳 显得格外动人 乌黑柔顺的长头发 被他盘起来 扎在了脑后 但粉色的泳衣 将修长的身材 衬托得淋漓尽致 纤细的带子 绕过肩膀 绑在脖子上 腰不是假的裙摆 一双雪白的大长腿 格外吸睛 如果这里有外人的话 少阳是绝不愿意 让其他人看到薛佳佳这身打扮的 薛佳佳似乎是觉得 少阳的目光 在自己身上停留太久了 他又羞又恼 娇亨一声后 直接抱住木盆 去院子里抛温泉了 少阳还算淡定 这会儿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想法 只是在心上而已 他拿着泳裤进了卧室 三两下换上后 即使房间里开着空调 但还是觉得有点冷 推开门从里面出来 少阳端着木盆 也去了院子里 这会儿 薛佳佳已经在温泉里面坐下来了 听到关门的声音 他朝身后看了一眼 发现少阳走过来的时候 心脏砰砰地乱跳起来 平时穿着衣服 还看不太出来 但这会儿 少阳的身材一览无遗 虽然他没有专业地见过身 但早上时常去外面跑步 最主要的是 一日三餐的分量把握的恰到好处 体重从发育结束的时候 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变化 他的皮肤不算白 成健康的小麦色 肌肉也不是那么明显 但还是有大概的轮廓的 最主要的是 肚子上没有一点坠肉 整体很协调 简单来说 就是女孩子最重要的这种款式 其实现在的女孩子 喜欢长得高的 帅得有肌肉的 并不是说 要长到一米九 浑身都是健子肉的那种 他们喜欢的 只是身高再现 没有皮九度 也不是瘦竹竿的 就比如此时此刻 站在温泉边上的邵阳 很烫吗 也不知温泉水太烫还是怎么的 薛佳佳满脸红韵 落在温泉外面的脖梗部分 也跟发着光一样 还好 邵阳身腿试了一下温度 慢慢沉了下来 明明外面寒风肆虐 但这会儿坐在温泉里 仅仅几分钟功夫 邵阳就热得直冒汗 身心无比放松 邵阳把湿毛巾盖在自己脑袋上 喝了口热牛奶后 看到薛佳佳坐在自己旁边 邵阳脑海中突然蹦出一个成语 酒池肉灵 传说当中 咒王以酒为池 以肉为灵 长夜为影 身边美女无数 日夜狂欢 现在的邵阳 好像能体会到这种感觉了 振兴甚畏啊 第148回去干嘛 池子不深 邵阳坐下来 泉水刚好到脖子下面一点的位置 热量顺着毛孔钻进身体 邵阳感觉自己身体的每一寸皮肤 都得到了放松 他靠在池边 仰着头 闭上双眼 享受着这难得的时光 薛佳佳坐在旁边 时不时看一眼邵阳 看到邵阳的喉结 时不时就会蠕动一下的时候 他内心也小鹿乱撞起来 看到邵阳闭上了眼睛 坐在那一脸享受的样子 薛佳佳突然有种不自信的感觉 邵阳这个流氓 竟然会在自己穿泳衣的时候 无视自己 薛佳佳低头瞅了一眼 心里暗道 是不是不聊太多了 还是 薛佳佳其实对自己的身材 还是挺满意的 唯一觉得有所不足的地方 就是时常被秦宇涵他们嘲笑的那个部位 有一段时间 薛佳佳还一直在喝木瓜汁 可惜并没有什么作用 该多大还是多大 汗水顺着脸颊经过下巴 一部分滴落在池子里 另一部分滴落在身上 额头也全部被汗打湿了 几根散落的发丝 粘在额头上 热得有些受不了了 薛佳佳用干毛巾擦了擦脸 从木盆里拿出玻璃瓶装的牛奶 结果拧了半天也没拧开 看到邵阳像个木头坐在一边 薛佳佳故意捧起一泡水 浇到了少阳的脸上 干嘛呀 薛佳佳把牛奶递给他 没好气到 帮我拧了 少阳接过来 拧开瓶盖后 又递回给他 薛佳佳扬起脑袋 对着瓶口咕噜咕噜喝了好几口 从嘴角溢出的牛奶 顺着他修长的脖梗流下 滴在了锁骨的位置 少阳心头一震 他很想挪开视线 但他发现自己做不到 薛佳佳把牛奶放回盆里 察觉到少阳的目光 由上至下地 在自己身上扫动时 他才又有了几分自信 好看吗 好看 流氓 在温泉里坐了得有半个多小时 少阳热得实在受不了了 就从温泉里面出来了 反正从父亲那一刻开始 一直到明天中午 这温泉都可以随时用 他裹上浴巾 擦了擦脸上的汗水道 太热了 我先回房间坐回 薛佳佳忙道 我也去 说完 他起身准备上来 可或许是坐的时间太久了 小脚跨在岸上的时候 薛佳佳直接又摔进了温泉里 少阳见状连忙下去 把他捞了起来 把他抱到岸边坐好后 一点关心地问道 怎么了 腿抽筋了 少阳站在温泉里 抓起薛佳佳一条腿问道 这只 不是 少阳换了另一只腿 双手熟练地 在他光滑的小腿上来回暗柔 薛佳佳轻摇嘴唇 脚掌绷紧 圆润的脚趾紧扣在一起 怎么样 好点了吗 嗯 少阳松开他的脚丫子 问道 我扶你站起来 好 少阳上岸挽着薛佳佳的手 将他扶了起来 顺手将自己刚用过的浴巾 盖在了薛佳佳的脑袋上 有些粗暴地给他擦了擦头发 走几步吧 多走几步就好了 薛佳佳挪了奴嘴 在鹅卵石的小路上走了几步 然后就披着浴巾进了房间 少阳擦干身上的水 进屋的时候 薛佳佳已经把泳衣给换下来了 少阳突然觉得有些可惜 他没打算把泳裤放下来 反正穿着也跟夏天里的短裤差不多 虽然是湿的 但屋子里有空调 吹了一会就好了 房间有点小 卧室里没有坐的地方 外面的沙发上又是双人位 两个人排排坐在一起 气氛有些尴尬 少阳先起身道 我去拿点吃的来吧 你想吃什么 都行 那我就看着拿喽 少阳说着就要出门 薛佳佳连忙道 你就这样出去吗 有什么问题吗 刚刚走过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穿着泳衣走来走去啊 你就不怕被人认出来 少阳挠挠头道 也是哈 那我戴个墨镜和帽子 不可以 薛佳佳大声道 你把衣服给穿上 薛佳佳才不想让别的女生看到 少阳上半身光着的样子呢 有这个必要吗 有 看到薛佳佳态度坚决 少阳道 好好好 听你的 听你的行了吧 少阳拿着衣服进卧室换上了 离开房间后 一路来到这家温泉会所的餐厅里 果然贵有贵的道理 这里面的甜点多得看都看不过来 一走进来 就能闻到一股扑鼻而来的烘焙香味 少阳觉得自己一下子就饿了 他拿了个大盘子 挑了四五样甜点后 又接了两杯鲜榨果汁 回到房间 就和薛佳佳一起大块朵移了起来 咱们今天晚上还回去吗 少阳漫不经心地问道 薛佳佳随口道 这里也是住酒店 回去也是住酒店 回去干嘛 说得也对哈 虽然都是住酒店 但在这里住 就只有一间房 回到那边的酒店 就是两间房 两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不过少阳没说破 薛佳佳也没说破 两个人吃完东西 靠在沙发上 一起玩了两局游戏 等到天黑下来了 就又换上泳衣去泡温泉了 头上是星空 脚下是温泉 院子里 还有一圈渲染氛围的灯光 已经直接拉满了 有钱真好啊 少阳发出一声感叹 薛佳佳切了一声 骂道 真没出息 你不挖苦自己难受是吧 对啊 少阳伸手进水里 一把抓住了薛佳佳的脚踝 手指直接在薛佳佳的脚掌上挠了起来 放开 放开 住手 快住手 薛佳佳最怕痒了 别说挠脚掌 就连陌生人挠一下小肚子 他都能笑个不停 薛佳佳在水里扭来扭去 水花四溅 让你再挖苦你 你又欺负我 我跟你拼了 薛佳佳站起身 朝少阳发起了进攻 可他哪里是少阳的对手啊 全城都处在下风 两个人你推我我挠你 笑声在院子里回荡开来 就在少阳要宣布休战的时候 梦结突然散开 滑落下来了 两人的声音骤然停止 院子里落针可闻 第149大年三十 少阳的脑子直接荡机了 五秒钟后 少阳才急忙转身 只感觉心跳加速 血压升高 这幅景象 就像是被刻在了脑海中一样 即使已经背过了身 但薛佳佳的上身轮廓 少阳还是记得清清楚楚 他弯着腰 有些尴尬的处在那 不知道该如何示好 出人意料地是 薛佳佳并没有大喊大叫 他满脸通红地 将永逸的带子绑了回去 然后慢慢坐了下来 脸上一片滚烫 这种事情 从他记事以来 还是第一次发生 他倒没觉得自己怎么了 只是觉得尴尬 羞涩 不知所措 那个 你可以坐下了 少阳弯着腰坐下后 以一种很奇怪的姿势转过身 然后夹紧了双腿 薛佳佳低着头 小声道 你要对我负责哦 嗯 就一个嗯 薛佳佳抬头看了少阳一眼 看他表情奇怪地坐在那 挑眉问道 你怎么了 没事 你泡好了吗 泡好了你先上去 那个现在不太方便 不方便 薛佳佳打量了一下少阳 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他低下头弩了弩骂了 三句变态后 先裹着浴巾离开院子进了房间 薛佳佳一走 少阳也就不用 夹着双腿坐着了 回想了刚才的画面 少阳又不禁心跳加速起来 晚上 少阳很坦然地躺在了床上 这已经不是两人第一次一起睡觉了 少阳已经没第一次那么兴奋 加上泡温泉的时候出了一身汗 本来就有些困了 上床没多久就呼呼大睡了起来 一夜无事 次日一早 薛佳佳竟然比少阳先醒了 他打了个哈欠 正要起身想去厕所 啊 突然尖叫一声 直接把少阳给吵醒了 他声音含糊不清地问道 怎么了 你压到了我头发了 少阳连忙将脑袋抬起来 薛佳佳在被子里 用脚踢了下少阳 报仇之后 才起身去了卫生间 不过出来后 他并没有继续穿外套起床 而是又躺了回去 一直到上午八点多的时候 两人才起床去餐厅吃了个早饭 本来还担心被人认出来 结果餐厅里只有零零散散几个人 而且 来这里消费的人 算得上是有钱人 并没有人注意到少阳和薛佳佳 中午 两个人开着车回了酒店 少阳第一时间去楼下把车钥匙 还给了李飞的经纪人杨蓉 之后又在酒店歇了一天 除夕的前一天 最后一次带装彩排 少阳五点多 就和李飞去了春晚后台 换上了导演组准备的服装 少阳是一身正装 但在肩头的位置 披着一块红色的薄纱丝巾 而李飞则是一身大红色的落地长裙 看着还挺搭的 八点钟 彩排正式开始 完全是按照春晚的标准来的 少阳只看到工作人员在后台走来走去 每个人都在赶时间 终于 在时间来到八点四十的时候 少阳和李飞 还有大雷和小颖 终于被带到了上场门那等候 等到两个 CNTV台的主持人说完串词后 四个人终于登台了 一场四分钟的表演 从开始到结束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甚至是连瑕疵都没有 从台上下来之后 四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看来我们表现得不错 刚才台下的人都给我们鼓掌了 希望明天也顺利 加油 大雷 你们两个住的地方远吗 小颖给大雷用手语翻译后 大雷连忙摆手 嘴里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话 少阳知道他要说什么 他伸手拍了拍大雷的肩膀 笑道 那我和飞姐就不管你们了 明天晚上见 好 蜡于二十九 除夕的前一天 就连酒店里也挂上了红灯笼 到处都摆满了新年祝福词 不过少阳还是觉得 大城市的年位 没有老家的的年位重 这个时候的家里 应该已经备好年货了 往年的春联都是自己贴的 今年自己不在家 这会儿肯定就要 交到老爸手里了 按照少阳老家那边的习俗 明天中午吃完饭之后 大家就会开始布置家里 男人贴春联 挂灯笼 窜上窜下 女人一整天 几乎都要在厨房里 准备晚上的年夜饭 等到傍晚时分 就都会去祭祖 从这个时候开始 鞭炮声就不会停下来 想到这里 少阳给老妈发了个语音 没想到回语音的 竟然是自己的妹妹小月 哥 老妈和老爸在楼下呢 要不要我下楼把手机给他们 不用 少阳回语音的 月 你一个人在楼上干嘛呢 我看书呢 有道题不会 就下楼找老妈要了手机 想查答案来着 明天就要过年了 还在看书了 咱们该放松的时候 也要放松啊 哥 我已经习惯了 不看回书的话 成绩又好 从幼儿园开始 就一直是别人口中别人的小孩 少阳对自己的妹妹考大学这件事 还是很有信心的 明天除夕 哥不在家 你都帮帮忙啊 等哥回家了 给你包一个大大的压岁钱红包 哥你要快点回来哦 嗯 哥 尽量在初一 初二就赶回去 好 那你先看书吧 哥先睡了 明天晚上 你就能在电视里看到哥了 我知道 哥哥最厉害了 聊了十几句之后 少阳就放下手机去洗了个澡 九点不到 就躺在床上舒舒服服地睡着了 次日下午四点多 少阳就和李飞 再次来到了春晚后台 后台里的演员们 明显要比之前几次彩排的时候 更加紧张和激动 工作人员也一直在后台 让大家放松 可作用并不大 就算参加春晚的人有很多 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一辈人也就只能上一次春晚 虽然台下可能就上千人 但电视机前可有几亿人 不少人通过春晚一夜走红 但因为春晚受争议的人也有不少 别说他们 就连一直认为自己是大心脏的少阳 都开始有点紧张起来 不过他的紧张多半是被影响的 还不至于影响到台上的表现 时间过得很慢 终于 在窗外万家灯火 绝大部分人都吃上年夜饭的时候 春晚联欢晚会开始了 遥远的小县城里 爸 妈 开始了开始了 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 少月儿兴奋地喊了起来 坐好 别挡在电视前面 哎呀 昨天哥哥找我的时候 忘了问哥哥 什么时候上场了 魔都蛇山附近的一栋别墅里 柳洪玉也拉着薛奇坐在了沙发上 满是期待地看起了春节联欢晚会 厨房里所有要做的菜饱母留意都已经做好了 等少阳和薛佳佳从京城回来 稍微热一下就能吃了 看到自己老婆一脸激动紧张的样子 薛奇无奈道 上春晚的又不是你 你这么紧张干嘛 柳洪玉一巴掌拍在薛奇的大腿上 上春晚的不是我 但是我未来的姑爷 佳佳说了 小少他今天晚上上场很早的 希望他一切顺利 呃 一号演播厅内 六个主持人站在舞台上 热情地说起了开场词 回首往事 我们满怀豪情 展望未来 我们众人再见 光阴四见 我们即将迎来新的一年 今天大家在这里 激情洋溢的开场白结束后 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在时间递进到8点41分的时候 邵阳 李飞 大雷 小影四个人 已经在上场门等着了 主持人在台上深情说道 因为爱情 才有了那么多名锤史册的传奇故事 因为爱情 才保存着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因为爱情 世界上的玫瑰才开得更加的美丽 因为爱情 再远的道路 才不会一个人来来去去 下面欣赏歌曲 因为爱情 灯光变暗 四人上台 极其富有感情的歌声 通过话筒传到千家万户 触动了无数正在看春晚的观众 通过网络 看这场直播的观众 纷纷刷起了弹幕 导播间 李飞看着电脑里的数据 惊讶到 汪导 这个节目的热度指数 已经突破18000了 开场节目 也才16000多一点 看来这个邵阳要火了 一首歌唱完后 微博 抖音两个平台 几个关键词 迅速冲上热搜 飞扬组合 因为爱情 李飞第三次上春晚 邵阳YYDS 一夜之间 邵阳这个名字迅速传开 表演结束的半个小时内 邵阳的微博粉丝 竟直接夸张地 涨了100多万粉丝 而这个时候 邵阳 薛佳佳 杨岚三个人 已经坐上回魔度的飞机了 第150新年快乐 早就知道 儿子会上春晚的邵文松 和陈兰英 看到邵阳真的出现在电视里 春晚舞台上的时候 还是激动地说不出来话 两夫妻不知何时 手拉手牵到了一起 彼此都是眼眶通红 感动不已 在这首歌结束后的十分钟 周围几户邻居 全都激动地跑来报喜了 来的人越来越多 小小的客厅 都快容纳不下了 两个小时后 就连当地的领导 都打来电话表示问候 邵文松在此之前 从未有如此风光的时候 向来不苟言笑的他 这一晚上 笑容却始终挂在脸上 而邵阳这个名字 也一夜之间 就传遍了整个小县城 在遥远的大都市的别墅内 邵阳登台之后 柳红玉也是拿着手机 不停地拍摄着电视上的邵阳 快五十岁的人了 这会儿看到孤夜 站在春晚的舞台上唱歌 激动地就像那小女生一样 等这首歌唱完后 柳红玉也是立马 把图片发到了 他们的老闺蜜群里炫耀起来 听到几个老闺蜜 在群里发出了羡慕的语音 柳红玉感觉自己的虚荣心 得到了莫大的满足 他已经迫不及地想见邵阳了 时不时地就会看一眼时间 嘴边不停问道 怎么还不回来啊 飞机怎么要这么久啊 老邱他们 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把一旁的邱旗都整无语了 好在现在的飞机上可以上网 要不然刚从春晚舞台上下来 干坐两个小时 邵阳还真会觉得 这是一种折磨 打开手机 先给老爸老妈 发了拜年的祝福语 看到小月发来家里人满为患的图片 邵阳就知道 他们是看到了自己上了春晚才去家里的 邵阳扣子发消息道 哥明天晚上到家 消息别转出去哦 邵阳看到哥哥发来的消息 连忙躲到角落 偷偷发消息道 哥哥放心吧 我知道的 邵阳可不想 一回家就被一群人当猴子一样围起来 再说 春晚过后 自己也不可能在家待很长时间 邵阳只想安静地陪陪家里人 和妹妹聊了几句之后 邵阳开始在网上看 有关自己的新闻 薛佳佳看到邵阳打开了微博 他笑道 你微博粉丝 马上就能破一千五百万了 你可以吹很久了 上春晚涨粉丝很正常 我想看的是网友的反馈 隔着一条走廊 杨岚侧过身说道 目前来看评论都挺好的 算是超出了我的预想 过了今天 你就不算是娱乐圈新人了 估计上半年会很忙 我在家待个五六天 就回魔都 薛佳佳问道 你不是早就想回家了吗 好不容易春节有时间 你不都在家待会儿啊 邵阳找出邵阅刚才发来的图片 递给薛佳佳笑道 你看我还没回家呢 家里就这么多人 我要是在家里待很多天的话 不知道多少人要找到我家去 我可不想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 被人围观 不得了了 野鸡变凤凰了 邵阳翻白眼道 说谁是野鸡呢 你呀 又想被挠痒痒是吧 你要是欺负我 等下回家我就告状 邵阳伸出邪恶的手 抓向了他的小肚子 那你看看 你妈等会帮我还是帮你 哈哈 助手痒啊 哈哈 我错了 邵阳 我错了 杨岚看了一眼前面 因为是除夕 飞机上并没有什么人 杨岚看到打闹在一起的两人 默默戴上了耳机 选择了无视 下了飞机 薛家的司机小张 就把邵阳和薛家家接上车了 杨岚则被自己家里人接走了 等红绿灯的时候 小张想找邵阳要几张签名 但一时间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他都不知道该叫邵阳什么 叫邵先生吧 太生疏了 跟夫人一样喊姑爷吧 又好像太亲密了 倒是邵阳先开口了 他笑道 辛苦大哥了呀 大年三十还在机场外面接我们 司机小张连忙道 应该的 我拿着工资呢 那个小老板 你能给我签几个名吗 我有好几个朋友都很喜欢你 小老板 这个称呼怪怪的 小张也是仓促之间喊出来的 他觉得薛奇是自己的老板 邵阳又是薛奇的女婿 这以后不就是小老板吗 邵阳问道 你带笔了吗 带了带了小张连忙递给邵阳一根记号笔 又递来几张白纸 邵阳接过笔 看到几张白纸倒是犯难了 一般来说签名是不会签在白纸上的 万一有人恶意在上面写上什么合同条款 说不定还会背上官司 薛佳佳看出了邵阳的心思 他从包里摸出好几张邵阳的照片 递给了邵阳 诺 签这上面吧 看到薛佳佳递来的照片 邵阳也很差一倒 你包里怎么会有我这么多照片 薛佳佳不想解释 直接催促道 快签吧 马上到家了 邵阳很麻烈地签上名字 把照片和笔都给了小张 小张连连感谢 很快就把邵阳和薛佳佳 送到了别墅的院子里 听到外面的停车声 柳红玉搜的就从沙发上站起来了 他快步走到门口 拉开大门 看到邵阳和薛佳佳下车了 连忙穿鞋迎了出去 阿姨 新年快乐呀 新年快乐 跟阿姨先进去柳红玉伸手拉住邵阳 把他拉进了客厅里 走到门口的时候 还不忘转头吩咐道 小张啊 帮忙把我姑爷的行李拿进来吧 好的夫人 薛佳佳站在院子里 看到自己老妈拉着邵阳进屋了 好像无视了自己一样 他跺了下脚 哼哼唧唧地进屋了 你们先洗把手坐一会儿 我去把菜都热一下 现在还没过十二点 咱们还能吃上年夜饭 柳红玉很高兴地进了厨房 刚才进屋的时候 邵阳就和薛佳拜年了 洗完手从卫生间出来 薛佳拍了拍身边的沙发上 笑道 菜都做好了 热一下就行 你们先做会 嗯 薛佳佳一屁股摊坐在沙发上 累得都不想说话了 薛佳瞅了一眼薛佳佳 起身倒了两杯茶 拿起一杯递给了邵阳 这么快就到了 你们是一路赶着回来的吧 邵阳双手接过茶杯 点头道 嗯 下了台之后 就跑着坐车去了机场 差点赶不上飞机 今天这春晚 也算是给你过去一年 画下来的圆满的句号 新的一年继续努力 嗯 我已经有安排了 薛佳没有细问邵阳工作上的事 他就像平常唠家厂一样 问道 打算什么时候回老家 我家那边没有机场 只能明天下午回去了 那明天让佳佳送你去机场 薛佳佳蹭地坐了起来 为什么是我啊 小张呢 大年初一到初三 我给他放了三天假 人家也要过年的 薛佳佳嚷嚷道 我都累死了 让这猪头自己打车过去 邵阳正要说话 薛奇笑道 行 你不送老爸送 小少啊 明天下午 叔叔送你去机场 听到这句话 薛佳佳直接就愣住了 他印象中 自己的老爸 可没给任何人当过司机 邵阳也终于意识到 自己孤业的身份 好像在这一刻彻底坐实了 第151他 他健康得很 邵阳在薛佳的地位水涨船高 高到 让薛佳佳都羡慕不已 一顿年夜饭 从大年三十 吃到正月初一 这也是邵阳吃过 可能不算最丰盛 但绝对算是最奢侈的一顿年夜饭 一点多 窗外烟火漫天 吃完年夜饭的薛佳佳 实在有些困了 用手指 戳了戳邵阳的肚子道 咱们回去吧 我困了 薛奇听到这句话 立马给柳红玉使了个眼色 柳红玉也立马道 你这丫头 今天晚上还回去干什么 房间我都已经让刘姨给你打扫好了 小少啊 你也留下来住 我让刘姨腾出了一间客房 里面打扫得很干净 这 方便吗 什么不方便的 睡衣什么的 我都准备好了 就在你们的房间里 佳佳 你带小少上去吧 薛佳佳回头道 姑爷 跟我来吧 柳红玉听到这话 做事就要打薛佳佳 薛佳佳吐了吐舌头 直接跑上了楼梯 少阳跟着薛佳佳一起上楼了 客房的门没锁 推开门 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空气清洗剂的味道 里面收拾得很干净 被子也扑得整整齐齐 薛佳佳看到里面的陈设 嘟着嘴巴说道 猪头 我跟你说 你还是第一次能在我家睡觉的人 你妈对我真好 别臭美了 拿上衣服去洗澡 少阳走进去 把床上袋子拆开 里面果然什么都有 上到牙刷牙膏 下到睡衣睡裤 等等 这是 少阳从里面拿出一条黑色的内裤 他直接扬了起来 不可置信道 佳佳你看 这跟你上次帮我买的内裤一模一样 薛佳佳当时就猛逼了 本来这件事他都忘记了 但现在看到少阳手里的内裤 那天的事 一下子全涌进脑海里了 果然 老妈果然都知道了 薛佳佳脸 一下子就红了 心里也十分后悔 我当时 我当时为什么要脑子一抽 给这猪头买内裤啊 少阳倒是不太在意 东西放回袋子里 拎着袋子说道 浴室在哪 薛佳佳红着脸道 跟我来吧 洗个热水澡 少阳躺在床上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 次日上午八点多起床 下来的时候 家里的保姆刘姨已经回来上班了 姑爷起了 刘姨 新年好 新年好 叔叔阿姨 新年好 新年好 柳红玉热情问道 这么早就起了 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吗 没呀 我睡得挺好的 我每天都这个点起 先喝杯热水暖暖肠胃 我去把佳佳叫醒 待会儿一起吃早点 柳红玉递给少阳一杯热水后 卖步上楼了 轻轻推开自己女儿的房门 柳红玉走到床边喊道 别睡了 起床了 薛佳佳侧卧在床上 怀里抱着一个棕熊玩偶 一点反应都没有 柳红玉没办法 上前伸手拍了拍薛佳佳的脸蛋 薛佳佳身影了一下 扭了扭身子 嘴里含糊不清地说道 干嘛呀猪头 让我再睡会儿 柳红玉愣了一下 半天没回过神来 他们不是分开睡的吗 难不成小少也经常这样喊他起床 柳红玉陷入了沉思 半想 柳红玉先把空调关了 然后突然一把掀开了被子 薛佳佳当然就从床上蹦了起来 嚷嚷道 少阳 你流氓 看清是自己的老妈站在旁边的时候 薛佳佳到嘴边的话 直接戛然而止了 妈 怎么是你 柳红玉冷笑一声 双手抱在怀里 一副坐镇宫堂的架势问道 说 你和小少发展到哪一步了 柳红玉是过来人 又是女人 最擅长从蛛丝马迹当中发现问题 薛佳佳直接装傻 神 什么发展到哪步啊 你们两个 睡了没有 薛佳佳正要说话 柳红玉突然加大音量 给我说实话 薛佳佳低着头 小声道 睡了 许久没有听到柳红玉的声音 薛佳佳猛然反应过来 他急忙道 但是我们 没有发生关系 真的 真的 我发誓 柳红玉点点头 又问 你主动的 他主动的 没有谁主动 就是工作的时候 蓝姐 就是少阳的经纪人 他只给我开了一间房 然后就 柳红玉知道自己的女儿是什么性格 话说到这个份上 他是不会撒谎的 柳红玉心里暗道 都在一起睡觉了 竟然还没发生关系 不会是 柳红玉将房门眼上 坐在床上 小声问道 小少他那方面没有问题吧 薛佳佳瞪大眼睛 面红耳赤 妈 你 你说什么呢 妈就问问 能有什么问题 健康得很 柳红玉开心一笑 点头道 那就好那就好 你快点起床 待会儿一起吃水饺 哦 薛佳佳这会儿也没心思再睡觉了 楼下 回去的机票买好了吗 我经纪人帮我订了 嗯 到了家 给你阿姨报个平安 另外帮我们 给你爸妈问个好 少阳点头笑道 好 一会功夫 四个人就一起吃起了水饺 之后在薛佳待到了上午十点多 少阳借口回小阳楼 收拾回家的东西 准备先走 少阳屁股后头 他故意笑道 家家 你不是说不想 送小少去机场吗 薛奇这话刚说完 就被柳红玉拍了一下后背 那眼神就像是在说 你那么多嘴干嘛 薛佳佳也给了自己老爸一个白眼 直接坐上了副驾驶 两人离开别墅 回了小阳楼 少阳花了十来分钟 就把回家的行李箱给收拾好了 下午两点多的飞机 提前两个小时 就要去机场 收拾好行李后 两人便直接出发去机场了 到了机场后 少阳从后背箱里拿出行李箱 把车钥匙和小阳楼的钥匙 都交给了薛佳佳 过年这几天 你就住在你爸妈家吧 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我跟你一起进去吧 别 这都已经中午了 你回家吃午饭去 你一路顺风啊 少阳站到薛佳佳面前 朝他张开了双臂 来 抱一个 出人意料的是 薛佳佳果然上前和少阳拥抱到了一起 我肯定会想你的 我也是 这次回家 和以往任何一次回家的感觉都不同 少阳没有给自己的父母准备礼物 他知道礼物太贵重的话 父母也舍不得用 他知道 只要自己回家 对父母来说就是 最开心的一件事 在飞机上睡了将近两个小时 飞机降落后 少阳叫了一辆滴滴 又在车上睡了一个多小时后 总算是回到了小县城里 六点钟 天已经黑了 因为是大年初一 马路上的人也并不多 少阳拉着行李箱 走到自己家门口 敲了敲门 客厅里 正等着自己哥哥回来的小月 小月蹭的一下就起身跑向了大门口 嘴里还激动地喊道 哥哥回来了 门打开 看到外面果然是少阳的时候 小月直接蹦了起来 挂到少阳身上去了 少阳怕他摔跤 赶忙抱住了他 是不是又瘦了 哪有 回来了 陈兰英擦了擦手 和少文松站在院子里 满脸慈祥的笑意 爸妈新年快乐 快进来吧 老少 你还愣着干嘛 帮儿子拿行李啊 不用吧 我自己来 第152号人一生平安 少阳回家的消息 家里人都没有传出去 正月里 大家都要走亲戚 也没人 会没事就往别人家跑 在家里待了两天 第三天 少阳带着少阳去上街了 本来少阳 也想把爸妈带过去的 结果他们都不愿去 少阳也就没有抢球 街上人很多 但少阳带着帽子和口罩 身上也没穿云长的潮牌衣服 在人群中并不是很齐眼 他带着少阳在商场里吃吃喝喝 买了许多东西 中午吃了顿烤肉后 兄妹两人又去看了 两部新春当的电影 从电影院出来 少阳攥着自己妹妹的手 小声说道 哥今年下半年 也会拍一部电影 如果顺利的话 过年就能上映了 真的吗 嗯 哥 你真的太厉害了 小月好像从来就没有 吝啬过对哥哥的夸奖 少阳笑道 等你高考结束 哥把你接到魔都去完两个月 交大离哥住的地方不远 坐地铁也就三十来分钟 等开学的时候 哥直接送你过去 老妈 会让我去魔都吗 会的 少阳抬手揉了揉小月的小脑袋 笑道 你都十八岁了 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嗯 我们去趟超市 晚上吃火锅 好 作家回家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了 晚上吃火锅的时候 杨岚发来一个视频过来 少阳点开一看 是一段采访视频 采访的对象 竟然是在春晚 给自己伴舞的大雷和小影 考虑到两人 是聋哑人 记者身旁 还跟了一个手语翻译 前面几个问题无关紧要 直到记者问道 我相信 两位能站上春晚的舞台上跳舞 肯定是特别的不容易 在这个过程中 你们有什么要感谢的人吗 大雷和小影听到这个问题 立马用手语抢着回答起来 翻译看完后 说道 他们说 他们最想感谢的人是少阳 因为没有他的话 他们就不能站在春晚的舞台上跳舞了 记者好奇道 这跟少阳有什么关系呢 两人又连忙解释起来 把节目在第二次彩排之后 被导演毙掉 是少阳帮他们求来了一个机会的事 在镜头面前表达了出来 旁边的人翻译后 连记者都有点感动了 视频到这里戛然而止 少阳退出来 点开了杨岚发来的语音 少阳 这视频出来后 参加春晚的所有人当中 你的人气已经是最高的了 你看看你的微博吧 粉丝数量已经往2000万靠近了 有时间的话 回忆一下网友的评论 少阳回了一句 好 我这就去看看 少阳点开微博 小月听完语音 也凑上前看了起来 打开微博 主页里最近的一条微博 就是大年三十晚上 杨岚帮自己发的那条 文字很简单 就是一句祝大家新年快乐 下面配的一张图片 是薛佳佳在春晚后台 给少阳拍的照片 本来这条微博的点赞量 只有70多万 但现在已经过200万了 退出转码页面 请下在APP爱乐最新节 点开评论 翻了好几页 全是一模一样的话 这让少阳哭笑不得 因为网友评论的全是 好人一生平安 这也算是一种祝福 只不过带了一点点调侃的意味在里面 本来还打算回复几条评论的少阳 直接打消了念头 他把评论区截图 专门又发了一条微博 这条刚出去的微博就有人评论了 没错 我们就是在夸你 始于颜值 现于才华 终于人品 杨哥新年快乐 刚把少阳所有歌都听了一遍 这波直接录转粉了 杨哥新专辑 什么时候出啊 扶摇的实体唱片 还能买吗 我看珍藏版的 在咸鱼上都吵得大几千了 少阳看了会儿评论 拍了下小月儿的脑门 说道 看什么看 吃饭 小月儿嘟着信信缩了回去 爸 你少喝点啊 最后一杯 最后一杯 回家第五天 杨岚就开始问少阳 准备什么时候回魔都了 他实在是不想催少阳 是因为大雷和小影 那个采访在网上播出后 越来越多的媒体 都找上杨岚了 另外 有好几个地方卫视 以及抖音和快手 都想请少阳去录制元宵晚会 这些事都需要少阳考虑之后做决定 少阳听到这些情况 就让杨岚买了初期晚上的飞机票 而少阳也第一时间 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自己的爸妈 两人听到少阳初期就要回去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意外 只是让少阳在外面注意休息 赚钱虽然重要 但身体更重要 倒是从小就喜欢 跟在少阳后头的小月 眼眶红红得很是不舍 我在外面不会亏待自己的 你和爸在家 也照顾好身体 我和你爸 就不用你操心了 少阳拍了拍小月的脑袋倒 等小月高考完 我就接他去魔都完两个月 你们到时候 别不让他去啊 他去你那方便吗 方便得很少阳笑了笑 又道 妈 我之前不是给了你一张银行卡吗 我往卡里又赚了两百万 爸 过完年你看看 县城有哪个楼盘环境好 咱们家也再买一套房子吧 不然外人 看到我出息了 不给家里置办东西 还以为我不孝顺呢 这 少阳怕两人又拿着这前村定期 赶忙补了一句 钱放在银行就是死钱 这年头 有钱人都是用钱生钱的 房子就写小月的名字好了 等他以后出嫁了 就当是我这个做哥哥的 给他的礼物 哥 哈哈 我们家小月还知道害羞了 少文松这会儿才点头道 行 那爸就按你说的来吧 不过咱们县城房价又不贵 一套房子全款的话 估计顶天八九十万就够了 这钱是不是太多了 不是还要装修吗 都用最好的材料 别人家有的 咱们家也全部要有 这点钱对你们儿子来说 已经不算什么了 你们不用考虑钱的问题了 少文松举起酒杯 笑道 儿子 你比我有出息了 来 跟爸喝一个 一夜无事 次日吃过午饭 在家又待了一会儿 两点钟的时候 少阳拉着行李箱 坐车往市区里的机场去了 一家三口站在马路上 看着车子 慢慢消失在视线当中 才转身回了家 正月还没过去 但热闹就少了大半 有些难过的少月 回到自己房间 刚想躺床上睡一觉 就在自己的枕头底下 发现了一个红包 红包上面 还写了四个大字 高考加油 里面是厚厚一打百元大钞 少月抹了抹眼角 将红包放回了枕头底下 坐到书桌旁边看起了书 清风徐徐 阳光不燥 房间里翻书声阵阵 第153复工 少阳前前后后才离开了六天时间 薛佳佳却感觉 他像是离开了六个月那么久 他在的时候 薛佳佳还没觉得 自己会离不开他 这几天里 他才算是知道 思念是什么滋味 知道少阳今天要回来 薛佳佳也是直接给杨兰打电话 问少阳具体什么时候到 结果杨兰气笑道 你直接问少阳不就好了 问我做什么 薛佳佳信信挂了电话 在微信里直接给少阳发语音道 猪头 你什么时候到啊 我去机场接你 大概五点下飞机吧 薛佳佳看了一眼时间 发现这会儿已经两点多了 直接就换了身衣服 准备出门了 看到薛佳佳从楼上下来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柳红玉明知故问道 大过年的 去哪 少阳回来了 我去机场接他请下在 APP爱乐APP最新内容 说完 换上一双靴子 急匆匆出门了 等薛佳佳开车走了 薛奇才放下手机 叹气道 我现在知道 什么叫做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了 柳红玉用手肘顶了顶薛奇 笑骂道 你别乱说 五点十六分 飞机准时落地 少阳拉着行李箱 从机场出来 放眼就看到薛佳佳 站在马路边边上 朝自己不停挥手 少阳快步走了过去 行李箱放进后备箱 主动坐进了主驾驶的位置 怎么样 这几天在家里过得还好吗 挺好的呀 你呢 薛佳佳摇了摇头道 每天吃了睡睡了吃 没什么意思 少阳笑了笑 说道 先去趟你家 跟你爸妈问生好 然后就回我们的小阳楼 你看怎么样 好啊 两人回了别墅 被强行留下来 吃了顿晚饭后 少阳就开车 带着薛佳佳回小阳楼了 路上车很多 很多公司过年 也都是放七天假 今天都已经开始上班了 回去的时候 又正好赶上下班高峰期 在路上堵了一个多小时 两人才回到家 虽然家里几天没住人 但门窗都有关上 一楼二楼 又都有扫地机器人 家里还是挺干净的 少阳收拾好后 端了杯热水 在沙发上给杨兰打了个电话 杨兰说 明天上午就会过来 简单聊了几句之后 就又把电话挂了 去机场的路上 薛佳佳明明想好了一肚子的话 要和少阳说 但真见了面 这会儿却有点张不开口了 少阳主动挑起话题问道 我们是不是该给隔壁的小桃子 准备一个红包啊 啊 薛佳佳有点大脑短路 你觉得该给小桃子多少压岁钱 薛佳佳道 你别问我 我不知道 少阳追问道 你小时候过年 能收到多少压岁钱 我 薛佳佳回想了一下 说道 多的给十几万的都有 但那些都是 求我爸帮忙的人 真正跟我爸妈关系好的叔叔阿姨 也就给个两三百意思一下 少阳对着薛佳佳 伸出一根大拇指笑道 不愧是财阀家的大小姐 压岁钱都有十几万 薛佳佳抬起手 喊道 你又淘打是不是 那就给个两百意思一下吧 多的话 我估计淘大哥和惠子也不会收 随你 少阳看了一眼时间 说道 那我先上去洗澡了 坐了一下我的车和飞机 有点累了 我先洗 我先 臭流氓 你给我滚 少阳哈哈一笑 起身道 傻瓜 楼上又没开空调 我先洗的话 里面就有热气 待会儿你接着洗 就不会冷了 少阳说完 卖布上楼了 薛佳佳哼了一声 扭扭捏捏地坐了下来 次日上午 杨岚开车赶了过来 他没有绕什么圈子 上来就把最近接到的一些通告 全部说给了少阳听 这些通告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 一个星期后的元宵晚会了 蓝莓台 芒果台 番茄台三大卫士 都想请少阳去参加 他们三家就像商量好了一样 报的价格都是一模一样 不过从数据来看 芒果台的流量 应该是最高的 其次是蓝莓台 最后是番茄台 不过随着抖音和快手 在前年也开始整上晚会之后 地方卫士流量就不如这两家了 少阳想都没想 直接道 就参加抖音的元宵晚会吧 杨岚挑眉道 你不要再考虑考虑吗 抖音虽然流量最大 但他们给的通告费 却是最少的 不用考虑 少阳笑道 他给的钱 再少我都会选抖音 为什么 少阳看了一眼薛佳佳 见他没什么反应 这才道 因为佳佳的爸爸 是字符跳动的轮值董事 我去参加抖音的元宵晚会 也算是给我以后的月 嗨嗨 也算是给薛佳佳的爸爸打工 钱多钱少无所谓的 杨岚瞪眼道 字符跳动的轮值董事 杨岚虽然早就知道 薛佳佳的家事不一般 但没想到 竟然这么夸张 字符跳动 跟企鹅 阿里并称为 网络三大巨头的超级互联网企业 没有任何一家公司 能撼动这三家公司的地位 见杨岚张大着嘴巴 直接呆住了 少阳又问道 不是说 还有很多媒体要采访我吗 都有哪些媒体啊 有很多 这上面的 都是杨岚这才回过神来 指着纸上的一大堆媒体说道 少阳道 这些你看着安排吧 应该还有综艺节目提前找我的吧 杨岚点头笑道 但这些节目 都要等到三月底四五月的时候 才开始录制 现在先不急 说不定通告费还能涨呢 公司开始上班了吗 今天复工了 听说媒姐已经在着手 准备筛选练习生的事了 今年公司应该会发展得快一点 少阳汉手道 我下午要和佳佳去一趟 南山区艺术中心看话剧 蓝姐一起去吗 话剧 你收购的那个团队演的 嗯 杨岚笑道 反正没什么事 那就一起去看看吧 少阳正要说话 叮咚 屋子里响起了门铃声 少阳和薛佳佳 很有默契地 立马对视一眼 少阳起身笑道 应该是小桃子来了 我去开门 第154写剧本 叔叔新年好 门刚一打开 小桃子就给少阳拜了一个年 少阳把他牵进了客厅 薛佳佳看到 穿着大红色小棉袄 长得就跟年华里小孩一样的小桃子 立马招了招手道 小桃子 快过来让姐姐看看 小桃子蹦蹦跳跳跑了过来 两根小辫子荡来荡去的 格外俏皮可爱 薛佳佳伸手捧着小桃子的两边脸颊 笑着问道 小桃子真可爱 这衣服是谁给你买的呀 我奶奶 你奶奶也来磨度了吗 小桃子摇了摇头 道 没有啊 过年的时候 我和爸爸妈妈一起 回老家了 少阳听到这话 这才知道 小桃子的父母 原来也不是本地人 薛佳佳这个时候 给少阳使了个眼色 少阳很快上楼 把今天早上准备好的红包拿下来了 看到少阳下来了 薛佳佳故意道 小桃子 你还没有给姐姐拜年呢 小桃子摆了摆手 很认真地说道 爸爸说过了 以后不能再叫你姐姐了 为什么呀 因为爸爸说了 你是叔叔的老婆 我要是喊你姐姐的话 就乱套了 哈 薛佳佳有些猛圈 他很想反驳 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少阳看着小桃子 露出一副如此可教的笑容 他插话道 那以后就叫阿姨好了 嗯 小桃子点点头 他上前 拉着少阳的手 让他在薛佳佳旁边坐了下来 然后回想了一遍 爸爸教自己的拜年方式之后 就直接就跪了下来 小脑袋紧贴在地板上 嘴里奶生奶气地道 叔叔阿姨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客厅里的气氛一下子就凝固了 杨岚看着撅着屁股 跪在地上的小丫头 很努力地在憋着笑意 少阳和薛佳佳对视了一眼 然后连忙上前 把小桃子从地上扯了起来 小桃子 谁教你这么拜年的呀 爸爸呀 嗯 少阳前面二十多年 还真没受过如此大礼 他把小桃子额头前的头发理好 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 塞到了小桃子的手里 拍了拍他的脑袋 笑道 这是叔叔阿姨给你的压碎钱 小桃子好像对红包并不感兴趣 很随意地塞进口袋后 就很兴奋地给少阳讲起了 自己回老家时候的所见所闻 小桃子待到十点多钟 就一个人回家了 走之前 还不忘跟少阳挥了挥手 说了句我明天再来后 就迈着小短腿走了 隔壁 陶一鸣和千叶惠子 看到小桃子从外面回来了 连忙招手问道 小桃子 你去叔叔家玩 有给少叔叔 还有薛阿姨拜年吗 有啊 小桃子抓紧桌上的一颗奶糖 熟练地在嘴里咬破包装后 伸手从嘴巴里 把包装袋拿出来 扔进了垃圾桶里 然后一边嚼着奶糖 一边从兜里 摸出刚才少阳给的红包 说道 爸爸你看 这是叔叔 给我的压碎钱红包 这 陶一鸣傻眼了 他也是大年三十晚上才知道 原来住在自己隔壁的邻居 竟然是拥有上千万粉丝的大明星 亲爱的 我们该怎么办 陶一鸣接过红包看了一眼 发现里面只有两百块钱的时候 他稍微松了口气 毕竟钱不多 要是里面有好几百的话 陶一鸣肯定会把红包给送回去的 先不管了 等他们有了孩子 我们再怀礼吧 下午三点多 杨兰开车载着绍阳和薛佳佳 往南山区艺术中心去了 话剧下午五点多才开始 绍阳去这么早 也是想看看 自己收购的快乐麻花公司 现在情况怎么样 艺术中心二楼 就是麻花公司的地盘 除了能容纳600人的剧场之外 办公的位置 只有不到80个平方 这里面还包括会议室和卫生间 这会儿 会议室里 麻花团队固定成员 加上编外人员 一共27个人 正在里面激烈地开会 今天是杨哥第一次来 我们剧场看演出 不管如何 待会儿上了台 大家都给我拿出百分百的精力 去演好这一场 李爱伦问道 小雅 咱们今天这场 最后一次 卖出去多少张票了 一个看上去 很是清秀的女人说道 卖是卖出去了五百张票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不来 李爱伦道 待会儿人要是不多的话 小雅你就去楼下 随便拉几个人上来冲冲门面 小雅正要说话 玛丽却道 不用 杨哥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剧场的生意不好 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 大家只要在台上表演好 自己的角色就行了 本来大家还不怎么紧张 现在玛丽这么一说 会议室里的人都有些小紧张了 没多久 玛丽就接到了少阳的电话 听到少阳已经到了楼下后 玛丽挂断电话后 立马道 杨哥来了 我去楼下接他 你们该背台词背台词 该化妆去化妆 玛丽说完 就一路小跑到了楼下 看到少阳后 连忙迎了上去 很热情地把三个人带到了楼上 玛丽先带少阳看了一下剧场 顺便介绍了一下 今天晚上要表演的话剧 走了一圈后 四个人就一起来到了后台 这会儿 许多演员都已经穿上自己的演出服了 看到少阳来了 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没什么学历的 一旦脱离了演员这个身份 可能很难在魔渡这个大城市待下去 他们是打心里感激少阳的 一声声阳哥中 并没有掺杂着多少谄媚 少阳没有 大致看了一遍这里的环境 等时间差不多了 就戴上口罩和帽子 和薛佳佳 杨岚一起坐到了观众席上 5点25分 演出准时开始 整个话剧长达一小时46分钟 从头到尾 都是彻彻底底的喜剧 虽然剧场只做了不到500个观众 但笑声从开始到结束就没有停下来过 演出结束后 观众陆续离场 少阳绕到后台 首先肯定了麻花团队里的人的演技 然后单独拉着玛丽 走到会议室聊了几句后 就开车回家了 玛丽从会议室里出来 李爱伦 王志 宋阳几个人连忙走上前问道 丽姐 杨哥跟你说什么了 玛丽笑道 她只是跟我说 我们剧场以前怎么样 以后还怎么样 她不会干涉我们 太好了 我还以为我们团队会被大整改呢 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少阳把外套脱了 挂在衣架上 说道 今天的话剧啊 薛佳佳点点头道 他们演的确实挺搞笑的 观众也挺买账的 但话剧是话剧 电影是电影 应该还是不同的吧 我相信我的眼光少阳聊起衣袖 走到冰箱前 看了一眼里面的食材说道 晚上咱们随便吃点东西吧 我待会儿还要干活 干什么活啊 少阳道 写剧本 哈 剧本 嗯 三十分钟后 吃完晚餐的少阳 把笔记本拿了上楼 开机新建word文档 手速极快地敲下了五个字 夏洛特烦恼 薛佳佳盘腿坐在旁边 开始只是边玩手机 边漫不经心地看一眼 可看着看着 他的目光就全在少阳面前的电脑屏幕上了 这猪头 薛佳佳抬头看了少阳认真的侧脸 心里暗暗道 还真会啊 第155四大天王 夏洛特烦恼 在那个世界 虽然不算是票房最高的喜剧电影 但也算是为数不多的票房超过十亿的喜剧电影 最最关键的是 这部电影的成本 仅仅只用了两千万 这还是在请了一系列 在当时就已经活起来的明星情况下 花了两千万 如果抛开沈腾 引证这些明星的片酬的话 恐怕成本最多也就一千五百万 这也是少阳选择这部电影 当自己处女座的原因 当然最大的原因 还是正好遇到了快乐麻花这群人 少阳在那个世界拍过电影 刚跨界当演员的时候 还专门学了一段时间 电影方面的知识 加上这部电影 少阳看了很多遍 每一个剧情 每一个笑点 他都记得很清楚 所以在写剧本的时候 他几乎没怎么中断 完全就像是把脑海里的画面 直接用文字的方式抄下来一样 格外流畅 初八 初九 一直到正月十三 这五六天的时间 少阳都在写剧本 基本上每天都能写上一两万字 很快就把这部电影 大半部分的剧情写完了 正月十四 元宵节的前一天 少阳又在录音室里待了大半天 是下午晴雨晗 他们来家里了 少阳才从录音室里出来 大明星 新年好啊 新年好 没初正月就是年 少阳很快招呼三个人坐下 让薛佳佳泡了三杯茶过来 看到少阳仍然戴着耳机 手里还拿着笔记本 成婷婷问道 大明星在家忙什么呢 明天晚上要去参加抖音元宵晚会 我写了首新歌 哇哦 三个女生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 薛佳佳翻白眼道 哇哦个屁啊 你们三个人今天过来干嘛 给大明星拜年啊 少阳笑道 拜年归拜年 但我可没准备红包给你们哈 薛佳佳忙道 他们个个都是小富婆 怎么可能会要你的钱 话可不能这么说 秦玉涵故意道 别人给的钱 我们当然不要 可要是少阳给我们的钱 我们不仅会要 还会好好收藏起来 沈书华和成婷婷两个人 也坏笑着附和道 没错没错 薛佳佳递给三人一个白眼 不想理他们 沈书华捧着热茶 吹了半天 轻轻抿了一口口问道 佳佳 你明天晚上 也跟着少阳一起去元宵晚会吗 当然去啊 那我能不能去啊 你 薛佳佳挑眉道 你去干嘛 沈书华很好奇地说道 我去长长见识吗 我还没去过那种地方呢 那我也去 少阳盖上笔记本 去夏尔基问道 明天是元宵节 你们不要在家陪父母吗 魔都哪有什么元宵节啊 都不是法定假期 有很多公司连假都不放呢 也是哈 少阳笑道 过节的时候 还得去乡下 按照我家乡那边的习俗 明天晚上每个村子都会五十五龙 基本上跟过年差不多 要放一晚上的鞭炮 大明星 那你明天晚上 带不带我们三个一起去啊 少阳看向薛佳佳 似乎是在征求薛佳佳的意见 秦宇涵他们对视一眼 连忙上前 沈书华和程婷婷 蹲在薛佳佳两旁 握着小拳头帮薛佳垂腿 秦宇涵走到薛佳佳身后 帮忙捏肩 三个人 明显就是在讨好薛佳佳 娘娘 你觉得力度怎么样 还可以重一点 现在呢 不错 启禀娘娘 那明天晚上 这个 薛佳佳故意没有立马回答 而是假装考虑了很久后 才点头道 行吧 那本宫就带你们一起去 但你们三个要跟紧我 要是有人问 你们就说自己是少阳的化妆师 遵旨 次日下午四点 杨兰来家里 准备接少阳的时候 秦宇涵他们已经来了 虽然杨兰和他们 还是第一次见面 但看到沈书华 秦宇涵他们三个人的气质 就猜到 他们三个的家境 肯定都不简单 要不然 薛佳佳也不会 把他们带到家里来 少阳恰好换好衣服 从楼上下来 看到杨兰来了 他解释道 他们三个都是家家的闺蜜 今天晚上想跟我一起 去露元宵晚会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杨兰汉手道 没问题是没问题 不过 我上午把你的新歌 给抖音那边的对接人 发过去之后 他们把你的节目 改成压咒了 压咒 秦宇涵惊讶道 大明星要最后一个上台吗 杨兰笑着摇了摇头 然后解释道 我们夜内 把倒数第二个节目 才叫做压咒 倒数第一个节目 叫做压台 一般压咒都是流量大的歌手 而压台的 则是资历老辈分高的歌手 我听说 好像抖音 今年元宵晚会的压台歌手 是刘荣华 刘荣华 湘江四大天王之一的刘荣华 三个女生都惊了 没错 就是她 邵阳也知道她 两个世界大体环境都差不多 虽然影视音乐作品不同 但两个世界有很多明星的履历 是很相似的 就比如 那个世界有四大天王 这个世界也有 这个刘荣华 便是这个世界的四大天王之一 而且 她在圈内的外号也叫华仔 在九十年代 可谓是红的发子的艺人 香水 霓虹灯 舞曲 这三首歌是她的代表作 直到现在也广为传唱 后面她又跨界 当起了演员 出演了火线追凶一系列的警匪片 还收获了一大批影迷粉丝 在娱乐圈中 刘荣华绝对算得上 是最成功的艺人之一 秦雨晗立马道 邵阳 你要是能帮我找画个 要到一张签名 或者是一张合照的话 你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也是 还有我 邵阳笑道 要是能遇到她的话 我尽量吧 不过后台人很多 今天晚上 你们是三个跟景兰姐和佳佳 不要乱走 知道了 兰姐 那我们出发吧 嗯 还好杨兰开的是一辆保姆车 要不然 一辆车都坐不下了 四点半出家里出发 六点多 才到梅塞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的现场 这也是魔独演唱会经常举行的地点之一 因为建得最晚 所以这个场馆看上去要新潮很多 但是租金一晚上就要六位数 现在这个时间段租下一天 这点钱也不算什么 杨兰和对接的工作人员碰头后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一群人来到了后台的一间休息室里 像这种大型的晚会 一般来说 稍微大排一点的明星 都会带上自己专门的发型师和化妆师过来 而名气小的明星 才会用抖音这边临时雇佣的化妆师 一线艺人出席活动 身边都会跟上五六个人 有经纪人 执行经纪 助理 宣传 化妆师等等 二线艺人可能会带三个人在身边 除了经纪人和助理之外 就是化妆师 三线艺人包括三线以下的艺人 基本上身边就只有经纪人了 化妆师在团队中也是很重要的 有些靠脸吃饭的艺人 化妆师就要占一半功劳 毕竟现在的化妆技术 能达到换头的功效 特别是女明星 有些在镜头前和生活中 完全是两幅面孔 现在邵阳流亮起来了 春晚的热度还没过去 身边跟着这么多人 也没人会觉得奇怪 秦宇涵打量着休息室的环境 坐在沙发上说道 一会儿邵阳上台的时候 我们能看到他在台上的表演吗 薛佳佳白眼道 晚会都是在抖音上直播的 最多一分钟的延迟 你拿手机就能看 这样啊 承听听兮兮笑道 我说 这里面怎么没有电视呢 邵阳看了一眼时间 起身说道 我去看看化哥有没有来 如果来了的话 我就去和他问声好 杨兰点点头 也赞同了邵阳的想法 不管多大牌的艺人 能低调一点 还是尽量低调一点比较好 太张狂的话 容易被人盯上 也容易出问题 在娱乐圈多交好一些人 总比得罪一些人要好 邵阳刚起身走到门口 咚咚 门外 竟然刚好响起敲门声 邵阳把门拉开 看到门外的刘荣华 当时就呆住了 怎么 说曹操曹操就来了 邵阳反应过来 盲点头问好道 化哥 我正想去找你呢 没想到你竟然 刘荣华上下打量了一下邵阳 看到邵阳一脸谦虚地和自己说话 他满意地拍了拍邵阳的肩膀 笑道 邵阳 你的歌我很喜欢 我来找你 是想问问你 我有没有荣幸 能和你也合作一首歌 华哥 你说这话就是折杀我了 快请进 快请进 第156元消网会 后台走廊里 穿着皮衣 头发染成绿色的说唱歌手 大佐看着刘荣华 走进一间休息室时 他立马扭头问道 那个人好像是华哥 嗯 旁边的经纪人点头道 今天晚上 他是压台的歌手 大佐好奇道 那压皱的是谁 听说有改动 待会儿我去问问吧 大佐心头起一道 你说我要不要现在 去找华哥和张照 待会儿还能发条微博 可以啊 就是不知道他认不认识我 经纪人道 华哥在圈内是公认的好脾气 你主动去和他问好 他肯定不会对你不理不睬的 大佐文言便静止迈步 来到休息间门口 咚咚 邵阳刚准备坐下来 听到开门声 以为外面是刘荣华的人 就又上前把门打开了 但看到外面是个 打扮得很潮流的年轻人时 邵阳眉头皱了起来 大佐看着邵阳也同样一脸疑惑 有事吗 大佐摇了摇头 很快速地说道 没事 走错了